我的技能全靠简 作者欧阳云 由追马 狐狸 周末 杨安申 小时候 小树叶等主播联合播讲 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第三百一十九集 绝境 落天的话音刚落 临终就传来一声震天烈地的嘶吼声 旋即一只巨兽从临终出现 成片树林倒下露出它的真容 那是一只好像鸟的巨大怪兽 身躯高达几十米 形状就像一个黄色的口袋 红得像一团火 六角四尺 耳目口鼻全无 吼声是从羽翼下出现的 就见它张开羽翼 羽翼下全都是尖牙历史 这是 是蒂江兽 我的七九老爷啊 五星的试炼场 为什么会有七品的蒂江兽 跑 快点跑 洛哥赶紧走啊 现在张胖子再也不说什么试炼不试炼的事了 一听到七品蒂江兽的名字 胖子立刻知道现在逃跑才是最要紧的事了 凶兽上六品就已经达到五旋径了 七品那就相当于五旋巅峰径了 这绝对是他们抵挡不住的力量啊 洛天还在强行催动精神威压 想要阻止蒂江兽的靠近 但是他眼睁睁的看着蒂江兽 开山烈石而来 根本没有半点要减速的意思 这高等精神天赋 对于太强的凶兽 也是根本不顶用的 眼见蒂江兽即将冲到眼前 洛天终于放弃了精神威压 他手中扶灵界光芒一闪 精神力具现出了一门武器炮 似乎是打算要拼命的样子 都城中多少人都屏住呼吸 看着洛天 这是要玩命了呀 精神武器炮都整出来了 洛之士果然是人中豪杰呀 面对如此凶兽 都敢正面硬刚啊 众人正在心中赞叹呢 随后他们就看到 洛天自己嗝 钻进了炮筒里 快逃 精神力催发就听哼的一声 洛天被当场给轰出去了 正在疯狂奔逃的胖子等人 就突然看到一道蓝色身影 迅速超过他们 向远处飞去 张胖子立刻大叫道 这啥玩意儿啊 都城中正在观看的百姓 也都是惊得微微张开嘴巴 这个洛天他还能这么玩的呀 这了不得呀 这逃命都逃得这么有创意 而洛天的戒指里 骷髅头正在撕心裂肺地叫着 抄袭 这完全是抄袭我的创意 等看清楚那道蓝色光芒是洛天后 张胖子他们跑得更加卖力了 有名体力不知的指示 可能是身法过慢的缘故 逐渐被身后的凶兽追上了 他一咬牙 直接放出了自己的飞行舟船 这艘舟船是一个六面的头子 这直是钻进去 然后头子就疯狂转动起来 接着化作一道流光向前飞去 蠢货 主题目中 阎山看到眼前这一幕 脸色变得非常难看 甚至暗暗地骂了一声 像这样的战斗大赛 虽说什么都不尽 但是对于飞行舟船 肯定是有严格限制的 否则很可能战斗大赛 就变成飞行舟船大赛了 有些只是为了参加 飞行舟船大赛 那将自己的飞行舟船 改得那是一个丧心病狂啊 所以战斗大赛内 基本上都有限制 飞行舟船速度的符文和大阵 此次也不例外 只要谁敢用飞行舟船逃窜 立刻会遭到 金石之鸟的围攻的 果然 下课刚刚飞起的头子 就被一群金石之鸟追上 旋即精神之鸟 放出一片光芒 狠狠地击在头子上 似乎要将其洞窜一样 惨叫声随之从头子中传来 那真是闻者动容 听者落泪啊 张胖子他们暗想 这不会是烤糊了吧 看到眼前的情形 他们也都打消了把飞行舟船拿出来的形式 冲刺 再冲刺 逃命 再逃命 身后地江兽猛的一声怒笑 接着所有人就看到四周草木 一点点光速般向着地江兽飞去 接着所有草木就迅速地枯萎 生命力剥夺 我的七九老爷 我可不想变成干尸啊 快快快闪开 往旁边闪 这是范围攻击的 几个人吓得肝胆剧烈 立刻向一旁翻滚出了剥夺区 接着慌不择路地继续前冲 莫得 张胖子突然看到前方停下来的落天 他挥手叫道 洛哥 愣着干嘛 赶紧跑啊 落天没有说话 他目光深邃 面色凝重 张胖子赶到跟前 再向洛天身后看去 顿时也愣住了 一片山石 是悬崖掘壁 高达百丈的悬崖峭壁 正挡在他们前面 拦住了所有去路 其他几名职士冲到这里 也都是惊恐地停下脚步 完了 绝路 这边呢 该死的也全是凶兽 有两人还想另寻他路 也立刻被四周成群的凶兽 给包围了起来 这些凶兽身上摩奇耀眼 眼中是疯狂的一片血红 包围圈在一点点缩小 落天等人被彻底围住 全都站在一起 死了死了 死了死了 这回死定了 落实是 你可还有什么救命的东西吗 路哥 怎么办 众人虽然嘴上在问 但是眼中却已是一片的绝望之色了 这等情形 哪是人力能够抵挡得住的 就算落天现在能爆发出五旋径实力 恐怕也是无济于事了 落天低头不说话了 耳旁小骷髅却在轻声道 我的倒霉主人 用那招吧 没办法了 落天深吸口气 也知道该用还是得用了 缓缓地 落天对身边几位道 我有办法 你们站到身后去 真有办法 假的也只能信他了 落哥 救命 众人飞速躲到落天身后 面前那些凶兽 已经快要冲到眼前了 必将凶兽的那张大口已然张开 可怕的尖刺斧叶就要喷出来了 都城内 本已放下心的全城百姓 这个时候 心又崩了起来 这等危机情况 就算霓裳圣旨赶来 也怕是无济于事啊 完了 落天他们这回死定了 所有人心中都是一声悲呼 有些胆小的则是捂住了双眼 根本就不敢再看了 阎山见到此目 心中也是悠悠一探 落天生死他并不在乎 在他看来 落天和庞无情一样 都是邪恶的 死了有利于天下 而且说不定 这次摩修释放的摩烟 就跟落天有关系呢 张胖子死嘛 也能接受 跟着邪恶的人私混 一样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阎山唯一可惜的 是落天身边 其他的几名职士 他们完全都是 被邪魔所坑害的 此时凶兽身影 已经占据了整个光幕 似乎是万千凶兽 一并向着落天他们扑去 金石之鸟 从空中俯瞰 已然看不到 落天等人的身影了 阎山缓缓闭上双眼 而李全也是摇撩头 可惜了 而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突然 就见一道声浪荡漾而出 瞬间掠过所有凶兽 然后这些凶兽 就像见到什么 难以名状的可怕事物 奇奇地停下了脚步 什么情况 谁知道发生了什么 阎山豁然起身 眼中带着惊恶 旁边屡言无秒 那更是尸声惊呼起来 唯独李全还算镇定 他像是看出了点什么 但是依旧带了几分不确定 似乎是声波舞技 落天时放的 这光幕中只有画面没有声音 李全能看出是声波舞技 足以证明他的眼力 有多么卓越了 但是在没有听到声音的情况下 谁也猜不出这声波舞技 到底有多惊人 甚至能够震慑群兽呢 五行谷中 落天先是一声金虎吼山诀 而这吼声起时 却不是唬哮 而是龙吟之声 配合落天本身的精神威压 一声起 当场所有凶兽 全部俯身 连地僵兽也不例外 身后张胖子等人 直接就趴了 一个个跪倒在地 双眼紧闭 口鼻流血 落天扫视他们一眼 接着对骷髅道 快 用我的鲜血 明白我的主人 骷髅头似乎早有准备 瞬间就从白骨戒指里 飞出了一块小金石 这块金石 只有三分之一拳头大小 其中荡漾着如水的力量 主人 涂上鲜血扔出去 同时开启你的龙化身躯 骷髅头在落天心中叫道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主播追马 也欢迎您关注我的喜马主页 关注我更多的作品 谢谢 我的技能全靠简 作者 欧阳云 由追马 狐狸 周末 杨安生 小时候 小树叶等主播 联合播讲 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第三百二十集 退腰 骷天抬头看了眼空中的金石之鸟 他不知道自己开启龙化身躯 会不会被金石之鸟看到 但是此刻 骷天已然没有选择了 化身诀 开 骷天化身诀催动 属于龙血沸腾内蓝天府 瞬间点亮 随后骷天的手臂迅速龙化 身后也似有羽翼张开 骷天掏出杀猪刀 在手臂上划了一刀 鲜血出现 拿金石印狠狠砸在地上 就听噔的一声 鲜血混杂金石之鸟 如雾气般出现 一片浓重血物 直接将骷天笼罩在内了 骷天心里顿时一定 看来骷髅也是想到 他龙化身躯后 被人看到不好 所以事先想到了遮掩之法 不错啊 这仆人说的还相当可以 血物向外扩散 下课 那些停下的凶兽 就闻到了真龙之血 他们纷纷退后 有些品质低的凶兽 甚至掉头就跑 根本不敢有任何停留 地江兽也开始后退了 他是七品凶兽没错 但他并不是真正传说中的绝世神兽 他还只是一只未成年的地江而已 并没有拥有真正强大的力量 这就是为什么他会出现在五星试炼场的原因了 没有口鼻也没有头颅的地江 缓缓伏下身去 然后戒备的后退 成年地江兽其实并不怕龙 尤其是落天的气息也并不是特别强大的 否则那些凶兽就不是逃走 而是被龙气当场吓死了 如果只是硬龙 飞龙 屁系这样的龙血 地江也是不拒的 但是落天龙血沸腾天赋开启后 感知敏锐的地江兽 却是嗅到了一股远古龙皇的气息 虽然只有一丝 但也足以让他不敢有任何造死了 地江兽一步步退后 羽翼收敛退入了林中 落天站在血雾中 一动都不敢动 一直看到所有凶手全部退后消失了 落天这才缓缓收敛自己的龙化之身 接着挥散周身的血雾走了出来 小骷髅这次干得不错啊 落天暗自夸奖了一句 骷髅滴滴笑道 那是我党明的主人 这样的东西还是得多准备啊 落天点点头 没错没错 多准备 多多的准备 主人 那我就继续制作了 您的金石 我就全部拿走了 拿走拿走 等等 我的金石 我囤的那些金石 落天倒出口凉起 突然感觉心口发疼 骷髅头连忙道 我倒露的主人 你想想 是钱重要还是命重要啊 这 命重要 但钱更重要 落天深吸口气 良久才回过神来 你还是给我留点吧 啊 真是死扣的主人 骷髅头差点就破口大骂了 好在关键时刻 他制止住了自己作死的行为 继续道 好吧主人 我给你留一些 落天抚慰了一下自己受伤的心灵 然后转身踹了张胖子他们击脚 别装死了 起来了 凶手都退了 张胖子这才缓缓爬起身来 几位执事 见凶手真的退了 立刻激动地对落天道 多谢落执事救命真呢 落执事厉害 我欠落执事一条命 以后落执事有什么吩咐 尽管说 王某人是绝不推辞的 落天轻轻点头 张胖子也跟着爬起来 看看四周血雾 大概知道发生了什么 落哥 没事吧 落天明白张胖子指的是什么 他抬头看向天空 晶石之鸟依旧在盘旋 微微皱眉 落天略有担忧道 应该没事吧 都城里 众人都是看得目瞪口呆的 尤其是李全阎山 看得眼珠都瞪出来了 真是恨不得把脑袋 塞到面前的光木里去 阎大人 李大人 你们能不能不要靠那么近 这样不好 对对 往后面退一些 都城的人都能看到你的鼻毛了 行笑 李全和阎山 这才退后 整理一山正经危坐 都城里的百姓 也都开始笑着议论起来 李大人皮肤真好啊 这么近都看不到斑点 这阎大人就不行了 差得远 谁能问一下 李大人用什么眉肤的 该不会也是黄瓜吧 庸俗 李大人何等身份 怎么可能是用黄瓜 必须是青瓜呀 有道理 哎 不对 黄瓜不就是青瓜吗 直到片刻后 众人的注意力 才恢复到刚才发生的场景上 洛天最担心的事 并没发生 刚才那一瞬间 根本没有任何人看到 洛天到底用了什么功法 更别提洛天身上 起过什么变化了 连一向以严厉著称的李全大人 也没能看清 刚才究竟发生了什么 场面如此复杂 众多凶兽高大的身躯 几乎遮满画面了 想要看清楚具体情形 那真是太难了 他们只能看到 所有凶兽退去 然后洛天 从一片血雾中 出现了 看来洛之士 还有专门对付凶兽的手段呢 居然是连七品凶兽都能贺退 不过 应该也是付出了不小的代价吧 李全说的是常理 一般像这种秘法 代价必然都不会小的 甚至短兽 重伤都是十分正常 反倒像洛天这样 付出一滴鲜血 就能贺退兽朝的事 才是不符合常理的 阎山目光闪烁 他们的运气不错 寿朝一退 短时间内应该不会再来了 看来 他们已然安然度过了 此时回山休息便是了 阎山的心情有些复杂 想象中的画面并没出现 好消息是 洛天身边几名直士 都活了下来 但坏消息是 这洛天手段 可比他想象中的多多了 如此的话 想要杀死洛天 那就更难了 这小子 是什么功法 还是什么宝物啊 阎山在心里揣测 在此之前 阎山可是仔细调阅过洛天资料的 查过洛天在乌塔买的所有东西 绝对没有能对付群妖的东西啊 难道又是和贺东一样吗 想到贺东的名字 阎山双拳紧握 眼神如刀 五行谷内 凶兽追赶直士的场面 正在各处发生着 尤其是原本以为 自己已经进入安全区的那些直士 面对突然被击碎的护照 冲进来的凶兽 那真是一脸懵逼啊 这不讲究啊 不按套路出牌啊 成群的直士被赶出了安全区 有些倒霉蛋直接就被凶兽 当场给撕裂了 看到同伴生死 其他直士方才意识到 这可不是开玩笑啊 关键时刻 诸位直士终于拿出了压箱底的本事 同时也让都城百姓都看到了 什么才是直士中真正的强者 农田区域 一名壮汉瞬间变身 身躯带直士袍瞬间化为四米高的巨人 手中长刀同时变大 武器催发竟然发出了大海之声 斩金刀 破浪千冲 就见巨刀挥舞 一刀断兽群 层层刀起 激起土浪翻腾 从地底钻出的众多凶手 当场身死 等到土浪过后 他们再度端桥 那巨汉已然消失不见了 好刀法 此知识用的 也是超级功法 巨神刀诀 李全当众为大家解说 阎山则平静地吐出了这个人的名字 三等执事 刀领 石山区 一位脚踏跃滑的执事 在空中辗转腾挪 脚掌一跺便有星光荡漾 他身躯如风般前进 身下所有凶手都被甩下了 追我 来吧 这执事放声大笑 然后便看到成群的飞行凶兽袭来 众多飞行凶手混杂在一起 难辨种类品阶 可这名直士却是凛然不俊 他飞身向前 接着长腿一挥 一道蓝色武器 化作刀光冲出 就见他双腿连弹 宛如空中漫步 接着便是漫天刀器 汹涌而至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主播追马 也欢迎您关注我的喜马主页 关注我更多的作品 谢谢 我的技能全靠简 作者欧阳云 由追马 狐狸 周末 杨安申 小时候 小树叶等主播 联合播讲 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第321集 雪传 成片的鲜血 从空中落下 在内灵指使 用双脚放出的漫天刀器中 冲杀上来的飞手 竟是宛如雨点般 纷纷落下 没有一只 能够接近他身前十丈的 大跃行 超级身法 百闻难得一见哪 李全大人赞叹连连 阎山看着那些奔跑的 直视 也是微微一笑 这情况 居然比他想象中要好许多 他本以为 凶手暴动 会瞬间杀死 许多直视的情况 并没发生 这新一届的直视精英 似乎比网界都要厉害啊 而且现在已经开始有高手 成群的带队 护下了不少人 正在以有序的方式 开始撤退了 阎山心想 看来 这邪魔手段也不过如此 下一刻 他们便看到光幕中又有变化 那湖泊区域内 突兀的泛起了漫天黑水 而后在漫天黑水中 一道黑光冲天而起 显出一行大字 浮龙在此 直视臣浮 邪魔归星 黑光爆发 向着四周扩散 化成了一片黑云 落天看到眼前这一幕 面沉似水 阎山李全等人 当然也看见了 阎山暴怒道 是猖狂的魔羞 都城内的百姓 也跟着唾骂不断 而躲在都城阴影中 那些邪魔歪道 也纷纷议论起来 是浮龙啊 厉害 厉害啊 果然是传说中的魔羞 手段就是与旁人不同 如是新开会议 选择首领 我投他一票 没错 我也是 我就喜欢这干实事的魔羞 光说不练的 没意思 直视臣浮 哈哈哈哈 他若真能做到 我把命卖给他 舞者抱行中 坐在椅子上的 无微鼠也站了起来 他走到通透的墙壁前 看着外界硕大的光幕 嘴角升起笑容 轻轻鼓掌道 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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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仿佛看到新的时代要来了 浮龙 我得把这个名字 好好记下来 话音刚落 音仿佛感觉到什么 他立刻转身 然后就看到 一名男子 和一个小丫头 出现在自己的桌前 新时代 说得不错 这男子正是浮龙 阴影下 笑容满面 我现在需要你的帮助 可以吗 影张开双臂 大声道 您需要什么 尽管说 浮龙含笑点头 旁边小丫头 拿出一本册子 放在影的面前 就听浮龙缓缓说道 我想 改变世界 洛哥 情况不妙啊 看来咱们是被魔球给坑了 张胖子看向远方 此时五星古中魔器 已经浓郁到 根本就不需要 用竹睛来观测了 光凭肉眼 就能看到冲天而起 漫天的黑烟 张胖子身边 其他执事 都是拧着眉毛 看来 这次战斗大赛 第一轮算是彻底毁了 魔羞猖狂 居然把阴谋 落到咱们头上来了 等我回去之后 一定要亲手抓住这扶龙 我要让他游街示众 千刀万剐 能抓住再说吧 如此魔羞 怕是不好抓的呀 几名执事跟在落天身边 暂时性命无忧 开始闲聊起来 落天则是看了一会儿 转头对胖子道 胖子 你说那扶龙 专门留下信息 是不是 需要用自己的东西来做影啊 张胖子点点头 那是当然 他故意留下自己的名字 就是显摆给咱看呗 搞出这么大的阵仗 肯定得留下点自己的东西 所有魔羞都这样的 搞出大场面 留下痕迹 甚至还希望以后 时常回来瞅瞅 都蠢得不行了 落天目光闪烁 你说咱们要是能拿到那个影子 是不是就能找到扶龙 抓住他的尾巴 张胖子顿时被落天的想法给惊住了 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 旁边几名执事则闻言上前 落执事 你是庞圣师门下吧 你会立元寻踪法 你打算抓住那个扶龙啊 几人出声询问 落天则是微笑点头 顿时几名执事对视了一言 难怪他们会如此针对你 我还以为 你只是与炎祖师不合呢 原来如此啊 唐祖师 炎祖师和庞圣师是死敌的 虽然没有人知道他们是如何结仇的 但只要是庞圣师的弟子 那都会被唐祖师他们狠狠打压 甚至都不让来独成的 落执事啊 你要小心了 看来江凌峰只是个大头阵的 比他更厉害的执事 估计还等着找你麻烦呢 落天对此则是毫不在意地笑了笑 随后将话题又转回来 这些暂时不谈了 兵来将党水来土眼 岂未觉得 扶龙影子的事怎么样 几名执事对视了一言 随后那名满脸落腮胡子的王执事道 能拿到影子自然是最好 我只是 你既然洗得立元寻宗法 那么有魔修之物在手 以后无论是抓他 毙他都能占据一定上风 只是此物恐怕要无塔收回的吧 收不收回是无塔的事 先到咱们手里再说啊 你们想 这扶龙闹出这么大的动静 抓住他 岂不又是大功一件 至少也得一万点数吧 听到一万点数 张胖子和几名执事两眼都亮了 能干上执事这行 而且还能混到三等执事的 那就没有一个胆子小的 一万点数 已经足够让他们这些要钱不要命的亡命图 铤而走险一回了 听起来是个大买卖啊 说不定能攒够名望 以后提升二等执事呢 我这一辈子 剩一等执事是没希望了 要是能混个二等执事 那就满足了 几名执事顿时黑黑黑的笑起来 笑容猥琐 眼放前光 那果然都是同行的模样啊 洛哥 干他娘的一票 这执龙的影子 咱们弄到手以后 抓住他 咱们还是五五分账 张胖子跟着洛天 混过苏孟贤的案子以后 现在胆子也是越来越大了 连圣职都不怕 还怕摩羞不成 洛子司 也算上我们了 真要以后抓住这个执龙 我们不要点速的 要点贡献值就不错了 不错不错 洛子司年轻有为 名望已有 不缺贡献值 就让些给我们吧 是极是极 洛天见几人迫不及待的样子 于是笑道 那咱们现在就不逃了 去魔气爆发的中心看看 这扶龙留下的影子 定然在那里 走走走 出发 不错 洛子司 你可还有那退群兽的能力了 如果还有几分 咱们得快速前进 洛天笑着点点头 表示没问题 同时 问了骷髅一声 骷髅也表示没问题 再加上 刚才地江兽他们 已然退却了 短时间内 不可能再围他们 甚至很有可能 见到他们 会直接逃走 洛天觉得 自己的计划 应该没什么问题 正要带领大家 向着爆发中心而去 突然 洛天又想起什么 停下脚步 之外 要不咱们 再顺便赚点点数 众人一脸不解的样子 唯有张胖子一拍大腿 立刻就反应过来了 对啊 洛哥 咱们可以顺便救点人的 一边说着 张胖子就赶紧把自己的通讯金石 掏了出来 咋弄来着 怎么给父亲的指使发消息啊 你是四等知识 权限可能不太够 还是我来吧 一边说着 洛天就掏出了自己的通讯金石 喂 丘陵学姐啊 我找你帮忙啊 啥 你看着呢 你看到我们表现了 吓到你了 放心吧 咱命大着呢 张胖子在一边焦急道 洛哥你别嫌扯了 说正事赚钱呢 洛天赶紧道 对对对对 那个你帮我啊 给父亲所有指示发条求员信息 不是我求员 是让他们那样不行了 就来跟我会合 开价 一律一百个点数 这价不黑吧 一百点我救他们一次 我觉得我还有点小亏呢 什么 发信息还要我自己掏点数 行吧行吧 发吧 几十点数我认了 赶紧发呀 言必洛天收起金石 诸位 看来今天 我洛某人 要力挽狂澜了 王指示他们 都是一脸怪异 然后纷纷鼓掌 洛子司啊 你果然是个 赚钱小能手啊 背负 背负 今日洛指示是要发财了 一个人一百点数 十个人就一千了 哎呀 我觉得我混了这么多年 感觉都白混了 洛指示 你真能把他们全救下来 洛天拍着胸脯 那是当然没问题了 洛天暗自计算了一下 一枚金石大概多少钱 反正来一个 就一块金石 卖他一百点数 赚他一笔 不对不对 应该是等人多了一点 再一起给 这样就只要给一块两块 就够了 这样的话 血赚 真的血赚啊 洛天双眼 顿时烁烁放光 他甚至在心中 有些小小的 感谢起 浮龙来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主播 追马 也欢迎您关注我的 喜马主页 关注我更多的作品 谢谢 我的技能全靠简 作者欧阳云 由追马 狐狸 周末 杨安申 小时候 小树叶等主播 联合播讲 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第三百二十二集 抢生呀 不消片刻 五星谷中正在逃亡的 执事们就都收到了一条信息 腰间通讯精神发热 几名正在玩命奔逃的执事 本能得将其抽出来 啥玩意儿 这时候发信息着死呢 等等 不是求援消息 是救援消息 让我们去他那里会合 还要每人收一百点数 穷疯了吧 真的假的 一百点数就能退去腰 谁发的 洛天 那个洛天吗 五星谷中 至少有上百名知识 都收到了洛天 发出的救援信息 同时 通过精神的自动标注 标注出了洛天 现在所在的位置 要实现这点 洛天可是花了不少点数了 本来以为 一条群体救援信息 几十点数 就该封顶了 结果等到洛天 发出去之后 却是扣了上百点数 心疼的洛天 呼吸都有些困难了 不过有付出就有回报 还是有些 已经陷入困境的知识 收到这条信息后 毅然做出了决定 掉头 往洛天的方向去 他不是说 有办法击退凶兽吗 他要是做不到 我就跟他同归于尽 娘的 一百点 认了 十几名知识 开始迅速 向洛天方向冲来 身为三等知识 战斗经验 已经是相当丰富了 知道该决断的时候 那就必须得果断 沙漠区 刚刚收好战利品的 大解头知识 也收到了洛天的消息 轻笑一声 女知识道 嘿 好办法呀 我怎么没想到 还能这么赚点数 伸手在通讯金石上点点 女知识笑道 如此好事 我也得分一笔 不扰乱行情 我开价 一百点数 我叫张一 精英团张一 想活命的来我这边 也是一百点数 严毕 五大区域中的所有之事 又收到了一条消息 森林中 正在往湖泊区域中的 洛天与张胖子 也都收到了消息 听完消息后 张胖子发出了一声 杀猪般的叫唤 老姐 然后张胖子的腿肚子 就不由自主 开始赚金了 洛天则是破口大骂 我哪个去啊 还有不要脸抢生意的 啥呀胖子 这是你老姐生意吗 张胖子一服转身 就想跑的样子 看那样子 如果不是怕离开洛天 会死在林子里 早就跑远了 身旁几名执事 则是满脸震惊 似乎比刚才看到 洛天退群兽 还要更加惊诧 张子是 是你姐姐的呀 大姐头是你姐 亲姐嘛 哎呀 没想到你还是位大人物呀 失敬失敬 几名执事 对张胖子连连拱手 他们却不知道 这姐弟两人的关系 跟他们想的 可能完全不一样 洛天看张胖子 好像要完全失控的样子 上前捂住他的嘴 免得胖子一激动 又说出什么倒霉话来 然后低声道 你冷静 他又不会来找咱们 至少现在不会啊 张胖子眼珠转了转 没错 他只是抢生意而已 哦 他不来的 洛哥 咱们搞快点 我怕等会儿不小心撞到他 那就玩完了 哎呀 你怕什么呀 你忘了他不能用权力了吗 你不还打算给他一个教训 找回场子吗 张胖子还是十分的心虚 这个不急 不着急的 洛天翻了个白眼 看到张胖子 这副老鼠见到猫的样子 他就心中来气 这也太怂了 他姐姐难道是什么 吃人的凶兽吗 还是满脸狠肉的老妖婆啊 看上一眼 就能让人折寿十年 洛天脑海中 已经根据张胖子那肥头大耳的模样 刻画出了一幅鸡肉女的样子 看张胖子的样子 他那姐姐 应该 也就这么回事了 行了 走走走 别废话了 先把该拿到手的东西拿到手 令我去 又来 此时通讯金石再度亮起 然后洛天等人又听到了新的救援的声音 洛天咬紧牙关大声道 我去这抢身子都去死吧 怎么还越来越多了 都城内 阎山李全等人看着光幕中的情形 阎山是满脸担忧 显然情况十分差了 其实现在五行谷外的知识 已经开始行动了 有十几名二等知识 三四名一等知识 出现在了光幕中 开始以精神之力 尽力地去净化五行谷中的魔器 同时尽可能给逃离出的知识 留下一条安全通路 阎山等人看到眼前这一幕 暗自点头 青龙圣旨虽然说话难听 但是该做的确实都做了 而且下达命令十分迅速 这么一大群的救援知识 也只有圣旨才能如此迅速的掉来 原本控制金石之鸟的那些知识 此时也全部进入了超负荷状态 能维持住天幕的实时画面 已经相当不错了 要知道 这些暴动的凶手中 可有不少都是能飞行的 他们还得控制金石之鸟 别死在这些飞行凶手的手里 大家都看到了 五塔救援的知识队伍已然出动 魔修的计划必然破灭 所有的知识们都在以自己的方式战斗 如此险峻的情况 这些知识们都展现出了超凡的水平 果然这才是大洲的精英啊 吕炎和五秒趁机大吹了一波 李全与阎山也并没阻止 因为实在是这届知识 表现真的相当不错了 居然坚持到低波寿潮快结束了 还没死几个人呢 不过阎山李全也能看出来 马上就会进入最关键的杀戮时间了 刚开始 这些知识都是武器充足 能够急奔一阵 现在开始 知识们的武器消耗就差不多了 每一刻都将面临巨大的危险 等等 我刚刚见到消息 五行谷内居然有知识 开始向其他知识 提供起了救援服务 五名 竟有五名知识发出了救援信息 要求其他知识向他靠近 他可以帮大家抵御凶兽的攻击 阎山听着吕炎五秒大呼小叫 昼眉道 谁这么有把握呀 李全跟着道 立刻将光目对准这五人 让咱们看看 打算力挽狂澜的五位知识 究竟是谁 都城百姓都跟着惊叹 果然是危难之时 方显英雄本色呀 下一幕 光目一转 主天幕分成六块 首先映入眼帘的 正是在大呼小叫的落天 众人看到落天的慷慨激昂的样子 连连赞叹道 果然有落执事 落执事如此激动 定然是为了救人 正在高呼吧 落执事高义呀 这才是真正的执事 落天并不知道 自己痛骂同行抢生意的样子 已经被许多人给记录下来了 更加不晓得的是 大家都以为他在痛骂摩羞 或者发表什么慷慨激昂的演讲呢 骂了好一会儿 落天这才消了气 他在考虑 要不要降点点数啊 比如98点就行了 再仔细一想 这样似乎也不太好 会形成恶性竞争的 最后导致大家都挣不了多少点数 哎呀 一声长长叹息 落天终于收起了这些乱七八糟的想法 然后加快脚步 带领众人向湖泊区域前进了 片刻之后 落天等人来到了湖泊区域外 在这里 能够明显感受到 魔气变得更加浓郁了 湖泊区域的凶手 自然以水系居多了 从最弱的水溅鲤鱼 到六坪左右的紫阳蛟龙 都能一眼看见 水面现在已经彻底被染成黑色了 落天手握一枚新鲜出炉的 自己写作的金石 站在岸边上 远眺湖泊中心 开启了竹笼之眼 如此浓郁的魔气 恐怕连竹筋都是难以分辨的 也就是落天的竹笼之眼 能够透过魔气 看到细微的变化 落子嗣啊 你们真的要去搜集那个 浮龙留下的东西吧 落子嗣 如此冒险 我等就不想再去了 在落天身后 执事队伍逐渐的壮大了 这一路从森林区跑过来 路上已然有五名执事 与落天会合 顺便落天也帮助他们 吓走了追击的凶兽 然后一人收取100点 现在已然是入账500点数了 这些收入 已经能赶上 一个五星六星的任务了 本集播奖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主播 追马 也欢迎您关注我的喜马主页 关注我更多的作品 谢谢 我的技能全靠简 作者欧阳云 由追马 狐狸 周末 杨安申 小时候 小树叶等主播 联合播讲 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第三百二十三集 暗影 落天带着几名直士 来到了湖泊旁边 远望着湖泊中 那翻腾不休 还在逐渐增加的凶兽 有几名直士 自然是心生退役 想要离去了 落天也并不阻止 他拿出用鲜血制成的金石 抛给其中一人 你们不想去的 可以自己离开了 如果被围住了 就捏爆金石 可以退凶兽 几名直士对视了一眼 然后纷纷拱手 行李 谢落之士 我等先走一步了 落之士 大恩不言谢 日后有机会 定然相还 言必 有四名直士 转身离去了 在刚刚见识到凶兽 被落天喝腿之后 四名直士 对于落天所给的金石 自然是深信不疑的 而且他们都知道 这些都是全城人看着的 落天再愚蠢 也不可能会骗他们 留下来的 除了最开始的 王直士等三人之外 还有位 头发稀少 样貌寻常 稍微有几分 歪脸的直士 那歪脸直士笑着说 我就不走了 有此机会 跟着落之士 去取扶龙之物 说不定回去 也是打工一件 点数多多 怎么可以这个时候放弃呢 我寻想权 别的没有 胆子还是有几分的 落之士 咱们走吧 王直士三人 也同样笑道 是极 我等也是一样的想法 落子士 我觉得还是跟着你比较安全的 三名直士 同样是笑得很没节操 落天丝毫不怀疑 如果等会儿 他吓不退凶兽了 这几名直士 应该会立刻掉头就跑 落天转头又问道 几位 我大概能看到方向所在 几位可有度过狐心的办法 王氏王直士 闻言皱眉道 落直士不占水性 周全 你可有办法 周直士摇了头 我有功法 可以让我一人度水 但带这么多人就不行了 邱直士 你呢 在场直士最后的希望 秋云秋直士 没让大家失望 他轻咳一声 我的飞行舟船 可以载人度水 咱们七个人 不是问题的 就是人多了 这个速度会很慢 再加上这次比试 对这个飞行舟船又有限制 所以舟船上许多 这个战斗金石 加速金石 那肯定是用不上了 张胖子听得双眼放光 就只是 你也参加了飞行舟船大赛吧 敢问 是哪位将士改造的 秋云笑道 这个等回去之后 我给你介绍 这位大师手段惊奇 各种奇思妙想 那真是厉害了 就是有点耗钱的 你要准备好足够的金石和金币 我跟你说啊 洛天对飞行舟船大赛兴趣缺缺 赶紧出声打断道 就是这些咱们以后再说 你赶紧放下飞行舟船 咱们得出发了 秋云直视笑着 放出了自己的舟船 一放进水里 大家双眼顿时都直了 洛天是从没见过这么奇葩的舟船 这 这是一坨 一坨 坨屎吗 圆锥带尖的舟船 个头不小 舟船满是尖刺 乱七八糟的金石堆的舟船里到处都是 这金石呢 似乎都削成了尖刺状 向外释放光芒 迅速凝聚成护照 洛天的询问 也代表了所有人的心声 这秋云直视 倒也并不在意 笑着说 这个好不好看不重要的了 实用才是关键 我这个舟船 下方有强冲击力的金石的 关键时刻 能够释放出火焰加速 迅速就能达到破障的地步 舟身金石都能形成护照 又可以释放能量冲击 一拆一换 坐进去 只要金石足够 那战斗力不会减弱的 你看到这个尖尖没有啊 这个是雷兽的脚啊 肩不可吹的 足以撞来其他所有的飞行舟船了 骆天嘴角跳动 小声道 但这看起来 还是像坨屎啊 张胖子听着 却是连声赞叹 好东西啊 我也得这么改造的 骆天见两人又想聊起来的样子 赶紧说道 咱们先进去吧 事不宜迟 出发了 秋云立刻打开飞行舟船 那样子 就像是一坨屎上开了个盖子 众人陆续进去 其中视野倒是相当的广阔 全部都是金石组成的光幕 舟船外的一切居然可以三百六十度 无死角的看个清楚 见到这一幕 骆天也不由的赞叹了一声 这舟船还不错啊 秋云笑了 好了 出发了 言必 舟船徐徐发动 家族向狐心重去 张胖子与秋云开始闲聊 其他执事呢 也纷纷加入 唯有骆天 看向前方 一只烛龙之眼 在不断地观测 舟船前进 四周凶手似乎也感受到 骆天等人身上 那残留的龙血气息 纷纷避让 最担心的情况并没发生 骆天也稍稍地松了口气 但是骆天并不知道的是 就在他身后 那个寻向权之士 则是偷偷地盯住了骆天背影 眼神中闪过一丝杀意 同时 寻向权趁着所有人都没注意 悄悄将一道带着血色光芒的东西 丢在了舟船的角落里 他相信自己的动作 没有人能看到 天空中的晶石之鸟 自然也看不到了 骆天 你的命 我要了 寻向权在心中暗道 他之所以留下来 可不是跟王室 周犬他们一样 真的想要随骆天 去取扶龙的东西 他靠近骆天 跟上骆天 原因只有一个 那就是 要骆天的命 当然了 顺带能杀死张胖子 那也是大功一件 想来无钱会一次性 给他两份报酬的 不错 他并非严主寺派来的人 也没有接到唐主寺的命令 更不是什么精英团 或者武者贵族派系的人 他只是无钱请来 杀骆天和胖子的知识 无钱给的价格十分丰厚 杀死骆天张胖子 一人 一万点数 这价钱 已经相当于 无塔顶级九星任务了 甚至 如果不算贡献值 单看贡献点数 甚至能上到十星了 寻相权舔着嘴唇 已经在心中美美的思索 等会让骆天 寻到扶龙之物后 他就找个借口 不上舟船 然后等到骆天 他们上舟船后 直接将舟船炸沉 接着 引寿朝 杀死骆天等人 身为无钱派来的执事 寻相权要没点手段 那就真见鬼了 要说退凶手 寻相权在见到骆天之后 自愧不如 但是引凶兽 他觉得自己是胜券在握的 虽然他并没看懂 骆天是如何以金石 喝退凶兽的 但是他能够做到 让这一片区域的凶兽 无差别的疯狂 爆炸 这等手段 寻相权觉得除了自己 根本就不可能有第二个人 能活下来 所以他才如此的自信 骆天和其他指使 都没注意到寻相权的杀心 但这并不代表 寻相权的手段 就真的天衣无缝了 在骆天白骨戒指里的骆龙 就看到了寻相权 丢出的金石 而且骆龙还感受到 那金石中 蕴含着疯狂之力 这似乎是某种 妖羞或者鬼羞 才会有的力量 骆龙头直接就跟骆天 打小报告了 我倒霉的主人 你身后那位寻指士 好像不安分哦 骆天文言顿时眉头一皱 偷偷瞟脸寻相权 然后心中暗道 他干什么了 骆龙继续挡 他丢了一块 会爆炸的金石在舟船上 我看意思啊 应该是想把舟船炸了 需要我帮你捡回来瞧瞧吗 骆天平静道 捡回来就不用了 你偷偷找个机会 塞在衣服里 明白 我鸡贼的主人 骆龙音音地笑起来 身为一名鬼羞 鹰人自然是骆龙 不可缺少的爱好了 就见一缕白色丝线 从骆天的戒指里出现 骆天故意将其遮掩在身后 随后那道白色丝线 就以所有人都没察觉到的方式 开始了自己的行动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主播 追马 也欢迎您关注我的 喜马主页 关注我更多的作品 谢谢 我的技能全靠简 作者欧阳云 由追马 狐狸 周末 杨安申 小时候 小树叶等主播 联合播讲 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第三百二十四集 察觉 这边骆天与众多直视相谈盛欢 而且还把寻相权也叫了过来 几人一同商议 等会儿的分工合作 找寻扶龙丢下的东西 这可不是件简单的事 第一 在场众人谁也不知道 那究竟是什么东西 单凭烛龙之眼 也只能确认一个大概的方位 真的寻找起来 还需要细致的搜索 其次呢 谁也不知道 这扶龙的影子之物 会不会有其他能力 这鬼修魔修丢出的东西 往往效果都比较可怕 曾经有位鬼修丢出一个水晶骷髅头 就将半个阵的人 全都化为血尸 必须得小心 再小心的 最后 则是四周的凶兽了 落天有把握 能够凭借自身气息 加骷髅头所制作的人血金石 下退这些凶兽 但是并不确定 扶龙丢出的东西 会不会产生意外的情况 比如要是有强大凶兽 将其吞走呢 这种事情 可也并不少见的 几个执事都是老油条了 捉腰杀魔都是各有一套的 几人稍微一商议 就确认了 等下遇到各种情况时 应对之策 包括谁寻找谁掩护 出了意外 谁负责冲锋 谁来电后 要动用什么道具 等等等等 众人还交流了一下 自己所掌握的功法与天赋 现在知道队友的实力 无疑是件十分重要的事 落天听到几人 一个个抱自己的三大属性 不断地点头 虽然他也知道 肯定这些人都有藏丝 但也无伤大雅 寻向全笑着问道 落志士 您也抱抱自己的三大属性啊 他问的问题 其实所有人都想听 如果不是刚才骷髅头提醒了落天 此时落天还真的未必会发现什么问题 但在发现之后 寻向全的询问 在落天眼中 那就是赤裸裸的刺探啊 落天平静道 也没多少 三大属性也就四千多而已 众人点头欧了一声 在他们看来 这个属性呢 说多不多 说少也不少 寻向全 则在心中倾哼了一声 三大属性加起来 不过四千 也敢得罪这么多人呢 真是活腻了 落天看他们的表情 就知道众人全都误会了 落天的属性 可不是三大属性 加起来四千多 而是每一项都在四千项上了 除了敏原之外 丽原 丽原属性 更是早就破五千之数了 落天微微一笑 也懒得多解释 藏丝嘛 谁不会啊 旁边张胖子 显然是唯一知道真相的 咧咧嘴 胖子自然不会戳穿落天了 他以为落天 这是要扮猪吃老虎 所以直接别过脸去 楠楠说 我装逼哦 装逼造雷劈哦 舟船继续前行 很快就行至了湖心处 到了这里 舟船外的湖水 已经变得漆黑如墨了 粘稠犹如黑色石油一样 魔气冲天 四周凶手居然都在围着湖心游动 哪怕落天此时释放气势 展示手中的金石 让气味飘散更远 也没办法 让这些凶手退后更多了 乐之士 看来此处魔气 还在不断地侵染凶兽啊 再过一会儿 这凶兽就会彻底失去神志 开始无差别疯狂攻击了吧 寻相权是故意这么说的 在为自己 等下引动凶兽攻击 埋下伏笔 毕竟他动作再小 等下出去之后 也有可能被金石之鸟探查到 到那个时候 也有一个理由 好让他脱罪 落天瞥脸寻相权 并没接话 而是大声说 诸位啊 看来就在此处了 咱们大家一计行事 如有意外 进退自己决定 别忘了 都城百姓可都看着咱们呢 诸位直视纷纷点头 落天最后大手一挥 好 入水 舟船舱盖打开 众人纷纷逾越而出 落天带头 越进了湖水里 漆黑的湖水 瞬间就将落天淹没了 落天能够感受到 有股阴冷之力 透过直视袍 向全身皮肤袭来 好在护生武器 直接将这些 阴冷之力排开了 落天憋口气 迅速向湖底冲去 舟船内现在 就只剩下寻相权 和秋云两人 按照计划 应该是秋云直视 镇守舟船 因为这舟船本来就是他的 由他守护 是再合适不过了 而寻相权 则应该是入水一同寻找 负责左手编一片去彩石 但寻相权 却并不着急走的样子 只是看着秋云发笑 秋云皱眉看向寻相权 寻指示 你干什么了 用按计划来的吧 别玩伞兵游泳那套的 寻相权全当没听见 自顾自地说道 秋指示 你现在走还来得及啊 带着你的舟船赶紧离去 别跟着那个落天了 秋云皱眉道 你说什么了 寻指示 寻相权继续斗 这个落天得罪人可不是一般的多呀 精英团要找他麻烦 严主事要找他麻烦 甚至唐主事也要找他麻烦 跟着他会倒霉的 你不要再说了啦 汪你也是一名执事的 落执事危难之际救我等性命 现在难道要我欺他而去的吗 那和禽兽有什么分别啦 你真以为他送你一百点数 你就不欠他的啦 难道你的命就只是一百点数的 寻相权文言顿时收敛笑容 摇头叹息 好言难劝送死鬼 秋之士 你还是不懂 算了 我不多说了 严毕寻相权一转身 跃出舟船 但他没察觉到的是 就在他转身瞬间 一根白色丝线挂着一块小小金石 钻进了他的执事袍里 然后那白色丝线 慢慢缩紧 将金石就贴在 他的执事袍的下摆处 都城中众人还都在继续观看着 五行谷内此时情形 所有人都是尽收眼底 众人议论纷纷 时不时的有叹息 也有欣喜声 情况似乎比意料中的好了些 但是却也没到最好的地步 阎山李全等人 脸上笑容早就消失了 五行谷中的救援还在继续 但死伤的直视已经开始不断地增加了 让阎山最担心的情况 还是发生了 霓裳圣旨根本就没有自己来的意思 直到现在 霓裳圣旨本人连影都没见 这足以证明霓裳根本就没把五行谷当回事 十之八九是将任务交给自己的某位弟子去做了 这该死的芙蓉啊 阎山大声咒骂 他自然是不敢骂霓裳了 但是这并不妨碍阎山当众发泄自己的愤怒 死掉直视的数目很快就突破两位数了 要知道 能参加战斗大赛 拿到邀请函或者邀请令的 这都是无大的精英啊 哪怕死掉两三个人 也是重大损失 现在死伤人数上十位了 已经是重大责任事故了 这次所有负责战斗大赛的直视 从一等开始 怕是人人都要被追责 至少得各将一级 甚至茶醉入狱啊 等等 大家请看 落直视他们 似乎是已然进入了魔气爆发的中心 他们这是打算从根源解决问题吗 果然无塔之中 还是有大勇之人的 哦 还有另外一对直视队伍 也来到了湖泊区域 他们的目的是与落直视一样的吗 吴淼和吕炎 已经是尽可能的 在这场直视逃亡的战斗大赛中 寻找光辉与闪亮点了 他们都知道 越是被摩修算计的时刻 越得大力宣扬直视们 那不屈不挠 不可战胜的精神 否则就真让天下摩修看笑话了 毫无疑问 此时最能看出勇气的 就是落天他们这支队伍了 其他直视纷纷逃亡 唯有落天他们闯进了 魔气爆发的正中央的湖心处 如果不是看在阎山大人的面子上 吕炎他们早就把主天幕的画面 切到落天的身上了 而就在此时 似乎又有一支直视队伍 向着湖泊方向冲了过来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主播追马 也欢迎您关注我的喜马主页 关注我更多的作品 谢谢 我的技能全靠简 作者欧阳云 由追马 狐狸 周末 杨安生 小时候 小树叶等主播 联合播讲 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第三百二十五集 金碧到手 剑有另对直视 也向湖泊中心移动 阎山立刻就认出来了 呦 是刀领他们 这几个小子 修为都还不错 胆子也够大 阎山是绝口不提落天他们 在看到落天被击败之前 阎山连评价落天的兴趣 都没有 落天现在的表现 足够抢眼 他就下不少直视不说 还带队轻叹险地 像是要去找魔器爆发根源的样子 这种表现 堪称是勇气十足了 如果不是因为落天 已经是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 阎山也会赞叹落天 是直视表率的 但现在 他就只能吹捧一下 后来的刀领了 眼珠转动 阎山也想起来了 这个刀领似乎与唐之事 也有几分关系 如果猜测不错的话 等会儿落天与阎山见面 必然会爆发大战的 换作原来 阎山定然支持刀领 当场首刃落天了 可是现在 他却并不希望 两人就此动手 因为真要打起来 怕是又要多死不少的执事了 李大人 您觉得落执事 他们想干什么 能成功吗 吕颜现在看出来了 阎山主事 根本就不想再提落天了 所以干脆直接去问 李全大人的看法 李全实在地回道 看落执事的打算 似乎是想寻找 什么东西似的 我猜测 那魔修引发 魔气暴动 定然留下了自己的宝物 执事内 有许多根据物品 寻找主人的追踪之法 落执事 看来也是深谙此道啊 所以要找那东西呢 他说着 看了眼阎山 以李全的见识 自然知道 这是立元追踪法 但他没说出来 算是给阎山 多少留了些面子 免得阎山听到 这个功法名字 就变得万分激动 原来如此 果然落执事 想法不同常人 别人在逃跑 他却是想着 要把那扶龙捉拿归案了 让我们再次诸援落执事 顺利找到邪恶之物 然后拿下这桩大案 旅言话音刚落 就看到落天 他们所在的湖中心 湖水迅速翻腾 就像整个湖面 都被煮开了一样 黑色湖水不停地滚动 怎么回事 是出事了吗 阎山剑撞面色冰冷 眼中力忙闪烁 不好 湖底凶手开始疯狂了 快通知刀领他们撤退 落天他们 怕是来不及了 这边湖水中 落天越浅越深 周遭的湖水冰凉刺骨 都快到武器没法防御的地步了 作为一名属性很高 修为不错的武者 落天憋气能力还是相当不错的 计算着自己还能在湖水中坚持多久 落天又同时开启了吞山那海绝 强行从漆黑的湖水中吸纳部分力量来补充自己 同时也做好随时开启化身绝的准备 在哪儿呢 烛龙之眼扫视 落天能看到这湖水中潜藏的各种凶兽 硕大的紫色章鱼 放着幽兰电光的五彩鱿鱼等等等等 这些凶兽可能实力并不是很强 但在这湖水中 他们的能力可以得到几倍的爆发 这就是主场给他们带来的优势 也是为什么至今没有武者 能征服大海的根本原因了 落天在水中开启了金湖吼山诀 声音以水波形式扩散 所过之处众多凶兽慌忙逃窜 但是也有些强大凶兽并没走 反倒是眼眸中光芒迅速转化为了疯狂的红色 落天清楚地看到这幕 只感觉头皮发麻 看来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 等下这些凶兽就会开始无差别的疯狂攻击 到那个时候 他身上的龙血气息 也未必能再阻止这些凶兽靠近了 心中暗骂了一声 落天继续向湖底前去 这湖泊真是深的超出落天想象了 已然下潜了百米有余了 但是依旧见不到湖底在那 竹龙这眼的可视范围在逐渐缩小 能看到的邪碎之气 再也无法分辨了 全部拧成一团 再这么下去 落天就只能放弃此次查探了 没办法 落天只好从戒指里摸出一块光药金石 注入武器后向下扔去 光药石刚一离手 便发出了刺眼的强光 靠着一瞬间的光雾爆发 落天终于看到了湖底 也看到了四周的全貌 周围是很多水草 很多古怪的水底岩石 还有 不对啊 这岩石怎么长眼睛呢 我去这是活的 光芒似乎激活了湖底的生物 下课所有水岩生物呼啸而至 带着疯狂的嘶吼声宛如妖魅 更似鬼毫 落天立刻拿出龙血金石 想要驱散他们 但却发现这些水岩生物冲锋同时还开始攻击自己的同类 那些墨绿色的水藻就是他们的手脚 在灰舞间 水底出现了一道道清晰的斩裂水痕 我可疯了 全疯了 冲到落天跟前的众多水岩凶手 展开了无差别的攻击 落天几乎本能的立刻开启了化生觉 身躯迅速变化 煞时间 落天全身都化为了水流 水岩生物们的疯狂攻击 在落天身上留下一道道印记 却并没攻破落天的化生觉 落天则能感受到身躯不断被撕裂的痛苦 落天毕竟没有水之天赋在身 如果能拥有水之天赋 此时化生觉强化下肯定能迈入高级 如此的话 落天在水中也会有强大的能力 只可惜他并没这个天赋 所以化生觉只能帮助落天 变化出一个水流身躯 然后其他的全部就得他自己来承受了 刹那间 落天感受到万剑穿心的痛苦 好在落天的吞山那海绝也一同开启 否则水流身躯一破 恐怕就得血洒湖底 当场生死 这些水岩生物 恐怕每只都在无品向上了 恐怖的速度 加上宛如剑客般疯狂的攻击 再加上那鬼哭狼嚎般的声波 着实是相当难缠的 好在现在他们是彻底疯了 自相残杀了一会儿 便几乎全死干净了 对于凶兽来说 一旦陷入彻底疯狂 就会迅速消耗自己的生命力 无论有没有人杀他们 他们最后的结局 都是耗尽生命力而死 这血碎之气可不是那么好吸收的 只有少数凶手能接纳血碎之力 变得更加强大 剩下的全都会因为血碎之气 而生死当场 片刻之后 攻击消失了 所有水岩生物在一轮疯狂攻击后 全都死光了 洛天就看到一堆飘摇的宝箱在四周飘荡着 但他现在实在没心情去捡 强行在湖底控制自己的水流身躯 已经对他是不小的消耗了 捡东西的动作都会消耗他不少的武器 他只能顺手捞了一些周边的宝箱 其他的也没办法了 这批宝箱入手 顿时系统的叮当声不绝于耳 洛天现在也懒得听了 手里多的东西就顺手塞进白骨戒指里 怎么这么麻烦 洛天手掌在挥 扶灵界启动 精神力具现化 正是精神护照 湛蓝色的精神力包裹住洛天的身躯 抵挡住了水压 接着继续向下方冲去 这么多疯狂的凶手 看来中心点就在附近了 洛天现在身上所剩的武器 也是不多了 如果这轮再找不到 那就必须得先浮出水面 换口气再说了 身躯如石头般下沉 眼中烛龙之光 已经快要缩成一个小点了 我的 洛天在漆黑水底 看到一样东西 那是一枚金币 宛如夜空中的引火散发着点点光芒 是这个吗 洛天心中有几分激动 迅速向金币冲去 越近 洛天越能看清楚 这金币上那滔天魔气 还在不断地向外扩散 魔气四周则是崩碎的水盐 湖底如龙卷般的魔气 正在鼓鼓地向上翻涌 就这儿没错了 找到魔气真正的爆发区域 洛天不由松了口气 如此情景 他甚至可以直接封住缺口 阻止魔气进步扩大了 要是因为他的做法 而挽救其他执事 那功劳应该价值很多点数啊 发财的机会来了 洛天心中一声狂呼 就冲到金币边缘 一伸手 拿住了那枚金币 但是就在洛天手掌 碰到金币的瞬间 他就看到 身前一块巨大岩石 猛然睁开了双眼 一双新红色的双眼 不满疯狂 洛天隐约 甚至能看到 他不那么清晰的五官 没有海藻触手 有的只是 从身后挪出来的 更加巨大的岩石 随着这堆岩石怪物 发出一声愤怒的嘶吼 疯狂的水流 瞬间击打在洛天身上 我去 是鸡品凶兽啊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主播追马 也欢迎您关注我的 喜马主页 关注我更多的作品 谢谢 我的技能全靠简 作者欧阳云 由追马 狐狸 周末 杨安生 小时候 小树叶等主播 联合播讲 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第三百二十六集 疯狂药 上回说到 洛天刚刚拿到那块诅咒金币 身旁一块巨大水盐 就发出了愤怒的嘶吼声 洛天顿时就感受到 几乎和地江兽 一样强大的气息 他想都没想 转身就跑 在水里 本来就不是洛天有力的战场 再加上刚才 消耗了不少武器 此时和一只七品凶兽对拼 无疑是作死的行为 洛天逃得很快 但那只可怕的七品水盐巨兽 显然动作更快 随着一声怒吼 震荡的水波巨浪般 冲在洛天身上 刹那前 洛天周身的精神护照 当场就崩碎了 关键时刻 洛天化身绝在转 由水流转化为了精神力身躯 如此转化 对于武器和身体 都是极大的负荷 如果只是无钱用的化身绝 是绝对不可能 做到这种转化的 洛天这么强行一转 自己先一口鲜血喷出来 接着精神力爆发 宛如一只乐器的飞鱼直奔湖面 湖水翻腾 就像被煮开了一样 湖面上正在等着大家的秋云 看到眼前这一幕 赶紧驾驶飞行周船后退 旋即就见一道蓝色身影 从湖水中飞升而出 正是已经化身为精神力的洛天 得手了 退 洛天一声大喝 哪怕湖底正在寻找的诸位直视 也全都听见了 紧跟着 在洛天身下 那巨大的水炎凶兽 也跟着鱼而出 如龙出水 巨浪滔天 是山海龙岩兽 秋云惊慌失措 叫出了凶兽的名字 山海龙岩兽 六品巅峰凶兽 其在水中的战斗力 能达到七品凶兽的程度了 甚至像地江这样的凶兽 在水里 也未必是他的对手 庞大的巨岩身躯四龙五角 出水的岩石上 有着鳞片的纹路 但却全又是石化的模样 传说中这山海龙岩兽 乃受龙血 和受血沁染后的鳞岩所生 属于伪龙凶兽 但是因为其独特的灵岩身躯 却比那些真正拥有 龙之血脉的凶兽 要更加强悍 随意声龙笑 比落天的金湖海山菊 要更强 掀起的骇浪 差点冲翻了秋云的飞行舟船 同时也将入海的几名直尸 全都炸了出来 张胖子等人连声惊呼 落天则是完全被山海龙岩兽的吼声 给射住了 整个人呈波浪状抖动 像是随时有可能在吼声中崩碎的样子 落天赶紧从戒指里摸出一枚龙血金石 狠狠砸在山海龙岩兽的身上 落天指望他的血能够再创造一次奇迹 但这次他却看到山海龙岩兽一张嘴 一口将那块金石给吞了下去 张胖子等人浮在水面上 都看到眼前这一幕 一个个都在等待山海龙岩兽 接下来的反应 就见那山海龙岩兽身躯微不可查的震动了一下 像是金石在口中爆炸一样 但是接下来 山海龙岩兽那原本血红疯狂的双眸 却突然瞪大 接着表情变得有些怪异起来 啥情况啊 你别告诉我 你还喜欢吃上了 落天看着山海龙岩兽那张惊喜的表情 不自觉叫出声来 山海龙岩兽接下来的表现 则是完全证实了落天的猜测 他是真的喜欢吃啊 下课 就见山海龙岩兽向落天甩起尾巴 满是岩石的尾巴一下缠住了落天的身体 被禁锢住的落天能感受到从山海龙岩兽身上不断传来的冰冷之力 就像要把他冻结了一样 落天的精神力身躯居居然都没法脱困 被捆个正饶 落子四 糟了 落之士有危险 救人 落哥 我来救你了 见到落天被困 首先冲上来的便是张胖子 王室和周犬也紧随其后 武器展开 杀招袭来 刀剑同时出鞘 剑气冲云 刀斩风月 这三位的杀招 先后落在山海龙岩兽的身上 但却就像是挠痒痒一样 根本就没有破开山海龙岩兽的身躯 只是在灰白的岩石上留下一道道浅浅的痕迹罢了 山海龙岩兽根本就懒得理会他们三人 拽着落天 就像水下沉去 危机时刻 秋云开启了自己飞行舟船上所有的金石攻击 瞬间 舟船上所有金石光木暴涨 化作一道道冲击光柱 击在山海龙岩兽的头颅上 这下的威力 绝不亚于寻常武器炮的全力击了 山海龙岩兽也终于被击得 崩碎岩石 同时稍微松开了对落天的束缚 趁这个机会 落天强行挣脱 然后杀猪刀掏出来 化生爵再变 整个人变作刀身 充满锐利之气 正是化生爵最基础的用法 人刀合一只 杀猪刀人 虽然这模样有些滑稽 造型也并不好看 但是却让落天的气势 直接拔升了三倍不止 寻相权你愣着干什么 一起上啊 邱云现在已经从自己的飞行舟船里出来了 失去了大部分矜持之力的飞行舟船 此时已经没有了护照能力 攻击防御都不太行了 邱云想保住自己的舟船 就只能出来 而且他出来之后 就立刻叫喊寻相权 他已经看出来 寻相权没有战斗的心思 正在缓缓后退呢 听到邱云的叫喊 寻相权却只是轻蔑地笑笑 此时此刻 山海龙岩兽的出现 让寻相权感觉如有神柱一般呢 现在这种情形实在是再好不过了 左手偷偷放在背后 寻相权悄悄向海里 洒下一些红色粉末 作为五塔出品的疯狂药 足以让四周已经退开的凶兽们 全部狂兴大发 不用一时三刻 洛天等人必然会全部死在这里 不用他动手 甚至不用暴露出任何实力来 完美 寻相权朗声道 诸位 行某不善水战 就不捣乱了 你们继续 寻某先走一步了 言毕 就见寻相权脚踏浮水 身法展开 真就迅速离去了 寻相权的动作 让王氏等人都是一脸的惊恶 娘的 原来是个陈祸 王我还以为他是个不错的人 果然知识之中也有败类 滚吧 没骨头的蠢货 张胖子立刻毫不客气地开骂了 现在逃走在众人看来 这就是叛徒无疑啊 还不如早点离去呢 洛天则看着寻相权的背影 目光深邃 他倒觉得 寻相权肯定是偷摸做了什么 这家伙必然是有所图谋的 等等 那是什么 洛天的烛龙之眼敏锐地观察到 在湖面上正在溶解的疯狂药 顿时洛天眼中杀鸡升起 寻相权 你给我站住 听到洛天的杀气腾腾地呼吓 寻相权不禁留步 洛知识 有什么事吗 洛天大声道 寻相权 你走没什么 无非是胆小怯懦而已 可你往水里洒疯狂药 是什么意思 你要置我等于死地吗 寻相权的眼神微微有些慌乱 不自觉地看向天空中的金石之鸟 如果这鸟能把身影记录下来 那就麻烦了 但转念一想 这似乎是不太可能的事吧 稍稍镇定 寻相权大声道 我不懂你在说什么 洛知识 你还是专心应对神前的危机吧 你听不懂是吧 好 那我让你看清楚 洛天的话声觉再转 直接用上了冰霜天赋 接着冲到寻相权 刚才洒落疯狂药的区域 伸手向湖水中一摸 一瞬间一片湖水迅速冻结 其中飘摇的红色清晰可见 疯狂药 混账 王八蛋寻相权 你找死 狗日的寻相权 你想害老子 王氏周全等人 也终于看了个清楚 一个个立刻破口大骂 张胖子也对着寻相权怒目而视 一服要冲上去揍人的样子 寻相权的神色更加慌乱了 事情败露如此 他也顾不得什么脸皮了 这 没错 我就是想让你们死 洛天小子 无钱大人 向你问好 严必 寻相权又转手 掏出更多的疯狂药 向湖中洒去 自己转身就跑 我祝你们尸骨无存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主播追马 也欢迎您关注我的喜马主页 关注我更多的作品 谢谢 我的技能全靠简 作者欧阳云 由追马 狐狸 周末 杨安生 小时候 小树叶等主播 联合播讲 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第三百二十七集 通人语 寻相权迅速离去了 受到疯狂药的刺激 那些原本已经退避开的 弱小凶兽 此时再度围了上来 直接堵住了洛天 他们离去的退路 而寻相权的身影 则已经彻底消失在了 凶兽中了 山海龙岩兽再度抬起身躯 他倒是没有受到疯狂药影响的样子 吃了洛天扔出的惊蛇后 眼中心红 甚至还有消退的意思 被围了 被围了 诸位 生死一波了 我周全一生 降魔除妖无数 今日能与诸位战死在这里 无悔 洛子四 你放心 被算计的死 我不怪你的 但如果你今天能活下来 你记得 一定要帮咱们把那个寻相权给弄死 洛哥 要拼命了 启明直视脸上 此时充满了死战的坚意 洛天则在心中疯狂地呼喊骷髅 让他再拿些东西出来 但很可惜 骷髅头也并不是万能的 他最后也只能轻叹道 我倒霉的主人 你要不考虑一下 成为鬼羞吧 洛天深吸口气 既然如此 那便死战吧 洛天的冰霜身躯开始变大 身上气势不断地向上翻腾 没等洛天等人 与周遭靠近的凶兽杀起来 那条山海龙岩兽 却是发出一声嘶吼 紧接着 几只想靠近的尖刺鱿鱼 被山海龙岩兽一尾抽飞 这些还不算完 山海龙岩兽突然张口 喷出硕大的水流波 湛蓝色的水流波 冲击在那些凶兽身上 只是眨眼功夫 成片的凶兽就化为了污水 群弓 鸟杀的群弓啊 无凭以下凶兽 在山海龙岩兽面前 那几乎就等于弱小的蝼蚁 只是转瞬间 山海龙岩兽就秒杀了 成片的凶兽 尤其是那些 开始受到疯狂药影响的凶兽 更是死得迅速 不消片刻 血水便在黑色的湖泊中 映染开来 看得落天 他们都呆若木鸡了 这 这自相残杀了 若哥 咱们要不要赶紧逃啊 张胖子低声道 现在好像是逃走的好机会啊 但是落天 看着大发神威的山海龙岩兽 心中却有了别的想法 他感觉 这山海龙岩兽 好像是在 在保护自己 难道 骤然生起的念头 占据了落天脑海 他忍不住催促骷髅 又帮他做好了一块金石 浪费点血不算什么 反正自己有愈合天赋 恢复的也相当快 拿着新鲜出炉的血金石 落天忍不住伸手 试探性的 向山海龙岩兽地去 若哥 你干什么呢 随张胖子一声叫唤 其他人也都震惊的看向落天 不明白落天这是要做什么 落天伸出另外之手 阻止其他人靠近 自己则缓缓向山海龙岩兽靠去 这个 我不知道 你能不能听懂人话 但我真没想杀你 你乖乖的 我给你东西去好不好 落天现在也十分紧张 话声绝对不敢关闭了 而山海龙岩兽 看到落天手中的金石 双眼发亮 然后迅速地游了过来 他没有攻击落天 也没有抢夺 而是动作缓慢地 将嘴巴凑到落天身边 给了落天一个 你小子还不错的眼神 然后张口 吃掉了落天手里的金石 落天眼见山海龙岩兽 将金石吞进腹中 轻声道 金石我还有 也可以给你 但是你不能攻击我们 闻言 这山海龙岩兽 居然是轻轻点头 落天惊诧了 我 你能听懂人说话 那 你能帮我赶走四周的凶兽吗 我给你 给你两块 山海龙岩兽继续点头 但却没什么动作 落天看向他 皱眉 不够啊 那 三块 山海龙岩兽还在点头 四块 五块 六块不能再多了 你要抽我血啊 等等 你是 傻逼 大傻逼 落天轻声骂了两句 山海龙岩兽还在点头 落天翻了个白眼 对张胖子他们说 原来是个有颈椎病的凶兽啊 张胖子大声道 落哥 你疯了 你当着他的面骂他 这不太好吧 张胖子话音刚落 山海龙岩兽就一甩尾 抽在他的脸上 张胖子应声飞出 掉进湖泊里 好不容易才浮出来 悲愤道 这家伙听不懂好赖话啊 是你自己嗓门太大了 落天对张胖子竖了个中指 然后用更加轻柔的声音 对山海龙岩兽连说带笔话 你帮我们干掉四周的凶兽 我给你惊识 言毕 落天向四周画了一大圈 把所有围过来的凶兽 全都给指了个遍 差点被指导的王氏等人 几乎是连滚带爬的 躲进了秋云的飞行舟船里 山海龙岩兽这次 像是真的听明白了 他一声怒笑 身躯上光芒耀眼 这一瞬间 山海龙岩兽的石头身躯 就像突然化为了血肉 宛如真龙 鳞片如符文闪亮 张口间风云汇聚 这是要化龙了呀 我去洛子室 你这这个金石 还能让它进阶的呀 这也 也许吧 洛天也不知道 该如何评价 此时的状况了 不过 看着山海龙岩兽 现在的表现 洛天突然意识到 自己的血 是不是 能卖钱呢 这能让凶兽 进阶的东西 也是不多呀 随便出现一个 那都能称得上是天才地宝 没想到自己的血 居然有这种作用 以后要是缺钱了 那真能考虑卖血呀 山海龙岩兽变身后 便开始大开杀戒了 这凶兽在群宫的战斗力上 着实是远超同杰无辙 毕竟大就是持久 大就是硬 大就是强 洛天现在是也想变得这么大 什么 哪里大 当然是身躯大了 无需片刻 周围的水族凶兽 就被屠戮一空了 在远处 已经逃得离开水域的寻向泉 看向身后 那凶兽鲜血泼洒 越发的笑容满面了 嘿嘿嘿 杀吧 杀吧 全都死吧 寻向泉看不到 洛天等人此时的状况 只知道山海龙岩兽 凶性大发 以为洛天他们是必死无疑了 嘿嘿嘿 我再给你们加把火 形象全裂嘴笑 引动自己留下的爆裂金石 那东西 是他在五塔购买的小极品 足足花了一百五的点数 炸死一只四阶凶兽 是绰绰有余的 绝对能够将秋云的飞行舟船 给彻底毁掉 以保证落天他们 完全没有退路 寻向泉突然听到周围传来嘀嘀声 流得皱眉 这 这怎么这么像 金石爆炸前的动静啊 啊 猛然 寻向泉找到了声音来源 低头看去 就见自己早就扔出的金石 居然就贴在他的执事袍上 啊 怎么 话还没说完 就听轰的一声 寻向泉被当场炸飞了 身躯滑出一道优美湖线 落入湖水中 一片鲜血硬然开来 我 洛天 你居然敢赢我 都城内 寻向泉的表现 也落在了所有人的眼里 白痴 这个执事脑子有病吧 这货不跟着落执事 自己跑出来不说 还炸自己 这傻子也能当执事吗 人群不断议论 只有一小部分人 看出了其中的端倪 阎山的眉头紧锁 作为一名惊艳老辣的执事 阎山虽然没有听到 落天和寻向泉的交谈 但是通过其表现 也能判断出大概了 这个蠢货 谁找来的白痴执事啊 阎山在心中暗骂 他与唐主氏找来的执事 都是打算在比试中 堂堂正正将落天拿下的 就算是要杀落天 也不会用什么阴招 所有一切 都是能摆到台面上来说的 但是这个寻向泉 所用的手段 实在是令人不吃 用这种阴招来杀落天 无疑是最愚蠢的方式了 这无疑会将五塔中的种种丑陋 暴露在云云众生眼前 阎山不愿看到这点 唐主氏自然也是不愿的 尤其是这个寻向泉 害人害己 反倒把自己给炸飞了 简直蠢到无药可救了 阎山现在甚至希望 这寻向泉干脆在湖里淹死得了 否则以后说起来 说这种人是站在他阎山这边的 阎山自己都觉得丢人 希望这个人不是为了他去杀落天的 阎山是真觉得丢不起这个人呢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主播追马 也欢迎您关注我的喜马主页 关注我更多的作品 谢谢 我的技能全靠简 作者欧阳云 由追马 狐狸 周末 杨安申 小时候 小树叶等主播 联合播讲 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第三百二十八集 不许走 都城内 看到这一切的无前 脸色越发的绿了 他就不只是丢人的感觉了 更想亲手掐死寻向泉 当时他和寻向泉说这事的时候 还曾觉得 这个寻职是挺聪明 而且挺有手段的 怎么今天一看 这就是个脑袋被门夹过的货呀 果然 杀手就没有靠谱的 我也真是失心疯了 才会想到请寻向泉出手 这可真是光屁股拉墨 转着圈的丢人呢 实在是看不下去 无前起身走人 他得去重新物色一个 能帮自己搞死 洛天和张胖子的直视了 此时湖泊中央 洛天他们都是目瞪口呆 看着山海灵烟兽 将四周那些凶兽全都涂露干净 接着又变回原本身躯 回到洛天身边露出了一脸憨厚的笑容 洛天咽口唾沫 然后果断再度掏出一块金石 偷偷滴上自己的鲜血 这样赶攻出来粗质滥造的金石 山海龙烟兽也照吞不悟 而且还是一脸享受的样子 洛天觉得自己好像 就是一颗人形的鹰素花呀 洛哥 洛哥 你能不能控制住他 张胖子从湖水里爬出来 轻声问道 其他几名直视 也都是一脸蜥蜴地望向洛天 如果能控制山海龙烟兽 那现在这种情况 根本就不叫事了 我试试 洛天深吸口气 然后笑咪咪地看向山海龙烟兽 那你跟我混 金石 打打地有 你明白 洛天连说带笔话 也不知道山海龙烟兽 能不能听明白 一人一兽看着对方 都陷入了尴尬的沉默 王氏等人也不敢出声 都怕重蹈了张胖子的覆辙 而就在此时 不远处却传来一声怒吓 凶兽 还不受死 旋即 就见一对七名直视 脚踏浮足而来 出现在洛天他们面前 领头之人 正是三等直视 刀领 他远远就看见了洛天他们 在认出洛天瞬间 刀领眯了下眼 但是下一刻 他就将注意力 放在了山海龙烟兽的身上 山海龙烟兽 似乎听懂他在说什么 又或者是被刀领的战役所吸引 转头望向刀领 就见刀领手握长刀 霸气十足 周身气势展开 让洛天都不由得微微皱眉 哇 好强的气势啊 正所谓观一夜可知秋 见其事可小力 洛天只是粗略一看 就知道 这个刀领的属性 逼不了 至少丽缘绝对不在自己之下了 刀领拿手一指山海龙烟兽 总算看到这厉害些的凶兽了 你身上的一切都归我了 说完刀领又瞥了眼洛天他们 你们几个都给我让到一边去 不想死就滚 霸气十足的话语 惹得洛天等人都是根之皱眉 张胖子咧咧嘴 确实并没回骂 而是低声道 洛哥反正东西到手了 要不趁此机会咱溜吧 洛天眼珠一转 说得对咱溜 洛天轻轻招手 王氏等人哪还不明白见好就收的道理 于是纷纷后退 可洛天刚一动 刀领又是一声叫喊 等等 你不行 洛天是吧 等我搞定这只凶兽 便来对付你 今天你也得死 哇 又是冲我来的 洛天现在已经不感觉愤怒了 只是满心无奈 看着刀领洛天甚至露出了一丝苦笑来 但是很可能是因为洛天现在的笑容实在是不好看 所以落在刀领眼中 他直接就怒了 嘿 你小子还敢笑 好 有种 等一下我让你笑不出来 我这 洛天挠挠头 更加感觉无语了 不是说 爱笑的男孩运气都不会差吗 这感觉不对呀 不过洛天 也不跟刀领斗嘴 想要跟他打 那得先过了山海龙烟兽这关才说 洛天并不觉得 这刀领是山海龙烟兽的对手 哪怕加上身后那些执事 恐怕也不行 刀领显然并不知道这点 他看得出山海龙烟兽很厉害 但却并不知道山海龙烟兽在即将进阶的关口 刀领按照平时的经验判断 这山海龙烟兽的实力应该在六品巅峰左右 只要没入七品 他就有办法将其杀死 至于在水中作战是山海龙烟兽的主场 他也有办法应对 熊啾啾气昂昂 刀领大手一挥 你们将洛天看好了 别让他跑了 待我弄死这头凶兽 就顺手打败洛天 得到所有奖励 到时候诸位进阶有份 统统有赏 好嘞 放心吧 洛天他肯定逃无可逃的 刀领之事 要不顺手把洛天身边这些人一起灭了吧 省得还要在接下来的战斗大赛中看到他们呢 刀领听着大家的议论 轻轻点头 嗯 有道理 那就一起灭了 眼闭 刀领持刀上前 身上武器升腾 直奔山海龙烟兽而去 本来根本就没打算理会 刀领的山海龙烟兽 受到刺激 眼中疯狂之色在险 一声怒笑 山海龙烟兽一记甩尾向刀领抽去 他这招别看简单 力道之大 张胖子是深有体会的 来得好 刀领侧身红刀一把 山海龙烟兽的尾巴与刀领大刀相撞 一片火星似箭 微微咬牙 刀领是没料到 这山海龙烟兽的力量居然如此凶猛 巨神刀绝 倍增强力 刀领双臂猛然膨胀 肌肉隆起 瞬间那弓二头肌 变得比头都大了 双臂发力 硬将山海龙烟兽的尾巴 强行卸去 就听砰的一声 身旁水面炸裂 宛如武器炮轰击一样 强横对撞带起力量波纹 吹得落天等人衣衫烈烈 强啊 真是岩石一般的弓二头肌啊 厉害 太厉害了 都城中无数百姓也是惊叹不已 这刀领的表现 着实亮眼 这一刀的力量真可谓惊人 毕竟几千利元再深 再加上超级功法的增幅 看起来这就相当暴力了 一旁吕颜眉飞色舞的问道 李全大人 此招如何 不等李全回答 倒是阎山抢先接过话头 这巨神刀绝有七倍力量的增幅功法 且看这刀领能用出多少来 只要能超过三倍增幅 山海龙岩兽就不算什么了 阎山狠吹了一波刀领 此时刀领表现也让阎山信心十足 如此实力 打死落天 应该绰绰有余了 水波之上 刀领一刀劈开山海龙岩兽的攻击 便一跃而起 整个人上半身都开始膨胀起来 就像吹细球一样 身躯足足扩大了两倍有余 巨神刀绝 三神增力 三倍增幅 力源破空 刀身都化为了纯黑之色 那武器的颜色由透明化作了金铁黑 浑身上下就像山石般强刃 刀出 斩空 就听砰的一声 刀领狠狠斩在了山海龙岩兽的头顶 这次 众人都能清晰听到山海龙岩兽的脑袋上 发出了清脆的咔擦声 就像下课 这整个脑袋就要被劈裂了一样 眼中疯狂生气 山海龙岩兽发出一声怒笑 口中湛蓝光凝聚 刀领看都没看 躲也不躲 双臂如风 长刀划剧刃 斩精刀 翻云覆雨 手臂瞬间化作残影 疯狂地在山海龙岩兽身躯上劈砍 速度之快 刀势之猛 简直是惊世骇俗 强大的刀芒将四周水面 斩出冲天巨浪 好强大的刀爵啊 这才是无打直尸的真正实力吗 无数人都在惊叹 多少人瞠目结舌 阎山李全都是笑着点头 这刀领的实力 果然是值得众人相信啊 湛蓝光芒扫过 当光芒消失后 刀领身躯再度出现 他翻身落下 潇洒地重回竹筏之上 手中长刀冒着青烟 面不红气不喘 除了身上的武器 似乎消耗有些多之外 其他的没有任何变化 不过是只凶兽罢了 刀领淡淡地说 潇洒自如 装逼如风啊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主播追马 也欢迎您关注我的喜马主页 关注我更多的作品 谢谢 我的技能全靠简 作者欧阳云 由追马 狐狸 周末 杨安申 小时候 小树叶等主播 联合播讲 喜马拉雅 独家出品 第三百二十九集 呃 这 告辞 刀领一套斩金刀绝 用的是翻云覆雨 浪花过后 众人就见山海龙岩兽的身躯 全身上下 岩石崩碎 几乎没有一处完好的地方了 到处都是军裂纹路 以及破碎的刀痕 现在山海龙岩兽的双眸 已经彻底化为了新红色 但他却并没有立刻反击 刀领直接就不看山海龙岩兽了 在他看来 这山海龙岩兽理所当然是完蛋了 刚才那套刀器早就渗入了山海龙岩兽的每寸深区 现在就等爆发了 刀领转头看向洛天 正准备跟洛天再来两句挑衅的话 却发现洛天此时居然在鼓掌 同时还在激动地叫喊 漂亮 干得太漂亮了 这刀绝牛逼啊 继续继续 努力别停啊 洛天喊得刀领有些发懵了 已经到嘴边的话 居然卡住没有说出去 怎么回事 这家伙居然在给他叫好 而且看洛天激动的样子 这根本不像作假 真的在为他叫好呢 这家伙失心疯了吧 刀领是万分不解 难道这个洛天就不知道 接下来就轮到他了吗 忍不住 刀领长刀一指 你别以为给我喊好 我就不打你了 洛天争了一下 指向自己 打我 不着急不着急 这个只是 你还是继续跟山海龙渊兽打吧 我看见就行了 洛天满脸堆笑双眼放光 在洛天眼里 这刀领现在已经变成 带开的金色宝箱了 超级刀绝 超级功法 简直梦寐以求啊 洛天现在就等 刀领身上掉功法呢 掉 快掉 我的杀猪刀已经饥渴难耐了 啊 继续跟他打 你说什么呢 他已经完了 刀领轻哼一声 向前就走 猛然间山海龙渊兽发出震天嘶吼 接着身躯开始放出无限耀眼的光芒 刀领眼珠子瞬间瞪得老大 就见山海龙渊兽的身躯在急速变化 他不由得重重的咽了口唾沫 这情况和他预想的完全不一样啊 山海龙渊兽的身躯上 灵天再次出现 进阶之光升起如朝阳照见万物 这看得刀领身躯僵硬 无法动弹 快看快看 山海龙渊兽此时居然升起了奇异的光芒 像是实力大涨 刀领之势将如何应对 是要释放更加强大的招式吗 刀领之势没有动 他是在续气吗 李全大人 阎山大人 你们怎么看 都城主天幕中 吴淼和吕炎两人都兴奋起来 如此情形可是不多见的 他们都迫不及待的 想看刀领再展神威了 阎山率先出生了 四倍增幅可破 无需担心 刀领乃是直视精英 定然还有杀招未出呢 旁边李全则是摇头道 四倍增幅 恐怕有些不够啊 都城中 众人都开始欢呼了 这才是他们想看的战斗啊 打起来 赶紧打起来 真正的强强对决 一展直视雄风 湖泊之上 落天脚踩水面 也在给刀领呐喊助威 同时心中不断狂呼 快把功法给我调出来 其他直视则看着刀领傲力的身躯 心生敬佩 不是什么人都敢面对如此强大的凶兽的 别的不讲 这刀领之勇足以让人赞叹了 正在所有人都等待大战开启时 刀领终于动了 他举起手来 神色坚毅 身后一众直视面色肃穆 同时都握紧了拳头 要开战了吗 都城中一片的鸦雀无声 多少人的心都跟着紧紧的揪起来 接下来定然是绝世大战 现在山海龙岩兽绝对达到七品凶兽境界了 甚至很可能比一般的七品凶兽要更厉害 哪怕是帝江也没有如此的威势啊 出招了 刀领他要出招了 就见刀领深吸口气 接着猛然一抱拳 打不过 告辞 岩壁转身就跑 速度之快就像开了超级功法增幅一样 脚踏浮水 身影如风 转瞬间就给落天等人留下了一个潇洒的背影 欢呼声戛然而止 都城中更加的安静了 落天的叫喊声也停了 跟着刀领来的那些直视全都傻了眼了 看着刀领消失的方向大张嘴巴 那水面上只留下一只被刀领撞得蒙圈的黑鲤鱼 山海龙岩兽都愣了 刀领如此果断逃命 连他都没想到啊 接着反应过来的山海龙岩兽就发出一声怒吼 口喷蓝火光柱直奔刀领消失的方向追去 光柱所过之处 湖水炸裂 见其水浪何止十丈 旋即就听到远方一声销魂的惨叫声 啊 我吃热的宫二头鸡啊 声音随风飘散 落天轻轻鼓掌 到底是精英执事啊 如此脑子 那确实比一般执事好用多了 打得过就死命装逼 打不过就果断逃命 如此行事堪称执事典范 落天此事突然意识到 这执事这行都是骚人啊 蠢货估计是混不到三等执事的 而此事都城中 无数人都开始破口大骂了 啥玩意儿啊 这就是精英执事啊 耍人呢吧 呸 太不要脸了这 阎山和李全的脸色 也都不好看 两人都没看出 刀领还有这么一招呢 尤其是阎山 此刻面黑如炭 就像刚从西山挖煤回来一样 这丢人玩意儿 刀领这家伙 难道不知道现在全程直播吗 阎山真是恨不得 现在找到刀领 脱下鞋子很抽他一顿 虽说直视平时就是这么干活的 但你不能在这种时候 如此生动的展现给大家看呢 蓝色光芒很快消散 山海龙岩兽再度恢复正常 他喷出那口光柱后 似乎又失去了不少力量 眼中疯狂之色消退 再度望向骆天 脸上神色 眼中皎洁 仿佛又在对骆天说 老铁 再来个呗 骆天能说啥呀 他敢说啥呀 磨磨蹭蹭地拿出一块金石 偷偷地滴上鲜血 扔给山海龙岩兽 龙岩兽一口吞下 顿时露出了满足的笑容 刚才随刀领来的几名执事 纷纷退后了一步 他们现在看出来了 这山海龙岩兽 跟骆天关系不一般呢 几名执事一口同声 接着刚刚还在包围 骆天的几名执事 就全都如风般离去了 正所谓来得快 走得更快 骆天也并没有阻止 他们的意思 就眼看着他们 恨不得趴在竹牌上 哗着离开了 那姿势就宛如溺水狗一样 骆天轻叹一声 可惜了 张胖子他们 直到此时 方才缓不进来 胖子轻声问骆天 骆哥 你可惜啥呀 没什么了 骆天自然不会告诉张胖子 自己是在惋惜 刀领没把自己的功法给掉出来 不过这也并不要紧 反正看刀领的模样 肯定是不会死在凶兽暴动中的 有机会下次再见 说不定就能弄到手了 转头 骆天看向山海龙岩兽 能帮个忙吗 我还有金石 这次骆天还没比划 这山海龙岩兽 就像真的听懂了一样 缓缓俯下身躯 同时发出了轻柔的吼声 如此姿态 就连傻子都能看出来 这是友好的表示 骆天伸手摸摸他的脑袋 接着翻身而上 就这么站在了山海龙岩兽的头顶 骆天这番动作 引得都城中所有围观的人 一阵惊呼 阎山更是看得眉头景簇 张胖子等人则是惊呼连连 哇 骆哥 他真的听你的话 我的天啊 骆知识 你真的能与凶兽沟通吗 太强了骆知识 我现在怀疑 你是不是也是霓裳圣职的弟子了 骆天本来悬着的一颗心 直到此时终于彻底放下 他俯身摸摸山海龙岩兽的脑袋 接着说道 诸位 一起上来吧 我觉得咱们发财的时候又来了 张胖子等人对视了一眼 都听明白骆天这话是什么意思了 秋云笑着摇头 我说骆子思 看来你又要大发横财了呀 骆天白手笑道 哪里哪里 赚点小钱啦 一人还是一百点数 同手无期 价格公道 在骆天满脸奸商式的笑容中 山海龙岩兽仰天 发出一声嘶吼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主播追马 也欢迎您关注我的喜马主页 关注我更多的作品 谢谢 我的技能全靠简 作者欧阳云 由追马 狐狸 周末 杨安申 小时候 小树叶等主播 联合播讲 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第三百三十集 风邪震天 骆天等人登上山海龙岩兽 山海龙岩兽腾空飞起 它实意展开 居然也能翱翔如风 骆天他们坐在山海龙岩兽的背上 眺望整个五星谷 作为凶手 山海龙岩兽飞的并不是太高 最多也就是五百米左右 再向高处去 就会碰下执事们留下的静置 显然封锁此地的直视 是不会让凶手离开这五星谷的 哪怕是山海龙岩兽 这种六品巅峰 即将进阶七品的凶兽 也不敢正面对抗 吴塔所设下的静置 坐在山海龙岩兽的脑袋顶上 骆天拿出了一块扩阴金石 大声叫着 救援来了 救援来了 一百点输的救命方式来了 想要离开五星谷的直视们 可以叫喊了 一百点你买不了吃亏 一百点你买不了上当 一百点就可以买自己一条命啊 现实救人包送出谷 现在叫喊还有机会 获得八折优惠 骆天的声音如风般传遍四周 五星谷中 多少直视都听到了骆天的声音 他们纷纷抬头向天空看去 我的娘啊 这啥情况啊 多少直视 在看到山海龙岩兽的身躯时 都是瞬间瞪大双眼 人里人简直气死人呢 他们是一路逃窜 九死一生 历经多少艰险 这才勉强摆脱凶手追击 这怎么现在还有人 能骑在凶手背上 到处招揽生意了 那个 那个是骆天吗 真是他呀 他居然还活着呢 不是说 严主是下赏金 要他舍在第一轮吗 他怎么还没被淘汰呀 真是见了鬼了 难道这么多直视 外加这么多凶手 都拿他没辙吗 此刻有人惊呼 有人赞叹 有人一脸懵逼 更有人在暗自咬牙 一脸的不敢置信 洛天根本没理会这些人的反应 他现在只想多赚些点数而已 不多时就有声音上门了 就听四周叫喊声不断响起 救命 天上那个 过来救我 一百点数 我给 快点过来 这要死了 快来呀 四面八方都有声音传来 洛天顿时眉开眼笑了 看看看看 生意火爆啊 胖子 准备救人 几位一起帮忙 分你们一成的点数 王直视他们也是笑逐言开 虽说一成不算多 但是蚊子腿也是肉啊 洛天拍拍山海龙岩兽的脑袋 一指前方 山海龙岩兽顿时一个俯冲向下 带着吼声向呼叫处冲去 都城中现在几乎有大半人 都在看洛天他们的动静 其他光幕中的指使 要么在逃命 要么是躲藏 实在没什么意思 这相较之下 洛天这边 简直就是一枝独秀啊 看着洛天飞龙在天 顺带救人无数 多少人都在羡慕 也都在纷纷赞叹 洛之士真是高益啊 主天幕中 阎山的脸色 已经不太好看了 如此情形 当然和他想象的完全不一样了 本来最开始 他以为洛天会被其他指使追杀致死 后来以为洛天会输给江凌峰 再后来这刀领 总该能结果洛天了吧 但是一桩桩一件件 几乎所有事都出乎他的预料了 并且洛天所做的事情 更让他感到心惊肉跳 洛天现在在干什么呀 单纯救人吗 在阎山眼中 这分明还有第二层含义 这是施恩于人呢 腰买人心 他当着整个都城的面 做这样的事 就会在舆论上占领高地 那么其他人再想动他 就得付出惨重的代价了 洛天现在名声越好 对阎山 对吴钱 对唐执士他们来说 这就是越麻烦 阎山不知道洛天是有意为之 还是有高人指点 这么一圈下来 洛天救的执士如此之多 本来对他有杀意 有不满的执士 也会纷纷站到中立的位置 甚至可能站到洛天那边去了 可别小看这些三等执士啊 能参加执士大赛的 要么是五打精英 要么是背景深厚 最少最少 也是有师父在身后的 洛天每救下一名执士 就代表少了许多的敌人 等到大半执士都被洛天救下 那么接下来的战斗大赛 洛天就可以什么也不怕了 就算唐执士 也得考虑杀死洛天 所带来的影响 如果这影响坏到一定程度 就算唐主事 也是很有可能受罚的 阎山大人 您觉得洛执士如此救人 是否应该受到五打的嘉奖啊 吕炎此时居然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还专门笑音音的问了阎山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 旁边李全更是煽风点火 说的没错 洛执士救人这么多 应该是立了大功了 吴塔肯定会有所嘉奖 阎山脸色更难看了 但是面对整个都城的人的目光 他也不得不挤出了一个非常难看的笑容 应该 等此事结束之后 我跟其他主事商量一下 定然给他一个不错的奖励 都城里不少人都纷纷叫好 却不知道现在阎山的心里 早就骂开了花了 还奖励 阎山恨不得现在就蒋落天几刀 让他彻底消失 嗯 莫等 阎山感觉腰间通讯筋时发热 拿起来看了一眼 顿时眼前一亮忍不住出声道 干得漂亮 旁边李全 吴淼等人连忙问道 阎主事 是有什么好消息了吗 阎主事 您收到什么消息了 阎山这回是真笑了 哈哈哈哈 是有好消息 五行谷之为一姐 扶龙的小小手段并没害到太多的人 吕炎立刻问道 一姐 是霓裳圣侄来了吗 不是 是霓裳圣侄的弟子出手了 你们可以看看这边 阎山伸手一点 面前光目变换 接着一道身影映入眼帘 正是大姐头张一 面带微笑 张一拍了拍手 在他身后已经躺了一地的凶兽了 身边堆了一人来高的金石 万气归原 张一伸手一按 身旁金石顿时光芒大胜 煞石间整个五行谷内的邪气全部蜂拥而至 而他身旁那些金石则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迅速变黑 但是五行谷其他地方所有邪气都开始迅速消退了 一招破万法 风邪震天 李全豁然起身 仿佛看到了什么了不得的东西 他惊呼道 这 圣洁功法 居然是圣洁功法 李全完全没有注意到自己的失态 毕竟圣洁功法多少年都难得一见呢 功法等级中 初级中级高级其实都是常见功法 进阶功法也不过是月出凡品 而在大师面前勉强入眼罢了 超级功法 完美功法 灵级功法 圣级功法 这些才是真正强大的功法 而至于特殊级 大多数都是辅助功法 算不得真正的战斗功法 其中灵级功法和圣级功法 算是最难得的 这两种功法 从某种程度来说 其实是不分高下的 灵级功法得自于天地 属于自身的感悟 很难传承 而圣级功法则是可以传承 且拥有惊天动地的伟力的功法 这种功法 一般只有真正的顶尖强者 才可能掌握 比如霓裳 青龙 等几名圣职 都是身怀圣级功法 而在年轻一辈的执事中 圣级功法 几乎是从没出现过的 毕竟如此大威力的功法 需要消耗的武器 可以说是天文数字 五旋之下的武者 根本就达不到属性要求 就算五旋进向上 能够达到学习要求的人 也是凤毛麟角 有传闻这类功法 是跟根骨挂钩的 没有一千向上的根骨 根本就没法学习 寻常舞者 哪有这么多的根骨啊 两三百点根骨 就能称得上是 天才中的天才 精英中的精英了 至于一千点 他们通常把这种人 称之为妖孽 显然张一张直视 正是这样的妖孽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主播追马 也欢迎您关注我的 喜马主页 关注我更多的作品 谢谢 我的技能全靠简 作者欧阳云 由追马 狐狸 周末 杨安生 小时候 小树叶等主播 联合播讲 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第三百三十一集 安然归来 听到李全这般惊呼 整个都城的百姓 全都沸腾了 圣级功法的出现 无疑比什么都重要 多少舞者一辈子 都没见过这样的功法 一时间 张一之名 张一之名 响彻了整个都城 还有些人想起了 阎山执事刚才说的话来 张一张执事 是霓裳圣旧的徒弟啊 真正的圣旧清传 和洛天助手身份 完全是不一样的 圣旧助手说穿了 就是个打下手的而已 而清传弟子 则意味着 他很有可能 就是下位圣旨 任谁都知道 清传弟子 能学到其师尊 八成以上的能耐 毕竟圣旨挑选 清传弟子 是件大事 不可能像挑白菜一样 随便挑的 那必须得有 真正的过人之处 才可能被选中 这位张一张执事 就很好地展现了 圣旨弟子的强大 一手圣旧功法展开 五星谷中的局势 立刻就变了 有多少原本买 洛天这次战斗大赛 夺冠的赌徒们 见到这场面 都是从心底发凉啊 洛天再厉害 恐怕也不会圣旧功法呀 如此差距 实在是难以弥补 他们连说服自己 都很难做到了 五星谷中 正在收钱救人的洛天 也看到骤然退却的邪气 那些刚刚被驱离的凶兽 纷纷发出了痛苦的嘶鸣声 这并不是坏事 有经验的直视 只听寿鸣声就能知道 这些凶兽 逐渐地神志回归了 魔器对于凶兽的侵染 短时间内 会让凶兽变得极其强大 但从长时间来看 那是燃烧凶兽的生命力 和部分神志 不过像今天这般情况 沁染时间并不很久 大多数凶兽 恐怕也就是拉上几天肚子而已 如此现状 自然是危机一解 没有了魔器暴动 凶兽们自然就会退回自己的地盘 同时再次受到五塔的约束 再加上他们已经全体虚弱了 恐怕都会躲着直视走 也不会再上来围攻了 落天周围的直视 见到如此状况 纷纷地松了口气 落天面前这位 刚刚交了一百点数 正要坐上山海龙岩兽后背的直视 以一脸怪异表情 看向落天 落志士 您看这 他话还没说完 然后就被落天给一把拽了上来 想啥呢你 退钱 门都没有 我们的服务宗旨就是 坚决不退钱 马上就来上来 咱们该回去了 山海龙岩兽再度飞起 他似乎是唯一不受影响的凶兽 落天站在龙岩兽的脑袋上 急目远天 他望着远处魔气消失的地方 缓缓说 哇 也不知道哪位前辈高人啊 用这种惊人的手段 危机现在已解除了 那战斗大赛的第一轮 还做数吗 身后几名直视也是一声叹息 管他做数不做数呢 能活下来就不错了 是啊 如今这么一搞 第一轮就算是我过了 我也不想再参加了 众位直视 都是纷纷点头 落天与张胖子对视了一眼 两人倒是觉得 如果就这样第一轮被淘汰掉了 似乎也是不错的事 但恐怕有人不会让他们如此轻易被淘汰啊 山海龙岩兽这才念念不舍一步三回头的离去了 看着他不断回望的样子 落天感觉如果自己会驯兽驱兽之法 估计今天就能收一个凶兽小弟了 哎 可惜了 快步回到山脉小镇中 此时 不少五塔救援的直视 已经在此等候多时了 一见到落天他们回来 就迅速上前 帮助治疗伤势 驱除魔剂 落天也接受了一瓶药剂 来恢复自身 目光扫视四周 似乎大多数之事还是回来了 不少人再次见到落天 已经没有了刚才进入时 那种嫌弃与凶神恶煞的表情 有很多人都对落天投以了善意的目光 并且轻轻点头示意 落天微微一笑 看来通过这轮试炼 同行们对他的杀意已然大减 如此自然是好事了 落天可不觉得 自己每天被一帮同行惦记 会真的没什么事 这些人那都是鬼惊鬼惊的 说不定哪天 就会用奇奇怪怪的手段 让自己阴沟里翻船呢 猛然间 张胖子看到了寻向拳 他毫不犹豫 立刻出言讥讽 哟 这不寻向拳寻知识吗 你怎么搞成这样了 寻向拳本来就在气头上 这次他是偷鸡不成十把米 而且还是被整个都城的人都看见了 简直丢人至极 此时再看落天等人安然归来 寻向拳先是一愣 然后是杀意满脸 落之士啊 你们居然还活着呢 真是奇迹呀 王氏等人都对他怒目而视 落天轻笑一声 你都还活着 咱们自然不会有事了 哎 胖子 你说像他这样暗害同行的人 下场会怎么样啊 张胖子咧嘴一笑 恐怕下场不会好看的 也许最近就得倒大霉了 寻向拳还不知道被张胖子这么一诅咒下场会如何 他根本就没有当回事 冷哼一声 哼 倒霉 也不知道是谁倒霉呀 你要干什么 突然 寻向拳就看到落天走上前来 身上杀起逼人 让他不由自主的通体发寒 我干什么 我当然是教训教训你 落天直接一拳 就怼在寻向拳的脸上 龙化壁双倍立元 再加上落天吃过金属药剂之后 那更是坚硬如铁的拳头 直接就将寻向拳 一拳给砸进了地里 这一拳力道之大 让寻向拳当场就破了像了 同时地面裂开 尘土飞扬间 地上一个人形的坑洞 落天 落天 你这是干什么 立刻有两名管事的二等职士上前 先是一把推开落天 然后探查寻向拳的状况 放心吧 没死啊 落天淡定地说 其他职士也纷纷投来目光 两名二等职士 对落天怒目而示 尤其是站在左侧 这位身材勾搂 一脸阴沉 带着阴勾鼻子的老职士 以一种无比阴沉的目光 看向落天 落天 你当众行凶 意欲何为 另外一名二等职士 也朗声道 落职士 战斗大赛第一轮已然结束了 这里是休息区 容不得你胡来 落天淡淡地说 只允许他在五行谷里坑害别人 不允许其他人活着回来以后 找他报复 这规矩 欠妥吧 仓死 阴勾鼻老职士立声道 在落天身后 王子等人上前一步 两位职士大人 落职士所说的话 我等可以证明的 句句属实 如果不信的话 可以去查那个 金石之鸟的记录 看到有几名职士 一起站出来 这两名二等职士 顿时犹豫了 此刻寻向全 终于回过神来 他捂着正在流血的鼻子 看向身边两位 然后立声道 别听他们瞎说 他们是一伙的 是造谣 是诽谤 我不过是提前离开而已 他们就如此的诬赖我 孔卿孔大人 我认识您 我师父总是提起您的 你要为我做主啊 寻向全到时认出 身旁这位阴勾鼻子之士 孔卿 在提到自己的师父 孔卿不由得 多看了寻向全两眼 随后像是想起了什么 你是求职士的弟子 哦 我懂了 孔卿转头又道 洛天 你涉嫌故意攻击 五塔直士 按规矩 暂且关押 等待五塔行职审判 说着他便上前抓住洛天 审判我 洛天身上气势再度展开 高等精神威压瞬间释放 刹那间 孔卿脚步被强行遏制住 二等直视又如何 在洛天现在的高等精神天赋面前 依旧是不够看 孔卿顿时感觉到莫大压力 同时心中矩阵 这个洛天的实力 居然已经强到这种地步了吗 老徐 还不一起动手 拿下他 孔卿呼唤身边的另名二等直视 徐直视刚刚举起手来 武器凝聚 身后一个淡淡的声音传来 住手 你们这是打算 要抓走此次战斗大赛的功臣之一吗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主播追马 也欢迎您关注我的喜马主页 关注我更多的作品 谢谢 我的技能全靠简 作者欧阳云 由追马 狐狸 周末 杨安申 小时候 小树叶等主播 联合播讲 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第三百三十二集 洛天 我饱了 这个突如其来的身影 似乎蕴含着莫大力量 所有人都转头望去 洛天他们顿时看着一道熟悉的身影 走了过来 张胖子兴奋地叫道 是庞胜师 来的人正是庞胜师 庞无情 带着浅浅的笑容 独臂的庞胜师 缓步而来 周遭其他执事 纷纷行礼 见过庞胜师 庞胜师万恩 庞胜师 您终于回独城了 太令人兴奋了 上次您留下的石摸诀 简直太有用了 在一众人行礼中 庞胜师一脸微笑地点头 孔卿和那名徐执士 也不知道该做什么了 有庞胜师在的地方 除了四名圣职 以及几名超等执事之外 其他人还真的只有靠边站的份 别看庞胜师只是一等执事的身份 但其地位早就远超寻常的超等执事了 庞胜师这些年 教导过的弟子遍布大洲各处 而且他本人著作等身 多少执事学的都是他的循规法 石摸诀 就算说他弟子满五塔 也不为过 尤其是一些寒门出身的执事 本身入五塔后 没有任何团体 也得不到什么像样的资源 只能是靠着庞胜师 无偿捐献在五塔中的功法 以及技巧来提升自己 所有执事只要愿意学 这些宝贵的东西 都可以用一个点数买到 如果不是后来 有几名超等执事 联手封锁了庞胜师的著作 现在整个五塔内 恐怕得有六成向上的执事 要成为他的弟子 时至今日 依旧有许多执事 为庞胜师鸣不平 凭什么庞胜师 自己都说不要钱的功法技巧 却被五塔封印 想买都买不到呢 这简直岂有此理 当然 这其中的内情 洛天和张胖子 这些入行没多久的执事 并不清楚 能知道其中关节的 大多数都是入行 五年以上的老人了 这样的人 在四等五等中并不多 但是三等执事中 数量就尤其惊人了 孔卿显然跟庞无情 并不是一边的 直接不客气地问道 庞执事 你来做什么 庞无情也并不生气 来到洛天身边 我来阻止你们做错事啊 还好我来得及时 否则就真的大错铸成了 孔卿上前一步 力声道 庞之士 你是在说我等不公吗 你是行之还是圣之 此时轮得到你说话吗 庞无情背负双手 眼眸如刀 一字一顿道 是非公道 全都城的人都看在眼里 我告诉你 来之前我看得很清楚 洛天这次 至少救了十几位执事 功劳之大远超旁人 你若把他抓了 都城百姓哗然 无他名声大损 孔之士 你负得起责吗 孔卿咬牙道 他当众行凶 那叫出气 我这么跟你说吧 洛天 我饱了 你要不连我也一起抓走 送上乌塔刑台审判呢 你 孔卿顿时满脸通红 气得说不出话来了 庞无情随机对洛天道 跟我走 此处不安全 洛天张胖子 立刻跟上庞无情的脚步 在众人目送下 缓缓离去了 带道彻底走远 庞无情忽然对洛天道 干得不错 洛天 比我想象中的好多了 洛天微微一笑 我这还差得远呢 众人目送洛天等人 离开五行谷 通过专门的传送阵消失了 孔卿来到寻相权身边 轻声道 你打算去乌塔 告他吗 寻相权双拳紧握 咬牙沉默片刻 最后也没有说出话来 孔卿看寻相权这副样子 心里就已经明白了七八分了 他缓缓道 他不死 你定然声名狼藏 寻相权低头不语 眼中杀气凝聚 都城内 吕炎吴苗等人也宣布 直视战斗大赛第一轮暂时结束 所有光幕依次关闭 只留下了都城百姓生生的议论 这次战斗大赛真算得上是一波三折了 本来以为不过是个喜庆的节目 没想到其中居然还有摩修作祟 更没想到的是 在摩修为伙几乎要团灭直视的时候 有几位不同凡响的年轻直视 居然站出来力挽狂澜 最后更是连圣职弟子 圣级功法都跟着出现了 这些可都是平常比武所看不到的呀 历届直视战斗大赛 也没今年这么刺激 只是可惜了 那些不幸死去的直视了 否则今年的战斗大赛 定然会被奉为经典和传奇的 阎山李全 看着面前晶石光芒逐渐消退 随后两人都是长舒口气 坐在这主天幕内 一言一行都被整个都城的人看着 着实是压力不小 这次和往常又不太一样 突发事件特别多 以至于让李全这样的惊艳老道的人 都感觉到了疲惫和心泪 阎山更是苦笑道 早知道 今年开幕式闹成这个样子 我一定不会来主天幕解说了 应该让唐主师过来 李全点点头 是啊 谁能想到会出现如此情况呢 阎山主师啊 阎山主师啊 我有句话 不知道 当问不当问呢 不当问 阎山直接打断 将李全所有问题 全都给堵了回去 阎碧 不给李全任何发问的机会 转身就走 他当然知道 李全想问什么了 要么是关于 霓裳弟子张一的问题 要么就是落天的问题 这俩人的问题 阎山是一个也不想回答 张一的事情 不是阎山能打听的 霓裳圣职的清传弟子 从某种程度来说 在五塔中的地位 可能比他阎山还高呢 至于落天的事 阎山就更不想提了 丢人 真是彻底的丢人啊 他们的布局计划 不仅没起到任何作用 反而让落天的生命力 越发壮大了 最让他们生气的是 这落天他还当众收买人心啊 这是无心之举 还是有意为之呢 如果是无心之举 那还罢了 最怕就是有意为之啊 那就说明 落天这个人 心机深沉 而且阴险狡诈 阎山快步离去 但是刚刚走到门口 却发现有人在门口等他 来人不是别人 正是阎山现在不想见 也不愿与之交谈 尤其是这段时间 根本就不想跟他有任何关系的 一等直视 无钱 阎山瞳孔收缩 当作没有看见 快步绕开 阎主事 无钱抬头叫住他 阎山停下脚步 没有转头 只是平静地说 无钱啊 你不该来找我 你既然已经和唐主事说好了 找我干什么吗 无钱淡淡地说 唐主事为人太过正直 有些事情他会做 但却不一定能做到我想要的效果 但是 如果再加上阎主是你 就不一样了 你放肆 阎山转头对无钱怒目而示 你把乌塔当作什么了 把我等超等直视 又当作了什么 你以为乌塔是你一人说了算吗 你是神职还是国君啊 无钱并不生气 只是淡默地说 骆天和张奇 杀了我儿子 阎山怒道 你要报仇 自己想办法 实在不行了 你脱去直视袍 当街找他拼命去 生死各安天命 无钱却摇了头 那太便宜他们了 他们不值得我脱去一等直视袍 阎山还想再骂 无钱却伸水阻止他 阎主师 我知道贺东的事 也知道骆天和庞无情的关系 我更知道你们都想对付他 不过方法有别而已 我是来谈合作的 而且我很有诚意 这么说着 无钱从怀中摸出一张纸来 交给阎山 阎山低头看了一眼 却没有直接接过 反倒是轻蔑的一笑 一张纸就想收买我 你以为我是三岁小孩子吗 阎主师 这纸不值钱 但是纸上的内容值钱 前段时间 我找到一个魔修府邸 后来 又遇上了几名杀手 经过我这段时间的仔细思索 我发现 我很可能找到了一个大秘密 啊 大秘密 是宝藏啊 还是遗迹啊 可笑 阎山对于这些是全无兴趣 但是听无钱这么说 还是随手将纸张收过来 上面字迹缭乱 似乎全部都是无钱 自己的猜测 与推言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主播 追马 也欢迎您关注我的喜马主页 关注我更多的作品 谢谢 我的技能全靠简 作者欧阳云 由追马 狐狸 周末 杨安生 小时候 小树叶等主播 联合播讲 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第三百三十三集 自创功法 阎山接过无钱递来的纸条 看了几眼后 脸色周扁 甚至连手掌 都在跟着微微颤抖 你这上面写的 都是真的吗 证据呢 哪个杀手呢 无钱道 自然在我手上 阎主师 只要你肯帮我 我便把那个杀手 当做人证 交给你 阎山盯着无钱的双眼 想要确认 无钱有没有说谎 他看了许久 只从无钱眼神中 看出坚毅和镇定 阎山一字一顿道 你要是敢骗我 我保证将你赶出无塔 而且要亲手杀了你 无钱缓缓抽回阎山手中纸条 我所说的句句是真 我猜测的可能有些出入 但至少八成以上是对的 阎山点点头 好 我帮你 你想让我做什么 战斗大赛继续 第二轮 让骆天参加 我要亲眼看他死在泪台上 阎山点点头 嗯 可以 我再给你安排人手 无钱却摇摇头 其他人怕是不行了 骆天的实力 你也看到了 很强 需要更强的对手 你的意思是 无钱力声道 那个人 那个男人 让他出手 无钱一边说着 眼珠变得一片血红 那个人 阎山愣了一下 随即意识到 无钱说的究竟是谁了 他被油的全身一震 咬料牙 嗯 好 我去找他 但他愿不愿意 我可不保证 严毙 严山大步离去了 无钱则是 长出口气 一日 原本应该继续第二轮的战斗大赛 暂停了 乌塔宣布 因为第一轮战斗大赛出现了意外状况 故此第二轮将推迟几日 而这几日 都城中将举行新一次的大型扫模出轨灭妖活动 以破灭圣职为总指挥 九大主之士为副指挥 在都城以及都城周遭的卫城进行专项的扫协活动 所有在职执事都可申领任务 贡献值与贡献点数翻倍 同时开放低等执事任务的发布权限 所有三等以下执事都可以自由地上传任务 发布消息 而组队完成任务的贡献值与贡献点数再涨一成 城卫队与城外驻军也同时收到命令 配合五塔执事行事 所有武器炮待命 二等执事以上 可调遣不超过十尊武器大炮来配合行动 这个命令一下达 所有执事都是一片的欢呼 接着这众执事们就宛如蝗虫过境般 开始扫荡整个都城与其所有的卫城 洛天和张胖子也在其中 不过这俩人领了任务之后 却是没和其他执事一同去抓摩修 反倒是蹲在屋子里 开始研究自己得到的那枚金币了 两人现在待的这间屋子是庞直市的静修之地 小院地处都城的西南角落 在一条批发茶具的小巷后面 院子不大 只有前后两镜 周遭院落都是小掌柜的住所 没有人知道在这个地方居然还有着庞直市的家 没有仆人没有婢女也没有亲友 从厨房用具到家居摆放都足以证明这间小院子就只有庞直市一人居住 米面油茶都是只有很少的一点点 当然了 现在又加了俩吃货 落天张胖子这厨房瞬间就丰满起来 庞直市将小院借给落天和张胖子居住 只是貌似随口提了一句 这里比较安全 立刻落天张胖子就都明白了庞直市的意思 老老实实地待了下来 晚上吃完饭之后 落天和张胖子就坐在院子里 一边烤肉串一边试着来掌控那枚金币 庞直市不知哪去了 神出鬼没的样子 立元寻宗法 无非就是根据残留力量 让其自行来指引方向 找到其主人所留下的踪迹 本质来说呢 其实很简单 但是做起来却有些复杂 实话实说 落天自从掌握这计法之后 还从来没有用这计法 真正抓到过魔修鬼修呢 更多的 还是在依靠自己的脑袋 但是这次不一样了 芙蓉已经完成了自己的计划 扩大了自己的名声 此时定然早就躲起来了 想要抓到芙蓉 就只能依靠手中这枚金币了 哎 你 落天一点一点 将金币内残存的邪气给凝聚出来 再直接凝聚出了一个黑色小球 张胖子在旁边看着 接下来呢 洛哥 咱们就跟着这小球跑吗 落天拧着眉毛 这倒也不是不可以 但是我怕扶龙已经离开都城了 就算靠着立元寻宗法能追上 估计咱们也得跑上十几天呢 甚至几个月之后都可能在扶龙屁股后面吃土 张胖子一边啃烤鸡翅满嘴流油的说 那就是是立元寻宗法的那个 天眼通呗 落天文言微微一睁 随后笑着看向张胖子 哟 你学了不少啊 张胖子黑黑一乐 跟着学嘛 多少也该懂点的 洛哥 以你的晶圆 开天眼通的话 着着有余了 哦 落天摇摇头 我没试过呀 总会觉得心里没底 这上面说的挺简单的 但实际上 我看可能比开天赋都难呢 这册子上也写了 不仅对晶圆有极高的要求 还需要一定的领悟力 这领悟力是个什么鬼啊 根故吗 张胖子一咧嘴 试试呗 反正也死不了人的 说得试 那就试试 落天深吸口气 手捏那颗黑色小球 然后拿出两枚竹筋来备用 本来呢 以落天的竹笼之眼 竹筋也是不需要的东西 但是以防万一嘛 落天口中默默念着 以武器包裹斜碎 以晶圆顺踪寻天 万物有生灵之气 通天可见 入地可查 立元寻踪法 观天寻魔 忘记寻鬼 开 他猛然捏碎手中两块竹筋 同时 自己的竹笼左眼 也死死盯住面前的黑色小球 下课 一道道清晰的黑色纹路 开始在落天视线中浮现出来 落天将自己的精神力量 覆盖在黑色的纹路上 刹事间 落天就感觉 有一片杂乱的光团 在眼中浮现出来 额头开始疼痛 双眼也跟着有灼热感 恍惚间落天 感觉自己的意识 仿佛穿越了无尽的空间 来到某个陌生的场所 在一片纯黑中 他猛然间看到了浮龙的身影 但这却并不是寻常的浮龙 而是满身光团的浮龙 脑袋上蓝色 胸膛火红 四肢精芒 体内流转的 则是紫灰色的气体 落天看不清他的脸 却能感受到浮龙 身上传来的气息 仿佛刹那间 落天就知道 浮龙的三大属性 同时也知道了 浮龙身躯的弱点在哪里 以及他体内力量流转 是以何种方式运行的 落天在心中暗道 哇 这还真是奇妙的感觉啊 接着浮龙四周 也开始出现了光彩 缓缓勾勒出周边的场景 虽然也是大团的光芒 但是至少能看清 哪些是树木 哪些是山石了 嗯 落天恍惚间 听到浮龙一声轻疑 接着浮龙伸手一挥 一股磅礴的力量 席卷了落天意识 啊 不好 落天心中暗叫不妙 迅速抽回力量 但是依旧有些晚了 他发出一声痛呼 手中黑色小球 顿时飘散大半 张胖子眼见不对 赶紧接过落天手中金币 将剩余的黑色气流 重新注入金币 然后塞进自己的空间金卡 落哥 胖子扶住差点栽倒的落天 他能看到落天额头上 轻轻直冒 像在经受巨大的痛苦 续 落天终于平静下来 他重重地喘息着 好家伙 这招还真不能随便用 差点就真的死了 哎 胖子 你身上光团怎么回事 落天眼中光芒闪动 他现在能看到张胖子身上 居然也出现了不一样的颜色 不一样的光团 哦 杀洛哥 你说什么呢 张胖子满脸不紧 而此时落天 却听到脑海中 传来了系统的声音 恭喜宿主自创功法 已收入系统功法中 请宿主命名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主播追马 也欢迎您关注我的喜马主页 关注我更多的作品 谢谢 我的技能全靠简 作者欧阳云 由追马 狐狸 周末 杨安生 小时候 小树叶等主播 联合播讲 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第三百三十四集 破魔之眼 自创功法 落天开始挠头了 这玩意儿没听说过呀 不过起名字嘛 落天还是会的 他才不会学系统那样 起一些又坡又长 又难听的名字呢 落天几乎没怎么想 直接脱口而出 就叫破魔之眼 系统声音再度响起 命名成功 自创功法 乃是宿主独有 无法合成 无法加点 无法依靠系统进行进阶 往属性表看去 金灿灿的自创功法 破魔眼 三个字 着实亮眼 跟其他功法完全不一样 仿佛就是系统 在专门提醒他 自创功法的重要性一样 落天试着使用了一下 顿时 又在张胖子的身上 看到了无数光团 仿佛世界都变成了彩色绘画一样 在星辰一动 功法随之收起 能收放自如 倒是与其他功法差不多 消耗武器呢 也不是很多 约莫也就等于 特殊级功法 半岛爵的水平了 洛哥 你眼睛刚才放黄光了 你是不是看什么 不该看的东西了 落天突然伸手 戳了一下张胖子的 腋下三寸 那里是洛天刚才看到光团交汇的地方 哎呀 洛哥你干啥呀 疼死了 洛天皱眉 疼 我都没有用武器 你疼什么 张胖子揉着自己厚实的肥肉 鬼知道你手就这么大 我差点给你戳叉气了 洛天眉头微醋 难道真的跟他猜测的一样 这些光团交汇点 就是人的薄弱处吗 如果真是这样 那这门自创功法 破魔眼的能力 就有些强大了 洛哥 你到底看到啥了 你赶紧说说嘛 洛天总算没忘了正事 他这才回到 扶龙已经走了 不在城里 短时间内 应该抓不到他了 哎 那可惜了 他要是蠢点还在城里待着 咱们就能趁机发布任务 带着一帮指使 抄他老家去了 他没那么蠢的 咱们现在呢 只能在金币上留个记号 如果下次他在附近 就能做个预警 哎 金币呢 洛天四下寻找 张胖子赶紧将金币拿出来 洛天接过金币 笑看张胖子 我看你的立员寻踪法 水平也不低了 胖子 身藏不露啊 张胖子憨憨笑着 有你在呢 我就可以多偷点懒了 洛哥 那接下来咋办啊 咱们还参加这次的专项行动吗 洛天翻了个白眼 参加个蛋啊 等五塔通知了 哎 我是希望战斗大赛 别再有第二轮了 与此同时 都城之外 山林深处 官道的远方 已经乔装改扮 行走在山野间的扶龙 忽然停下脚步 有些疑惑地看向四周 扶龙 扶龙 你怎么了 旁边的小丫头 扯扯扶龙的衣角 歪着小脑袋问道 扶龙皱眉道 我感觉有另外一双眼睛 盯上了我 哦 是上只金龙吗 他的无限神童 扶龙摇摇头 不是 青龙的力量我熟悉 我与他隔空交手了数次 他的无限神童 已经被我摸清了路数 刚刚出现的力量不一样 比青龙的力量要弱 但很诡异 哦 是魔羞吗 小丫头继续问道 扶龙思索片刻 不知道 算了 不管他了 反正那么弱小 也没什么危险 独成 下次再见了 待我归来之时 便是旧朝 重生之日 他摸摸小丫头的脑袋 满脸笑容 小丫头也欢快地唱起儿歌来 大兔子病了 二兔子瞧 三兔子买药 四兔子熬 五兔子死了 六兔子抬 七兔子挖坑 八兔子埋 九兔子坐在地上哭起来 十兔子问他为什么哭 九兔子说 五兔子一去不回来 不回来 几天过后 专项严打活动 终于进入尾声了 通过这几天的严打 都城里的邪恶势力 几乎被一扫而空了 别说是魔修鬼修要修了 就连那些地痞流氓 都彻底老实了 那些抓不到 鬼秀魔修的职士 整天就在街上乱逛 逮到地痞流氓 就是一通暴揍 凡是脸上沾点邪气的 就要带走 最可怕的是 有几个不太爱洗澡的舞者 也差点遭了殃 差点被当成散发邪气的 魔修给抓了 这估计 他们以后一辈子 都会爱干净了 还有些长得歪瓜裂枣 形容古怪的舞者 那就不敢出门了 生怕被人误认为是 魔修鬼修 然后莫名倒霉 这种事呢 也不是没发生过 曾经就有一位 长得有些难看的老哥 被几十个人举报 说他是妖修 说他肚子大得不像话了 眼外嘴鞋 这怎么看都像是披着人皮的可怕魔修 肚子里不定藏着什么东西呢 说不定是没吃完的人骨头 后来这位老哥差点被一冒失指示 当街给揍死 只能一边哭一边掀开衣服 拍着肚皮澄清 别打了 吃肉 吃我的肥肉啊 人丑没人权呢 如此种种 导致几天下来 都城中的治安 变得异常的安定 不仅大案没有 小偷小摸都几乎绝技了 谁也不敢在这种时候触眉头啊 毕竟城卫队抓住 无非就是坐牢 被执事逮住 那就真要了命了 乾坤一早 与内成平 诸多执事战绩颇佳 一些寻常时候 都没抓到的妖修鬼修 这次通通被逮住了 要说唯一可惜的呢 就是没有人抓到芙蓉 这个害死了十几名执事 却依旧逍遥法外的魔修 让很多执事都十分气愤 此次专项打击 还是没抓到的 只能说明这人早就潜逃了 接下来便是海埔文书 各大五塔将其列为了十星的任务 接着连带的 金石联盟 居然也为福龙制作了专门的金卡 九星魔头 技能是魔气滔天 场上凶兽能力翻倍 落天都专门买了一张收藏 就想以后如果能抓住福龙 就把这金卡 塞在福龙的尸体上 严打完毕 接着就是第二轮的战斗大赛开启 都城光幕重新开放 各位金职士 又都得到了消息 正在街头吃面的 落天和张胖子 都感觉通讯金石微微发热 落天接通通讯金石 其中丘陵的声音 跟着响了起来 昨天你跟胖子两人都进入第二轮了 又是被指定的不得放弃 明日你跟张胖子都要准备好第一次战斗 千万别输了呀 一日 战斗大赛第二轮 都城之战 五塔充分地吸取了上次的教训 不再选择准备好的战斗之地了 反而是将这次战斗安排在了都城中 各处街道设下方圆石杖的战斗区域 以金石护照为限 开始进行战斗对决 各位观众 大家上午好 我们又回来了 再次欢迎李全大人 与阎山主事的归来 战斗大赛第二轮即将开始 让我们先进入一段广告 主天幕再次打开 气氛异常热烈 欢呼助威声从都城的各处传来 主天幕中 阎山与李全轻轻握落手 李全笑道 阎山主事 我还以为第二轮 您不会再来参与解说了 阎山则是一脸苦笑道 我也是这么想的 但是五塔呀 要求我继续来 还说我这解说 他效果不错 真是让我百思不得其解呀 李全憋住笑 嘴角疯狂上扬 确实不错 阎主事你不用想太多了 阎山摇头叹息 缓缓坐下 然后看向吴淼和吕炎 两位啊 今日这第二轮可不太一样了 两位可是要做好准备呀 吕炎听出阎山的话中有话 于是问道 会很精彩吗 阎山点点头 那是自然了 此次战斗大赛全是俊杰 两位可是千千万万 别错过了精彩场面呐 吴淼立刻笑道 我等尽力而为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主播追马 也欢迎您关注我的喜马主页 关注我更多的作品 谢谢 我的技能全靠简 作者欧阳云 由追马 狐狸 周末 杨安生 小时候 小树叶等主播 联合播讲 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第三百三十五集 一技行事 此时此刻 五塔内 洛天等人全部聚集 一大早的 五塔便通知他们 全都到来 然后开始给他们 每个人分发号牌 诸位直士 这第二轮战斗大赛 规矩我就只说一遍 你们一定要听清楚了 你们一共呢 是一百位直士 今日将在都城内 进行对决 丝杀 与第一轮一样 所有画面 都将跟踪播放 都城内的所有百姓 都可以从天幕中看见 当然 也可以去现场 进行围观 这名一等知识 朗生宣读规则 洛天等人手捏号牌 听得眉头紧簇 这都城内规定的战斗地点 只有街头的 金石护照内 所有战斗地点 皆有内勤 直士裁判 昏迷 死亡 失去战斗能力 投降 皆是为父 胜者将拿走 对方的号牌 及其十块号牌者 将进击下轮 本轮不可组队 不可背后下黑手 不能借助飞行舟船的力量 不可使用放毒 等龌龊手段 本次战斗大赛 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 希望各位直视 赛出风格 赛出水平 言毕 四周内勤直视 纷纷地鼓掌 洛天等人按点头 大家都不是蠢货 自然是听懂了 张胖子咽了口唾沫 洛哥 要不 我的号牌 还是输给你吧 张胖子显然低估 洛天的脸皮厚度了 你个怂货 你怎么能这样呢 太丢人了 还是我的号牌 输给你吧 算了算了 我还是自己来吧 张胖子连连摆手 面前的一等直视 最后说道 时辰已到 诸位直视 出发吧 对了 大家切记 不要打假赛啊 别的不说 外面可是有无数人盯着呢 一旦打假赛 被那些愤怒的赌徒们群殴 可就不好看了 严毙他抱拳拱手 目送诸位直视离开了 洛天与张胖子等人离开五塔 外面成群的百姓 立刻开始欢呼起来 顿时 洛天等人还真有种 当名人的感觉了 他们一个个笑逐颜开 连张胖子都是很吸口气 将自己的肚皮 猛地往里收了收 洛天轻声道 微笑挥手 笑露八颗牙 胖子别丢人啊 张胖子咧嘴道 我怎么可能丢人呢 洛哥 我终于有点混出头的感觉了 当直视真好 我爱这行 洛天扫地眼 顿时倒抽口凉气 我去我让你笑露八尺 不是让你上下都露八尺 你还笑得挺圆的你 滚滚滚往后站 洛天混在一群直视中 拽着张胖子 就向后站 此时洛天忽然听到 耳边传来一位直视的叮嘱 小心 有人打算要你的命 洛天文言转头望去 却是看到了一个不太眼熟的直视 说完这句话 那人便随其他人继续迈步向前了 要我的命 洛天喃喃出声 然后拽着张胖子继续放慢脚步 张胖子显然也听到 刚才那直视说的话了 他低声道 洛哥 咋办啊 咱还一计行事吗 洛天重重点头 就按咱们准备好的来 话音刚落 洛天猛然一推张胖子 招死啊死胖子 你敢打我 张胖子一个猎且 也卷起了袖子 咋了 就推你咋的了 不服 再瞅 你再瞅我一眼试试 试试就试试 哎呀 你还敢降嘴 我让你试试就试试 洛天张胖子两人 你推我嗓 缓步向前走 看驾驶 好像下课就要在外面动手的模样 其他百姓见到这幕 则有些发懵了 这不是洛天之事吗 他跟人吵起来了 不对啊 那个胖子不是跟他一伙的吗 他们俩人上楼还在一起的呢 反目成仇 搁袍翼 同事操搁 人群议论中 洛天与张胖子已经相互推搡着 往最近的街道口冲去 路过的直视 都纷纷给洛天张胖子让开道路 这些直视中 有两人眼神如刀 其中一人也是洛天的老熟人 林白 搞什么 林白的身边 一名面带刀疤的直视 低声道 要出手吗 林白看着互相推搡的洛天和张胖子 他们要打 就先让他们打 狗咬狗不好吗 也省下我们不少气力 这刀疤直视沙哑的声音 那他们岂不是会跑掉一个 好一个无所谓的 对于阎山主事 对于唐主事 对于你师父我师叔来说 杀一个就够了 剩下的那个 会有其他人再找机会动手 有道理 刀疤直视轻轻点头 杀鸡暗藏 不远处 令民躲在人群中的直视 也是轻声道 哼 打起来了 既然你们先打起来了 那我就暂时不出手了 洛天 连你身边的自己人都烦你 我看你如何完蛋的 寻相权满脸怨毒 恨不得用双眼 把洛天给万剑穿星了 洛天和张胖子 很快来到 比试专用的护照前 一名内情指示 早已站定了 他看向前来的 洛天和张胖子 两位是要参加比赛吗 两位停一停 你们是要参加比赛吗 别光骂呀 你们要不要参加比赛呀 我的天哪 你们俩有完没完啦 护照前 洛天与张胖子 还在口吐芬芳呢 洛天今天是 第一次感觉到 这死胖子 嘴上功夫真是相当不错呀 骂了半天不带重样的 自己已经是 车轱的话来回说了 旁边内情指示 已经是彻底无语了 他环抱双臂 微微张嘴 愣愣地看着 两个只动口 不动手的人 在场群众也全都愣了 这俩人干啥呢 真在开干之前 得先骂上几千回合 心怀不轨的几名指示 见此一幕 都是额头轻轻跳动 这玩儿呢 洛天张胖子俩人 霸占住了战斗地点 却是丝毫没有进去的意义 但看两人这架势 又像随时随地 都可能动手的样子 倘若不是两人这般模样 此时其他人 就已经上前挑衅了 然后逼着洛天 跟他们交战 但是现在 要上去吗 他们都感觉 有些纠结了 我说两位 你们到底比不比呀 旁边站的那 秃顶内清直视 实在是忍不住了 怒喝一声 气得头顶上 那紧剩的几根毛 都要恨不得站起来了 洛天立刻转头 打 当然要打了 你记下 我乃三等直视洛天 我要揍这个死胖子 张胖子也一拍肚皮 我乃四等直视张奇 我要揍他 你记下来 记下来 秃顶直视赶忙 写下两人名字 随后大声道 三等直视洛天 占四等直视张奇 比是现在 他这话还没说完呢 洛天跟张胖子 又再度开骂了 声音达高 直接就将 秃顶直视的话 完全给淹没了 然后所有人 就看到 洛天和张胖子 两人继续 互飙垃圾话 一骂就是半个小时 中间俩人 还十分有默契的 抽空喝了个水 但是就是没有 进去鄙视的意思 在人群之外 林白也好 寻相权也罢 都是看得牙关紧咬 如果说刚开始 他们还没弄明白 洛天和张胖子 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这半个小时过去了 他们要是还没懂 那就真是脑子有坑了 演戏 两个王八蛋 当着我们的面 在演戏突然时间 现在他们都看出来 洛天和张胖子 就是在故意演戏呢 同时也猜出 这两人的目的 究竟是什么 故意拖延 然后等其他人 全都比完了再说 如此一来 可以将大部分麻烦 摆脱掉 至少站在护照前 就处于光幕之中 人群散开 再加上有内勤 直视在旁 可以杜绝 大多数的阴招 和偷袭 林白暗自咬牙 混蛋 要冲上去直接挑衅吗 身旁的刀疤脸直视 则是淡默地说 刚刚他们没吵架之前 可以 现在上去 就有些太做作了 有些事情可以做 但是不能让人一眼 就看出你的目的 林白低声道 那怎么办 继续等着他们吵完 我看他俩可以 一直偷到第二轮 比试的最后一刻 我的技能全靠简 作者欧阳云 由追马 狐狸 周末 杨安申 小时候 小树叶等主播 联合播讲 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第三百三十六集 借到 听林白说 要在这里等落天 他们吵完 刀疤直视抬头 看向天空 不行 乌塔不会让我们 消极臂战 让他们吵吧 等会儿 我再来取他性命 言毕 刀疤直视快步离去了 而他没走几步 天空中便有声音 响彻了整个都城 所有执事注意 半小时后 排号不足两枚者 淘汰 其号牌收于无塔 传于排名靠前者 林白听到这话 脱口而出就是两个字 该死 寻向权也是暗自咬牙 这意味着 他在这里继续等落天和胖子吵完 那是十分愚蠢的行为了 他也不想被当众淘汰 好吧 我等会儿再来解决你 寻向权快步离去了 周遭的其他指示 听到如此紧迫的通知 也都迅速离去 寻找自己的对手去了 落天和张胖子又骂了一会儿 终于停下来 两人都抬头看向天空 上方光幕正在显示 其他地方的战斗 因为两人到现在只是对骂 根本没有对打 所以四周的围观群众也是越来越少 到现在已经不剩几人了 想来如果不是因为落天和张胖子都是直视 恐怕已经就有人破口大骂了 胖子 他们走了 落哥 没想到突然时间这招还真用上了 两人又站在了一起 脸上升起笑容 旁边的突顶直视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他们了 只能去叹息一声 然后有气无力的对两人说 我说你们俩到底还比不比呀 再过会儿 手上只有一枚号牌的就淘汰掉了 落天转头笑道 多谢您提醒啊 咱们仔细的考虑一下 还是决定不比了 对对对 我们刚才 心心相惜骂出感情来了 扑顶直视破口大骂 我行了你的心 滚滚滚 两个小混蛋 赶紧找你们的对手去 再耽误英俊的我上光幕 我弄死你们俩 落天和张胖子赶紧拱手连连后退 这名内情直视老哥 头发不多 脾气可不小啊 惹不起惹不起 落天小声道 趁他们现在离开了 咱们赶紧攒个号牌 现在正是我们挑选对手的时候 速度要快 明白 落哥 胖子 已经到第二轮了 那还不如走到底了 落哥 你放心吧 我也是有战斗力的 你别小看我 两人对视一眼 然后分头离去 落天加快脚步 向左侧街道冲去 而张胖子则直奔右方 我也是 落天跑了 他俩根本就没有矛盾 没错 快跟上 快跟上 不是说好有人会最先解决他们的吗 人呢 围观人群中 还有直视在低声叫喊 他们快不跟上 刚刚进入隔壁街道 却见落天猛然一拐 然后冲进了人群里 围观群众一阵惊呼 纷纷想给落天让出道路 但是毕竟人数太多了 一时间让不出来 落天就面带笑容 在人群中如鱿鱼般前进着 接着就迅速消失在了 跟踪人的视线里 该死 真跑了 快快 看看光幕 通知已经打完比赛的人赶紧过来 围住他 可不能再让他过了第二轮 阎山主师和唐直士已经下了死命令了 不许他进第三轮 一片兵荒马乱中 落天已经绕进了一个小巷子 此处似乎是一个死胡同 但是落天并不在意 拿出杀猪刀 对那封死的枪 起刀不下 一瞬间就自己开出了一个门来 落天迈步就进去 里面正在吃饭的屋主人 则争愣在原地 不好意思啊 我借个路 我赔钱 落直士 正在吃饭的老大哥激动地站起来 根本就没在意 落天给他们家新开了一扇门 落天放下两枚金币 抱拳拱手 不好意思啊 诸位 还有事 先走 先走一步了 别急 别急啊 落直士 签个名吧 落直士 俺老稀罕你了 哎呀 没有笔 要不你就拿这个水火刀 磕我身上吧 这两位屋主都热情过头了 尤其是接过落天给的两枚金币 更是双眼放光 两枚金币啊 足够像他们这样的人家 再修几面墙了 绝对是有赚不赔的事 看着递来的水果刀 落天赶紧抱拳离开了 最后又掏出一枚金币 仓皇地丢在桌上 果然是不能随便进人家屋子呀 碰到发脾气的还算好的 碰到这种疯狂追星族 那就太可怕了 走出屋舍正门 落天来到了另外一条街道上 好 打得漂亮 远处喝彩声阵阵传来 显然正有执事 在战斗着 落天立刻穿过人群 向前冲去 一眼就看到 在闪亮光幕中 两名执事 刚好就分出胜负了 而且那赢家 似乎还是个熟人 刀领 落天认出了刀领 不由得轻呼一声 此时刀领正在接受四周人的欢呼呢 然后就看到狼狈窜出来的落天 落天 过来 真是巧了呀 来 跟我站一场 刀领长刀一指 示意落天前来一站 此时刀领身前直视 被人迅速抬走 所有人的目光又都落在了落天身上 好啊 落天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不仅是因为他现在急需一站 更是因为刀领的实力 落天见识过 落天自觉对付刀领 还是没啥压力的 大步走进光幕内 其中的外清指示立刻朗声道 三等指示落天 对战三等指示刀领 战斗开始 在落天迈入光照瞬间 都城中所有人的目光 就投向了这场战斗 在主天幕中 阎山与李全等人 也都在观看落天 我还以为他今天是不想战斗 直接认输出局了呢 阎山率先就笑出声了 嘲讽落天两句 落天与张胖子的表现 他们也是最先看在眼里的 实话实说 除了李全笑得很开心之外 其他人都是很不满意的 尤其是阎山 他大概就猜出落天 他们的想法了 正因如此 他更加生气了 自己精心的布置 居然被落天和张胖子 这种粗浅的方法给破了 能忍吗 这果断不能忍呢 如果不是因为身份差距 年纪差距 阎山现在就想亲自出去 掐死落天了 现在只是嘲讽 已经是十分客气了 吕炎明显听出阎山话里不对劲了 他不敢评价 赶紧再询问李全大人 李大人 您觉得这场战斗会如何 李全则显得相对平静 落天之士 怕是会输 五秒惊诧道 为什么如此肯定 记得在第一轮的时候 刀领之士可是让不少人大失所望 反观落天之士 则是表现得更好一些 李全摇摇头 落之士第一轮表现虽好 但其实理还是差刀领不少啊 更何况刀领之士定然还有藏着的招式没出 他的胜算很大的 阎山也在旁边敲边鼓 我和李大人看法一致 实力就是实力 容不得半点虚假 落天呀 他不行 看来两位大人都对落之士不太看好 那么让我们来看看 落之士会不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奇迹 战斗开始了 光幕护照内 落天已经把杀猪刀抽出来了 刀领也是一样 长刀在手 身上气势开始不断的攀升 上次没跟你一战 实在是可惜了 本来以为没机会了 没想到你到底自己送上门了 落天 听说你第一轮的时候 搞到了不少的点数 敢不敢玩大点 咱们赌上一把呀 刀领满脸都是兴奋的笑容 说到落天的点数时 还猥琐得甜甜嘴唇 赌 你想怎么读啊 落天也稍微来了兴趣 这听起来好像是又有人要给自己送点数啊 就听刀领朗声道 一千点数 输的人自动交出来 大家都可以帮忙作证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主播 追马 也欢迎您关注我的喜马主页 关注我更多的作品 谢谢 我的技能全靠简 作者欧阳云 由追马 狐狸 周末 杨安申 小时候 小树叶等主播 联合播讲 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第三百三十七集 还有后招 四周群众顿时发出了兴奋的欢呼声 确实 打斗中带点彩头 更能吸引观众的兴趣 没问题 落天一口就答应了 甚至还有些想让刀领赶紧立下字句的意思 免得等会儿刀领写款前逃了 旁边内情执事更是看热闹不嫌事大的 跟着朗声道 双方赌斗成立 胜者将赢得一千点数 落天这才满意的点点头 有内情执事在旁做记录 那就不怕人跑了 来吧 落天对刀领勾勾手指 刀领大笑道 先接我三刀 巨神刀诀 未增强力 刀出依旧是鸡肉隆起 刀领是毫不客气 上来便是自己最强的功法 长刀斩出了力量波纹 让四周空气就如水流般荡漾开来 强大力源带动的 是让人几乎窒息的空气 落天转手杀猪刀迎上 同时身躯变化 化声诀 开 一刀 文化碧 声区急速膨胀中 就见那大刀和小刀 重重地撞在一起 就听轰的一声 两人脚下地面军裂 四周内光芒护照 都是一阵的晃动 力源不错呀 两人相持 没有一人后推半步 他们都能从对方手中 感到那如山般的力量 落天道并不太吃惊 毕竟上次已经见识过一回了 他看到刀领 用巨神刀绝 便直接向手臂中注入武器 开启了龙化臂 为的就是能亲自体验一下 这巨神刀绝的威力 不错 这功法可真不错 希望等会刀领 能把这套功法给我掉出来 落天的心中一片的欢呼雀跃 他感觉很快 又将有套超级功法入手了 而且还是自己现在就能用得上的刀绝 不像那皮皮虾剑绝 这同样是超级功法 皮皮虾剑绝 落天是到现在也不太敢用 就怕用杀猪刀使出来 威力会大减 只能等以后再搞把剑 再说了 刀领就比较震惊了 哪怕在所有三等之士中 他的力源那也都是靠前站的 再加上巨神刀绝的增幅 就算二等之士 他也是能正面硬刚的 没曾想到 面前这个落天居然有着与他同样强大的力源 着实让他心神威震呢 是个强敌啊 再来 现在刀领的语气就没刚才那么嚣张 他手掌一翻 长刀再转 在落天的杀猪刀上拉出一大片火星来 落天趁机柔身上前 兵器没有人家的长 那就只能玩近身了 脚掌一踏 地面一圈火焰荡漾开来 同时落天的刀领是 特殊级功法半岛诀 平地半岛显然难度很大 落天的半岛诀也只能让刀领 微微地向后一仰 但是这点时间已经完全足够了 在下课 落天便已然来到刀领身前 近距离 金虎吼山诀 我压拉索你 先是亮了一嗓子 瞬间 这刀领身上的武器就蔫下去了 一身龙吟 刀领全身肌肉都开始疯狂地颤抖 眼都睁不开了 他牙关紧咬 感觉耳膜就像爆炸了一样 四周观看的群众也都瞬间捂住耳朵 他们听到的声音已经经过护照削弱了 但是剩余的音量依旧让他们全都感到痛苦不堪 如果没有护照 恐怕周围立刻就得蹊跷流血 倒下一片了 正所谓先发制人 拳带光焰 正是高级功法光焰拳 再加高等火焰天赋的增幅 就听轰的一声 落天一拳砸在刀领脸上 强横的力人 让刀领那张粗犷的脸 直接就凹陷下去 杀猪刀跟着斩出 一刀直奔刀领胸口 刀领现在已经被落天一拳砸歪的身躯了 按理来说 刀领现在应该是没有还手之力了 这高手象征 往往就在几招间 胜负就已分出了 刀领失了先手 顿时危机来临 但是高手就是高手啊 千军一发之际 刀领竟然借助落天光焰拳的力量 一个潇洒的悬身 随后长刀挥出一片刀芒 挡在身前 落天的杀猪刀就直接斩在了刀领的刀芒上 竟然有种被悬开的错觉 刀上火焰被卸到一旁 力量也被刀芒卸去大半 剩余力量虽说穿过刀领长刀 但是落在刀领的身上时 又有一种斩中岩石的感觉 清脆声音响起 落天的杀猪刀被当场摊开了 然后就见刀领再度站定 刀芒瞬间冲天而起 他长刀在一瞬间 竟然暴涨了十倍不止 随刀领一声爆喝 巨刀如山般落下 巨神刀绝 三神增力 三倍增力 巨神斩龙刀 哪怕此刻落天化生绝在身 也不敢应接这刀了 他侧身闪壁 敏缘爆发 身躯如猿猴般闪开 就听轰的一声 刀领一刀狠狠斩在了地上 街道上一片沟壑顿时出现 一刀之下 护罩内的地面竟然没有一寸完好 但是刀领脸上却没有半分喜色 因为他感觉到自己刚才那刀 根本就没有斩中落天 哪怕是扩散出的刀芒 也最多就是擦了个边而已 如此快的速度 好强的敏缘哪 刀领心中震惊已经是无以复加了 一个能跟自己正面刚立缘的三等之士 已经足够让他震惊了 而落天现在又展现出了 同样强大的敏缘 这让他如何接受呢 也就是落天现在没有厉害的超级身法 否则仅凭落天刚才展现的敏缘 就足以在他出刀瞬间 给他来个一套连击了 在哪呢 左边 刀领现在已经没有空 去细想落天的属性究竟有多高了 杀机从左侧传来 刀领近乎是本能的一刀横斩而去 举神刀绝断流 他横刀一斩空气中一片裂痕 这一刀既是攻击也是防御 斩出空间裂痕瞬间 刀领便看到落天的身躯 但与他想象中又完全不一样了 此时落天再不是火焰满身了 而是宛如金铁般的身躯外包裹着一层湛蓝色的光芒 不好是精神天赋 刀领看出了不对 但想躲却已然是晚了 落天顶着湛蓝的精神护盾冲开刀领的断流刀法 空间裂痕撕碎了落天的护盾 却并没阻止落天来到刀领身前 落天一伸手按在刀领肩膀上 精神力最原始的用法 精神冲击 落天直接就将精神力注入刀领体内 直奔刀领的脑海而去 没有什么技巧 也不讲究什么方法 简单且粗暴 靠的就是自己的精神力要比对方厉害 刀领顿时发出痛苦的惨嚎声 寻常舞者在与精神天赋舞者对拼时 吃亏就吃亏在这了 刀领口鼻渗出鲜血 他手中长刀还想挥舞 但是落天的话声觉再度变化 精神天赋直接被提高到了超等 立刻刀领单膝跪地 竭力阻止落天的精神力冲击入他的脑海 你给我光泰 刀领突然怒吼一声 身躯骤然膨胀 落天只感觉一股庞大武器 对他的精神力对冲过来 这完全就是同归于尽的架势了 落天也不客气 手中扶林戒指光芒一闪 爆 落天很干脆 直接就将自己的部分精神先给引爆了 无声的爆炸让刀领全身拒震 皮肉都开始渗出鲜血 落天也受到精神反噬 但是靠着自己不俗的精神力硬撑了下来 单膝跪地 刀领开始剧烈合作 眼都要睁不开的样子 落天则连退束步 脸色有些苍白 看来胜负已分了 哎 落执事果然很强啊 主天幕中 吕炎与吴淼一前一后地评论着 他们两人的看法也正是此时都城中大多数人的看法 还没结束呢 李全泽平静地说着 似乎两人到现在为止的战斗并没出乎意料 阎山也淡定地说 嗯 落天表现还算可以 实力也不错 但也就到此为止了 接下来 看刀领的表现吧 哪怕是到了这一刻 阎山对刀领依旧是胸有成竹的样子 吴淼和吕炎也感觉不对劲了 但是两人不好说什么 只能是朗生道 那我们期待接下来刀领的表现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主播追马 也欢迎您关注我的喜马主页 关注我更多的作品 谢谢 我的技能全靠简 作者欧阳云 由追马 狐狸 周末 杨安申 小时候 小树叶等主播 联合播讲 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第三百三十八集 破绽 街道上 刀领摇摇晃晃的站起身来 他将长刀插在地上 单手煮着 稳住自己的身形 然后睁开一只眼 看向洛天 能把我逼到这一步的三等指使 你是第一个 洛天看着刀领 你还有大招是吧 快点放吧 洛天勾勾手指 似乎并没有趁机干掉刀领的模样 原因倒并不是因为其他舞者所想的高风亮节 而是洛天还没看到刀领 把那巨神刀绝掉出来呢 功法都没掉 怎么可以结束呢 洛天可不想错过眼前这个好机会 看着刀领 洛天又道 你可认真点 别让我失望 放心吧 绝对不会让你失望 刀领黑黑的笑起来 接着手掌在长刀身一抹 缓缓道 巨神刀绝 巨神变 神力威能 长刀上发出轻盈 随后刀领身上的武器开始开假化 洛天还是第一次见到如此怪异的武器变化 这是功法能达到的效果吗 看起来比化身绝 好像还要诡异的样子 铠甲照身 刀领的身躯顿时变得宛如巨人一般 连带着手中长刀都披上了一层厚厚领甲 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巨型傀儡一样 脚掌一跺地面颤抖 洛天只稍微感知了一下 便大约能知道这刀领利元提升了多少 五倍到七倍的增幅 这可怕的效果 可怕的功法 我的天哪 是变身功法吗 太强大了 巨神刀绝居然还能有如此威能 洛之士看来又不行了 主天幕中 吴淼和吕炎已经开始狂呼了 他们还是第一次见到巨神刀绝最强的招式 李全和阎山倒显得十分平静 尤其是阎山 在他看到刀领参加第二轮时 换了一把长刀之后 他就猜到会有眼前的场面了 行人看不出 阎山李全这样的功法老油条 自然是清楚地知道 刀领换刀是个什么意思 在第一轮的时候 这刀领所用的刀 只是一把带有品接的好刀而已 无论是八品九品 但是不能说明什么问题 而到了第二轮 刀领用的却是一把特殊的宝器长刀了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这把刀的名字叫做灵刀 什么样的招式才需要换刀呢 这两人几乎是瞬间就猜到了 这个刀领定然是将巨神刀绝的最后那招 巨神变给修炼成功了 说实话 他们原来根本没想过 刀领能把超级功法掌握到这般地步的 一般来说 能把超级功法给彻底掌握的 那大多数都得是一等之士了 比如手握化身绝的无钱 区区三等之士 完美地掌握超级功法 这其他人还真的不是对手 在第一轮的时候 阎山还认为刀领有可能得略输落天一筹 因为他看出来 这落天不仅是丽元强 闽元金元同样都很强大 这刀领如果只是三重丽元增幅的水平 还真的打不过落天的 就像刚才那样 但是现在巨神变再加上刀领的特殊天赋 必胜无疑了 巨神变其实只是增加刀领的丽元 此时刀领身上的铠甲 其实是他的特殊天赋 石甲 鲜少有人知道这刀领的天赋 他自己也从来不张扬 当作是杀手锏来用的 这石甲天赋显然是五行中土之天赋一脉 其实从天赋角度来说 并不算多强 也就是普通的初等天赋而已 但是天赋强不强 那得是看谁用 怎么用 配合上巨神变 刀领这石甲天赋 就一跃成为了不弱于高等天赋的存在了 落天微眯双眼 感受到刀领身上传来的强横气息 厉害 果然很厉害啊 左眼竹龙 落天能看到刀领身上不断膨胀的气流 右眼破膜 落天则能看到刀领体内 那不断流转的武器还有一团团彩色光芒在不断的变化 然后落天就看到了其中的缝隙 想又怎么样 我还是看到你的弱点了 落天咧嘴一笑 此时正是他试验破膜眼的好机会 旁人以为落天是被吓住了 根本就没动弹 但是只有落天自己知道他在做什么 可以结束了 落天 刀领怒吓一声 领刀斩出七倍增幅带起立元漩涡 巨神刀剧 山域 无差别攻击 必无可避 刀领着一刀下去 四周护照都出现了成片的裂痕 几乎下课就要彻底崩碎了 连带旁边的内情指使都慌张的急忙后退 我的天哪 这还是三等指使对拼吗 无数人的心中都在惊呼 落天和刀领的战斗 无疑已经超过其他指使水平太多了 落天此事终于动了 他的身躯瞬间化为了杀猪刀的材质 他以化身绝防御 手中杀猪刀却是划出一个诡异弧度 斩向刀领的小腹处 刀领的灵刀击中了落天的身躯 落天双腿瞬间就陷入了地面之中 可怕的力量展在落天身上 落天顿时感觉自己身躯就像要军裂的瓷器一样 随时都可能彻底化为碎片 但他依旧扛住了 靠着皮更操肉更厚绝 靠着金属药剂 靠着化身绝 他硬是扛住了这一刀 而落天的杀猪刀则是顺着刀领铠甲缝隙 切进他的肉里 然后手腕转动 杀猪刀宛如刨钉解牛般撕碎刀领身上的铠甲 接着一股锋锐之气直接冲进了刀领体内 这看起来不多的武器 以冲锋姿态刚好截断了刀领武器的运转 这一刀简直是妙到巅峰 妙到毫离了 刀领愣住了 身上铠甲寸寸崩碎 随后又露出他的真容 他以一种十分惊恶的目光看向落天 你 你也懂 巨神刀绝 刀领显然认为 落天也掌握了巨神刀绝 否则没有可能如此精妙地破掉他的巨神变的 落天并没回答 只是淡然一笑 杀猪刀顺势抽回 刀领顿时感觉随落天抽刀而回 他身上的气力也随之同时泄去了 眼前世界开始旋转 手脚再无半分力气 刀领直直地栽倒在地上 四周一片的鸦雀无声 所有人都看呆了 包括主天幕中 阎山李全也都是大张之嘴巴 尤其是阎山 现在那嘴张的都能塞进好几个鸡蛋了 赢了 落之士获胜 他赢了 谁能想到最后获胜的是落之士 天哪 他到底是用了什么功法力挽狂澜 我没有看清 李全大人 阎山主事 你们看清了吗 吴淼和吕炎开始欢呼 李全已经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因为他完全没看明白 这还是他参加直视大赛以来 头一次没看懂到底发生了啥呢 他只能转头看向阎山 寄希望于阎山能出来解释解释 阎山自然是也没看明白 他本能感觉 落天很可能是用了某种奇特的功法 但是他不能这么说 因为他刚才还在说刀领必胜呢 这可太打脸了 简直是左右开弓 噼里啪啦的破鞋抽脸呢 先轻咳几声 遮掩一下尴尬 然后阎山就支支吾吾的说 这可能是 刀领直视的巨神刀爵 掌握得还不够 出岔子了 哎呀 可可惜啊 阎山说得自己都没底气 声音逐渐的低下去 吕炎和吴淼也是满脸尴尬 就连傻子都能听出来 阎山主事是在那胡舟呢 刚才还满嘴的刀领必胜呢 这怎么转眼间就成了学艺不惊了 不过阎山的超级执事身份在这儿 吕炎吴淼也不敢就真的正面怼他 只能是赶紧岔开话题 原来如此 但也要恭喜落执事获胜 拿下这关键的第一场胜利 落执事将以下得到两块号牌 他的排名瞬间来到了前列 街道上 落天缓缓变回了原样 杀猪刀收回腰间 然后踢了脚倒在地上的刀领 喂 爆功法 爆功法 天灵灵地灵灵 功法爆出来 不爆你是 你是王八蛋你 落天嘴里念念叨叨 然后就见到刀领翻过来的身躯下 多出了一个巨大的光团 功法功法 一定得是功法 落天弯腰去剪 装作要把刀领扶起来的样子 拾取超级功法 巨神刀绝 落天顿时心中一片兴奋 嘴角疯狂上扬 要的就是它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主播追马 也欢迎您关注我的喜马主页 关注我更多的作品 谢谢 我的技能全靠简 作者欧阳云 由追马 狐狸 周末 杨安申 小时候 小树叶等主播 联合播讲 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第三百三十九集 轰炸 落天执事获胜 内勤执事一边大声宣布 一边赶快走进来 帮落天一同扶起刀领 落执事 他就交给我了 你可以去进行下场战斗了 落天轻声问道 那 那一千点数呢 内勤执事回道 放心吧 已然记录好的赌约 是不会作废的 等刀领执事醒过来 乌塔自然会敦促他 在第一时间完成赌约的 这是你赢得的号牌 落天收起号牌 咧嘴一笑 行吧 您这护照也该修修了 我去准备下一场了 言必 落天快步离去了 周围围观的百姓 都在疯狂的鼓掌 打得好 落之士真是太厉害了 落之士 我买你全胜的 你可别输了呀 落天对四周的百姓挥手失忆 还没走几步 前方忽然就冒出了三名之士 落天 我要与你战斗 落天 来吧 继续比试 落天 你的号牌 我收下了 落天看着一下跳出来的三个人 先是一争 然后笑道 想跟我比试 追上我再说吧 言霸转身就跑 落天毫比犹豫 一头就扎进了人堆里 三名之士立刻破口大骂 落天 你个胆小鬼 胆小鼠辈 给我回来 哎落天 你是不是个男人 声音在背后逐渐远去 落天连回头骂的心思都没有 这三人一跳出来 落天就知道 他们想干什么了 车轮战嘛 趁着自己刚刚比试完一场 这三人来捡便宜的 落天用膝盖都能猜出他们现在的打算 无非就是用连续不断的战斗 来消耗掉他所有的武器 不给他喘息的机会 靠这种赖皮的方式来获得胜利 落天才不会上这种傻当呢 尤其是自己刚刚又得了一门新的超级功法 当务之急乃是找个地方休息 给他的愈合天赋一些发挥的空间 等到伤势愈合 再让武器恢复过来 顺便熟悉一下巨神刀绝 这才是正道 至于下场战斗嘛 手中已经有三个号牌了 落天是一点也不慌的 反正就算继续淘汰 也该淘汰手里只有两个号牌的指示 一时半会儿 自己应该是无比的安全 上哪找个僻静的地方啊 就房顶吧 落天先拐进了一个没啥人的小巷子 不等其他人追上来 便一跃上了房顶 几个藤魔之后就彻底消失在 所有群众的视线里 那些个想追他的指示 见此形状也只能是暗骂这落天 真是太狡猾了 然后就郁闷地离去了 而另外一边 张胖子也正在战斗 而他的对手居然是一名女指示 这三等指示中 女指示只能用凤毛麟角来形容 不是说女指示男生到三等 只是因为大多数的女指示 都去转当内情了 外情指示中 女性那是相当稀少 能见到一位都是运气 毫无疑问 胖子那运气是真没得说 尤其是他的霉运 那真是堪称一绝了 张胖子遇到的这位 恐怕是三等指示中 一位非常强的存在了 胖子跟他过了十来招 完全就处于下风了 对方无论是力圆敏圆 还是金圆 都是碾压胖子 尤其是使得一手幻影非真 都快把张胖子给扎成张刺猬了 哎呦 等等 别扔了 没地儿扎了 没地儿扎了 张胖子在护照里兜着圈子跑 脑袋上屁股上全是银针 那看起来就像是抢劫了针线铺一样 而他的对手 莫语莫之士 却完全没有停手的意思 他一边悠闲地扔着飞针 一边问道 哎 我是真不知道 你是怎么混到第二轮的 还不认输啊 真想以后都瘫痪在床吗 手撵一根金针 莫语莫直逊的目光 已经瞄准了张胖子 要害的部位了 这里恐怕是张胖子 目前为止唯一没中招的地方了 感觉到了无限的杀机 张胖子立刻停下来 先捂住关键部位 然后色立内人道 你再这样对我 我不客气了 你欺人太甚 我本来不想对女人动手的 你 你可别逼我 莫语扑斥一声笑出来 逼你 我就逼你了如何 你这点水平 还能反抗不成 你动手啊 你到时动手给我看啊 这可是你说的 动手 随张胖子一声勿赫 他依旧是站在原地没动 莫语瞪眼看向他 死胖子 耍我是不是 你倒是动啊 张胖子咧嘴一笑 我已经动了 莫语皱眉道 我看你是已经死了 去死吧 说着 莫语就打算用最后一根非针 来结果张胖子 但就在他手刚抬起的瞬间 却突然感觉自己的气力 像水流一样全都消失不见了 这诡异的情况让莫语微微的错愕 他扭头看去 就发现一只古怪的手臂正拽住他的脚踝 冰冷的触感 就像冻结一切的寒冰 莫语有些发愣了 不知道这手是从哪来的 然后他就看见张胖子扔出了一个硕大的圆球 我炸死你 张胖子轰天球正落在那里身边 就听轰的一声 莫语应声倒下被炸得血肉模糊 再也爬不起来了 就算有武器防御 张胖子的轰天球也不是那么好相语的 更何况莫语还被那只怪手吸收了力量 连武器防御都撑不开呢 一招致敌 张胖子总算长输口气 总算赢了 还好他脑子不太好使 莫语如果听到此时张胖子的评价 估计能被气得活活吐血 按照实力来说 他是不该输给张胖子的 刚才他的十招中 有九招都是在细耍胖子 谁能想到 这耍着耍着就阴沟里翻船 把自己给淘汰了呢 如果早点下杀手 张胖子怕是连还手的机会都没有 四等直士张骑胜 旁边内勤直士朗声宣布 同时将墨语腰间的耗牌 摘下来交给张胖子 跟落天不太一样 张胖子运气只能说是一般 墨语手上就只有一块耗牌 这块耗牌加上胖子手里自己的 也就是两块而已 毫无疑问 两块耗牌也并不安全 最多也就只能让胖子 休息一个小时而已 张胖子收下耗牌 然后迅速地把身上的银针拔掉 接着快步离去 准备寻找下个对手 胖子摇晃大脑袋左右张望 按胖子自己的估算 他能对拼的三等直士 还是挺多的 只要不碰上特别变态的 其他的基本应该也没问题 这边吧 刚才看到好像有不少直士都往这儿去了 看准一个方向 张胖子正欲转身离去 但是刚走到十字路口 人群中一个熟悉的身影就缓缓走了出来 此人环抱双臂 一脸笑意地看向张胖子 而张胖子见到此人 顿时也争愣在原地 来人向张胖子张开双臂 热情洋溢地说 哦 我可爱的弟弟好久不见呢 张胖子双骨沾沾 嘴唇哆嗦 脸上已经是血色进去了 来吧 我的弟弟 跟我站一场 让我看看这段时间 你的进步如何 张一面对胖子一步步走过来 这每一步都像踩着胖子 那虚弱的小心脏上 张胖子此时 在心中发出了无声的哀嚎 怎么就这么倒霉 遇上自己最不想见的人吗 他的亲姐姐呀 胖子脑海中 顿时浮现出了无数这些年 被他姐姐殴打的画面 每分回忆都是鲜血淋漓呀 一屁股坐在地上 张胖子像连反抗的心思都没有了 任由张一拖着 直奔最近的护照而去了 张胖子那肥胖的身躯 在张一手中就像没有分量一样 只是在地上拖出了一条 名为绝望的痕迹 人群中一些暗藏的指示 本来准备出手 结果看到张一出现了 纷纷收回了手 张一目光四下扫尸 宛如一把尖刀 从这些心怀不轨的人脸上划过 所有跟他对视的舞者 都感觉自己像是中了一剑 气都喘不上来了 身躯生疼 四肢僵硬 张一来到护照前 朗声道 三等直视张一 对四等直视张琪 内情直视看了张胖子一眼 咽了口唾沫 护照之外动手是不允许的 张一笑道 是的 我知道 我希望其他人也能知道 言毕 张一又扫尸四周 起名暗藏的直视 不敢再与他对视了 纷纷低头快步离去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主播追马 也欢迎您关注我的喜马主页 关注我更多的作品 谢谢 我的技能全靠简 作者欧阳云 由追马 狐狸 周末 杨安申 小时候 小树叶等主播 联合播讲 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第三百四十集 又是你啊 不远处的屋顶上 一等直视无前 看到张一 将张胖子拖进了护照内 他脸色十分不好 眼眸中吞吐着杀意 算你好运 死胖子 他重重冷哼一声 转身离去了 但是张一出现 他就知道 不可能再杀张胖子了 这张一虽然是三等知识 但是他的身份 他的实力 都不是一般知识 所能招惹的 无前甚至觉得 这张一的实力 已经达到一等知识的水准了 毕竟圣接功法在身 谁想动他 都得掂量一下 自己的实力究竟够不够 动不了张胖子 那就只能动身 去找另一个了 无前是杀意满满 今天要是在第二轮内 还是一个都解决不了 那就别怪他真的要坏规矩了 半个小时很快就过去 洛天找了一个僻静的角落 换了身衣服 然后还抽空 吃了碗面 反正呢 只要脱掉直指袍 再找帽子 遮住半边脸 谁都认不出他来 吃饱喝足 洛天感觉 不管是武器也好 身躯状态 也都恢复到了巅峰了 暗自比划了一下巨神刀绝 洛天感觉 自己对这门超级功法 也有了一定的了解 这才满意的起身负账 然后再把直视袍换上 本来没人注意到洛天的 这直视袍一换上 四周就是一片的惊呼声 洛天咧嘴一笑 随后快步离去了 而此时天幕中已经宣布 手中只有一块号牌的直视 全部淘汰 接下来 洛天要寻找的对手 至少都是两块号牌向上的 也就是说 此时参赛的直视 已经淘汰了 至少一半人了 洛天抬头在光幕中扫射了一圈 他想寻到张胖子的踪迹 却发现 张胖子 已经彻底没影了 我不会是 淘汰了 洛天还真有些担心胖子的安危 脚步加快 洛天闪身进入一条主街道 一转眼 洛天就看到前方 竟然是一群直视 四名直视围在一起 就站在护照之外 看着其中的战斗 而那里面 有一人正在痛殴自己的对手 那真是拳拳道路 招招见血 而他的对手 好像也已经没了反应力 就是在被他痛揍 一直等到对方 被打得奄奄一息了 那名壮汉直视才停手 旁边那群直视 赶紧宣布他的胜利 三等直视 请武胜 旋即 立刻将输掉的那名抬走 看其伤势 如果再不治疗 恐怕就有性命的危险了 洛天微微眯眼 前面这几人 好像都不好惹的样子呀 尤其是那个琴舞 出招间给洛天感觉 就像一头凶兽一样 他的舞技 定然是十分狂暴的那种 甚至很有可能 是那种以伤换伤 以血换血的打法 洛天可不想这个时候 和这样的对手交战 如果这是要最后一战 那还没什么 但是现在 需要收集耗牌的时候 遇到这种对手 那就很麻烦了 一旦不小心受伤了 接下来的战斗 就会出现大问题的 再加上这琴舞身边 还有四名直视 一看就是一伙的呀 就算赢了 估计也得陷入车轮战 麻烦 实在是麻烦 洛天转身就想走 但就在此时 人群中忽然响起了 一个声音 哟 这不是洛天洛直视吗 你是来挑战 秦直视的吧 哈哈哈哈 这洛直视 可是真正的高手 秦直视 你可输定了 随声而出的 又是一个熟人 洛天眯起眼睛看去 然后咬牙出声 寻向拳 又是你 是我 洛直视 别来无恙啊 寻向拳是满脸堆笑 还微微的躬身行礼 看起来十分谦逊的样子 此时那琴舞 已然走出了护照 他看向洛天 洛天 我认识你 你就是那个 不把咱们精英团 放在眼里的小子 洛天听到精英团三个字 就知道 麻烦来了 洛天朗声道 是我 秦直视对吧 咱们下次有缘再见 言必洛天转身就想走 秦武却突然甩手 一道武器如鞭子一般 卷住洛天 如此实质化的武器 让洛天微微一愣 寻向拳见状 继续在旁边煽风点火 哎呀别动怒别动怒 秦直视 虽然洛直视呢 从来就是看不上精英团的 虽然洛直视呢 经常说其他的知识嘛 都是废物 但你千万不能在这个时候报复呀 在护照外动手是不允许的 秦武文言眼中怒火更胜几分 谁说我要在护照外动手 我只是想留下洛直视的脚步而已 老三 你们去把洛直视给我请过来 他身边那四名直视 快步来到洛天身边 仿佛只要洛天感受一个不死 他们便不会管任何规矩 直接对洛天出手 周围的围观群众们纷纷议论 有的在说洛天懦弱 见到高手就不敢打了 有的则是指责秦武霸道 居然用这种方式来逼人鄙视 还有的直接就开始骂着 寻相权不是个东西 说话阴阳怪气 简直就是个老阴阳人烂屁股 寻相权文言对四周群众怒吼 都给我闭嘴 直视行事 需要你们叽叽喳喳吗 所有人都安静下来 洛天看向身边四人 再抬头看向秦武 眼中也有了几分怒气上涌 他不喜欢麻烦 但是麻烦真要找上门 洛天也并不怕 他缓缓转身 看向秦武 秦执事 这么想跟我比试 那我就不客气了 洛天伸去一阵 秦武的束缚武器 直接消散 他迈步走向护照 瞥了眼寻相权 比试可以啊 要不要再加点彩头啊 秦武也看了眼寻相权 可以 如果你赢了 当然这是不可能的 但只要你能赢 我就帮你灭掉这个寻相权 洛天咧嘴一笑 行啊 你赢了 你要啥都行 秦武低声道 那我可能想要你的命 两人轻轻握手 然后走进了光幕 寻相权离得比较近 听到了洛天和秦武的对话 煞时间 群相权就愣住了 这怎么还拿自己来当赌注呢 这秦武不是疯了吧 群相权转身就想走 却直接被秦武手下 那几名执事当场给拦住 明威老三的执事 推了下群相权 群姿势 别那么快走 看完比赛再说嘛 你在旁边三风点火 想把我们秦武哥当刀死 都得看看 那刀疯不疯利吧 寻相权额头冷汗 顿时下来了 他自以为自己智商挺高的 可以玩弄其他人 却不料是把自己给彻底玩了 再看老三等人 非常不善的样子 寻相权现在就只能祈祷 秦武可千万不能输啊 否则自己很可能就真的直接死在这儿了 这些精英团的执事 每一个都是出身不凡 来历惊人 其他执事可能会惧怕无塔的规矩 不敢真的对人动杀手 但是这些人会用一万种办法 来整死自己 哪怕是自己的师父 也是保不住他的 艳口唾沫 寻相权大声道 秦武之事加油 洛天去死 这才是寻相权最真实的想法 顿时又引来周围围观群众 一片的破口大骂声 真是执事中的人渣呀 护照内 秦武已经开始捏拳头了 他上下打量洛天一眼 我看你皮肉结实 立元不错 也是主秀爆发立功法的吧 敢不敢 跟我来讲硬碰硬的打法 别跟个娘们似的 多多闪闪 浪费时间 洛天耸耸肩膀 火怎么样都可以啊 就怕你不行 秦武笑了 哈哈哈哈 痛快 那咱们就开始吧 先从三成力量开始 虎星 秦武踏前一步 身上武器 瞬间化为了猛虎姿态 洛天身上也是火焰生腾 双方同时出拳 就听砰的一声 拳对拳 气静相撞 洛天顿时感觉 有股暗静 冲进了身躯里 仿佛真有只猛虎 进入自己的皮肉 撕咬他的武器 冲散他的筋脉 这是 吞山那海 洛天暗中开吞山那海诀 所有进入他身体的力量 顿时一扫而空 洛天脸色微变 这个秦武不简单呢 洛天气静反向爆发 一股暗静 也是强推过去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主播追马 也欢迎您关注我的喜马主页 关注我更多的作品 谢谢 我的技能全靠简 作者欧阳云 由追马 狐狸 周末 杨安申 小时候 小树叶等主播 联合播讲 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第341集 复制天赋 秦武的眼中闪过了一丝惊怒 他手掌一震 将洛天反击回的暗境 全部崩散 哈哈哈哈 够劲 他大笑一声 身上气势在宁 武成 狼牙 拳带尖笑再度出手 洛天也是手腕一番 龙化臂 光焰冲拳 两人这次拳头还没撞到一起 便有巨大的炸裂声响起 脚下一道沟壑出现 接着便是猪网般的碎裂 拳头再度碰撞 洛天拳上的火焰 似乎要点燃秦武的手臂 而秦武的武器也真如群狼奔腾 疯狂地冲击着洛天拳上的火焰 这招再撞似乎依旧是不分胜负 四周围观的观众已经不敢说话了 都是聚气凝神看着洛天与秦武对拼 别的看不出来 只听两人对拳的气暴声 就足以说明这两人力量有多大了 主天幕中 吕炎再度开口向阎山问道 阎大人 这场战斗你怎么看 阎山怎么看呢 阎山不知道该怎么看了 反正他的脸色是绝对不好看 刚才洛天打赢刀铃的场面 还历历在目呢 当时洛天赢了之后 阎山简直有种做梦的感觉呀 洛天最后那刀 他是真的看不明白 以至于刚才 他沉默了好长一段时间 现在吕炎又问他 洛天现在的战斗如何 阎山是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了 他的心里一千个一万个 不愿承认洛天很强 但现在的情况就是 在他看不懂洛天招式的情况下 任何判断都是没意义的 谁知道洛天 等会儿会不会又来刚才那么一刀呢 片刻沉默 阎山轻渴两声 秦武啊 也算是三等知识中的精英了 所用的功法 应该是乌塔的高级功法 万寿拳 实力是相当不错的 阎山绝口不分析胜负的问题 只是说秦武不错 让大家自己去想 吕炎五秒 听秦武用的拳法 居然只是高级 不又有些失望了 可能是这段时间 两人见识了太多的超级功法 甚至还有圣级功法的原因 所以对于高级功法 都有些免疫了 吕炎是看出来了 阎山这时被打脸次数太多 已经不想再说胜负了 转而又问李全道 李全大人 您对这场比试怎么看 李全一脸的无辜 阎山刚才被打脸 自己又何尝不是呢 说实话 做功法解说这么多年了 落天这样的情形 实在是少见中的少见 稀奇中的稀奇啊 真的到现在 他还在回想落天那最后一刀 到底是什么功法呢 真的是从没见过 杀伤力什么的都没法判断 面对吕炎的问题 李全也只能是苦笑一声 不知道 落之士的功法实在是 让人惊异啊 所以我也不好说 落天与秦武的战斗 谁能获胜 我只能告诉大家 千万别小看着秦武的万寿权呢 这种功法呢 确实只有高级 我的天哪 现在高级功法都变得不值钱了 也真是令人没想到啊 他的功法是可以进阶的那种 以现在我的判断呢 秦武的万寿权 十有八九 应该是已经进阶了 不过是从哪方面进阶的 那就得看秦武 接下来的表现了 听完李全的解释 都城中众多舞者 纷纷发出了恍然大悟的声音 原来是已经进阶的高级功法呀 那确实与落天有的一拼的 现在落天的化身诀 已经是深入人心了 甚至在变身功法方面 已经超越无前了 李全说到这里 就不再继续往下说了 其实李全还看出了一些东西 那就是 这个秦武 定然还有其他力量没有展示呢 比如天赋之类的 他记得秦武此人 在武塔中也是相当有名的一位 似乎是什么精英团的干事 这精英团 乃是武塔执事中相当特殊的存在 据说就是专门用来培养 超等执事的小团体 要想进入精英团 厉害的天赋 强大的功法 那都是必须的 而且进入之后 必须成为拔尖的存在 似乎还会得到一份 专属提升药剂 可以开启一部分的额外力量 李全对此呢 就只是听说而已 却从未见过 也许今天就能有幸见到了 街道上 武城力量对拼 落天秦武依旧是大了个平手 落天的龙化币 与秦武的狼牙再次不分胜负 但是两人留的力就不一样了 落天感觉自己至少用上七分力了 毕竟龙化币都用出了 再想向上提升 要么开启化成绝 要么开启巨神刀绝 但是秦武如果真如自己所言 只用到了五分力 那证明秦武在力源使用上 或者在力源爆发上 已然是超过落天了 落天嗅到了一丝丝的危机 也隐约察觉有点不对 秦武嘴角闪过一丝轻笑 接着怒吓一声 嘿 七分力 龙象 拳出如山倒 净开四万寿 出招瞬间 周围地面石板都跟着飞起了 落天在惊诧中也开启了化声诀 冰霜 高等冰霜天赋 冰之躯 连续几声爆响 秦武全境居然是三重爆发境 打得落天手臂上冰茶乱飞 但是落天拳头还是将它抵挡住了 冰寒之气迅速冻结了秦武的拳头 而与此同时 落天终于感觉到有哪儿不对了 秦武的拳上有一圈圈细微的弃弦 这些弃弦平时看不到 但现在冰茶乱飞 大家终于清楚看到一圈圈弃弦 带动着冰茶在旋软凝结 切力打裂 原来你是在靠着我的力量叠近 落天一脸恍然 秦武咧嘴笑道 嘿嘿嘿 没错 很少有人能发现我的小秘密 没想到今天被你找出来了 不过 你现在发现 已经有些晚了 落之事 使我全力一计 十分力 洪荒 一拳出 落天眼前世界的色彩仿佛全都消失了 天地间就只剩下秦武 这浩然一拳 借助对方的力量 用出超越自身力源的一拳 这就是秦武从万兽拳中所领悟出的真谛 也让他超越了高级功法 迈入了超级功法的一击 这一拳凝视到了极点 近距离 无可躲闪 只能硬拼 落天眼神一领 怒喝一声 巨神刀绝 三神登力 化身绝佳 巨神刀绝 一瞬间 落天的冰霜之躯 再次膨胀一倍 硕大手臂 宛如真正的寒冰巨人一般 出拳 轰了一声 两人全境相撞 落天也爆发出了三重叠境 依旧是拳对拳 但是两人力量 已经轰出了武器炮的效果了 一面震起几丈高的土浪 将两人身躯完全包裹 无论是四周观众 还是主题目中 正在观看这场战斗的 阎山和李全 都被两人的对拼 所震撼住了 阎山也好 李全也罢 此时更在意的 并不是两人 这一招的力量究竟有多强 而是落天 刚刚用出的功法 李全轻声道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 刚才落天用的是 是巨神刀绝吧 他的话 让屡言无秒 都是满脸错愕 巨神刀绝 那不是刚才 刀领直序的独门功法吗 怎么突然摇身一变 跑落天那去了 阎山面臣似水 缓缓回道 是巨神刀绝啊 三倍增力 有了阎山的确定 整个都城一片哗然 落天只是和人战斗 就能学会其他人的功法 这也太强了吧 人群中 无钱 倒是脸色平静 落天从他这 学走化身绝石 他就已经深深怀疑 落天有着复制类的天赋 否则根本没法解释 落天怎么可能 学会别人的功法呢 凡是此类天赋 都有致命的落点 无钱不以为然地冷哼一声 他说的是正常的经验之谈 而此时主天目中 李全也跟着接口说 这应该是复制类的天赋了 原来落只是最强的地方 是他的学习复制能力 难怪在他释放火焰 又释放冰霜时 我就觉得不对劲呢 哪怕是化身绝 也不该如此变化呀 如果是复制能力 那就说得过去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主播追马 也欢迎您关注我的喜马主页 关注我更多的作品 谢谢 我的技能全靠简 作者欧阳云 由追马 狐狸 周末 杨安申 小时候 小树叶等主播 联合播讲 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第三百四十二集 诸突猛进 听李全分析 骆天很可能是复制天赋 阎山也直接给骆天下了评语 这种能力嘛 也就是表面强而已 但凡复制 快速学习 瞬间记忆这些能力 那都有着极大的缺陷 要么就是消耗生命力 会导致武者过早死亡 要么呢 是复制学习来的能力 根本就无法修炼提升的 甚至一辈子都达不到原来主人的水平 还有便是会消耗极多的武器 导致施展起来还不如自己本身的功法 积累的天赋 本来许多武者对骆天都是艳羡不已 此时听完阎山的话 也是常常的叹息一声 但是他们哪里晓得 骆天的能力 根本就不是他们所想的什么复制天赋 系统带给骆天的能力 远超他们所有人的想象 而且总有一天 会以别样的方式让他们意识到 骆天的天赋是这天下独一无二的强 这一拳对下来 骆天和秦武又是各推术步 骆天感觉自己拳头有些发麻 冰霜之躯有消散迹象 他以化身诀加巨神刀诀 两大功法的威力 居然才是堪堪跟秦武对了一个平手 这足以说明秦武刚才那拳有多厉害了 而秦武何尝不是有些发懵呢 自他的万寿拳炼至大成 学会这种夺力叠进之法后 几乎是未尝敌手 甚至就算是一些二等之士 也不敢跟他对拳的 今天他一开始就用言语套住骆天 让骆天顺着他的协奏来进行全境对拼 按理来说应该是十拿九稳 绝对能拿下才是啊 可是现在的情况 跟他想象的完全不一样了 骆天是顺着他的节奏来拼了下去 但结果却是他输了半仇 没错 骆天以为是平手 但是秦武自己清楚 他已经受了内伤了 最后一拳中 他已经将所有夺来的力量 全都释放出去了 以至于对拼之时 他再也没有力量对骆天的冰霜之气来进行防御 体内经脉已经被冻结两成了 别看区区两成啊 足以让秦武 接下来的战斗力锐减四成不止 而最关键的是 他看出来骆天好像还留有余力的样子 化身绝技没崩溃 腰间的那把杀猪刀也没出窍呢 秦武眉头跳动 忽然朗声道 骆志士 投降输一半怎么样啊 我认输了 但我只给你一块号牌 骆天愣了一下 我还能这么玩吗 你有几块号牌啊 三块还是四块 秦武道 这很重要吗 反正给你一块 咱们结束战斗 留点余力对付下场嘛 骆天摇摇头 不 我要你全部的号牌 秦武脸色冷下来 力声道 骆天 你可别太过分了 刚才你把我强拽进来比试的时候 有没有考虑过过不过分的问题 这么说 就是没得谈 秦武手掌按向腰间 眼神变得锐利 骆天也缓缓抽出杀猪刀来 你把号牌全交出来 咱们就有得谈 秦武一咧嘴 那就是要我死 对不起啊 刚才也有人要我死来着 秦武彻底闭嘴了 他清楚地知道 再跟骆天斗嘴 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深吸口气 秦武此时居然还闭上了双眼 他的动作仿佛是任人宰割的样子 但骆天却感受到了危险 他的精神力在不断提醒他 秦武接下来的招式可能极度危险 骆天微眯双眼 将自己所剩不多的武器全部凝聚起来 同时吞山那海绝开启 疯狂地吸收四周的天地灵气 以至于他身躯周围都开始出现了肉眼可见的气旋 在无面药剑的改造下 骆天现在身躯的每处毛孔都可以吸收天地灵气 武器在迅速恢复 同时骆天也准备好了精神护盾 猛然 秦武再度睁开双眼 此时秦武双眸中已经是一片的精芒 骆天很突兀地从秦武身上感受到了凶兽气息 但在左眼竹龙之眼的观察下 秦武身上却是半点妖气也没有 不对啊 难道秦武是妖凶 不可能啊 当众展现妖凶 他真的不怕死啊 骆天 你准备好受死了吧 秦武的声音变得沙哑 整个人气势在不断攀升 在骆天现在的感觉中 就像有只硕大无比的凶手 在秦武体内 苏醒了一样 真是凶手 骆天眉头紧促 忽然心中一动 从戒指里摸出一块精石 这是最近几天 骆龙加班加点 给他制作的血精 其中有一缕缕飘荡的红色血液 正是骆天的鲜血 经过骆龙这些天的改造 这块血精对凶兽的震慑力 变得更强 需要的鲜血也变得更少 而最关键的是 使用之后会直接灰飞烟灭 不会留下任何的踪迹 甚至连粉尘都很难留下 保证骆天的小秘密 不会暴露出来 为此骆龙头也算是煞费苦心了 按照他的说法 自己活的时候 给自己做东西 都没这么细致过 紧握青石 骆天就见秦武的身躯在不断膨胀 不过几夕时间 秦武身躯就膨胀了一倍不止 呼吸间 鼻孔中都有白烟喷出了 越来越像是真正的凶兽了 主兔 秦武一声怒吓 脚掌在地面重重一摞 展开冲锋 这招的名字不好听 但是力量速度都是不容小觑的 秦武周身开始出现了峰之屏障 这是力量达到一定程度 才会出现的空间褶皱 骆天看着秦武身体动的瞬间 便扔出了手里的金石 就听咔嚓一声脆响 然后一阵白烟 就包裹住了秦武 白烟中有血色隐约闪现 但是除非距离很近 否则真的根本就察觉不到的 接着神奇的一幕就出现了 已经冲过白烟的秦武 忽然停住脚步 接着就以万分怪异的表情 看向洛天 他脸上似乎写满了不解 眼中更是有光芒不断的闪动 洛天倒是十分平静地望着他 然后心中多了一份猜测 看来像许家那样的研究 在五塔中也没有断绝啊 不过人家的研究水准 可比许家高多了 洛天对秦武轻轻一挥手 然后清晰地吐出了一个字 滚 像是 秦武就真的很听洛天的话 调转方向直奔护罩就去了 就听轰隆一声 护罩崩碎 但是护罩爆炸的力量 依旧是阻挡住了秦武 秦武身躯翻飞 重重摔在地上 所谓猪装树上了 也不过如此 满身是血的秦武 彻底失去了身躯变化能力 他躺倒在地上 意识到还没有完全消退 张着嘴巴似乎想说些什么 秦哥 老大 赛场之外 几名直士纷纷发出了叫喊 他们似乎还想冲过来 但是旁边内情直士 却一把将他们拦住 彼时还没结束呢 擅自进入 要剥夺资格 这几人这才停下脚步 焦急地望向秦武 骆天大步来到秦武身边 平静地说 哇 你这力量来源不正啊 骆天若有所指 秦武也终于像想明白了什么 原来 原来你就是这样过的第一轮啊 怎么 你要去向无他举报我吗 看样子 你好像不怕举报 自然是不怕了 这不是你一个区区三等直士 能管的事 骆天点点头 说点对 此事之大呢 恐怕连一等直士都管不了 但并不妨碍 我碰到你这样的直士 剑一个灭一个 说话一脚上去 骆天狠狠踹在秦武脸上 用力之大 仿佛要把秦武直接踹死的样子 一脚 秦武彻底昏迷了 骆天再度抬脚 旁边的内勤直士 力声喝道 骆天的脚没有放下 只是平静地问道 如果他赢了 你也这么说 内勤直士朗声道 那是当然 鄙视不是杀人 整个都城都看着呢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主播追马 也欢迎您关注我的 喜马主页 关注我更多的作品 谢谢 我的技能全靠简 作者欧阳云 由追马 狐狸 周末 杨安申 小时候 小树叶等主播 联合播讲 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第343集 救命通知 听那位内勤直士说 这是鄙视 不是杀人 整个都城都看着呢 骆天明白的点点头 但是还是又给了秦武一脚 这脚力量就小多了 没有直接踹死秦武 旁边几名直士 看得眼都要喷出火来了 忍不住就要上前 找骆天继续决斗的样子 骆天根本没理会他们 自顾自地 将秦武塞在袖子里的 号牌取出来 果然也是三块号牌 不多不少 再加上骆天手中的三块号牌 一共就是六块 照这样的效率 再来异常比试 估计就能凑到十块号牌了 骆天 我要挑战你 骆天 把号牌放下 我要和你战斗 秦武那些小伙伴纷纷走上来 骆天就知道 情况会变成现在这样 如果输给秦武 他会死 但是赢了秦武 也会进入车轮战的境况 但事情既然已经如此 骆天自然是没有逃避的可能了 他一扫面前几名直士 笑着说道 好啊 再赢你们其中两个 我这号牌差不多就够了 这么说着 骆天就接受了鄙视 而此时天空中又有声音再度响起 所有参赛直视 获得五块号牌以上者 请在两小时后来天空战斗区域 再提醒一次 所有获得五块号牌以上者 请在两小时后进入天空战斗区域 五块号牌以下者不可在此期间挑战五块以上者 拥有五块号牌以上的执事 请在两小时后再进行战斗 此期间为休息时间 请还未获得五块号牌的执事 抓紧时间战斗 两小时后 五块号牌以下者淘汰 这通告一响 骆天顿时乐了 面前那几名执事立刻脸都仗成猪肝色了 不能挑战了 骆天就站在他们面前 但是他们却不能挑战骆天了 骆天双手一摊 看来你们运气差几分 迈步向前走 骆天忽然又想起了什么 一指旁边那个正要溜走的寻向拳 我记得我和秦武执事还有约定啊 诸位 你们不想秦武施约吧 几名执事立刻气愤的将寻向拳拽回来 拖着寻向拳就直接向那破碎的护照里走去 寻向拳则是连声尖叫 不是 你们敌人不是我呀 是骆天 是他呀 你们撞我干什么 别打 别打了 我是你阻挡的 哎呀 惨嚎声很快响起 骆天站在旁边观赏了一会儿 然后缓步离去了 两个小时足够骆天恢复了 他此时倒是很想知道 这个通知是凑巧发出来的呢 还是有人在暗中帮他 不对 仔细想想 也许更像是要害他吧 此时此刻 无塔总部 唐主寺看着面前发布通知的小执事 轻轻点点头 那小执事谄媚地笑道 唐主寺 您看这样安排可以吗 唐主寺点头道 可以 把天空战斗区域打开吧 等下让所有的五块号牌以上的执事进入 然后展开混战 只留下最终站着的三人 小执事连连点头 是 今年战斗大赛 那可真是好看呢 唐主寺 我能多问句吗 那个骆天不是听说得罪您了吗 为什么您还要专门发这通知 来帮他解围呢 唐主寺平静地说 解围 你哪里看得出来是解围 我倒是觉得再晚一刻 他十块号牌就要第一个集齐了吧 小执事顿时愣住了 似乎是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 唐主寺这一话的意思 唐主寺大步离去 在旁边坐下 他拿出一块记录金石 其中正在播放的 正是洛天刚才与秦武对战的画面 唐主寺看着洛天 与秦武那最后的交谈 似乎在读唇语 一遍又一遍 唐主寺将这段画面 翻来覆去地仔细观瞧 眉头却是越锁越紧 这五块号牌通知一出 整个都城的战斗 便立刻进入了白热化阶段 没有拿到五块号牌的指示 都在疯狂地寻找自己的对手 到这一步了 除非是实力特别强劲的指示 否则 其实对上谁 都没有绝对的胜算 张一胜 霓裳圣职这徒弟 圣街功法拥有者 精英团的大姐头张一张之士 很快就凑齐了需要的五块号牌 而他的对手 基本上不可能在他面前 走过三招的 张一轻描淡写拿下胜利 收起号牌来到护照外 拽着在旁边观看的张胖子 我可爱的弟弟 走吧 休息一会儿 跟我去天空战斗区了 张胖子缩着脑袋 跟在自己老姐的背后 用蚊子大小的声道 姐 你抓我干啥呀 我就来混混而已 本来我都有两块号牌了 要不是遇到你 说不定我能混到第二轮呢 张一淡然道 你 混过第二轮 这么跟你说吧 如果我不来找你 你现在已经死了 张胖子探头探脑看向四周 没这么夸张吧 谁要杀我 你真不知道是谁吗 我可是查到 你把人家儿子都弄死了 我亲爱的弟弟 这才多久不见 长本事了 我原本以为你是把人咒死的 结果居然是亲手杀的 张一的语气 丝毫没有责怪的意思 反而有点像在开玩笑 张胖子挠挠头 生死相搏 哪能想到这么多 况且我也真不记得 我是怎么杀他的了 反正洛哥说是我干的 那肯定就没错了 张一道 对 还有你那个洛哥 也是个惹是惊 你们俩在一起干外情才多久 先后就遇上多少魔修鬼修了 听说魔修府邸都去了一趟 可以啊 多少只是一辈子 都被你俩的精力丰富 这次还抓了个圣职弟子 再让你们干几年 是不是打算翻天啊 张胖子无奈道 不是我们找麻烦 是麻烦找我们 这个我信 你的运气从来就不好 不过我是真的没想到啊 我这个胆小的弟弟 居然能在外情执事界 混得风深水起 已经是四等执事了 生得比我都快 我现在才是一个候补二等而已 那算是二等吗 张胖子惊喜地问道 张一一白手 说是也是 说不是也不是 怎么说都行 我亲爱的弟弟 我想见见你那位洛哥 你看如何 张胖子又道 为什么 你是要揍他 还是打算夸奖他 都不是 我是打算警告他 以后离我的弟弟远一点 跟着他 你又是杀人又是惹事 听说几次 都快要把性命丢掉了 我可不希望 我的弟弟死于非命 我会告诉他 以后让他自己办案去吧 至于你嘛 我最近想了想 我觉得你原来的想法挺好 转行去当个内情之士吧 汉烙饱收 可以混吃等死一辈子 由我保护你 就算无钱也不能拿你如何 他要报复 就去找你那个洛哥吧 张一话还没说完 张胖子却突然停下脚步 张一停下转头看向胖子 却是惊讶地发现 张胖子眼中 有着冷冽的光 张一恐怕这辈子 还是第一次见到自己弟弟 有这般表情 他轻声问道 怎么了 就听张胖子一字一顿地回道 我不当内情之士 你也别找洛哥麻烦 张一抱住手臂 面带微笑看向张胖子 你现在喜欢当外情之士了 你不是挺怕死的吗 是因为你那个洛哥 张胖子咬牙 我自己的事 不用你管 张一脸色有些冷下来 嘿小胖 你又想找打事吧 你再敢跟姐姐我这么说话 小心我打掉你身上的 每一块肥肉 张胖子立刻全身打了个冷战 但是还是倔强地说 我的人生 不用你做主 小胖 你欠揍是吧 张一身上武器开始闪亮 张胖子连退束步 大声道 我愿当外情之士 我就愿意跟着洛哥 继续抓目出妖 你要真是我姐 就别拦着我 否则我 我 你想如何 张一面带韵色 捏住拳头 就见张胖子 突然转身就跑 同时大叫道 我就跑路 再见 严毙就见张胖子 一个飞跃 钻进旁边 张一就听到里面 一阵的噼里啪啦 过碗瓢盆声响 也不知道张胖子 又撞碎了 谁的房门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主播追马 也欢迎您 关注我的喜马主页 关注我更多的作品 谢谢 我的技能全靠简 作者欧阳云 由追马 狐狸 周末 杨安申 小时候 小树叶等主播 联合播讲 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第三百四十四集 扯平 张一没有去追张胖子 反而是看着胖子的背影 逐渐远去了 还真是挺讲义气啊 我这个地点 真的是快变得 我都不认识了 落天是吧 我倒是真的很想看看 你究竟有多大的魅力 抬头看向天空 张一捏紧拳头 目光如见 想来是等到天空战斗区一开启后 他要好好的让落天知道 带坏别人弟弟是个什么下场 而这边 逃过一劫的张胖子 立刻拿出了通讯金石 然后疯狂地叫喊 落哥 落哥出事了 我姐找你去了 你注意啊 你可千万别死了 另外一边 此时落天又找了一个僻静的好去处 正在休息 这是一个偏僻的小酒馆 位于小巷深处 店老板呢 估计出去看鄙视了 所以酒铺大门关闭 但是门口桌椅却都还在 这让落天可以好好休息休息 顺手从门口拿了一坛酒 落天就自顾自地喝起来 反正等会走的时候留钱就行了 正喝得开心呢 落天就突然感觉有人在窥视自己 同时戒指里的通讯金石 也开始发出微微的热量 落天没空拿出金石观看 就见小巷入口处一名舞者 缓步走了进来 落之士 好雅兴啊 这名舞者满脸堆笑 眼睛眯起 八字胡挂在嘴边 手中捏着一把 薄薄的飞刀 落天瞳孔微微收缩 随即转头向后看去 那里也有一名舞者走出 乃是一个身材高挑的瘦子 手捏一根竹棍 站在落天的身后 哎呀 果然麻烦找上门了 没想到这样都甩不掉你嘛 落天苦笑一声 然后朗声道 吴贤 指示 你还不出来吗 咱们聊聊吧 话音刚落 小巷入口处 吴贤 缓步走了出来 一脸肃穆的吴贤 走到落天跟前 你既然能猜到是我 所以有些事情 我就不用再多说了吧 杀人偿命 天经地义 哎呀 我说吴指示啊 你也是堂堂一等指示 你难道真的不知道 你儿子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吗 他要杀我们 我们自然不可能躺那认他杀了 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情况 难道你就真的没有经历过 吴贤点点头 我知道 但死的是我的儿子 我的独子 他不能白死 而且 你也不该骗我 当时你见到我的第一日 就应该知道我是谁吧 可笑 我当时还把你当成了不错的后辈 落天淡定地说 我知道 但是我也没下黑手啊 我甚至还救了你 这就是你跟我的不一样 落天目光灼灼 而吴贤则是捏了捏拳头 对 我至今也想不明白 你为何要救我 你应该让我死在那里 就不会有今日 我有我的原则 我和你儿子有矛盾而已 你儿子已经死了 我跟他的恩怨已消 吴贤叹息一声 你是个不错的知识 但可惜 你杀了不该杀的人 落天的手已经按在杀猪刀上了 有些事情该做 就必须做 有些事情不该做 就一定不做 吴贤之士 我最后还是劝你想想 在这里杀了我 恐怕你也得陪葬吧 吴贤不说话了 跟随他一同来的两名武者 倒是卖不上钱 将落天包围在了中间 吴贤是跟他这小子费什么话 赶紧弄死了算球 什么你杀我 我杀你的 吴贤是 要报仇就快些 等会来人了 被看到就麻烦了 吴贤依旧没有说话 倒是落天身上 武器开始生腾 眼看三人即将动手 吴贤却突然出声道 行了 所有人的动作都立刻停下来 齐齐看向吴贤 此时吴贤 缓缓伸出一根手指 一次 你救过我一次 我也还你一次 落天 你听好了 我今日放过你 但是下次 我们再见面 你就死定了 落天有些争论地看向吴贤 吴贤大手一挥 走 旁边两名舞者对视一眼 也没办法 老板都发话了 他们也只能是缓缓后退 落天一直等到 吴贤等人都退出小巷了 这才长出口气 他现在的情况 确实十分危险 刚刚经历过一场大战 武器不足 战力未负 面对吴贤这样的五旋径高手 确实是没有多少胜算的 再加上两个实力明显不弱的巅峰武师 落天是连逃走的机会都非常渺茫的 本以为今天肯定是一场血战了 没想到吴贤居然真的退了 这个吴贤虽然顽固于腹 但可能并不是不讲理的人呢 扯平了 行吧 就算扯平了 下次我得更加注意些才是了 落天终于注意到 自己这段时间有些不够小心了 尤其是今天 虽然他这样找地方藏起来 是躲开了百姓 却也招来了杀身之祸 看来以后做事 还得多思多虑 落天可不愿哪天 就这样把性命给丢了 缓缓从戒指里摸出了通讯金石 立刻张胖子的叫喊声 就从金石里传出来 啥呀 你解着我干啥 死胖子 你是又把我给卖了是吧 落天翻了个白眼 心中暗响 刚升到三等之士时 就不该直接将胖子 添加为直接联系人呢 摇摇头 落天放下一枚银币 然后转身离开了巷子 落天是真的有些害怕 吴贤 再杀个回马枪 然后再来这么一句 哈哈哈哈 落天又见面了 这是第二次了 如此不要脸的直视也不是没有 落天也见过很多个了 这时 走出小巷的吴前 重新换上直视袍 跟随他的两名舞者 也同样换上了直视袍服 只看衣服就知道 这两位居然也是堂堂的三等直视 两人现在已经没有刚才的狂傲了 反倒十分恭敬地站在吴贤的身后 绕过一片街巷 吴贤方才停下脚步 总算扯平了 身后寿高直视问道 吴大人 您为什么故意要来这么一出啊 其实我觉得刚刚真的是不错的机会 弄死他了也不会有人知道 令您直视也是连连点头 显然都是同样的想法 吴贤冷声道 愚蠢 你们以为其他直视查不出吗 别的不说 单说圣之天师 他就有一百种手段能找到你 而只要他找到你 你就别想逃跑或是撒谎了 我等就如骆天说的一样 得给他陪葬啊 暗中杀死圣之助手 是个什么罪过 你们可以自己去查查 恐怕和叛国投靠凶兽 没什么区别了 那咱们刚刚这纯粹是在吓唬他吗 寿高直视再度出声 吴贤点点点头 算是吧 也算将我欠他的人情 彻底还给他 况且 他也快死了 临死之前 我还真想看看 他会不会后悔 会不会求饶 快死了 何解啊 两名直视都是一脸茫然 他们都不知道吴贤究竟说的是什么 他们不去动手 落天怎么会快死了呢 吴贤缓缓道 我让阎山主事 请了那个男人出手 他答应了 那个男人 你说的是 谦换直视 天哪 他真的答应了 他不是去年已经升到一等了吗 按理说 他不能再参加直视战斗大赛了才对啊 两名直视都是满脸惊愕 谦换直视 就是乌塔中传说的那个男人 这人据说从加入乌塔以来 就从来没有以真面目示人过 他的天赋 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伪装天赋 据说 他只是一名无等之士时 就可以随心所欲变化成任何人的样子 男女老幼高矮胖瘦都没问题 靠着这招被他戏耍过的直视 那是不计其数 有名直视曾经因为得罪他 被他整整戏耍了几年 只要这直视去找相好的 遇到的都是谦换直视 你能想象 正在床上与你雨水相欢的女人 突然变成飙行大汉的那种感受吗 来回几次 这名直视 被折磨的就彻底告别女人了 现在正在边疆杀凶兽呢 再也不敢回来了 如此彪悍的战绩 直接就让人闻之色变 听者动容 再强的直视 也不想去得罪谦换直视 所以在五塔中 被尊称为 那个男人 去年谦换直视 据说是有了大突破 一步迈入了五玄境 随后五塔就直接将其 提拔为了一等直视 本来以他的贡献值 想要升一等肯定是不够的 但是事情报上去 投票决定的几名超等知识 竟然没有一个去反对的 他们都是害怕 自己会被这谦换直视 给惦记上 那从此 就跟女人无缘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主播追马 也欢迎您关注我的喜马主页 关注我更多的作品 谢谢 我的技能全靠简 作者欧阳云 由追马 狐狸 周末 杨安生 小时候 小树叶等主播 联合播讲 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第三百四十五集 千换 哪怕是吴钱 提到谦换直视 也会面色微变 他曾经有幸 跟这谦换直视 打过照面的 当然了 见到的并非 谦换直视的真容 而是谦换直视 伪装成超等知识 唐大人 找吴钱 要了一个任务的资料 那真是 从声音到体型 到每根头发丝 都没有任何的破绽 他把资料给出之后 唐主是又来询问时 吴钱才知道 自己上当受骗了 但也没办法 唐主是自己 都不敢多说什么 只是说了两声 算了算了 就不再多言语了 吴钱更是把此事 压在心底 谁也不敢说 从那以后 他见到谁 都会多几分小心 吴钱这次 专门请签换直视出手 要的就是彻底的灭杀落天 一位一等知识 伪装成低等知识杀人 那是简单到不能再简单了 而且弄死落天之后 签换直视 还可以变成其他的样子 然后潇洒离去 这就是签换直视的行事风格 这人贪财小气 心胸狭窄 而且没什么原则 这从他恶整别人 甚至能跟别人上床 就能看得出来 这货做事 那是没有任何底线的 不过签换直视 还有一个优点 那就是守信用 只要是他接的任务 就没有完不成的 只要他答应的事 就一定会做好 一做到底 靠着这个优点 签换才能在吴塔 继续混下来 否则吴塔早就把这毒瘤 给赶去边疆了 关于签换直视的事 你们不要说出去 他现在伪装成了 哪个直视 没有人知道 反正你们明白 他肯定会完成 我的任务 就行了 吴钱平静地说 身后那瘦高个儿直视 总算明白 为什么吴钱 如此有信心了 一个一等直视 用偷袭的手段 去偷袭一名三等直视 那真的也是 一击必中啊 更何况 以签换直视的行事作风 定然是在骆天 完全想不到的时候出手 骆天这样要是还不死 那才有鬼呢 行了 两位 先走一步了 我找地方看比试去了 今天知识已结 希望以后 再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 吴钱面上 有几分忧伤 几分哀愁 确实 这样的事情 应该不会再发生了 因为他无钱 也再没儿子 可供别人杀了 两名直视抱拳拱手离去了 那瘦高个儿直视 嘴里念念叨叨的 千万直视啊 哎呀 这可是传说啊 我要是也有伪装能力就好了 想变成谁就变成谁 想睡谁家的媳妇 就睡谁家的媳妇 哎 美得很美得很 他身旁的八字呼指示笑了 没想到 你还挺骚啊 那你告诉我 你想睡谁家的媳妇 瘦高个儿直视闷骚道 我喜欢谁你还不知道吗 当然是 等等 你 你谁啊 他忽然停下脚步 在他面前 那个八字呼指示 迅速身躯变化 转眼间就变成了一名 风姿卓绝的少妇 嘴角一颗美人质 身材妖娆眉目传情 一身红衣似火 带着娇笑问道 是我吗 瘦高个儿直视 差点下尿了 他哆嗦着指点面前的少妇 你是 你是千万大人 千万倾笑一声 你这样的人 怎么配拥有伪装天赋 滚吧 下次小心我变成你爹 瘦高个儿直视连滚带趴离去了 根本不敢有丝毫停留 千换直视抬头望向远方 可惜了 就差一点 今天这么好的机会 那吴钱居然是忍住了 他要今日出手 我不就顺带把它解决了吗 可惜 可惜啊 这自古 最是犹豫最害人呢 干大事而牺牲 无钱啊 无钱 你也不过如此 千换直视 扭动腰身 缓步离去了 在步入人群之后 他身躯瞬间扭动几下 再也找不到他的身影 两个小时时间很快过去 直视战斗大赛第二轮 终于进行到了最后一步 天空区域大战 所有没得到五块号牌的直视 纷纷被淘汰了 而剩下的直视们 都在都城各处仰望着天空 等待所谓的天空区域出现 轰隆一声 从都城东南脚方 传来一声巨响 紧接着一道道光芒闪烁 瞬间穿过都城天空 粗大的光珠 不断从都城各处出现 随后在都城的半空中 交汇成了一张巨大的光网 随光珠越来越多 这巨大的光网就越来越凝视 下课 等到光网凝视到了极致 一片片浮空之石 便跟着出现了 弱大浮空之石 如乌云般迅速遍布了都城上空 黑色石头 白色石头和青色的石头 目不暇接地飘飞上去 主天幕中 屡言无秒兴奋地介绍 这就是今年直视战斗大赛第二轮的最终战斗场所 天空战斗区 全部都是浮空之石 在此让我们感谢五塔梅大师的贡献 这些浮空之石便是出自梅大师的研究 从此以后飞行大陆对于大洲来说不再是梦想 好的 下面进入一段广告 在都城中 无数人仰望天空 不断地发出惊叹声 至于广告 那真是谁看谁来吃啊 这浮空之石真是大手笔啊 这是不是意味着 以后咱们可以发展出空中巨炮了 有道理 这技术要用在边疆 那得弄死多少凶兽啊 没错 五塔果然是人类的希望啊 洛天也在人群中不断地赞叹 本来洛天以为所谓的天空战斗区域 就是找个大点的飞行舟船 然后上去打就行了 没想到五塔居然借此机会宣传了一下 五塔新研制的产品 浮空石 其实这东西在魔修鬼修中 并不是什么稀罕的玩意儿 无论是无鬼搬运还是魔云蔽日 都能达到让山石浮空的效果 但显然 魔修鬼修的方法要么需要杀生 要么就是得破坏环境 不知道这位梅大师究竟是怎么做的 反正洛天是看不出半点邪气的 如果真的用什么阵法或者金石拖起来 那就真的太丢人了 洛天觉得 这应该是梅大师在研究五行之土的时候 有了突破性的发现 创造出了一种能够自己飞的石头 摸着下巴 洛天暗暗想着 接着洛天就感觉自己的通讯金石 又是微微发热了 喂 丘陵学姐 啥 无塔来接我上去是吧 行 我站着不动 你定位让他们过来 你放心吧 我肯定至少得把第二轮过了 想让我收哪那么容易啊 啥 胖子被淘汰了是吧 他只要揍我 我知道 我躲着点就是了 洛天放下金石 不多时 一艘宛如箭鱼的飞行舟船 就停在了洛天面前 洛天指示 请随我上天吧 上天 洛天听这话 是怎么听 怎么不对劲 这听起来就像是要说 咱们一起作死一样 迈步上了飞行舟船 这飞行舟船立刻高飞而起 这回接洛天的内情指示 似乎是个话牢 不断在旁边说 洛指示 我老婆很欣赏你了 说你虽然长得丑 但是真厉害 这刀领指示 秦武指示 那都是指示界 早就成名的精英指示啊 你这上去 击里喀啦几下子 就把他们全给打败了 老厉害了 洛天就全当没听见 那个丑字了 跟着呵呵的干笑两声 算是敷衍过去 须 箭鱼舟船 来到了浮空之时上 这话牢指示 挑了一个最大的浮空之时 落下 把洛天放下 洛指示 全看你的 加油啊 咱虽长得丑 但是有志气 不能服输啊 将其他指示 都打成二百五 加油 我走了 言毕 话牢指示 驾着舟船离去了 他要是再不走 洛天都想揍人了 啥就不住地说 他长得丑啊 开玩笑 他虽然不是特别的英俊潇洒 风流倜傥 那绝对也得算得上是 一表人才好吗 尤其是 跟其他那些歪瓜裂枣的指示比 长成他这样的 已经算是上天开恩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主播 追马 也欢迎您关注我的 喜马主页 关注我更多的作品 谢谢 我的技能全靠简 作者欧阳云 由追马 狐狸 周末 杨安申 小时候 小树叶等主播 联合播讲 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第三百四十六集 恶人 目光扫过四周 骆天看到其他指示 已经纷纷到来了 本来参加第二轮的指示 应该是有一百多人的 但现在 一眼望去 也就只剩下了十来个了 骆天仔细打量 看看能不能找到相熟的人 在看过一圈之后 似乎并没一个认识的 看来那王氏啊周全等人 已经全部被淘汰掉了 也是 能站到这里的 都可以说是五塔指示 精英中的精英了 骆指示是吗 旁边离骆天最近的一名女子 轻声问道 骆天转头望去 只见一身红衫 身材恶娜 面容绝好的美人指示 正在跟自己说话呢 这个美女指示 居然没有穿指示袍 真的很少见啊 这样不会被警告 甚至淘汰吗 骆天轻轻点头 是的 你是 女子笑道 我叫一 你叫我一就好了 骆指示 我是真没想到 自己还能走到这一步 但 既然到这里了 我也不想很快就被淘汰 等一下 要是群战的话 你可以帮我吗 骆天顿时心生几分警惕 抱歉 我实力有限 等一下如果是群战的话 我恐怕自身难保了 更别提帮别人了 而且我忠告你一句 如果想走得远 还是离我远些的好 我怕等会我就是众矢之地了 骆天说的是大实话 这女子笑得更加灿烂了 带着柔柔弱弱的声音道 我见骆指示这几场战斗 都是游刃有余 其他指示到了这里 定然也是会万分小心的 不至于上来就和骆指示你拼命 不如这样吧 我手上还有些点数 若是等会儿骆指示愿意护我周全 我愿意给骆指示两千点数 如何 骆天顿时心动了 两千点数啊 这可是一笔巨款啊 果然 这来的指示都是精英啊 开口就是两千点 眼皮都不太眨下了 一般指示哪有这么丰厚的家底啊 寻常四等指示 一两年也未必能挣到四千点数 三等指示也得大半年 不断地跑任务才可能挣这么多呀 骆天咽口唾沫 目光灼灼地看向女子 但是思索片刻 骆天还是咬牙摇头 哎 不了姑娘 我不是在骗你 我真的 我现在树敌很多的 跟我站在一起 绝对没什么好下场 我自己都抱着背水一战的心来的 真是顾不得别人了 不过姑娘 你要是信我的话呢 我倒可以告诉你 等会儿如果我有余力的话 你这两千点数 我肯定要来赚的 女子笑了 那就这么说定了 他眼光流转中 似乎心中已经有些思索 在都城中 骆天的安全屋里 张胖子仰头看向天空 光幕中 将骆天与那女子谈话的场面 放映的是清清楚楚 张胖子一脸恶然地喃喃道 谈什么呢 骆哥 你跟我老姐谈啥呢 你快点离开啊 等会儿老姐发飙 你就死定了你 张胖子急得团团转 但此时已经没法再联络骆天了 进入天空战斗区域 所有通讯金石早就自动关闭 就只剩下张胖子 在这干着急了 而骆天也并不知道 在他身边 这位看起来柔柔弱弱 楚楚可怜的女子 就是张胖子 那个可怕的姐姐 提到她的名字 胖子都能吓得发抖 正因为张胖子平时表现太过夸张了 所以在骆天脑海中 张胖子的姐姐就应该是虎背熊腰 标形大汉 满脸胡插 一巴掌宽护心毛那种类型的 最刺最刺 也该像是脱了毛的母猩猩 骆天是一千个一万个也想不到 张胖子的姐姐居然长得如此漂亮 说话这么柔弱 怎么可能吓到人呢 所以本能的骆天就把对方给排除掉了 此时骆天还在嘴里念叨 依依 这名字都好听啊 其他执事纷纷来齐 缓缓的 就见一名内情执事 飘身入城 这内情执事 骆天居然认得 正是刚才他和张胖子联手 坑了一回的那秃头执事 就见这秃头执事脚不沾地 就这么悬浮在半空中 所有人都意识到 这秃头执事实力不一般了 至少市民五旋级啊 所有人都到齐了吧 执事战斗大赛第二轮 最后的战斗 听好了 基本规矩呢 还是一样的 不得使用飞行舟船 不得下黑手 所有战斗场面 都城人可都看着呢 注意点自己的形象 赢 也要赢得漂亮 说这话的时候 那秃头执事 就转头死死地 盯了骆天一眼 搞得骆天有点莫名其妙的 怎么了 我赢得不漂亮吗 开玩笑啊 就算对骂那也是战术 战术懂不懂啊 那比蛮干强多了 刚才不玩点花样 我早完蛋了 骆天抬头看天 完全就将这秃头执事 警告的眼神 当没看见了 秃头执事继续道 这最后的战斗 只留下三人 你们自行决出胜负 昏迷认输 失去战斗能力 都是为父 拿到十块号牌的 可以获得一瓶回气灵液 懂了没有 灵液尚不封顶 你们开始吧 骆天他们文言 都是心中一动 原来到了这步 这号牌 依旧有用的 回气灵液 也是五塔售卖的药品之一 效果只有一种 就是在极短时间内 迅速的恢复武器 这种灵液 一般 那得要500点数 才能买一瓶的 对于五十五玄 都有非常好的效果 这可真是出门旅行 打家劫舍 不是 是斩妖除魔 必备的良药啊 就算骆天之前这么有钱了 都没舍得买一瓶这玩意儿 因为喝一瓶就是一瓶啊 一瓶就是500点数 就算骆天再有钱 也舍不得这么糟啊 此时听能免费领取 骆天的财迷之魂 顿时熊熊燃烧起来 这一瞬间 骆天战役生腾 感觉自己的战斗力 都好像提升了 好几个百分点 其他执事也都是心中了然 如此规矩 就是希望大家提早出手 都别在这儿等了 现在所有人手里 至少都是五块号牌 也就是说 只要能打赢一个 就能凑够十个号牌 获得一瓶灵液了 众人你看我我看你 都开始武器声腾 而就在此时 一个刺耳的声音响起 诸位 混战之前我先说句话 咱们还是先把某些人 清理掉再说吧 别忘了 你们的师尊 或是你们的长辈 可是下了命令呢 这出声的人 骆天听着有些耳熟 转头看去 瞅了好一会儿 骆天方才认出来 这是谁 林白 林白此时缓缓去掉 自己的袍服帽子 露出真容 嘴角挂着残忍的微笑 他一直骆天 这个人 不该继续战斗了 诸位 你们同意吗 林白身旁那刀疤执事 率先出声 同意 接着又有几名执事 跟着说道 我也同意 骆天是吧 我最看不惯的 就是你这种 贱民出身的执事了 真以为自己 还是个人物啊 我同意 先干掉他 来之前 我师尊可跟我说了 干掉你 我可能获得不少好处呢 干掉骆天 我也同意 这眨眼功夫 就有六个人 同时盯上了骆天 在这天空战斗区域里 一共也就只有十几名执事 此时居然有将近一半人 都盯死了骆天 而其他执事 则是选择冷眼旁观 这些人大多数 也并不是不知道 骆天价值多少点数 只是他们更喜欢 螳螂捕蝉 黄雀在后罢了 等到其他人 快要击败骆天的时候 自己再去抢人头 难道不香吗 这样还能顺便 多淘汰掉一些对手 打这种小心思的 有几人就故意拉远了距离 摆出一幅 你们先动手 我就围观看看的样子 见到眼前情形 落天苦笑一声 看到了吧 一姑娘 这就我跟你说的 跟我在一起会有麻烦的 等一下你还是离我远点吧 张一笑道 不爱的 不过是一帮乌合之众而已 我相信骆之士 你一定能打败他们的 真的 那见解啊 我自己其实都没什么把握 落天说着 就把杀猪刀 给抽了出来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主播 追马 也欢迎您 关注我的喜马主页 关注我更多的作品 谢谢 我的技能全靠简 作者欧阳云 由追马 狐狸 周末 杨安申 小时候 小树叶等主播 联合播讲 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第三百四十七集 以一敌六 落天把杀猪刀抽出来 随手挽了一个刀花 此时落天可有些后悔 早知道张胖子被淘汰了 那就应该把自己的 粪叉给要回来 有粪叉在手 落天好歹能试试 用那皮皮下剑呢 虽然可能也没什么用 但是现在这种情形 那真是能强一点是一点啊 动手 面前林白一声怒吓 他自己率先冲了上来 自从上次见过落天 且被落天怼了一回之后 林白这些日子 可谓是把落天给恨出一个洞来 再加上第一轮的时候 他和另外几名执事深陷险境 差点被暴动的凶手给弄死 然后就见落天 从他们头顶 御龙呼啸而过 那真是恨得压根发扬 今天 薪酬就账一块算了 林白要将这些日子 所受到的所有屈辱 全都发泄出来 剑出如灌日 破晓斧长虹 正是高级功法 灌日剑绝 长虹破日 跟随林白一同出招的 还有那名刀疤脸的直士 他手中握着一把长枪 出招就是人枪合一 宛如一道奔雷一般 霹雳穿云枪 这俩人一前一后杀来 都带着磅礴的力量 落天也没犹豫 直接开启化生学 火焰罩身 杀猪刀斩出 巨神火焰刀 三神贝利斩 出招就是杀招啊 此时绝对不可以 你一招我一世 来回的拆招了 这以一敌多最忌讳的 就是跟人缠斗了 那样是必输无疑的 落天的选择非常正确 上来就是杀招 力求一招破敌 没有防御也不需要防御了 无论落天的武器如何分配 都不可能以一敌多 还能保持充沛的 他不过就是一名武师 还没有拥有五旋径的 源源不断的武器 落天现在所能做的 就是将自己的杀招 先用到极致 想要击败他落天 就得把自己的命留下 落天此时一刀 直接选择林白 不仅是因为林白的愤怒 更是因为在落天看来 这所有人中 这个林白是最弱的 柿子要从软的开始捏起 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 此时的情形 就像一群小孩打群架 被群殴的那个 如果不想输得太难看 就得抓住一个最弱的 往死里揍 打出气势 打出风格 如此方有破局的可能 落天显然是深谙 这打群架的道理 他选择林白 一刀斩下 直接就将林白身上武器 给破口 至于林白的现决 更是应声而破 落天强横的力源 连带刀芒 轰击在林白身上 直接就将他一刀斩 飞出十杖之外 身躯狠狠砸进了一块 浮空之石里 一刀击中 但是落天也放弃了防御 所以下课 那刀疤脸之势 就刺中了落天的身子 雷电长枪 捅在落天的心口处 剑剑直接将落天贯穿了 如果不是落天 先开启了化生诀 这一招就能要了落天力 落天发出一声轻呼 转手一刀 站在刀疤直势的身上 现在这个时候 什么雷电护体 什么武器防御 在落天的巨神刀诀 加上高等火焰天赋下 都是不堪一击的 果然一刀 这刀疤直势也被斩飞 洒出漫天的鲜血 两刀重伤两人 落天彪悍的战斗力 顿时震惊全场 从光幕上看到的战斗 总归不是那么真实的 只有亲身感受到 他们方才知道 落天的实力 究竟有多可怕 出手 其余四名不许远见不对 赶紧大喝一声 一同出手 一人跃起 长鞭甩开 浩荡气静如无尽针芒 随长鞭扫来 一人是飞身旋转 来到落天面前 双手以极快速度 按住落天肩膀 接着用力一旋 风雷涌动 一人剑带金光 一片符文闪烁 抬手间 长剑画巨剑 巨剑遮天蔽日 力展而下 一人口吐寒冰化为群兽 狮鹰虎牛 做百兽奔腾 呼啸而至 可怕的攻击 在一瞬间 就淹没了 所有人的视线 连落天 都被无尽的光芒遮掩 危机时刻 落天只能是 开启了破魔之眼 顿时他看到漫天气团 也看到这漫天气团中 关节所在 那还说什么呀 砍吧 巨神殿 火焰身 长刀画巨刃 斩碎虚空 破灭无穷 轰然巨响 在天空中不断传来 那无尽的爆裂声 简直就是在轰炸 所有人的耳朵 都城百姓们 此时终于明白 为何吴塔不允许这帮人 在都城中继续战斗了 就看眼前这景象 哪怕是有护照 恐怕也得死很多人呢 无数人都是看得心惊胆战的 单从天空中掉下的力量光点 就足以让他们震撼了 此时能真正看清战斗的人 真的没有多少 在主题目中 李全和阎山 算是能看清的两位 所以此时 李全阎山两人 正在不断地解说战斗场景 帮助其他看不清的人 来了解此时战斗的概况 骆天疯了 他的刀法似乎又上升了一个台阶 没有用的 这六位直视都是吴塔的精英 他们一起出手 哪怕是五旋径的高手 都要暂避锋芒 区区一个骆天 看来是必死无疑了 等一下 还有转机 骆天使用了巨神刀爵 加化身爵融合 我从来不知道 这两大超级功法 居然可以完美融合到这一般地步 我敢说 以后骆天要是愿意多进银修炼功法 他定然能创出一套 堪比灵技功法的强大武技 挡不住了 骆天的化身爵要崩了 他能坚持到这般地步 着实已经超乎了我的预料 他的化身爵 绝对超过了吴潜一个大境界 可惜了骆天 还没死 骆天又撑住了 他居然还在反击 可惜 他的武器不够了 一一敌六 他居然还能战斗 天才 真正的天才 只要他不死 未来必成为超等之士 那也得活下来再说 激烈的战斗解说 更加激烈的战斗场景 无数浮空实在不断炸裂 骆天着实展现出了可怕的韧性 一敌六 他硬撑了十几招 还没落败 又横斩一刀 这一刀带着诡异的弧度 居然又落在了林白的身上 这看似明明是攻击刀疤之士的 却没想到下课就将林白给开膛破肚了 从高空跌落 林白恨啊 恨自己还是太弱了 但是更恨落天 为什么就盯着自己砍呢 明明这落天已经是强弩之末了 却还是直接将林白的晋级之路给断送了 林白在即将落地时 被一群金石之鸟给抓住 算是保住了性命 但是他身上流血不止 意识逐渐消失 显然已经是彻底落败了 太凶残了 众人都看向落天 此时落天身上 火焰已经全然消失了 化身绝崩散 连带的巨神变 力量也彻底消无 在他面前 剩下那几名直士 已经全被落天给震住了 在他们看来 落天现在简直就是风魔般的刀法 没有诡异 没有章法的乱批 却往往能带给他们最大伤害 此时看林白落败 剩下的几人都有几分庆幸 因为落天刚才几招 如果是对他们砍的 他们感觉自己恐怕 也将是同样的下场 这敌人可太可怕了 还好他们选择了群殴啊 单对单的话 这六个人 怕是没有一个人 是落天的对手 落天此时全身都是鲜血 能坚持到现在 那全靠的是吞山纳海绝 还有自己的愈合天赋 吞山纳海绝 给了落天最大的支撑 不过也就是只能走到这步了 还是不行了 落天握着杀猪刀的手都在颤抖 但是他的眼神却依然坚硬 来呀 来呀 落天一声立鹤 面前几名执事 反倒是退后几步 而远处那几个 本来想是漏子的执事 也是纷纷的没敢上前来 可怕 强大 简直就是战斗疯子呀 这正是现在所有执事心中 对于落天的评价 落天身边不远处 张一也在用别样的目光 看着落天 他突然发现 其实这个落天 比他想象中的可厉害多了 他的弟弟跟着落天这样的人 才会变得胆大起来吧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主播追马 也欢迎您关注我的喜马主页 关注我更多的作品 谢谢 我的技能全靠简 作者欧阳云 由追马 狐狸 周末 杨安申 小时候 小树叶等主播 联合播讲 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第三百四十八集 混血者 见落天一人独占六名之士 张一轻声道 这才是舞者啊 随后 张一手掌中 一道气流暗暗凝聚 他口中轻声念道 巨神会员 天地本我 去甲存真 我为圣灵 抬手一推 一道金光 巧无声息地 没入落天体内 这道光芒 所有人都没注意到 只有落天 突然感觉 自己的心脏 开始强有力地跳动起来 而后他身上的伤势 竟然以极快的速度 在恢复着 武器更如雨后春笋般 在体内再度出现 这 这是怎么回事 落天感觉 自己的身躯开始发光 自己的鲜血开始沸腾 随后 他不由自主地 发出了一声 嘹亮的龙吟声 一瞬间 可怕的声波扩散 面前所有知识 全都不由自主地 单膝跪地 最后甚至 趴伏在地上 捂住自己的耳朵 真龙笑 张一也愣住了 他是给了落天 一道圣灵徽复印 这是圣阶功法没错 但他没有想到 落天接受了 圣灵徽复印后 居然会有这等变化 这就好像自己的圣阶功法 给落天解开了 什么封印一样 强横气息 顿时铺展开来 落天身上的光芒 宛如耀日一般 他的意识 更是飘出体外 向高空处飞去 这怎么回事 我升天了吗 喂 我觉得我还能再 抢救一下呢 落天在大声嘶吼 但却没有一个人 能听到落天的声音 接着落天就感觉 自己的视线 仿佛穿越到了 很远的地方 他看到了一棵树 一棵长在星空中的树 那是什么 他隐隐约约间 感受到了别样的联系 仿佛有什么东西 在吸引他 落天一时间呆住了 一片彩霞营绕 独立于深空之地 一名头掌牛角 眼如同龄的人形凶兽 却是看到了这片波纹 这波纹在浩瀚的星河中 显得那么的清晰 想不看见都难呢 牛头见到眼前这一幕 挥手甩出了一个珠子 旋即这枚珠子上 竟然有如同水波般的 波纹荡漾开来 而这与他看到的波纹 分毫不差 珠子上开始有 金色的象形文字出现了 牛头甩手将这金色的文字 一个一个拖到自己的身前 大洲国 嗯 这是个什么地方 哪方的小国度 竟然还能出一名混邪者 这个地方 难道还是什么风水宝地不成吗 嗯 还可以 年岁不满三十 好苗子 几百年前上次来的那个都七十了 比我年纪都大 还学个屁呀 嘿 趁早回家等死不好吗 手都哆嗦了 还想练出圣灵 不怕练爆了 啊 天赋 未知 哎哟 这未知啊 这次看来是真的出妖孽了 五行不是 阴阳不是 倒兵不是 兽化 不是 可以 可以 说不定是逆天之能 嘿嘿嘿 我要立大功了 姓名 不知道 只有大概地点 嗯 牛头汉子猛然意识到什么 突然转身就向回跑去 一边跑 牛头汉子一边高声叫道 我找到一个好苗子了 混血者 都起来 这般叫喊着 很快里面就开始热闹起来 各种叫喊声不断传出 不断有人在说话 混血者 是龙血吗 我们现在需要的是龙血者 祖神就要归来了 不是龙血者 别来烦我 混血者 不管是什么 先带回来再说 持我令 去监牢领人 让那个人类 把混血者带回来 片刻后 猛然间 一声宛如雷霆般的声音响起 就像有神灵发的脾气一样 片刻之后 刚才你牛头飞了出来 身上换了一身雪白色的长袍 那样子看起来 颇有几分先锋倒鼓的样子 手里多了一块令牌 封面赫然是 祖龙令三个字 牛头的目光激动 他是真没想到 祖师会把这么重要的任务 交到他的手里 整理一关 牛头先把自己的牛角收起来 然后轻和两声 人类 我需要你的帮助 这么说太假了 人类 我是来放你的 只要你帮忙 哎呀 这听起来怎么那么软弱呢 人类 你走运了 祖龙愿意赦免你 只要你将那个混血者带回 没错 这么说比较好 终于确定了谈话风格 这牛头深化一道流光 向着监牢的方向飞去了 流光如星坠滑过天际 飘身弱鬼魅般闪烁无影 速度快过闪电 牛头刚来到监牢 身躯便如瞬间消失了一般 其实 它是依旧停留在夜空中的 只是身体通透 寻常人难以用肉眼能看见 手里拿着一颗珠子 牛头似乎是在确定方向 在下方 是一片荒芜之地 黑色的土壤中 只有魔虫在爬行 许 牛头一指方向 轻声道 嗯 这边啊 去 一个去字念出声 它的身躯便原地消失不见了 再出现时 已经到了寿牢门口 它就这么站在门口处 守护寿牢的三头巨狼 就像是什么也没发现一样 依旧趴着睡觉 旁边的守护雕像 也是有说有笑 似乎正在议论最近发生的事情 牛头就站在两座雕像中间 却是丝毫没有阻挡他们讨论的性质 哎 我跟你说你知道吗 那个人类呀 明天就要被吃掉了 活吃的那种 真的假的 我们能参加过 听说那还是个武宗呢 这种食欲 那吃起来肯定老北劲了 谁说不是呢 可是猫老大说了 要自己享用 太会吃毒吃了吧 牛头稍微听了一会儿 不由得咧嘴一笑 明天被吃啊 看来自己还真的来对了 拿出令牌 牛头将其晃了一下 接着飘身向寿牢内而去 他的身躯变得通透无比 带着令牌的光辉 融进了寿牢内 无论是守卫还是雕像 都没发现这牛头的身影 一直到了里面 牛头看到铁牢中的牢者 一双牛眼微微眯起 嘴角似有笑意 就是你呀 牛头没有立刻进去 反倒是在牢房外停了下来 牛头静静地看着牢者 似乎在等待什么 牢房上方 雨水顺着铁窗落下 掉落在老者的身上 须 老者身躯开始出现了变化 肉身不断发出 类似豹豆子一样的声响 他身上的衣衫破裂 青筋一根根凸起 随后老者身上 升起了一片热气 有如鸟鸟吹烟 似要弥漫整个监牢一般 这青烟飘到铁牢处 便被一道无形的光芒挡下 老者发出了嘀嘀的吼叫声 像是正在经历极大的痛苦 牛头看着老者的表现 微微点头 肉身变化能力 有复原效果 人类能练到这一步 着实惊奇啊 牛头静等老者身上变化完成 嘴里喃喃道 是变身是变强 还是骨质增生啊 哎呀真好期待啊 等了一会儿 老者身上青烟消失 身上的青筋也逐渐消退 而此时他也终于回过神来 一睁眼 老者立刻感觉自己的肉身恢复了 本来已经骨骼寸断的他 此时竟然能缓缓地坐起来 身上的衣衫彻底变成了破布 老者随手将衣服扯开 丢到地上 他的皮肤还有些微红 一边喘息着 嘴角有笑容生气 这是老者的天赋 也是他的能力 比喻和天赋 要更加神奇 也更有效果 甚至很多凶兽的恢复能力 都没有他强 这种特殊能力 让他在修炼中能如鱼得水 一日千里 他不惧怕任何要命的修炼 也不惧怕伤势 可以矛起命来的修炼 这也是他之所以武道境界 能如此迅速地根本 这个天赋 连他最亲近的人 都并不知道 深吸口气 老者试着引动自己的武器 却发现身躯是恢复了 但是武器已经彻底消散了 这不要紧 如果能给他在外面 他说不定很快就能恢复过来 但现在 在这受牢内 他没有任何办法 依旧处于任人宰割的状态 外面牛头感觉看得差不多了 虽然老者的肉身变化 让牛头感到十分费解 但在凶手中 比这神奇的能力 哪多了去了 这就完了 牛头轻声念叨 然后飘身 进入老者的监牢内 牛头进入的瞬间 这铁蓝像有新的光芒升起 那光芒闪烁一瞬 似乎没有任何变化 似乎又有了一些变化 牛头来到老者身前 身躯骤险 开口道 人类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主播 追马 也欢迎您关注我的 喜马主页 关注我更多的作品 谢谢 我的技能全靠简 作者欧阳云 由追马 狐狸 周末 杨安生 小时候 小树叶等主播 联合播讲 喜马拉雅 独家出品 第三百四十九集 五倍增幅 牛头轻喝一声人泪 顿时吓了老者一跳 这老者立刻本能的一跃而起 一把掐住牛头的脖子 你别掐别掐 我 我不是来杀你的 哎呀 我这烦嫩的脖子呀 我 牛头拍掉老者的手 轻咳几声 老者瞪眼看下牛头 总算慢慢的情绪稳定下来 他缓缓道 牛头是吧 这么早就来了 我这是死了吗 我还没呢 我不是牛头 呗 应该说 我不是你想的那个牛头 也不是来抓你去地府的 我恭喜你呀 祖龙有令 愿意赦免你擅长 圣地的罪过 只要你愿意回人类世界 把那个混血者 给我带回来 混血者 老者从没听过这个说法 更不明白 牛头在说什么 一脸的茫然 牛头仿佛就知道 老者会是这种表情的 伸手在老者 可没清楚一点 顿时老者只感觉 自己的魂魄飘飘天外 飘离寿牢 飞进了那无穷的宇宙里 大千世界 宇宙万元 生灵无数 生灵无数 浩瀚无穷 混血者 乃寿中精英 身怀奇能之寿 或能 吞云土 或能 遗山 填海 或能 颠倒 五行 或能 逆转 千坤 人中有受邪者 万中无一 有受邪 能 贤者 亿万中无一 凡受邪在身 有灵变化 虚归 本足 修 本元之能 成 无上 之大道 隆隆声响 如雷霆 不断在老者耳边响起 世界变化如画卷 疯狂在老者眼前展开 话音落 老者的意识 重回身体 全身一震 他终于回过神来 脸色不断变化 老者感觉 自己所有的认知 都受到了冲击 就听牛头缓缓的 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没有的话 就跟我走吧 老者一咬牙 只要我答应 你们就放我走 不杀我了 没错 当然了 还是要设下一些防御的 看着我手中令牌 老者宁目看去 顿时轰隆一声 感觉脑海中似有惊雷炸响 一股磅礴之力 再往老者脑海里钻 似乎要接管他的意识一样 但是老者顶住了 当此令牌 进入老者体内 他脑海中的力量 自然被激活 展开了反击 随后 老者就感觉 四肢百孩的力量 都瞬间活了过来 展开反抗 他低下头 不敢让牛头 看到自己的脸色 许 老者全身一阵 像被控制了一样 平静地说 尽遵祖龙律令 牛头满意地点点头 就喜欢这么直接痛快的人 相比他原来去接引的那些人 这老者反应是最快的 只要能活命 被控制算个球 反正人类在他们看来 那都是蝼蚁 杀不杀都随意的 牛头见过死前要死要活的 见过释放时哭成泪人的 见过冷笑不达 自愿去死的 说什么舍身求意 而像老者这么爽快的人 却并不多 好 那就走吧 牛头说着 转身带老者离去 等一下 我还有件事情 没有完成 老者猛然拦住牛头 眼中生起奇异的光来 牛头摊开手 你要做什么 如果需要我帮忙的话 我只能告诉你 没门 老者道 没什么 我希望再待一天 这里带出感情来了 舍不得走 牛头思索片刻 没听明白什么意思 他那牛脑子 不足以让他判断 老者究竟想做什么 有病吧你 还喜欢被关着了 人类真是不可理喻 随你了 牛头又在怀中掏摸半天 摸出了一颗漆黑的小圆珠子 上面有一个小小的牛头 他交给老者 你想走的时候 就把这猪子交给老猫 他就懂了 我和他不对付 不帮你说了 你自己搞定 老者看着小黑猪子问道 你确定 这 这不是鼻屎啊 牛头黑黑一笑 并没回答 随后转身离去 老者眼珠微动 随一声闪电响起 屋外大雨滂沱 此时都城内 骆天可并不知道 自己的意识波纹 究竟引起了 怎样的连锁反应 他只知道 自己的意识 似乎在星河中 飘离了很久很久 然后在一阵巨大的 撕扯力之下 又回到了自己的身体里 在睁开眼时 骆天便感觉 自己身体中 有着澎湃的力量 就好像用不完一样 面前其他执事 纷纷匍匐在地 惊恐地看着骆天 虽然不明白 究竟发生了什么 但是眼前场景 告诉骆天 这绝对是好事啊 骆天再度握紧杀猪刀 直接飞升越起 骆天这么一跃 顿时感觉不对劲了 我去 这跳得好像有点太高了吧 下面所有执事 都是睁睁地看着 高高跃起的骆天 心中暗说 这他娘的是要跟太阳 肩并肩呢 续于 在所有执事眼中 已经化为一个 小黑点的骆天 重新又落了下来 他们口中南南问道 你听说过一种 从天而降的武器吗 难道 你想说的是 陨石撞击 快撤 随意声惊呼 几名直士四散奔逃 骆天宛如一道火球般 狠狠砸在了浮空之石上 就听一声巨响 巨石直接化为了碎片 骆天微微蹲下 再度前约 速度之快 堪比流星啊 此时骆天抽空 看了眼自己的属性表 顿时发现 自己立元 金元 敏元 三大属性 都暴涨了五倍有余 他现在的属性 恐怕已经是 彻彻底底的 五旋径高手了 甚至那一般的 五旋径高手 都不是他的对手 没点超级攻法 或者圣级零级攻法 在他面前 估计走不了十招的 骆天冲到刀疤指示面前 甩手就是一刀 这次没用巨神刀诀 也没再用化身诀 就这么简简单单一刀 竟然是将那刀疤指示 手中长枪 给一刀两断 同时可怕的力量 在他胸前 留下了一道 身可见骨的伤痕 一刀破底 刀疤指示 从浮空石上坠落下来 骆天这如有神助的样子 看得剩下几名指示 都是肝胆剧烈 连声叫喊 你们还等什么呢 再不出手 大家都得死 这声撕心裂肺的叫喊 终于惊醒了其他指示 他们终于从 木凳口袋的状态中 恢复过来 接着也是纷纷杀向骆天 依旧是光芒耀眼的杀招 依旧是武器生腾的招式 换作以前 骆天又要再度接下 这么多指示联手一击 还真的有些力有不足 但是现在 五倍增幅再生啊 面对这帮乌合之众 骆天只是微微一笑 然后开启巨神刀绝 三神增力 原本就是五倍增幅的力源 这次再增三倍 一刀就挥出了一片可怕的黑色波纹 一刀出 黑色波纹锁过之处 空间开裂 泣静消无 刚刚冲到落天跟前这些指示 纷纷的倒飞出去 手中冰刃炸裂 身上指示袍 更是直接化成了破布条子 身躯倒飞鲜血泼洒 主天幕中 阎山李全已经站起来了 这俩人现在已经不解说鄙视了 完全被落天的表现给震惊住了 尤其是阎山 他忽然发现 上次落天和他动手 人家落天很可能是让着他了 看落天现在实力 砍死他阎山估计是绰绰有余的 这刀绝 这力量 五玄境无者 又有几人能抵挡啊 都城中 无钱更是看傻了眼了 他心中有几分庆幸 还好刚才没和落天动手啊 否则刚才死的 很可能就是他无钱了 落天此时的实力 不知道震惊了多少人 就连始作勇者张一 都没料到眼前居然是这种情形 对于自己的圣级功法 张一还是有所了解的 没错 圣级功法 是能让武者力量变得更加强大 三倍五倍增幅 也不是不可能 但是这样的效果 应该只能作用在自己身上才对啊 更何况 以他张一现在的修炼水平 还远远没有练到如此境界呢 难道是我刚才妙手偶德 功法突破了 张一看了看自己的手 又看了看落天 一脸的不敢相信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主播追马 也欢迎您关注我的喜马主页 关注我更多的作品 谢谢 第三百五十集 神职 都城内的舞者们全都鸦雀无声了 接下来的战斗场面 就只能用残忍二字来形容了 如秋风扫落叶一般 落天直接就将其他指使 纷纷打倒 一个个从天而降 鲜血漫天飞舞 超级功法再生又如何 区区武师境的实力 在现在的落天面前 实在是不值一提啊 现在落天跟普通武师间的属性差距 只能用云泥指别来形容了 体内流转的力量更是源源不断 落天也不知道 这力量究竟从哪来的 但是无疑十分好用 落天也不知道 就在现在 他的后背已经多出了一道完整的龙纹 真龙正在缓缓地睁开眼眸 片刻之后 天空战斗区域就只剩下了三个人 一个是落天 一个是张一 还有一名会飞的舞者 脚踏轻锋 早早就躲在了一边 瑟瑟发抖 哎 没人了 还有谁 落天这话无疑是相当欠揍的 但看落天现在的表情 很明显 他还能再打十个 战斗结束 胜者 落天 张一 和这位蓝星 落天一脸无趣 张一满脸怪异 而那名蓝星之士 则是一脸懵逼 瑟瑟发抖 赢了 这就赢了 自己还啥都没干的 居然就晋级了 跟他同样表情的 还有都城中的众多舞者 他们跟蓝星想法 无疑是一模一样的 这都能赢啊 我上我也行啊 落天叹了口气 好不容易装了回逼 还没让他装个彻底 落天转头正想和张一再说两句 突然感觉自己体内力量 开始如潮水般消退 随后意识迅速沉沦 根本就不等落天有任何挣扎 他眼前就彻底黑了下去 在外人看来 此时落天就是身躯一阵剧烈抽搐 然后整个人就从浮空之石上 滑落下来 落天 张一飞身上前 一把接住落天 如此场面 在场众人纷纷鼓掌 厉害呀 还抱得美人归了 落执事真乃我辈 偶像也 落执事太强了 落天的安全屋里 看到眼前这一幕的张胖子 实在是欢呼不起来了 他睁睁地看着眼前这一幕 然后惨嚎一声 落哥 我把你当兄弟 你想当我姐夫 不 张胖子有些承受不了这个打击 险些口吐白沫 而天空中 张一抱住落天后 却发现在落天的直视袍中 微微地有亮光闪动 而在遥远的另外一边 一日清晨 受牢之外 十尊傀儡已经准备就绪 空旷的场地上没有其他的 有的只有前来观看的三头巨狼 以及一些小型的魔虫 最中央 一只巨大的黑猫盾力 他投身魔角 黑猫如针 一片黑雾 将其笼罩其中 带那个人类过来 一声令下 几尊傀儡 拖拽着老者走了出来 老者依旧是呆滞的表情 呆滞的面旁 黑猫笑得十分开心 宛如今天将吃的不是一根老骨头 而是一场人肉大宴一样 别浪费时间了 快吃吧 根本无需等待 黑猫一声怪笑 下方几尊傀儡 将老者拖拽上来 他们将老者扔到地上 随后 开始向老者身上 丢盐巴 好像是开始调味的样子 而此时老者 却是嘀嘀地笑了起来 老者笑声越来越高昂 他越笑 面前黑猫便越是低头 只感觉这老者笑声如此刺耳 黑猫有些不耐烦了 朗声道 死老头子 死到临头 你还笑个什么 老者猛然起身 动作直接就震到了旁边的傀儡 黑猫眼中震惊之色一闪而过 这老头居然能站起来了 四周凶兽也都是满脸震惊 一个个目光中都透着惊恶之色 昨天被关进来之前 虎弟可是当着所有人的面 废掉老者的一身功夫 那一根根骨头都捏断了 绝无再恢复的可能啊 实话实说 黑猫觉得能看到今日老者还活着 已经是很神奇的事了 却从没想过眼前这老头居然他还能站起来 老者看向黑猫 朗声道 老杂猫 你想杀我 但是天不收我 你我之间尚有生死要分 黑猫看着眼前老者的怒龙 像是突然意识到了什么 他猛然起身指向老者 你们 动手 快动手 话音未来 旁边两尊傀儡就将最后的铁锁挂在老者的脖子上 然后转身就跑 他们根本就不敢有半刻停留 套好同时巨大力量已经将老者手脚拉开 像要将他扯裂一般 就是现在 而老者此刻却突然做了一个抬手虚按的动作 接着 四周时间与空间似乎全都停滞了下来 所有人的动作在老者眼中放慢 这一刻 老者能听到的只有自己那剧烈的心跳声 以及鲜血在血管中流淌的美妙声音 膨胀 肌肉迅速膨胀 几乎是一瞬间 老者就将傀儡给拉了回来 他猛然再用力 所有巨型双傀儡 硬实轰然 一连串的巨响声 身上锁链全部炸裂 而老者身躯还在继续增长 不消片刻 这老者竟然变成了一个足有三丈来高的巨人 他身上衣衫已经全部崩碎了 而赤身裸体的老者身上 却是包裹了一层宛如鳞片般的铠甲 拦住他 黑猫一声令下 周围那些喽喽全部冲了上来 各种兵刃开始往老者身上招呼 宛如水流般汇聚的士兵 冲击着老者的身躯 却让老者仿佛很难再前进了 但是老者还是一步步向前 不顾身上的任何伤势 挥手间几只凶手飞出 再挥手一片的鲜血泼洒 黑猫已经是看得呆了 而在场其他凶手也都各自逃窜散开 如此一幕实在让他们感觉到了惊恐 这老者真是犹如天神下凡一般呢 黑猫亮出了自己的爪子 爪如秋水 寒光点点四星辰 但是黑猫还没出手 老者便已经冲到了黑猫的面前 黑猫 那命来 一声怒吼似平地惊雷 杀气震天 黑猫站在那里 就看着老者身上鲜血越来越多 口中只是喃喃念着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老者终于一步一个满地鲜血的脚印 冲到了黑猫面前 举拳向黑猫砸去 可怕的力量卷起气爆之声 黑猫却是不闪不闭 举爪迎上 就听一声乍响 黑猫脚下一银刃碎裂 猪网般的纹路迅速扩散 他脚掌深深陷入石板中 咬紧牙关 看向满脸疯狂的老者 力声喝道 绝不可能 死老头子 你不是人类 不是 我是要你命的厉鬼 悬身又是一脚 将冲来的傀儡踢飞 鱼下力量还是强悍地踢在了黑猫身上 黑猫脚步为之一顿 整个身躯一阵剧烈晃动 险些被老者一脚踢飞啊 但黑猫还是稳住了 别看他长得丑 但是一身力量可并不是假的 左爪按住老者的粗腿 竟是强行将老者的腿给扳开 黑猫反手一爪向老者拍去 爪光如长虹直奔老者心口 但下课 他没有料到的是 这老者竟然根本就没有闪躲的意思 身躯引爪而上 只是稍稍侧身 让过心脏的位置 接着双拳便如风般落下 根本不给黑猫任何反应的机会 一拳又一拳 一招又一招 宛如天降陨石般 疯狂落在黑猫的身上 连续不断的巨响声在空地上响起 还不及逃远的凶兽们 都是眼睁睁看着老者 一拳又一拳将这只黑猫 给砸进了地面之中 就像打地鼠一样了 远处 刚到来不久 躲在角落中的牛头 也看到了这一幕 牛头轻轻掩住嘴巴 对老者可怕的战斗力 感到彻骨的惊恐 牛头眼看黑猫 一点点被砸到地面下 想到自己的下场 他的实力还不如黑猫呢 如果落在老者手里 怕是连渣都不剩了 牛头感到腿肚子有些转睛了 不由的歪倒在墙角 瑟瑟发抖 而这边 黑猫在老者如此疯狂的攻击下 真的是完全吃不消了 老者跟他就是玩命啊 一个不怕死的人类 能爆发出多大的力量 黑猫今天算是彻底体会到了 现在黑猫是空有一身力气 此时在老者疯狂攻击下 却是半点也发挥不出来 只要老者再这么坚持下去 他真的很可能会跟黑猫同归于尽的 感觉到自己很可能会死在老者手里 黑猫现在也顾不得丢人不丢人了 一声叫喊 助我 声如厉鬼丝毫 旁边一只躲着没动静的牛头 骤然出手 他抬手一按 居然隔空置住老者 再想落权的老者 只感觉自己被一股无形力量强行束缚 毫无疑问 这是来自于受之祖灵的力量 牛头 你休想拦我 老者一声狂呼 强行挣脱 牛头怒声道 你居然没被控制 该死的人类 他又是一样 强如变身后的老者 还是被压在了地上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主播追马 也欢迎您关注我的喜马主页 关注我更多的作品 谢谢 第三百五十一集 女人心 黑猫一点点地 从地面上 把自己给抠出来 身上满是鲜血啊 可能这一辈子 黑猫还是头回这么狼狈 他那摇摇晃晃 破破烂烂的模样 就像一块被人用过的抹布一样 黑猫看着被按在地上 挣扎的老者 黑猫一爪子就向老者脑袋开去 而此刻老者猛然一咬舌尖 一口鲜血喷出 直接喷在黑猫脸上 跟着老者用尽全力 一跃而起 死死抱住黑猫 手脚不能用 就用上牙了 老者咬住黑猫 黑猫顿时发出了 惊天动地的彩袍 黑猫身躯的气静一阵 强行将老者震开 接着一爪向老者袭去 巨大身躯化作一道弧线落地 老者感觉 自己身上这鳞片 已经开始消散了 黑猫捂着自己耳朵的位置 那里只剩下一片血肉模糊 而且好像还少了点什么东西 你敢 你敢 黑猫现在双眼完全赤红 但他却不敢太过靠近老者 四周围的傀儡 也被老者的血腥的打法 搞得肝胆剧烈 心生恐怖 这些拥有智慧的凶手 本能的厮杀就很少 何时见过像老者这样 只求杀人不畏生死的存在呢 老者一点点站起来 将脸上鲜血擦拭干净 他的目光再度在黑猫脸上扫过 又看向牛头 这一瞬间 黑猫有种被恶魔盯上的感觉 这老者眼眸就像两把利剑 要将它冻穿了一样 黑猫根本不想再多看老者哪怕一眼 他现在有种想转身逃跑的冲动 但却没法动弹 老者收回目光 再度盯向黑猫 此时没有人察觉 老者的身边已经多出了一个幻影 老者咬牙低声道 我还会回来的 不管是三年 还是五年 总有一天 我会攻上祖龙山 杀掉所有的凶兽 记住我的名字 我乃大周国神之周远 将来灭杀而等的 正是我仁族 记住 严毙 老者身躯化作一道流光 直冲天际 消失无踪了 大周国都城 总塔 这是落天第二次来到总塔了 但和上次不一样 这次落天没再被泡在液体里 而是规格矩矩的 被送进了医师的治疗室 然后一躺 就是一整天的时间 第二轮比试 现在已经结束了 落天在昏迷了两个小时之后 就已经苏醒 当醒过来之后 落天就感觉无比的虚弱 有种身体被彻底掏空的感觉 四肢贪软无力 连举起来都困难 光是喘气 就感觉要废掉全身气力了 想说话 嘴都张不开了 落天当时以为 自己可能是彻底废了 估计以后都得跟病床相依为命了 好在过了一会儿之后 他就迷迷糊糊地 感觉体内武器正在逐渐地恢复 接着四肢也开始慢慢有了力气 随后便又昏迷过去 恢复速度那叫一个慢呢 一直恢复到现在 再度醒来 落天也才有了几分能够站起来的力气 落天 还活着呢 我看你是人前精神又威武 身后萎缩又弱机 丢人啊 丘陵学姐带着嘲笑声走了进来 随手丢给落天一大袋 有助于恢复的药剂和精石 落天翻了个白眼 也不和丘陵计较 而后跟着丘陵一同进来的 还有名指示 落指示 是吧 恭喜你获得了战斗大赛第二轮比试的胜利 接下来的九天啊 您都可以好好休息 当然 在您昏迷的这天内啊 五塔替您收了十封邀请 其中包括这五者豹 金石联盟 皇家功法库等等 您自己看看吧 将一堆信丢给落天 那直是最后诱到 你在五塔已经待了超过一天了 五塔对于战斗大赛的选手免费治疗 也就只有一天时间 这过了今天啊 就要开始收费了 您可准备好点数 落天文言立刻强撑着站起来就向外走 什么 消点数 没有没有没有 我这就离开了 旁边丘陵立声道 落天 钱重要还是命重要 疯了你 命重要 听落天回答得毫不犹豫 丘陵满意地点点头 却听落天又继续道 钱更重要 来你扶我一把 赶紧走 丘陵彻底无语了 摇摇头 懒得再理会落天 静止离去了 宛如老腹蹒跚的落天 在后面不断地叫着 哎 不是 干啥啊 学姐你扶我一把啊 这位老哥 你帮忙 我可是胜之助手啊 你不帮我 小心我以后给你穿小鞋啊 被落天拉住的这名老哥顿时一脸无语 好不容易 落天在这位好心执事的帮助下 走出了踪踏 这好心执事 还专门给落天他们 叫了一辆马车来送他们 马车内 落天一甩手 将那些妖性性全都扔到一边 丘陵环抱双臂问道 怎么 一个都不打算去 落天摇摇头 我现在就想疗伤 哪都不想去 这个也不去 丘陵学姐从中抽出了一张粉红色的信件 扔给落天 一脸皱眉的落天道 撒了 黄室我都敢拒了 这为啥飞去不可呀 这是 嗯 落天扫了眼 顿时发现这封信 是一个叫 依依的指示写的 说是等落天好了之后 让他去城外的京卫城 他要请落天吃饭 落天摸摸下巴 这个 可以去 车夫大哥 去那个京卫城狩猎场 好嘞 那颗酒啊 你们坐好 车夫老哥回得相当痛快 丘陵学姐瞪眼看向落天 果然啊 狐狸尾巴露出来了 美女请你吃饭你就去 落天摆了摆手 这不是美女的事 主要这 这是人请我吃饭 是吗 落天用十分真挚的眼神看向丘陵 难道不是吗 死财迷去死吧 车夫 停下 我要下车 马车缓缓停下 丘陵学姐怒气冲冲地下了车 最后对落天道 所有的邀请我会都替你接下来 你一个都不许跑 都得给我去 你要是害我拿不到奖金 只有你好看的 丘陵对落天挥了挥拳头 转身离去了 落天一脸的莫名其妙 这都啥干啥呀这 凭什么我都得去啊 不对 丘陵学姐是我的内情知识 掌管所有内情安排的 她还真有权力帮我接这邀请啊 落天顿时感觉有些头疼了 其他落天道并不在乎 无者报 这就是个麻烦呀 落天可忘不了 当初被无者报记者采访时是什么场景 落天咧嘴自言自语 这女人真难搞 车夫老阁黑黑一笑 摸着自己的山羊胡子 落执事 我也是五塔的外围 丘执事可是整整照顾了您一天呢 我们可都是看在眼里 这么有情有义的搭档可不好找 我看 您还是改天也请他吃顿饭吧 是吗 是他在照顾我呀 落天挠了挠头 车夫老阁又说 可不是嘛 你看他送您的那些药剂精石 也是不劳少钱的 都是用点数买的 外面有金币都难买 落天仔细想想 好像还真是这么回事 但是落天也疑惑地问道 那他为啥对我这么好 内情直视的行为规范 车夫老阁顿时一肚子话都卡在喉咙里 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最后只能咳嗽两声 年轻啊 到底是没经历过爱情 落之士 你当我什么都没说 京卫城是吧 怎么搞快点 争取天黑之前能到 落天点点头 又缩回马车里 他嘴里还在念叨 他这是 怀然情 不对啊 那不欠我啥呀 哦 打一巴掌给个甜枣 肯定是了 他就是想让我参加这些邀请 心机太深了 哎 女人哪 真是不好惹 落天自觉已经看穿了秋林的想法 小小诡计 怎么可能骗得了他落天呢 落天赶紧使用那些药剂来恢复力量 接下来几天 肯定得有麻烦临头了 别的不说 那五者暴的采访 定然又是一场腥风血雨啊 落天自觉 自己必须保持最好状态来应对 否则肯定会死得非常惨的 落天迅速进入修炼状态 而落天与车夫老哥都没注意到 他们的马车之后 有辆不起眼的黑色马车 悄悄地跟住了 黑色马车中 一名男子用阴森的眼神 死死叮嘱落天所在的车厢 嘴角露出了一抹残忍的笑容 可算是出来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主播追马 也欢迎您关注我的喜马主页 关注我更多的作品 谢谢 我的技能全靠简 作者欧阳云 由追马 狐狸 周末 杨安申 小时候 小树叶等主播 联合播讲 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第三百五十二集 小王爷 都城之外 金卫城 月明星夕 凉风袭袭 落天下了马车 远眺黑夜 他竹笼之眼开启 黑夜也如白昼一般 一切都静在眼前 这里是金卫城 有名的狩猎场 专为年轻舞者熟悉凶兽 或者举办斗兽大赛的地方 远处有些阁楼 乃是当地有名的野味酒楼 落天正看着 四周已经有人 手持耀光金石 走了过来 是落之士吗 等你许久了 落天转头望去 就见一名胖胖的男子走过来 他衣着滑跪 步履腹态 脑袋大脖子粗 不是大款 就是火肤 走到跟前 男子道 在下是狩猎场酒楼的掌柜 江明 见过落之士 落天点头道 江掌柜您好 是您在等我 江明笑了 不是我在等您 是另一位执事在等您 他呀 让我这几日都在此等候您 只要见到落之士来了 就立刻通知他 包厢都已经开好了 既然落之士来了 那我就去通知那位执事过来 多谢 请带路 两人迈步 就向那狩猎酒楼走去 半路上 落天就听到狩猎场远处 有兽吼声不断响起 隐约感觉 有些不太对 我听着声音 不像是低阶凶兽啊 有三瓶以上的凶兽 江明笑道 落之士不愧是天才之士 一听就听出来 咱们这狩猎场的不俗之处了 是的 咱们狩猎场 不仅有三品凶兽 还有四品凶兽呢 当然了 全都是通过五塔购买的 从试炼场弄回来的 正规手段运进 绝无半点走私 落天嗷了一声 那供人参观吗 江明笑得更开心了 当然是不供人参观的 是专供舞者杀戮的 来咱们狩猎场酒楼的 都是舞者 说不定啊 落之士还能见到 许多相熟的面孔呢 落天轻笑一声 熟面孔 我认识的熟面孔 恐怕都不太喜欢我 江明哈哈笑了 哪里哪里 落之士您可谦虚了 您不知道啊 现在多少人都崇拜您啊 我这么跟你说 只要是看过您战斗的舞者 全是您的支持者 等一下您就见识到了 落天微微皱眉 见识 见识什么呀 无非是大家过来 要个签名罢了吧 两人一边说一边走 就来到了酒楼的大门前 推门而入 里面确实是人声鼎沸 落天迈步向前 放眼一看 果然全都是舞者 一群人吃肉喝酒 大声喧哗 好不热门 落之士里边请 江明右手虚影 朗声道 他似乎是故意的把声音放大了几分 立刻四周舞者就全都听见了 落之士 哪一个落之士啊 是落天吗 这真是落天 我的亲娘老爷 落之士 是你吗 蹭蹭蹭 一群人就猛地站起来 顿时吓了落天一跳 落天眼见一帮满是肌肉的大汉站起来 顿时有种自己即将要被强人所难的感觉啊 然后落天就见江明悄悄退到一旁 离开几步 这个动作似乎颇有讲究 像是在预示接下来很可能会发生的事一样 落天皱眉 不是你干什么呀 江明黑黑笑着 落之士 我说了 您现在支持者 那可不是一般的多呀 话音刚落 这群舞者顿时就沸腾了 楼上楼下 一群人都开始叫唤 哥几个 真是落之士啊 落之士您太帅了 给我签个名吧 妈妈 我看见落之士了 赏开都赏开 落之士的初吻我要定了 一群人猛然冲下来 这次可不像第二轮比试那般了 有专门的都城护卫军维持秩序 这帮人恶虎扑石一般 几十个人就开始往落天身上扑 落天整个人都吓傻了 然后就直接被人群给淹没了 卧槽都闪开 急死我了 大哥大哥我签我都签 你别抢了你我直视跑 别扯烂了 裤子不行 我正你人啊我告诉你 落天声声叫唤 差点被当场扒光了呀 千军一发之际 落天用出了武器 强行推开一些舞者 接着鞋都不要了 直接开始向上出 落之士三楼左手第一间 江明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给落天指引方向 落天夺路狂奔 瞬间冲上三楼 到这里总算是有护卫 将落天身后那些热心群众 给拦了下来 落天冲紧包箱 立刻回身锁上了房门 真是人怕出名猪怕状啊 太疼娘的要命了 落天一脸无语 就这么一会儿功夫 落天感觉自己头发 都快给薅梅了 这些人可比凶兽很多了 而就在落天跑路的时候 二楼三楼的一些包厢内 有些舞者神色 就变得难看了 他们冷哼连连 斯文扫地 看看这些人 把舞者颜面都丢光了 不过就是一个 修为还行的执事嘛 看把他们给迷的 也不见得有多帅 等到第三轮 本公子便把这落天 打倒在地 看他们还会不会是 今天这般模样 有人嫉妒 有人不屑 也有人异常愤怒 这些舞者都暗自将落天 当成自己接下来的对手 而落天还不知道 他今天这一露面 又得罪了不少的人 不过就算落天知道 恐怕也并不在乎 很快门外又响起江明的声音 落天一脸苦笑 这顿饭吃的 还真他娘的艰难啊 他等会儿回去 还得这么走一遭吗 估计还是跳窗走吧 而就在此时 门外忽然有声音响起 落天是吧 落之士 在下周雨明 想请落之士喝一杯 不知落之士是否商恋 落天将门扒开一条门缝 外面将门还没走 确认外面再没其他人堵门了 落天这才走出包厢 抬头向上看去 就见四楼 有名男子正笑盈盈地望向这里 谁啊这是 我认识您吗 落天轻声问道 旁边江明赶紧扯扯落天的衣服 低声道 落之士不敢这么说呀 这位是雍亲王的儿子 小王爷明大人 哦 落天点点头 小王爷 这地位很高啊 江明连连点头 那不是一般的高啊 落之士 可答应否 小王爷周雨明微微一笑 落天摸摸下巴 朗声道 好喝吗 好喝我就来了 小王爷畅快地笑道 好喝 当然好喝 别处喝不到的 落天点点头 向楼上走去 还未走到呢 下方突然又有人叫他 落哥 你怎么这么快就到了呀 你恢复得怎么样了 伤势好了吗 落天低头一看 顿时就见到张胖子 一路小跑冲了上来 落天看着胖子微微皱眉 然后抓抓手 没啥问题了 小王爷 给我这兄弟 加双筷子怎么样 周雨明看了眼胖子 随后笑道 张直视是吧 你姐姐也是我的老熟人 原来可是一直念叨他这位天下无双 以后定然名震大洲的弟弟 今日可算是见到了 一起来吧 多谢小王爷 张胖子抱拳拱手 一路小跑而来 周雨明目光扫过大堂 那些刚才过躁的舞者 纷纷闭嘴 哪怕心中对落天再不满 他们也不敢当着小王爷的面 再继续说什么 只要是在都城混过一段时间的 有谁不晓得小王爷周雨明的事迹啊 这位小王爷 那可不是一般的顽固子弟 其人修为高深 不过二十五六的年级 据说已经达到可怕的武师巅峰了 曾经在三年前 乔庄改办进入都城的地下武斗场 三月未尝一拜 后来又在军方混了一段时间 前往滇江 亲自杀死过七品凶兽 天罗邪虎 至今那邪虎脑袋 还挂在雍王府中呢 单单是一个脑袋就足有一人多高 着实厉害啊 最近一年 听说这小王爷已经接受了皇家 最为新密的传承 估计已经摸到五旋径了 甚至有人说 小王爷现在的实力就已经超过五旋径了 只是没有去五塔测试而已 实力加上地位 造就了小王爷现在的赫赫声明 以前有过许多嚣张的舞者 对小王爷不服气 运气好的 被这小王爷当街暴揍一顿 认个书服个软 也就算了 而那些运气差的 早就已经在都城下的崖内 埋骨多年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主播追马 也欢迎您关注我的喜马主页 关注我更多的作品 谢谢 我的技能全靠简 作者欧阳云 由追马 狐狸 周末 杨安生 小时候 小树叶等主播 联合播讲 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第三百五十三集 小心 洛天作为一个新来的执事 自然对小王爷的诸多事迹 并不甚清楚 但是走到小王爷的身边后 洛天倒能清晰地感受到 从小王爷身上 散发出澎湃的力量 就宽如一座随时有可能爆发的火火山一样 行 洛天与张胖子就坐 宽大雅致的房间 缭绕着淡淡的香味 桌上的菜并不多 但是却道道精致 连肉片好像都放着光一样 着实是洛天这样的穷鬼 所没见过 没吃过的 全寿宴 都是四品以上凶兽的最好位置制成 看 这个爆炒电牛舌尖 讲究的是活牛取舌 然后掏出其金石砸碎 趁着牛舌 还未彻底失去生机之时 将金石粉末撒在上面 供其吸收 再服以天然中乳汁 玉山蓝泉水浸泡 过三文火 再加辅料爆炒起锅 吃起来别有风味啊 小王爷周宇明 饶有兴致的 给洛天和张胖子 介绍起了这菜的由来 洛天这等穷逼哪见过这些啊 听都没听说过 反正不管怎么样 掀下筷子再说呀 倒是张胖子 在旁边点头道 好东西啊 小王爷你果然会吃 张志士谬赞了 就在这俩人互相吹捧的时候 洛天已经将自己的碗都堆满了 他尝了一口 果然是好吃的不行了 如果不是怕丢人 现在洛天就已经想让掌柜的 赶紧拿石盒来打包了 周宇明看着洛天的吃香 笑呵呵地又坐下来 仔细打量洛天几眼后 周宇明道 洛志士 你可知道 第三轮我们就有可能在擂台上交手了 一句话 洛天顿时就把筷子放了下来 他郑重歧视道 小王爷 我打到现在可不容易 如果想让我放水的话 得加钱 小王爷周宇明正吃菜呢 文言差点一筷子 把自己给捅死 旁边张胖子 似乎也是枪住了 不断地拍着胸口 没人叫你放水 吃菜吃菜 周宇明一脸的黑线 不由看向四周侍卫 这事要被传出去 他的名声就要毁了 洛天低声道 我懂 这事不能细说 放心 我要价不高的 加的也不多 这样 就按照最后冠军奖赏来算 折线就行了 周宇明脸都全黑了 咬牙道 我说了不用 你到时候全力出手就好 洛天看看四周 装作明白的样子点点头 哎呀高了 这还高啊 随即一拍大腿 那行 看在您请我吃饭的份上 八折就八折 周宇明实在受不了 洛天继续鬼扯了 起身道 洛知事 你再这样 我就只能请你先离开了 洛天一脸慌张 不是 八折都不行啊 七折行不行啊 哎 六折 我亏本甩卖了 六折 送客 周宇明大手一挥 旁边侍卫 立刻将洛天和张胖子 都拽了出去 洛天被推出去的时候 还在叫喊 哎不 小王爷 我很便宜的 你试试 你倒是开个架啊 包厢房门 砰的一声就关了 洛天看脸张胖子 难道是 我猜错了 张胖子在旁边 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支支吾吾的说 可能是猜错了吧 洛哥 好多人看着咱们呢 咱先回包厢吧 洛天恩了一声 转身向包厢走去 这时小王爷周宇明 关上房门 就开始破口大骂了 小王八蛋 把我当什么人了 亏我还好心请他吃饭 浪费我的好东西 我还以为他是个可造之才呢 旁边侍卫忽然低声道 少爷 洛志士刚刚抓着我的手 写了两个字 写字 在你胳膊上 他写了什么 两个字 小心 小王爷文言就是一愣 随后转头 看向桌上的菜 眼珠转动 他低声道 你们两个去盯着他 如果有事 立马救下洛志士 洛天和张胖子 回到了包厢内 张胖子缓缓 关上了包厢门 顺手一道光芒闪过 整个包厢 顿时安静了不少 洛天背对张胖子 拉过一张椅子 慢慢坐下 说吧 你谁啊 要干什么 张胖子低头道 洛哥 你说什么呢 还装 你伪装确实挺好的 差点就瞒过我了 但是很可惜啊 就差这么一点 声音渐冷 洛天的左眼中 烛龙红光微闪 内红芒看得张胖子 微微有些心计 他隐隐约约 从洛天眼中 感受到了 竹筋的力量 但又比竹筋 要强烈多了 一瞬间 张胖子的身躯 再度变化 他竟然是变成了 丘陵学姐的样子 嘴角挂着淡淡笑容 哦 不知我到底是 差得哪一点呢 声音一模一样 体态也几乎和真正的 丘陵学姐 没有任何区别 唯有眼眸中 那风情万种 和偷偷被在身后 准备掏兵刃的动作 让洛天清醒地知道 对方跟丘陵学姐 毛关系都没有 身上武器出现 洛天的手 又按在了腰间的 杀猪刀上 战斗似乎随时都会爆发 你还想与我对拼 你可知道我是谁 这帽牌丘陵学姐 见洛天如此表现 笑容越发浓郁了 洛天冷声道 杀手 摩羞 对我来说都一样 丘陵学姐 似乎对洛天的回答 极其不满 脸色也黑了下来 我乃吴塔一等执事千换 你应该要教我一生前辈才是 这一等执事的名号 让洛天微微挑眉 但接着洛天却吃笑道 堂堂一等执事 干的却是杀手的勾当 真令人不耻 你确定你不是 魔修伪装的一等执事 你放心 我都见过超等执事 也有假了 一等不算什么 而且你伪装也太差了 你以为变换个身形 就能阻挡我看到 你的大饼子脸吗 你周死 千换被洛天满不在乎的口吻 给彻底激怒了 本来就心胸狭窄的他 最受不得别人如此讥讽 在来之前 他可能只是为了点数 才勉强接下刺杀 低等执事的任务 但现在 他对洛天是彻底动杀心了 一则是因为 这个洛天确实很讨厌 再则 也是因为洛天 居然能看穿他的真面目 洛天此时 左眼右眼 都放着不同的光芒 左眼逐龙破患 右眼破魔观器 两者结合 洛天就能隐隐约约 看到这千换的真身 而在武器全力催动下 还能看清楚 千换那张 并不好看的脸 脸很圆 五官很小 就像一张大饼上 放了几颗芝麻 头发几乎没有 性别难以分辨 身材迷幻 还真是看不清是男是女 洛天说他大饼子脸 绝对是形象的 专业烤大饼的 都未必能弄出 这么圆的脸来 被洛天一语道破真容 千换怒不可 抬手一道亮光 直奔洛天眼眸 作为一名 拥有极强的变身能力 而且擅长刺杀的知识 千换的兵人 是极其引力的 乃是一柄透明的匕首 如果不宁目仔细观瞧 根本就看不清 他手里握的是什么 这把匕首不到一尺的长度 几乎没有握柄 只有薄如禅意的透明之刃 如果不是洛天 此时开着破魔之眼 恐怕也发现不了这把匕首 洛天并没躲闪 面对骤然袭来的匕首 洛天只是微微侧身 让开关键部位 随后贴上而上 同时一刀斩下 没有花哨的一刀 此时可不是什么鄙视 而是真正的生死相搏了 洛天现在没有完全恢复 所能动用的武器本就不多 所以一招之下 就是倾力而出 化身绝佳巨神刀绝 火焰三倍增力 一刀斩在千换的身上 这千换居然也是不闪不躲 短兵相接 生死 无非一瞬 千换的匕首 狠狠捅进洛天身体 然后一股巨大力量 成螺旋状 在洛天体内爆开 而洛天的刀斩在千换的脖梗处 却感觉 仿佛斩子力团 柔软的棉花上一样 完全不受力 对方的身躯 对方的身躯并不坚硬 但却出乎意料的强忍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主播 追马 也欢迎您关注我的喜马主页 关注我更多的作品 谢谢 我的技能全靠简 作者欧阳云 由追马 狐狸 周末 杨安申 小时候 小树叶等主播 联合播讲 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第三百五十四集 伪装天赋 骆天一刀 斩在了千焕的脖子上 但是 却发现这千焕 也不知道用的什么功法 身体异常的坚韧 骆天眼神一灵 关键时刻 火焰再转为冰霜天赋 鲜烧后动 冰火交加之力下 终于破开千焕 这诡异的身躯防御 一刀在他脖子上 割出了一道可怕的血痕 千焕立刻惊呼后退 如果再晚一分 骆天很可能 就将他脑袋 给砍下来了 但也因为 强行转换天赋 骆天体内力量 却是彻底压不住了 哪怕是吞山那海绝 在不断地吸收灵气 骆天依旧是身躯一阵 口鼻喷血 此时千焕退到门口 手掌再搏梗出一抹 满是鲜血 就见面前 骆天擦了擦嘴角 然后咧嘴笑道 一等之士 也不过如此 骆天能清楚感受到 对方的实力 绝对在五旋径以上了 而且 在五旋径中 恐怕也是佼佼者 但是骆天并不畏惧 反倒有些兴奋 曾经骆天 面对同样是一等之士的吴钱 他自觉 连一分胜算都没有 但现在 面对跟吴钱 差不多的另一等之士 骆天却有种 能够一拼的感觉了 虽然胜算并不大 但是毫无疑问 这是巨大的进步 证明骆天这段时间的提升 只能用飞跃来形容 恐怕吴钱此时 都在后悔 那天不该放他 谦幻咬牙道 果然厉害啊 不过 只要你不能释放出 那日你在鄙视中的力量 那对我依然无用 骆天手握杀猪刀低声道 你怎么就知道 我用不出来 眼神稀灵 骆天身上的气势 还在不断提升 骆天这话 倒是真把 谦幻给唬住了 谦幻是真有些惧怕 骆天那天 短暂爆发出的虚力 不过 在来之前 他就算过 骆天用这种功法 肯定会造成 巨大的后遗症的 按照他的计算 应该现在连手都 抬不起来 这才正常 但是经过 刚才对拼的那招 谦幻到针对自己的判断 有些不太确定了 骆天现在如果真能用出那天那种力量 就算只有几夕时间 对他来说 也是致命的威胁 两人都是死死的盯住对方 脑海中在做着生死博弈 而就在此时 外面却有声音响起 骆之士 你没事吧 骆天还没说话呢 谦幻忽然用骆天的声音道 没事 你们不要进来 谦幻模仿的声音 几乎和骆天一模一样 随后他屈指弹出一块金石 整个房间 顿时被彻底封印了声音 骆天看着眼前这一幕 点点头 好手段 果然是个老杀手了 谦幻似乎终于下定了决心 打算赌一次 他冷声道 杀你 足够了 不过你以为这样 就能骗过其他人了 你太小看那位小王爷了 骆天笑容满面 急着就听轰轰一声 身后房门被人一脚踹开 随身冲进来的 正是小王爷身边那两名侍卫 紧跟着 小王爷周雨明 也飞身落下 直接从楼上 飘飞进了 骆天的房间里 骆之士 你 话还没说完 小王爷就愣住了 因为此时在周雨明的面前 赫然是两个骆天 两人几乎是同样的衣衫 同样的狼狈 同样用差异的眼神 看向对方 随后周雨明像是明白了什么 哪个是真的 我是真的 他是假的 小王爷 快杀死他 他是前来杀我的杀手 左侧的骆天 焦急地说道 接着又喷出了几口鲜血 而右侧骆天 则十分淡定 他微微一笑 从口中吐出两个字 小心 听到这两个字 周雨明一刻就懂了 抬手一掌 向左侧落天劈去 他手掌按下 便有狂风呼啸 似有风雷响动 接着四周空间 随之撕裂 这招正是小王爷周雨明的成名绝技 完美级功法 云雷劈天长 一掌落下 千换周身武器随之崩裂 隐约露出了他真实的身形来 千换不及防备 一声痛呼 京剧交加下 他身躯一扭 如舌般游动 风雷顿时都从他身躯旁扭过 那空间列席 居然也没阻挡住他的速度 千换直奔窗户而去了 拦下他 周雨明一声怒吓 身旁侍卫顿时追了上去 周雨明却似乎没有追出去的意思 他来到落天身边 低头看了落天一眼 你似乎是个麻烦的家伙 很多人想杀你吗 落天双手一摊 其实也不是很多人 但是他们各个能量都不小 地位也不低 周雨明拧霉到 你不是与天师交好吗 他不帮你解决问题 我就不过是个小助手而已 而且还把他清传弟子差点弄死了 他虽然不说什么 却不会太喜欢我的 周雨明点点头 有道理 那你是死路一条了 祝你早死早超生 落天争了一下 这么直接的吗 这个时候你不应该趁机招揽我一下吗 给我点好处 然后让我跟着你混 接着我再义正词言地拒绝你 已是我不怕死的高风亮节吗 周雨明一摆手 你想太多了 我这个人最讨厌麻烦 所以你好自为之 下次就没人救你了 言必 周雨明就真的准备走人了 但刚走到门口 周雨明又像想起了什么 对了 我这次救你也不能白救 你要记得你欠我一条命啊 哪天我找你帮忙 你要是敢拒绝 我就也派人追杀你 我们地位高的人都喜欢这么做 周雨明满脸别样笑容 洛天大概知道 周雨明是个什么样的人了 原来这小王爷 居然也是一个贱兮兮的家伙 跟他们这帮知识 简直一样 摇摇头 不管其他的 反正今天自己算是捡回一条命来 洛天不用想也知道 今天来刺杀他的这名谦换知识 肯定跟那个无钱脱不了关系 而且这人还专门说了 他在第二轮比试时 最后的爆发 以及他那畏惧的神态 仿佛亲身经历过一样 这谦换当时的眼神 让洛天不由的 想到一种可能 那就是 那位留在最后 除了他和张一以外 晋级的第三名之士 很可能就是这个谦换 当时如果不是他莫名其妙的爆发 恐怕已经给变身成其他指使的谦换 给杀了 难怪无钱会这么好心的放过他一次呢 感情是算定了 他会死在谦换的手里啊 洛天已经将前因后果 算了个七七八八了 今天还好他机智 在看出这个张胖子不对之后 就果断借小王爷之手保命 刚才最危险的时刻 莫过于他和千换 在小王爷那里吃饭的时候了 如果这个千换心狠点 给小王爷和洛天下个毒什么的 无论谁死 洛天是肯定得完蛋了 再加上 这千换当时用的还是张胖子的身份 被那么多人当众看到 张胖子也是必死无疑 至少得被全程通缉啊 这一石三鸟的后果 洛天想想就胆寒 还好千换没有这么大的胆子 没敢把小王爷也拖下水 也还好洛天反应快 赶紧离开 同时给小王爷留下一个暗示 虽说很隐晦 但已经是那种情形下 洛天能想到的最好的办法了 还是有点运气啊 洛天暗暗地说 这其中不管哪个环节出点问题 哪怕只要小王爷 那侍卫不够聪明 洛天今天都很可能死定了 一弯腰 洛天来到刚才千换站的地方 伸手从地上捡起一个光团 识取伪装天赋碎片 一 洛天顿时心中一动 伪装天赋啊 这个听起来不错 可惜就是生死相搏的时间有点短 就留了一块碎片 要是再能多减几块 把这伪装天赋搞到手 那就赚大了 洛天之前喝股无灭药剂 再加上化身绝在身 说实话 这伪装天赋 还是挺适合洛天的 这个天赋 在洛天手中 甚至可能比在千换身上 花样会更多 因为洛天靠着化身绝 很可能能直接变成石头 变成墙壁什么的 哎 这人的欲望果然是无穷啊 我现在居然有点希望 能和你千换多交手了 真是人为财死 鸟为失望 古人承不起我 洛天自嘲地笑了两声 坐回了椅子上 哎 你今天请我吃饭的人 怎么还没来啊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主播追马 也欢迎您关注我的喜马主页 关注我更多的作品 谢谢 我的技能全靠简 作者欧阳云 由追马 狐狸 周末 杨安申 小时候 小树叶等主播 联合播讲 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第三百五十五集 逃离 小王爷的两名侍卫 追出去没多久 就彻底丢失了千换的踪迹 虽然此地地处偏僻 但其实行人也并不少 只要稍微变化一下 两名侍卫就彻底失去目标了 千换在甩开二人后 便快步向回走 现在他竟然还想再回酒楼 进行二度刺杀 第一次能防住 现在这第二次 还能防得住吗 千换现在已经打算 不死不休了 多留落天一刻 他都感觉这是个祸 但他刚走到酒楼门口 就见一人 缓步从马车上下来 千换立刻就停住了脚步 张一 千换看到张一 目光一阵变幻 但是经历内心一番挣扎 还是大步向前走去 但等千换来到张一身边 正要走过时 张一却一把按住他的肩膀 站住 你身上怎么有落天的气息 嗯 还有血迹 以及我弟弟的气息 你是谁 千换瞳孔一阵收缩 他是真没想到 自己引以为傲的伪装天赋 居然在短短时间内 连续被两人看穿了 感受到肩膀上传来的力道 千换有理由相信 自己只要稍微露出 一点不对的苗头 对方很可能就会立即出手 千换脑海中 立刻闪过数种应对方法 虽然张一现在 还不是一个真正的二等知识 但身为露裳的弟子 有圣级功法在身 绝对比一般的五旋径高手 要厉害多了 千换是曾经亲眼见过露裳出手的 那可怕的修为和力量 至今都让千换难忘 哪怕张一只是学到露裳的一分本事 千换也觉得会十分棘手 所以千换立刻选择了示弱 他低头说道 张一收回手 淡定地问道 是这样啊 那你的意思是我弟弟也在里面 千换点点头 应该是吧 可的话刚说完 张一猛然一把捏住了千换的脖梗 出手动作之快 哪怕是千换的修为 都没能看清楚 随即耳边传来张一的冷哼声 我弟弟什么性格我还不知道 他知道我平时在这里吃饭 怎么可能敢来 你到底是谁 说话间张一手掌用力 掌心金光冒起 千换只感觉一股无可抵挡的力量 迅速渗入自己体内 让他感觉到无比惊骇 这股力量像是正在改造他的五脏六腑 要将他彻底化为对方的奴隶一样 这就是圣极功法的可怕吗 千换不敢再往下想了 危急时刻 千换再度掏出自己的透明匕首 向张一扎去 但是他的匕首还没击中张一 就感觉自己像是陷入了一片空间漩涡 离他明明近在咫尺的张一 此时却像是身在另片空间一样 根本就不可能被碰到的感觉 张一怒吼一声 掌中金光爆发 千换顿时感觉 自己体内力量再度被抽走 而且这还不是普通的虚弱 而像是从他身体身处 抽走生命力一样 如果此时千换也有系统在身 他就会发现 自己属性表上三大属性正在飞速下降 不过几夕时间 千换就感觉到自己的实力 彻底从五旋径跌落了下来 狠狠咬牙 千换猛然武器爆发 接着身躯化作一道白色烟雾 张一顿时感觉手中一空 这才明白对方使用了脱身的奇特武技了 柳梅倒数 张一怒吓一声 想跑 没那么简单 他抬脚在地上重逐一摞 轰然一声 酒楼门前地面爆裂 无数金光冲天而起 宛如火山喷发般的力量 将酒楼都震得在不住摇晃 好像随时都有崩塌的可能一样 好在酒楼中也设有防御护照 此时完全激发 不断地削减张一所释放的光芒 酒楼上的洛天也感受到这可怕的动静 他立刻探出脑袋向外观瞧 顿时洛天就看到了张一的身影 也看到了那爆发出的金色光芒 好强的爆发力啊 洛天在惊骇中还带了几分疑惑 这招 他不知道为什么 总是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想了好一会儿 洛天猛然想起 张胖子 没错 张胖子也是这样的爆发力 梦游状态的张胖子 就像是人形武器炮一样 可以释放出这样的金色光芒 等等等等 张一 张琪 洛天突然明白了 姐弟 这俩人是姐弟啊 张一就是张胖子的姐姐 后知后觉的洛天顿时就感觉到了危险 他想起来了 那天张胖子还专门提醒过他 他姐姐要来报复 会揍他 我去 该死的 洛天一拍大腿 暗叫一声不好 他反应实在太慢了 真把这张一当成好人了 那天第二轮鄙视的时候 张胖子的姐姐 没有出手 甚至还帮了他一把 这让洛天都没有猜出张一的身份 再加上 这张一的外貌 跟洛天想象中 差别实在太大了 更是迷惑住了洛天 现在猜出真相的洛天 顿时感受到了浓郁的危险 这哪里是请他吃饭啊 分明是上次没揍成功 这次专门来揍人了 可笑自己 还真的以为 有顿免费饱饭能吃呢 这不行不行 我得赶紧跑 想明白的洛天 连正门都没赶走 以他现在的情形 碰上张一 必然是会被吊打一顿啊 打完之后 说不定还得少几个零件 用方便面都补回来啊 所以洛天翻身而出 直接从窗口一跃而下 随后连滚带爬向外跑去 张一是没有见到这一幕 他只听到自己一招过后 似乎有声哀嚎 从某处传来 张一以为是自己击中牵换了 这招一中 就算牵换不死 也得脱层皮 张一朗声道 算你跑得快 下次再见到 便要了你的命 敢对我弟弟出手 你怕是不想活了 重重警告了对方一声 张一这才迈步 走进酒楼里 酒楼掌柜赶紧迎上 看着张一先是躬身行礼 随后说道 张执事 您终于来了 洛执事已经等候多时了 张一闻言 脸上这才有了几分笑意 回问道 洛执事没出什么事吧 刚才有点小麻烦 但好在小王爷也在 帮他解决了 张一听到小王爷三个字 脸色顿时就垮了下来 周语明也在 他怎么又在这 早知道他在这 我就换个地方约人了 掌柜的不敢接话 低下头去 谁都能看得出来 小王爷在此等人 等的究竟是谁 只是没有人敢说破而已 一个是圣职弟子 一个是堂堂小王爷 谁敢掺和这其中的事呢 张一一摆手 算了 你去告诉骆天医生 让他出来 我与他换个地方吃饭吧 钱我赵给你付 掌柜的连连称事 正要走 却见小王爷 带着灿烂笑容走了出来 所过之处 所有舞者都鸦雀无声 哦 这不是我的女神吗 你这么也在这儿 太巧了 实在是太巧了 掌柜的在心中默念 可不是吗 您这都等了三天了 真是还挺巧的 张一抬眼 瞧你大爷 我不是来找你的 我是来找骆天的 你滚一边去 小王爷周宇明也硬不生气 但笑道 哦 你找他呀 我的手下刚刚看到他跳窗逃走了 什么 张一语调拔高 一把推开周宇明 向前走去 四周的舞者一见张一过来 纷纷起身 宛如见了猫的老鼠一样 一些初来乍到的舞者 还没搞明白怎么回事呢 就被旁边舞者一把拽起 咋回事你拽我干啥呀 还干啥你着死呀 大姐头你不知道 啥 女魔头 哦 就是那个 一天打残了二十来个舞者 那大姐头 没错 就因为有个不长眼的 接了句话 啥话这么厉害不能接 圣级功法呀 倒也不是 很简单呐 他就说了句 你瞅啥 张一宛如一阵风般冲上了包厢 一眼就看到 已经被踹烂的房门 以及那打开的窗户 人影早就消失了 张一脸色变得十分难看 站在原地 咬牙切齿 好小子 我请你吃饭 还想跟你好好谈谈呢 跟我玩跳窗逃离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主播 追马 也欢迎您关注我的 喜马主页 关注我更多的作品 谢谢 我的技能全靠简 作者 欧阳云 由追马 狐狸 周末 杨安生 小时候 小树叶等主播 联合播讲 喜马拉雅 独家出品 张一不用想都知道 今天这事 估计很快就会传出去 别人不提 就小王爷周宇明那张破嘴 那比青楼小姐的裤腰带都松 赌都赌不住的 碰上这种事 他要不好好宣传一番 那才有鬼呢 张一的心中 按道 洛天你真是不识抬举啊 洛天你给我等着 看我第三轮 不把你那蛋黄给打出来 捏捏拳头 张一已经不打算跟洛天客气了 此时他也不愿再去多想 洛天和张胖子 究竟是谁把谁给带坏了 在他看来 这俩人现在 那就是一父一母的亲兄弟 都那么欠揍 小王爷周宇明迅速凑过来 低声道 你看看你看看 我说跑了吧 一听说你来了 人家连正门都不敢走了 哎 张一姑娘 天下如我这般明目者不多啊 你得珍惜 张一转身 一脚踹在周宇明的小腿上 就听一声来好 周宇明顿时就软了下去 我的事儿 不用你管 再跟你说一遍 我不想再看到你 离我远点 我脾气不好 会打人的 言毙 张一发出了一声 重重的冷哼 大步离去了 周宇明 周宇明揉着自己的小腿 坐在地上大声道 张一姑娘 你我是上天赐予的缘分 月老估摸着把咱们的红绳都换成铁丝的了 你跑不了的 滚 张一头都没回 周宇明一直看着张一的身影 彻底从视线里消失了 这才站起来 身后侍卫都盯向周宇明的小腿 周宇明转头瞪他们一眼 看什么看 没事 张一姑娘怎么可能舍得对我真下狠手 不过打是亲骂傻而已 两名侍卫努力憋住自己的表情 缓缓点头表示 您说的都对 周宇明最后一声叹息道 太难追了 真是太难追了 不过也正是这般 才燃起了我的斗志 所谓惊鸿一瞥望三生 九关凝之云碧月 张一 你迟早是我的 我要你为我生下十七八个孩子 壮大我拥王府 火大周万年 身后侍卫 顿时起身纷纷鼓掌 表示小王爷 您说的真棒 同时也在心中暗想 十七八个孩子 那还真挺厉害了 这得是多高产的老娘们才能生出来 估计 也就是张一张之士 这种修为高深 立缘深厚 身躯强大的女子 才能做到了 在另外一边 洛天飞一般地离开了酒楼 如果早知道是张胖子的姐姐来请自己吃饭 她是怎么也不会来的 洛天根本就没考虑到 自己现在逃跑 会不会得罪张一 反正在他看来 张一肯定是来找他麻烦的 最次也得揍他一顿 张胖子说的那可清楚了 能躲就躲 能跑就跑 这才是正道 直到离开酒楼老远 洛天这才停下脚步 此处虽然地处偏僻 但是行走的马车也不少 洛天正想拦下辆马车返回都城 莫的旁边一辆经过的马车中 探出一颗大脑袋 对着洛天叫道 洛哥 声音耳熟 语气更熟 又是张胖子 快步下了马车 张胖子直接奔到洛天身边 本来站定的洛天突然出手 直接一把按住张胖子的脑袋 另只手抽出杀猪刀 架在张胖子的脖子上 左手精神力涌动 随时准备精神爆破 右手杀猪刀贴近胖子的脖梗 冰冷的刀锋 让张胖子浑身寒毛都立起来了 洛哥 你干啥呀 还想骗我 跟我玩二次刺杀是不是 想的没你 我洛天这么容易上当吗 洛哥 你有病吧 我是胖子呀 我胖你大爷 你真的假的我还不清楚 谦换直视你还想骗我 谦换 洛哥你仔细看清楚了 你不是会立元寻踪法吗 这也能认错了 我不是谦换 别动 我自会分辨 洛天当然要看清楚了 破魔眼和竹龙眼同时开启 仔细观瞧 还真是张胖子 洛天有些不敢确定 因为他确实是被骗得有些心迹 洛天一挑眉 看起来像是真的 那你说点只有你是真的张胖子才知道的是 张胖子低声道 那可太多了 你到底想问啥 你就说说我的缺点 张胖子立刻道 抠门 小气 死要钱 贪吃 嘴巴毒 脾气差 偶尔脑子缺根筋 懒衣服都不管 还有 行了行了 我信了你别说了 洛天收回杀猪刀 按住张胖子的嘴巴 张胖子呜呜道 洛哥 我还没说完呢 洛天瞪脸张胖子 赶紧转移话题 你怎么跟来了 我打听到你从五塔出来了 我就猜 你肯定跑来跟我姐私会来了 洛哥你不厚道 你还真想当我姐夫不成啊 我必须得阻止你 你是不是想下半生在床上度过 你放屁 我才不想当你姐夫呢 我是真的不知道那是你姐 你怎么不告诉我 你姐长得 就长成那样呢 我还以为是 是那样的呢 洛天说者 两只手比划了一个葫芦的形状 然后看向张胖子 你确定 你是轻生的吗 张胖子瞪眼道 滚蛋 我是吃的好 虽然他也吃的不差 但我知道他为啥不长胖啊 你不想当我姐夫就行 否则我就只能 只能啥 我就 我就只能揍你了 你还想揍我 洛天一时没听明白 只感觉 这胖子胆子是越来越大了 都快赶上他那体重了 张胖子不说话 只是一番紧没弄眼 洛天立刻想明白 张胖子是什么意思了 你个死胖子 你太毒了吧 你敢用乌鸦嘴对付 我就撕烂你这嘴 洛天给张胖子 比划了一下自己那沙包大的拳头 张胖子咧嘴道 只要你不想当我姐夫 那就还是我洛哥 洛天狂翻白眼 行了 我还在考虑战斗大赛第三轮怎么办呢 你姐现在要打我 无钱也请人来杀我 还有一个厉害的小王爷 好像也在等我 我头疼着呢 我又不敢直接认输 否则他们 不知道会找出什么理由来开除咱们 张胖子双手一摊 我反正已经被打败了 刚好第三轮不用参加了 洛哥 你说有没有办法 咱们也反击一下 你无钱欺人太甚了 仗着自己是一等职士 还真敢在战斗大赛里杀人 第二轮最后的战斗 你可真是惊险死了 这么多人围殴你 要是我早就挂了 听胖子这么说 洛天想到这些 也感到头疼 他皱着眉 是啊 这第二轮说实话 我自己都不知道怎么赢的 十之八九 还是你姐帮了我一手 接下来第三轮 他估计不会帮我了 咱们就得自己想办法了 张胖子听着不对劲 咱们 洛哥 我已经被淘汰了 洛天瞪眼 你蠢死了你 我要是死了 你还能活多久吗 一辈子跟在你姐身边混啊 无钱会放过你 还是那阎山会放过你啊 等等 我好像 想到点办法了 虽然可能没啥用 但是 恶心恶心他们也不错 什么办法洛哥 张胖子文言顿时精神一震 洛天嘴角生起了一丝笑容 他拿出通讯金石 直接联系丘陵 喂 丘陵学姐啊 还生气呢 听说女人生气多了会变丑的 别挂别挂 找你有事呢 不是说 舞者报要采访我吗 能不能就给我安排在明天啊 你别管为啥了 反正安排在明天就是了 你帮我约一下呗 明天早上 东南舞塔见 说完 收回通讯金石 洛天转头 再看向张胖子 胖子 你明天跟我一起来吧 我也来 张胖子听说这里面还有自己的事呢 连忙将脑袋摇得跟波浪鼓一样 毕竟一想到上次和舞塔记者的相遇 张胖子就感觉浑身难受 本能的就十分的抵触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主播追马 也欢迎您关注我的喜马主页 关注我更多的作品 谢谢 我的技能全靠简 作者欧阳云 由追马 狐狸 周末 杨安生 小时候 小树叶等主播 联合播讲 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357集 老熟人 洛天拽住胖子 你别想跑啊 只要上阵咱们就得一起 谁都别想逃 而且这次和上次不一样 这次咱们要占据主动权 胖子低声问道 啥意思啊洛哥 洛天附在张胖子耳边 说出自己的计划 听得张胖子脸色变了又变 最后才到 洛哥 你这样好吗 我怎么感觉就像坏规矩啊 会不会这么做完 咱就被吴塔给直接弄死了 洛天咧嘴 本来他们也想让咱们俩死 怎么 还不许咱们反击了 你就说你敢不敢一起来 张胖子眼珠转动 好 大不了就比现在情况更差些呗 让他们也知道难受是什么滋味 洛哥 我听你的 洛天重重点头 然后抬头看向远方 那接下来 咱们就需要点装扮了 一日 东南吴塔 此时吴塔内执事并不多 全在城内吃吃喝喝呢 现在战斗大赛进行到了第三轮 该淘汰的已然被淘汰了 剩下的执事就只有洛天等三人 至于其他人 自然是该干嘛干嘛去了 再加上飞行舟船大赛即将开启 此时众多执事都在相好的匠师那排队呢 据说 单是都城排名前一百的匠师 都全都接满活了 只等着飞行舟船大赛开启 便会有各种各样的飞行舟船 出现在都城上空 一飞冲天 如此情景 自然使得待在吴塔里 干正经事的执事就变少了 等到吴者报这几位到来的时候 甚至还在大堂里等了一会儿 才被从家里赶来的内情执事所接待 几位吴者报的工作人员 也不敢乱发脾气 毕竟都城吴塔 可是比吴者报地位高多了 而且相较地方吴塔 都城吴塔的执事 等级也都高得多 不是那么容易得罪的 吴者报记者小桃的脸色难看 却也并不敢说什么 跟在这名内情执事身后向里走 心里已然暗响 敢这么怠慢他们 等会儿就得想着法的 给你们吴塔抹点黑 至少也得让你们感到难堪才行 终于到了安排好的休息室 诸位吴者报的工作人员 开始布置记录金时 同时 这吴者报的记者小桃 也悄悄地将准备好的备忘录 划去了几个问题 然后换上了更加难缠的问题 当然了 他也只敢换掉这么两三个而已 其他的他也不敢乱动 毕竟该宣传的还是要宣传 他作为新来都城的记者 今天是他第一次采访 可以耍点小心思 但是该做好的事 必须还要做好 没错 这位小桃 正是刚从曲州调来的 上次在曲州被马贼劫了之后 那叫一个惨呢 满脸被拔火罐 足足休养了好长一段时间 这才缓过神来 之后小桃记者就不愿意再待在曲州了 花了钱动了关系 求自己在都城舞者报行混的干爹 终于把他调来了都城 修养好了身体 小桃打算在都城 好好地闯出一番天地来 就从这次采访开始 那两位执事来了没 小桃一边给自己补妆 一边问道 旁边内情执事笑着回答 落执事马上就到 我们已经通知他了 小桃心不在焉地问了一句 你们五塔星落的知识挺多的 旁边内情执事没有听明白 啊 挺多 小桃姑娘在哪听说过呀 小桃转头说道 不是吗 全段时间我在老家的时候 也碰到一个星落的知识 他跟他的同伴嘴巴可恶毒了 居然敢用邪术咒我 害得我差点死了 内情执事呵呵一笑 不可能吧 执事们都是有规矩的 哪敢用什么邪术啊 不怕被同行当魔修抓了嘛 你不信就算了 小桃翻了个白眼 旁边内情执事想了想 忽然道 您老家是在曲州啊 我听说 落天落执事他们 就是从曲州过来的 是啊 什么 又是他 小桃文言顿时瞪大双眼 差点跳起来 而就在此时 外面有声音响起 落天指示到了 显然散开 小桃顿时嘴角抽搐 现在他真的想马上离开啊 上次就因为采访落天和张胖子 小桃至今都还记得 自己接下来的遭遇呢 尤其是张胖子那破嘴 什么这么美不把火罐子可惜了 之类的这些话 让小桃是记忆犹新啊 此时明白 接下来要采访的人又是落天 小桃深深感觉自己可能又要倒霉了 他整个人精神紧张 表情都变得僵硬了 倒是旁边的内情指示 皱起眉来 落执事啊 什么时候这么打谱了 还嫌人闪开 这位老资格的内情指示 不太满意落天的作风 年轻指示啊 哪怕有点实力和成绩 也不该如此狂妄啊 尤其还在五塔里 这可太招摇了 但是很快 他就知道 为什么落天这么招摇了 只见有两三名指示 抬着落天进了房间里 然后把落天 轻轻就放在小桃对面的椅子上 满身白布 就露出一双眼睛 嘴都快被封住了 这哪儿还是个人呢 这分明就是个粽子 身上药味刺鼻 小桃等人都身不由己地 身躯后仰 这什么味儿啊这是 旁边张胖子 感谢了帮忙的指示后 就一脸哭向地握住 小桃记者的手 大记者 你可要给我落个深渊啊 小桃完全蒙住了 扭头看了眼旁边那位老内情之士 这位老知事 一看事情这样 心里突然有了几分猜测 然后就不动声色地 向后缩了缩 一言不发了 别激动别激动 有事慢慢说 小桃此时一头是寒 情况跟自己想象的完全不一样了 但是毕竟专业素养还在 他先安抚张胖子 然后仔细观察落天的情景 确实像粽子 这能看出个屁来 谁把他当成这样的 他可是最新最火的指示之一啊 眼珠一转 小桃记者顿时嗅到了 大新闻的味道 刷刷点点 小桃果断将自己原本准备好的问题 全都划掉 包括那些最正经的问题 接下来就看他的操作了 他小桃要在都城 一举闻名 大记者 你看着好像很眼熟啊 张胖子此时也认了出来 这记者很眼熟 落天也仔细看看 他嘴角抽动两下 似乎在竭力地 阻止自己笑出声来 咳咳 叙旧就不必了 两位指示 咱们还是入正题吧 落指示 感谢您百忙之中 抽出时间来接受我们的采访 看您现在的模样 似乎并不方便 能跟大家说一声 您这几日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吗 落天竭尽全力 表现出悲愤的表情 带着痛苦的声音道 刺杀 我遭遇了刺杀 旁边张胖子跟着连连点头 同时悲伤地叫喊 太惨了 真的太惨了 就是去了顿饭的功夫 落格便遭遇了 仓无人道的刺杀 还是被自己人 天哪 是自己人 听到是自己人 小桃整个人都亢奋了 他连连挥手 让旁边举着耀光石 和记录金石的助手 靠近些 给落天来了一个大特写 是谁 刺杀者是谁 为什么刺杀 落之士 你不要怕 你的遭遇 都成人会看见 正义会看见 小桃也音调拔高 正气凛然地问 落天常常一声叹息 然后吐出两个字来 千换 一等执事 千换 角落中 听到千换二字 老内情执事伸去一阵 然后赶紧从自己怀中 掏出了通讯金石 趁着没人注意到 这位老内情执事 迅速地重提出消息 严主持 我是老猴啊 麻烦大了 落天正在向 五者报的记者 控诉千换执事 对他进行了刺杀 您再不来 就得出大事了 这边小桃 特别配合 落天的表演 一声惊呼道 一等执事 千换刺杀你 你没有搞错吧 他一个一等执事 为何要刺杀你 这位 三等执事 落天压低了声音 当然没错 昨天刺杀我时 小王爷周宇明也在场 还有 狩猎九楼许多舞者 也都听到了动静 我的技能全靠简 作者欧阳云 由追马 狐狸 周末 杨安申 小时候 小树叶等主播 联合播讲 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第三百五十八集 人生如戏 全品演技 小桃双眼 越来越亮了 这事居然还能牵连上 小王爷 他来到都城第一天 老舅就给他一份 都城关键人物名单 只要沾上这些人的名字 那都是天大的新闻啊 是一定不能错过的那种 其中 便有小王爷周宇明 小桃感觉 自己的八卦之魂 在熊熊的燃烧 他连忙又问 为什么 洛知事 您可知道 千换知事为什么要刺杀你吗 您可知道 这是十分严重的指控 尤其是 今日的采访 是要放给都城百姓看的 洛天正要说话 旁边张胖子 却猛然接口道 是因为无钱 一等值是无钱 他出了大价钱 请千换自杀洛哥 洛哥 都是因为我不好 我打死了 无钱的儿子 但我也没有办法呀 无钱的儿子 当时偷袭我们 还要把我们全都杀死 我能怎么办呢 洛哥 都是我害的你 张胖子说着就抱头痛哭起来 当然 他抱住的不是自己的头 而是洛天的头 洛哥 我演得咋样 你演得行 不过你脸离我太近了 你滚开点 好了 胖子 没事 我没事的 小桃看着洛天和张胖子 这副兄弟情深的样子 简直都要被感动得落泪了 而后面的内情直视老侯 却是觉得 这下要翻天了 洛天这时 公然把五塔中的争斗 告诉记者了呀 一旦消息传开 整个五塔都将受到冲击的 两个一等值是 合谋对付两个三等值是 如此事情 但凡是舞者 都会感到不迟 但是老侯料想中 最差的情况并没出现 洛天虽说是坏了规矩 但却并没有破釜沉舟 把阎山主事也说出来 还算是留了这么一丝余地 小桃转头 看向记录的助手 全记下来了吗 助手点点头 记得真真儿的 小桃 血性重大 咱们还是赶紧走吧 这是五塔 你懂的 小桃突然意识到 自己也可能处境危险 于是立刻道 好的 因为洛执师与张执师的情绪 太过激动 今日的采访就到这里 洛执师您放心 只要您说的是真的 正义必将到来 我们都支持你 言毕 小桃与助手赶紧收拾东西 就要离去 后面老猴一见 就想上前来人 嘿嘿等等 两位等一下 老猴反应相当迅速 张胖子反应则更快 他看出老猴可能要坏事 赶紧直接扑上去 大声道 我们太惨了 五塔要给我们主持公道啊 老猴顿时被张胖子死死压住 就见小桃头也不回道 我们还有急事 决心不了了 再见 小桃他们步履匆匆地离去了 连布置在房间里的 耀光金石都没拿 老猴心急如焚 此时都想动手了 但是他正要动用武器 却发现自己的武器 居然全都消失了 而且身躯也跟着有软倒的倾向 再定睛看去 就见一只断手 抓在自己的大腿处 断手上传来冰冷的气息 顿时让老猴如坠冰枯 他拼命想推开张胖子 却被张胖子一边哭一边死死拽住 片刻之后 外面脚步声完全消失了 显然小桃等人已经离开了五塔 张胖子这才松开老猴 同时带着不好意思的表情说 不好意思啊 我有点感情失控了 老猴脸色一阵红一阵白 他有些想发作 却又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反正此时再想做什么都已经晚了 而且以他的实力 似乎在张胖子面前也占不到什么便宜 须 老猴一声叹息 他没有再看张胖子 而是看向骆天道 你这么做 只会得罪更多直视的 骆天此时也终于坐直了身体 平静回道 不得罪我就能活了吗 老猴没法回答这个问题 他摇了头 快不离去了 张胖子还想拦他 骆天却一摆手 胖子 不用了 老猴走到门口 忽然又想到什么 骆天 我只想提醒你一句 千千万万 可别把火引到超等之时以上了 我不是跟你说什么高层不能得罪之类的屁话 我只是告诉你 很多事情 别以为你很懂 其中内幕 可能比你想象中夸张一百倍 比你猜测的 要反转不知多少次呢 骆天转头问道 你是说 我可能错了 老猴点点头 谁都有错的可能 也许今天你没错 明天就错了 昨天没错 今天可就错了 阎山主事 并不是你想象那么坏的人 与你熟悉的那位庞圣师 也不是十全十美 我言尽于此 好自为之吧 老猴说完转身就走 留下骆天 自己在静静地思索 张胖子在旁边皱眉 这老家伙说的什么意思 骆天摇摇头 不知道 对了胖子 最近 你见到庞圣师了吗 张胖子也摇头 没见啊 怎么了 骆天没有回答 只是眼中的光芒 微微的 有了一些波澜 两人又等一会儿 外面有急促的脚步声响起 接着 一道熟悉的身影 带着煞风 快步冲了进来 面沉似水 脚步沉重 来人正是超等之士 阎山阎主氏 他进到房间后 看了一眼浑身绷带的骆天 怒不可遏道 骆天 你要疯啊 你还是个知识吗 骆天保持贪作的样子 拉长应道 阎主氏 你可要给我做主啊 我被一等之士 谦唤偷袭 明天 你就能从无诀报上 看到详细的消息了 骆天 你到底想干什么 你 阎山现在真是恨不得 直接把骆天给拍死 他的手都伸出去 抓住了骆天身上的绷带 张胖子 立刻站到骆天身边 死死盯住阎山的手 阎主氏 你要在乌塔里当众行凶吗 张胖子这嗓子 总算让阎山冷静了几分 而骆天 则是依旧满不在乎的口吻 拉长应道 阎主氏 我想让你找到凶手阎城 这应该是最合理的做法吧 敢问执事刺杀执事 是个什么罪名 阎山咬牙没有回答 骆天又接着大声道 还有 吴前故兄杀人 又是什么罪 吴塔不能放任一等执事胡来吧 随骆天悲弃的叫喊 外面谨剩的那些执事 都纷纷靠过来 向这边投来目光 阎山转头一看 见有不少执事 都在探头探脑 便知道今天如果硬动手 怕是得出大事了 他松开抓住洛天的手掌 然后深吸口气 强行稳住自己 你应该先通知吴塔 这么重大的事情 必须得由吴塔 先拿出商议结果 然后才能选择 向不向外界通报 这是规矩吗 当然是规矩 请问这规矩写哪了 是写在我签约吴塔的契约书上吗 这种事情不用写 你也该懂 那我请问 正常情况 如此行为该如何处理 当然是上报总塔 请主行执事过来调查 依照调查结果再新处理 那如果主行执事的刑事不公呢 那你可以上报圣职 由圣职裁决 哦 好 那等一下我就上报圣职 洛天最后淡定的说 阎山这时才猛然意识到 洛天另外还有个身份啊 他是圣职助手啊 洛天想见圣职 还真就能见到 而且还是每位圣职 包括那位不太爱管事的 霓裳圣职 阎山脸色又开始发青了 这事闹成这个样子 如果再让圣职介入 那就真的一发不可收拾了 洛天看着不说话的阎山 继续道 阎主持 你还要阻止我吗 难道 你也参与了此事 阎山依旧不语 死死盯住洛天的眼睛 洛天也缓缓站起来 毫不避让地盯向阎山 谁要杀我 我就让他身败名裂 然后曝尸荒野 最终一臭万年 阎山终于出声了 他用极低的声音说 洛天 你这是向我开战吗 洛天淡淡一笑 战斗不是早就开始了吗 只是现在轮到我来攻了 阎山瞳孔一阵收缩 他轻轻点头 你好 你很好 多说无意 阎山一甩一袖 大步离去了 张胖子向阎山的背影 脆了口唾沫 老不死的 以为自己谁呢 就许他杀人 不许别人曝光他 去他娘的狗臭臂 洛哥 咱们这么做 能打击他们多少 洛天思索片刻 没多少 不过接下来 他们再想做什么 就应该不这么容易了 走吧 咱们还要上报圣局呢 这可是规矩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主播追马 也欢迎您关注我的喜马主页 关注我更多的作品 谢谢 独家出品 第三百五十九集 九大人 一日清晨 武者报大版面 特大新闻 主标题 丑恶无塔 三等之士落天 遭一等之士千唤刺杀 小标题 为子复仇 一等之士无钱 故凶杀人 行事宛如摩羞 大篇幅大画面 落天包成粽子的模样 被画得栩栩如生 这早上一开麦 便是满城惊叹 无塔何时出过 如此大的丑闻呢 一传十十传百 不过片刻功夫 今天的舞者报 便销售一空了 不得已之下 舞者报行 居然还进行了加印 这是多少年 都难得一见的场面呢 我的天哪 原来执事内部斗争 如此激烈的 太惨了 贡献这么大的执事 居然就因为正道防卫 杀了一等之士的儿子 就被逼得要死 看来啊 哪里都是一样 位高一等压死人呢 落执事太惨了 无塔如此不公 简直可恶 大街小巷上 多少人都开始议论了 有些执事买了舞者报后 看过也是破口大骂 无钱那个儿子我认识 就是个混蛋 他肯定是做了什么 令人不齿的事情 才被打死的 我相信落执事 无钱儿子我认识 从小就不是傻好人 长啊 这还不长 无塔兴堂干什么吃的 如此重要的事情 不给大家一个交代 那名声还不彻底臭了 走走走 去东南无塔 如此要事 形堂肯定会来人的 今天有好戏看咯 一众人骂骂咧咧 向东南无塔赶去 跟着看热闹的 还有不少的舞者 东南无塔内 此时也是人满为患 从五楼一直蔓延到大堂 全部都是人头 接踵摩坚 所有人都在向前面打听消息 而在五楼的执事 则是大声叫嚷 都安静 主行执事正在查案呢 你们都小声点 一听说主行执事已经到了 众人全都闭嘴 众所周知 历代主行执事 那都是执事中 最凶悍 最顽固 也是最强的一批 主行执事的选拔 至少得是一等执事 在经历过严格筛选 外加考核后 才能成为学行执事的一员 接着进入五塔的 行堂修行 修行时间 至少得是十年往上 凡从行堂出来的 主行执事 似乎都掌握了 某种特殊力量 极其强大 又极端理智 听说那是一种 需要牺牲部分 人性和欲望 才能得到的力量 可以说 除了四圣职之外 最不能招惹的 就是主行执事 从某种程度来说 行堂中出来的主行执事 对于超等执事 向下的所有执事 都有生杀与夺的权利 这一点甚至连圣职 都是没法干涉的 只有神职 或者当今国主 才有资格进行斡旋 主行执事 人数很少 而且行踪诡决 除了四圣职之外 其他人 想见一面都难 一般除非是五塔 发生重大事故 否则主行执事 一般是不会露面的 最多就是降下一个分身 进行简单的勘察 和判法 而主行执事 只要真身来了 那就意味着 这事情重大了 绝对不能小看 这回来的是真身吗 有不少执事 都在询问这个问题 上面那些偷听的执事 则都是轻轻摇头 谁也不知道 这回来的 究竟是分身 还是真身 五楼 最大的休息室内 此时已然做了许多执事了 包括这次事情的元凶主角 无钱千换 阎山都是进阶在场 旁边还有唐主事 全主事 林主事等人 而坐在最中间的 自然就是这次的主行执事 九大人了 凡是成为主行执事的 都没有自己的名字 只留下号码 或者天干地支 面前这位 便是称号为九的 主行执事 无论是圣职还是国君 都会称他一生九大人 也是如今刑堂三老之一 资历最深的一位 一头白发过肩 花白胡须垂着 这九大人一身黑袍 没有花纹 甚至看不到任何幻影 和五行精的丝线 腰间一条玉带 中间刻着公正二字 代表着他刑堂的身份 一般来说 主行执事 从刑堂出来 都至少得得到 公 平 正 直 威 武 明 敬 天 九字之一 能得到两字 足以说明这主行执事 身份超然 修行深厚了 九大人淡定的作者 双眼微眯 手中两颗阴阳小球 悬浮着在轻轻旋转 须一道传颂阵出现 接着一名执事出现 看看四周 朗声道 诸位大人 落执事说他身子不适 就暂且不来了 他现在正在天师府上 有什么结果通知他便是了 众人文言不悦 却也不敢多说什么 就听九大人平静道 落执事重伤在身 是需要养伤 来不来的就无所谓了 反正今日也不是宣判 只是了解下情况而已 我看人也来得差不多了 谁先给我说一下 这事的经过呀 九大人声音平缓 不怒自危 吴浅等人则是脸色难看 根本就没法开口 从今早看到 吴浙报那一瞬间 吴浅就知道 这事情大条了 落天的反击 比他想象的更快 也更加凶猛 他居然是真的不怕得罪整个吴塔 直接就捅给了吴浙报了 莫大的舆论压力下 有些事情想不说清都不行了 众人你看我我看你 居然一时间 没有一个人回话的 九大人扫事在场所有之事 忽然点名道 吴浅 事情 听说由你而挤 你来说说吧 吴浅全身一震 接着咬牙道 我没什么可说的 杀人偿命欠债还钱 富报子仇 天经地义 九大人再度问道 你的儿子是怎么死的 吴浅咬牙道 被落天张旗打死他 可有凭证 九大人不依不饶 吴浅大声道 我有魂灰之物作证 句句不虚 九大人淡默道 昏灰之物 邪魔妖道之法 算不得证据 堂堂执事 用这种手段探查 真不知羞耻 我要的是当时战斗的画面 和战斗地点 你们谁有 九大人的声音 终于带了几分怒气 旁边诸多指示 你看我我看你 依然不语 战斗画面自然是有了 落天等人 又不是在荒郊野外杀的人 而是在执事培训的时候 弄出来的事情 所有画面早就上郊封存了 但谁敢此时说有呢 堂主事和阎山 目光扫过全场 没有一个人敢吱声的 九大人看看四周 忽然冷哼一声 都不说是吧 不要紧 我也查得到 九大人翻手验 一本奇书出现 这本书没有封面 翻开来 里面也没有文字 但是所有人 见到这本书时 都不由地屏住了呼吸 他们似乎也没想到 九大人居然如此果决 直接就把正义之书 给拿了出来 形堂圣物 远超宝器的存在 这据说是当初 一位强大的圣职 以毕生之力 所铸就的奇书 最后 这位圣职 在临死之前 以身住气 将自己也融入其中 而此举也直接将这本书 一举跨过了宝器灵气之列 成为了天下 少有的圣祭 正义之书 翻开第一页 九大人朗声道 观世界 查无塔 上报无前之子 生死之谜 下一刻 这书卷上 有光滑升起 光芒迅速凝聚成了画面 以极快速度 知会出了 骆天等人的身影 接着 在场所有之事 就都看到了 骆天和张胖子 是如何杀的无言 前因后果清楚 随九大人手掌连续翻动 所有细节 先毫必现 这也是吴钱第一次知道 自己的儿子 究竟是怎么死的 如此机密画面 无他有封存 但却不可能给他观看 别说他只是一个 一等知识了 就算超等知识 也查不到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主播 追马 也欢迎您 关注我的喜马主页 关注我更多的作品 谢谢 我的技能全靠简 作者 欧阳云 由追马 狐狸 周末 杨安申 小时候 小树叶等主播 联合播讲 喜马拉雅 独家出品 第三百六十集 正义之书 吴钱越看脸色越沉 当时发生的所有事情 都明明白白 他自己也不得不在心中承认 他的儿子无言 所作所为 却有取死之道 如果不是因为死的是自己儿子 吴钱甚至还可能笑骂一句 死得活该 心神震动间 吴钱闭上了双眼 九大人看完后 淡定地说 无言之死 咎由自取 临阵偷袭 又是寒怒杀人反被杀 如此之人 就算当时不死 无他也要将其逐出 且废其修为 封存此画面的庞无情 处事得当 无不妥之处 九大人直接就下了结论 在场的诸多高级之士 没有一个敢出言反驳的 毕竟是证据确凿 没有半分推诿抵赖的可能了 吴钱忽然睁开双眼 咬牙道 那又如何 我儿子死了 我自有报仇的权利 九大人历声道 你是无关无绝的匹夫吗 还是魔修鬼修 你身上穿着一等执事袍 手持无他的执事令 是你想报仇 就能报仇的 你把无他当成什么了 你们无家开的 九大人身上顿时爆发出了可怕的气势 瞬间就将吴钱压倒 吴钱只感觉有几座大山压在了自己的身上 让他没法喘息 以至于身下椅子都轰然裂开 阎山见到眼前这一幕依旧不语 而唐主事则是缓缓地闭上了双眼 九大人起身 手持正义之书 伸手一点 吴钱我问你你是否买凶杀人 吴钱张口想否认 此时此刻他也知道绝对不能傻傻承认了 因为看九大人的模样 这就是要秉公执法 且其他几名主事已经不想再保他的样子 可是吴钱一张口却是不由自主地说出了 是 他表情扭曲 完全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承认 旁边做的谦换之事也有些坐不住了 他整个人微微颤抖 九大人冷哼一声 哼 正义之书之下 由不得你谎言抵赖 吴钱 你找谁刺杀落天 多少报酬何时出得熟 吴钱喉咙里发出咔嚓咔嚓的声响 似乎就想全盘拖出 但就在此时 吴钱猛然将手伸进了自己的嘴巴 接着用力一拽 一条血淋淋的舌头被他拽了出来 丢在了地上 吴钱抬起头 满脸是血的看向九大人 诸位直视则是神色肃穆 谁也没想到 吴钱居然如此果决 为了不让审判继续下去 居然直接拽断了自己的舌头 千换眼见此状 目光流转 嘴角闪过一抹轻笑 九大人面色更冷 他朗声道 吴钱 你以为你不说话了 就查不下去了吗 随即 九大人转过头 伸手在千换身上一点 下课 千换整个人 也被钉在了原地 千换直视 吴钱是否雇你杀人 你何时刺杀的洛天 如何出手 过程怎样 全部招来 千换身躯开始疯狂颤抖 但他却强行止住了 说话的欲望 硬是在九大人的逼问下 没有出声 九大人也争住了 似乎这种情况并不多见 他伸手一按 千换直视 依旧没有发出一点声音 续 九大人似乎看出了什么 缓缓说道 没想到 除了天师之外 乌塔内还有人 能有如此惊人的精神力 千换直视 你是双天赋舞者 千换抬头 双某此时化为了金银两色 左金右银万分要目 他嘴角咧出一丝笑容 九大人过誉了 我没错 如何招来 自然是无法回答了 九大人根本就不信他的说辞 继续道 那你是说 洛之士 屋中生有了 无前之士 也没有找过你 千换转头看脸 无前 笑道 无前之士 没有亲自找过我 他派了个人来 一个不值得一提的人 开出了一个 我无法拒绝的条件 我非常的心动 说到这 却是话锋一转 可是 我自存 自己是一名执事 不可能干这些 见不得人的狗的 当场啊 我就拒绝了 至于 洛之士受伤 我想 使无前之士 又找了他人动手吧 然后还冒充 我来杀人 无前之士 你可够狠哪 旁边无前则是一语不发 满眼都是骑傲 阎山主士扯扯嘴角 所谓的不值一提的人 可不就是他阎山吗 看来情况 并没有自己想象中那么失控 这个千换还是靠得住的人 也就不需要他阎山 再来多说什么了 同样的 唐主士看着满脸鲜血的无前 也是一声叹息 无前不能再说话 何尝不是在保住他呢 而九大人根本不信 他继续问道 所言是真的 谦换道 九大人可以自己去查 如果有证据 证明确实是我 再抓我也不迟 九大人深深地看了眼谦换 然后转头再看向无前 你呢 无前 你也要等我拿出证据 再审判吗 无前嘴角扯动一下 接着站起身来 脱下身上的一等执事袍 甩出执事令 重重摔在地上 还用脚碾了几下 他这动作 他这动作只有一个意思 从今天开始 只有无者无前 再也没有一等执事 无前了 九大人脸色难看 无前的做法 无疑是在挑衅 吴塔尊严 拿下 执事是你想当就能当 想不当就能扔的吗 看着地上被践踏的执事袍和执事令牌 九大人的眼中满是杀气 而其他主事的脸色也相当难看 无前这番做法 在他们看来也是很过分了 九大人一声拿下 旁边两名主事同时出手 一红一蓝两道磅礴之力 直接就将无前 死死地压在了地上 五玄境舞者又如何 曾经的一等执事又怎样呢 在如此两道力量面前 依旧是没有丝毫的抵抗能力 因为出手的人正是唐主事和阎山主事 这两人此时没有丝毫留守 尽可能地将无前压紧 看着趴在地上的无前面色胀红 好像要窒息一样 阎山一声轻叹道 九大人 证据不足啊 还是先不要审判了吧 阎山还是出声了 他这话虽然没什么毛病 但此时出声 就已经让在场许多厨师 能猜到很多东西了 此时在这里的执事 哪个不是位高权重的人今啊 一句话就会透露很多的 九大人也转头看了阎山一眼 一瞬间 阎山仿佛看到了自己被审判的画面 他身躯微微一抖 随后强行稳住心神 这才将那种感觉给排开了 九大人淡默地说 主位大人 也是这般想法嘛 其他主事文言都是闭口不语 阎山心中一声叹息 本来以为凭自己在五塔中多年的声望 应该有不少执事 愿为自己说话才是的 至少唐主事该说啊 还有那位领主事 也是他的老交情了 如果换作以前 他们定然会出声的 看来 因为贺东的事情 其他主事虽然不说 但是已经对他很失望了 再加上今天无前之事 估计有许多执事 已经对他心寒了吧 阎山顿时感觉 自己这个五塔的超等执事 怕是也快做到头了 等把手头事情了了 就该主动放弃一切 回家一养天年算了 沉默片刻 阎山缓缓起身 走到九大人的身边 低声道 九大人 无前之案 不过是小案 无非是无他丢脸 只是蒙城而已 但这小案之后 有大案 那才是心腹大患呢 阎山严禁于此 多的也没再多讲 毕竟也是没多少证据的事 九大人看脸阎山 目光微微有些闪烁 旋即九大人将正义之书 放到阎山面前 证明给我看 阎山深吸口气 手掌按在正义之书上 下课似乎有道光 没入了九大人的体内 叙语 九大人的脸色微变 看向阎山轻轻点头 此番微妙的举动 落在了所有知识眼里 尤其是唐主事 见到此状 嘴角 微微的上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主播 追马 也欢迎您关注我的 喜马主页 关注我更多的作品 谢谢 我的技能全靠简 作者欧阳云 由追马 狐狸 周末 杨安生 小时候 小树叶等主播 联合播讲 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第361集 错误道路 九大人看完阎山的信息 转过头 蒋无前 暂且关押 等候证据充足之后 再行审判 近日内 刑堂将开展 至少为期半月的 内部调查 所有职事 必须配合 直至查明真相 至于 谦换 直视 虽然 暂时 没有证据 能说你 做了什么 但是 我以 行堂 直视 身份 劝你一句 最近 留在 无塔 比较好 尤其是 马上 就将进行 直视 战斗大赛的 最后一轮 你好好 当个观众 等候 调查 结果 否则 否则 如有异动 可说不准 会出什么事 谦换笑着 躬身道 谦遵 九大人之令 我一定 哪都不去 谦换低下头 笑容之下 却是满眼的杀气 九大人 这番忠告 是直接断掉 他最近 还想复仇的想法 看来 又得让 洛天他们 多活一阵子了 谦换看了眼 地上的吴钱 他可不想 变成 吴钱这样啊 行了 今天到此为止 你们来个人 将 吴塔 开始 内部调查的公告 发出去 让外面那些人 都消停点 都等着调查结果 不要四处传谣 说完 九大人一甩一袖 离去了 诸位主事起身 纷纷离开 外面几名二等之士 则快步上前 将吴钱带走 看着吴钱 满脸鲜血的样子 吴塔中的其他之士 都是一阵的议论 看来 吴钱是遭殃了呀 可不是嘛 不过看样子 还没进行审判 据说 刑唐审判 至少是修为被废呀 太惨了 我宁愿死在摩修手上 也不愿被刑唐审判 一臭万年呢 生生议论中 一切暂时告一段落了 唐主事忽然停下脚步 等着阎山主事来到身边 唐主事低声道 我想见洛天 你帮我安排一下 单独见面 不要让任何人察觉 阎山冷哼一声 哼 见他做什么 握手言和 都这个地步了 你以为他会服软呢 这人是个倔脾气 跟你们一样的倔脾气 可以被杀 可以被抓 但是绝不可能服软 我知道 但我的直觉告诉我 我们搞错方向了 什么搞错方向了 这方向还不明确吗 唐主事摇摇头 晨阴片刻后说道 我问你 庞老鬼去哪了 庞老鬼 他当然是躲起来了 不对啊 等等等等 不该躲起来的 上次他就没躲 阎山也意识到 有些不对了 唐主事继续道 上次我们不过是 对付他几个普通弟子 他便苟机跳墙 一副要跟我们决一死战的模样 这次倒好 洛天难道不比他那几个弟子要强吗 无论是心性修为手段 都是上上之血 必须要保之人吧 可是庞老鬼人呢 他今日为何不在 他真的就这么相信刑唐 阎山低头思索 却是想了好一会儿 也没能想明白为什么 他感觉自己似乎是真的走错路了 此时进入了一片迷雾中 这真有问题啊 不可能啊 洛天的态度 明显跟那庞老鬼是一伙的 他就是庞老鬼新培养出来的小鬼 唐主事拧着眉毛 看起来确实是这样 所以我才要见洛天一面 我近距离地看着他 问问他 到底情况是怎么回事 那吴钱跟你说了什么 他知道多少 阎山想了想 这也都是猜测 没什么证据 他说的也做不得数啊 而且还有保留 只交出了一个杀手 还在问着呢 唐主事忽然想到什么 问问那个杀手 当时洛天是不是与吴钱在一起 他们俩不是死对头吗 怎么会在一起呢 去问就是了 如果我猜测是真 那我们就真的都被耍了 一夜无话 一日天明 刑堂查案的消息 很快就由丘陵学姐 传给了洛天和张胖子 当知道吴钱已经被抓 千唤也被重点警告之后 洛天张胖子不由得长舒口气 听起来 似乎他们暂时算是安全了 今天五者报 也专门详细报道了 吴钱之子 究竟是怎么死的 这似乎是吴塔 已经将这份绝密信息解禁了 直接就给五者报发布了 同时也从官方层面 证实洛天和张胖子并没错误 吴塔是跟洛天张胖子 站在一起的 如此一来 这五塔的名声 自然是保住了 至于接下来会如何处置无钱 查案以及寻找证据 大多数人就没那么关心了 也只有洛天和张胖子 知道这件事 怕是还没结束 依旧是充满变数 当然 洛天暂时也不会再做什么出格的事了 这次故意把事情闹大 其实也是不计后果的搏命一击了 现在看来虽然成果还不错 但是保不起 如果洛天再做什么 会直接引起吴塔的震怒 就连老天师大人 在听说洛天这几日的所作所为后 都警告洛天说 这是在玩火 而一只没有露面的庞圣师 也派人寄了一封信过来 叮嘱洛天 别再怎么做了 如此做法 会得罪大多数中立的指示 吴塔的名声 如果因为洛天而被败坏 那他以后不管做什么 都会注定被玩死 可以利用吴塔 但是 切不能彻底站到吴塔的对立面 那是一条绝路 洛天与张胖子 也都觉得庞圣师说的有道理 但同时两人也十分疑惑 庞圣师是从哪儿得到的消息呢 洛天和张胖子都以为他不在都城呢 庞圣师最近干什么去了呀 洛天和张胖子 暂且将这些乱七八糟的事都放在了一边 接下来 他们可是要重点准备 直视战斗大赛的最后一轮了 这也是今年与往年截然不同的一轮 这次 将不仅是吴塔直视战斗了 也会有皇室中的年轻高手 以及在舞者大赛中脱颖而出的高手们 这次战斗大赛前十名将获得帝国的爵位赏赐 然后各种珍宝财产都不会少 这着实吸引了许多的穷鬼 包括洛天和张胖子 既然已经走到这步了 洛天当然不会再有退却的想法 如今就只想着看能不能拿个第一了 故此 两人又再次来到舞者报行 当然了 这次不是来买最新的排行榜 而是专门找吴威鼠 要选手资料的 吴威鼠这家伙倒也回答得十分干脆 直接就把洛天想要的资料交给洛天 从舞者报行离开的时候 洛天多少有些明白 神职大人为何要留这摩修一条命了 别的不说 在消息方面 这五尾老鼠绝对好用啊 两人拿着心到手的资料 便赶紧赶往了天师府 可能是被这千患直视刺杀的后遗症 现在洛天是看谁都想杀手 有好几次洛天都觉得 那路边卖包子的小哥在偷窥他 后来仔细看了几眼才清楚 人小哥就是邪视 看谁都那样 回到天师府后 洛天张胖子就蹲在院子里 将吴威鼠给的资料铺开满地 这些资料着实不少 还真是只有在院子里才摆得下 房间里都扑不开的 洛天数了一下 算上自己 约摸有三十来号人 其中黄氏出了十位 舞者大赛上出了二十位 直视呢就少得可怜了 只剩下了三位 洛天看得直皱眉 如此比例也太过悬殊了 不是应该一边识人 这才公平吗 也不知道上面怎么想的 直视就三个 要是都输了 这可怎么办呢 洛天当然不知道 这个人数比例 是女王大人自己定下的 人数也是女王大人批准的 原话十分简单 直视既然说最强嘛 那就只要三个就够了 有本事把前三都拿走啊 就这么一句话 于是确定了直视人数 搞得几位主事 都是苦笑连连 尤其是负责此事的 唐主是他们 那更是无可奈何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主播追马 也欢迎您关注我的 喜马主页 关注我更多的作品 谢谢 我的技能全靠简 作者欧阳云 由追马 狐狸 周末 杨安生 小时候 小树叶等主播 联合播讲 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第三百六十二集 高手如云 洛天和张胖子 开始从资料里 挑选重点对象了 哎 胖子 你仔细挑一下 看哪几个人 觉得重点关注的 你修为不到五玄境的 暂时就不用看了 这么霸气啊 五玄境以下的都不看 是不是有些太自信了 地上这些人 可都是帝国的好手 每一个都有绝技在身的 洛天和张胖子正在挑着 身后就有声音响起 洛天转头一看 发现是个女子 约摸三十左右的年纪 一身雪白长发 头发扎起 眉宇间 有几分遮掩不住的阴气 洛天想起来了 这个女人 他和张胖子 之前见过 记得当时刚来都城的时候 洛天张胖子和鱼哥 被稀里糊涂地 绑来天使府 当时晚上见到的 就是这个女子 洛天当时对他的判断是 出身富贵 至少也是大官家的女儿 那个时候 洛天不过是名四等之士 碰到这些人 还都得夹着尾巴做人 现在洛天已经是三等之士 而且是圣之助手 都城中的大多数官员 他都已经可以平视了 洛天直接就问道 比只刀铃怎么样 比他差的 那就不用在意了 有道理 你比刀铃 确实厉害一些 女子点点头 倒是同意洛天的话 随后从地上捡起一张来 还有周雨明啊 那完了 有他在 你们谁碰上都得输 咦 你们从哪里弄来的资料 居然如此详细 不仅有画卷 功法 战绩介绍 居然还有高人指点的战斗方式 与弱点剖析 张胖子走过来 从女子手中 把那张纸接过来 一条眉毛 关你啥事啊 让开让开 你是来找天师大人的吧 他老人家还在里面练精神力呢 女子对张胖子的粗鲁做法也并不生气 倒是面前房门打开 天师大人从里面走出来力声喝道 放肆 张胖子愣了一下 女子连声道 不碍事不碍事 天师前辈 好久不见了 老天师快步上前 似乎想要行礼 被女子一把拦住了 接着给他洗了几个颜色 随后又低头看向地面道 真的是高手众多呀 这张不是东将军的儿子 东辉芝吗 他也回来了呀 龙争虎斗呀 我看今年的五塔 怕是拿不到第一了 说着女子撇了老天师一眼 老天师却笑道 哈哈哈哈 不见得 只是虽然剩下的人少 但是可都挺厉害的 落天文言转头看向老天师 老天师则是翻了个白眼 摆了摆手 没错 就是夸了你了 臭小子 落天目光在天师和女子身上不断地来回打量 他隐约感觉 天师大人面对这女子 语气十分的微妙啊 似乎十分恭敬 但是又不敢表现得太过明显 一时间 落天感觉 这女子的身份 恐怕是个大秘密 别的不说 这次战斗大赛最后的胜利者肯定是我落格 张胖子 倒是一点也不客气 直接就吹开了 说这话的时候 胖子是肯定没考虑到战斗大赛里 还有他姐的份呢 反正吹牛不上睡 直接往大的吹就对了 女子却是扑哧笑了一声 哼 你落格赢不了 哎呀 我这爆脾气 我还 要不读点啥 一边说着 张胖子已经开始撸胳膊挽袖子了 看起来比自己上阵还要激动的样子 女子笑了 哼 可以啊 这样吧 我也不说你们能拿第一了 能进前三就算你们赢 至于赌注 哼 我也不要你们什么 要是你们输了 答应我一件事就好 张胖子举起胳膊 那样的 你要输了 也得答应我们一件事 没问题 好了 不打扰你们继续研究了 天师前辈 请吧 请 老天师右手续影 带女子往自己房间里去了 张胖子低声道 洛哥 这次赚大发了 来了个脑子不好的富婆 你拿个前三 到时候 我就直接提要求 我要分他一半家产 我估计着 咱们立刻就能退休了 洛天狂翻白眼 我看到时候 你别把自己给输进去了 他的身份可不一般 恐怕比咱们想象的都还高些 能不得罪就不得罪吧 对了 你觉得 他是来干什么呢 这谁知道啊 洛哥 会不会是 天师的老相好啊 你这老家伙 他甚不错哎 张胖子一脸吟笑 洛天将这张猥琐的胖脸 推到一边 懒得在看他 正想回头继续研究对手 此时 却听到身后 老天师在招呼他 洛天 你过来一下 洛天一回头 就见老天师大人 以一种异常郑重的表情 在看着洛天 身旁那名女子 则轻声问道 天师前辈 他靠谱吗 说不靠谱吗 这也确实不靠谱 但说靠谱的话 这小子呀 比一般人 又靠谱些 我那前弟子 就是他亲手给逮起来的 这件事我也听说了 天师前辈节哀 他不过是个 走错路的孩子 话说回来 这个洛天 确定能帮上忙 他的精神力天赋 相当不错 也就比我前弟子 弱上几分而已 有他帮忙 应是能发现的更多些 好吧 反正他也不敢往外说什么 见洛天走到身边 老天师平静道 我有些事情 需要你帮忙 你要是愿意呢 我可以给你些报酬 当然前提是 你这嘴 得紧点 洛天一听有报酬 双眼顿时就亮了 他清楚地知道 对于圣职来说 点数贡献值 那都是不值钱的东西 甚至可以多到随便送的 洛天搓着手 多少点数啊 一千点 太少了 两千 不然不干了 那你走吧 老天师转身就向你走 洛天赶紧拉住他 别别别别 一千 一千就一千 你堂堂圣职那么小气 小心以后传出去 名声受损的 老天师 老天师也毫不客气 你也是堂堂圣职助手 帮圣职做事 不是你的本分吗 张口签闭口签 不怕你添死钱眼里啊 帮帮帮 必须得帮啊 就是有点数嘛 我做得更好啊 说吧 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 进来再说 三人进了屋子 张胖子在外面看得十分的不得劲 怎么 就把他给撂下来了 张胖子虽然没有听到 洛天和老天师在说什么 但是看着洛天那一脸谄媚的笑容 就知道洛哥肯定又捞到好处了 有好处不叫自己 实在太不够兄弟了 张胖子立刻收起了地上资料 随后敲摸地就凑了过去 把脑袋贴在窗户上 想来场悄无声息的偷听 只可惜胖子不知道啊 坐在里面的三个人就都看到了张胖子那贴在窗户上的肥瘦的身影 太清楚了 想认不出都不行了 洛天顿是有些尴尬 他轻咳两声 老天师 我叫他离开 老天师轻笑一声 算了 让他听 他能听到一句 算我输 眼闭 老天师手掌一挥 一片实质化的精神力就将房内罩住 同时精神力微微波动 有那么一缕似有似无的声音传开 那是老天师故意留下的精神力律动 如果张胖子不识趣 一直怎么偷听下去 天师就打算让张胖子付出些代价了 洛天很想叫张胖子你别作死 可此时老天师的精神力 已经彻底笼罩住了房屋 洛天也是没辙 一直没有出生的女子 缓缓拉过一张椅子坐下 随后从袖子里 拿出一件东西 交给老天师 天师前辈 麻烦你了 老天师接过东西 宁目观桥 洛天在旁边伸长脖子去看 却发现这似乎是张金石卡片 上面写有文字 似乎还有些画面 老天师仿佛是为了满足洛天的好奇心 直接就念了出来 月圆之夜 王府之巅 一见归来 天外飞仙 神秘者留字 老天师瞳孔微缩 这是告死令 是的 十多年没有出现的告死令 又出现了 同时 我的头疼病也愈发严重了 天师前辈 我可能是不行了 女子说到这里 嘴角露出了几分欺然的笑容 洛天文言一阵错愕 直到此时他才发现 女子眼眸中仿佛有着不少的血丝 好像是很长时间都没有睡好觉的样子了 本期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主播追马 也欢迎您关注我的喜马主页 关注我更多的作品 谢谢 我的技能全靠简 作者欧阳云 由追马 狐狸 周末 杨安申 小时候 小树叶等主播 联合播讲 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第三百六十三集 作死 我可是专业的 老天师拿着告死令 沉默片刻 随后道 神之大人不在 此时应教我等处理 等会儿我去联系青龙他们 女子笑道 所以你们怎么处理 天师前辈 先帮我治疗一下我的头疼病吧 说着 他缓缓闭上双眼 老天师微微剪头 然后抬手 移到精神力 笼罩在女子的脑袋上 似乎是真有效果 女子神情渐渐地柔和下来 旁边落天一脸懵逼 这都什么跟什么呀 告死令 神秘者 落天感觉 自己好像又接触到了一个天大的案子 但是 他现在该干嘛呢 就像傻子一样 站在原地吗 落天也不知道 现在出生询问方便不方便 左瞧瞧右看看 似乎没有用到自己的地方啊 落天站在原地 正在抓耳挠腮呢 终于老天师出生了 落天 把你的精神威压释放出来 用全力 落天赶紧释放出了精神威压 但是放出的一瞬间 落天顿时感觉自己的精神力 被一股更为强大的精神力所掌控 然后注入了女子 然后注入了女子的脑海 旋即 落天眼前出现了尸山血海 看到了妖魔鬼怪 还有各种撕裂痛苦的画面 一个小姑娘 蜷缩在黑暗的角落里 紧紧地抱着一只紫色的小羊布娃娃 有无数恶魔正面带猙獰的向她袭来 不 落天情绪突然失控 她尖叫出声 随即头疼虚弱 四肢无力 武器流转不畅 等等感觉都齐齐出现 落天一时间感觉连呼吸都困难了 还愣着干什么 扛不住就开功法 你的化身绝呢 老天师的声音再度响起 落天几乎是慌忙地开启了化身绝 当她的身躯化为精神力躯体那刻 落天的各种感觉也随之消失了 她可以清楚地感受到 那些精神力传递回的所有画面 到底蕴含了多少负面力量 跟着我的精神力轨迹而动 平稳地输出精神力 然后以周天之法通过经脉 温气血平气海 过神时以心疗之 对了 就是这样 在老天师带领下 落天开始帮助这名女子治疗神时 这还是落天第一次以精神力来帮人疗伤的 落天能感到这种治疗的效果极为明显 可以让人平稳心境 抚慰心灵 还能做到意识交流 呼吸宿主习得精神力招式 低级精神治疗 体内系统居然还有声音响起 落天心中微动 嘴角上扬 居然还有意外收获 由此收获就远胜一千点数了 至少在吴塔里 一千点数是绝对买不到能用的精神力招式的 片刻之后 落天听到女子发出了细微的憨声 她像是彻底熟睡了 老天师柔声道 退 将你的精神力缓缓地抽出来 别打扰到她 落天文言 这才缓缓抽回精神力 同时解除化声诀 下课 落天就立刻感受到了深深的虚弱 连眼皮都变得如山般重 似乎下课就要栽倒在地上了 落天 调整呼吸 千万别睡着了 现在是你修炼精神力最好的时候 老天师的声音再度响起 落天勉强稳住 咧嘴一笑 天师大人 您这一千点数可真不好挣 他这到底什么来路啊 我怎么感觉 他像被人吓得诅咒了 老天师平静道 嗯 你小子眼光倒是不错 他确实是被人诅咒了 而且 不是一般的诅咒 落天皱眉 连您都没有破解之法 没有 我试过各种方法 都没用 最多呀 也就像这样 让他稍微休息休息 你表现得不错呀 甚至比我那前徒弟都要好 天师赞许道 他还真不是随便夸夸的 他的前弟子苏孟贤 当初虽说有超等精神天赋在身 但是苏孟贤的精神力过于霸道 用来精神暗示很厉害 但是精神疗伤 效果就一般了 而且 由于苏孟贤的精神天赋 本质上是超越天师的 所以 由天师的精神力来主导进行治疗 总是会有些被动 原来老天师还不太明白原因 现在自然是十分清楚了 而反观落天的精神天赋 本来就是从老天师那儿识来的 虽然落天的精神力 现在可能强度上不如老天师 但是两人精神力却相容十分契合 几乎没什么波动 精神治疗无比顺利 这让老天师十分满意 落天转头看向女子 这是魔修做的吗 老天师摇着头 不知道啊 这天下呀 不只是魔修鬼修才会诅咒之法 有些道貌岸然的人用起来 那比魔修鬼修可怕多了 此诅咒之法名为梦魇 能把人托入噩梦 随后杀死 属于最可怕的诅咒之一了 真的一点解除的办法都没有 解除之法自然是有了 人死了 人死了 诅咒解除 设下诅咒的人挂了 诅咒也会解除 还有呢 就是找到诅咒的根源 将其摧毁 也能解除 最后这招啊 如果你的精神天赋够强 强到可以通过诅咒 逆向杀死 施咒之人 就也能解除 老天师说着 把那块告死令拿出来 仔细端瞧 落天凑上前 看着上面的字问道 这就是这个神秘者干的吗 这告死令又是什么呀 听起来 好像有过什么传奇的故事的样子 老天师摇摇头 不知道 你也最好别打听 这不是你能参与的事了 又是我不能参与的事 这就像前段时间一样 老天师文言顿时一致 他知道落天说的是苏孟贤的事 当时刚开始 老天师也说 这不是落天能参与的事 老天师不由的脸色难看了几分 但却没办法反驳 他将告死令收起来 朗声道 你可以走了 继续忙你的事去吧 记得 今天这事 嘴巴严些 否则后果你可承担不起 严毕 老天师又瞥了眼 还趴在窗户上那肥瘦的身影 你那搭档是个大嘴巴 我劝你最好什么也别跟他说 明白了 落天抱拳拱手 带着一肚子的疑问 离开了房间 刚一出来 落天就看到了几乎完全趴在窗户上的张胖子 就像一只肥壁虎一样 行了胖子你别趴了 里面都看见你了 啊 啥 洛哥 你说啥呀 我说你像个白痴 啊 吃什么呀 你出前请客呀 洛哥 张胖子大声道 看他那模样 似乎是真的耳聋了 落天守抚脑门 顿时知道天师大人对张胖子的惩罚是什么了 可怜的胖子 估计这几天听力是没法恢复了 摇了摇头 不再理会张胖子 落天拿出了通讯金石 联系了丘陵学姐 喂 丘陵学姐 哎 你帮我打听个事呗 你查查记录 告死令 对 就查这三个字 有消息你通知我 不不不 我没有接任务 你想多了 我是那么作死的人吗 超过我能力的任务 我肯定不会接的 哎 我办事你放心了 好了 就这么说 料了 收起通讯金石 落天摸摸下巴 金石那头 丘陵学姐一听告死令三个字 就是连声惊呼 这显然有大问题啊 落天又闻到了高薪任务的诱惑 有大案子不接 那是傻子呀 能不能完成那是次要的 首先肯定是接下来再说呀 作死 他落天可是专业的 一晃几天时间过去 丘陵学姐那边 还没传来任何消息呢 战斗大赛第三轮 就已经要开启了 进入第三轮 这战斗大赛 似乎突然就变得正规起来 鄙视场地 换成了都城中 大名鼎鼎的皇家武斗场 各种天幕早已打开了 开始24小时不间断地介绍各位选手 在离第三轮开始的三天前 气氛就已经彻底炒热了 皇家武斗场门票更是销售一空 一共是32位选手 提前入场分别在等候室中等候 洛天也分到一个单人间 这和洛天想象的倒是完全不一样了 他本来以为是所有人 都会在同个房间等候的 至少让大家提前认识一下对手嘛 但很可惜 洛天想多了 这安静的房间里 就只有他一个人 而唯一的好处是 洛天可以坐在房间里 透过金石光木 来观看外界的情形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主播追马 也欢迎您关注我的喜马主页 关注我更多的作品 谢谢 我的技能全靠简 作者欧阳云 由追马 狐狸 周末 杨安申 小时候 小树叶等主播 联合播讲 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第三百六十四集 大洲女皇 此时 战斗大赛最后一轮的开幕式 依然开始 皇家舞斗场内 一群漂亮小姑娘 正在跳剑舞 他们扭动身姿 风情万种 都城主天墓 都城主天墓内 众人熟悉的几位 也都已经到来 吴淼 吕炎 李全 还有 阎山 不过除了这四位之外 今天 似乎还多了一位 一个白发苍苍的老者 阴沟鼻 剑眉心目 满脸沧桑 吴淼正在介绍这位老者 让我们欢迎 首涛舞旋到来 身为舞者战斗大赛的举办者 首涛舞旋已经很久没有露面了 今日首涛舞旋的到来 无疑是让今日最后一轮战斗大赛 更加精彩 首涛舞旋 请问您是为了自己的弟子而来吗 我听说您的弟子也进入了最后一轮 吕炎和吴淼都兴奋地问着 这位首涛舞旋 也是都城的一位传奇舞者 早年间呢 是名街头历士 也就是班砖工人 靠着自学成为了舞者 但因天资太差 二十年来从未通过测试 直到三十五岁 终于成立一名正式舞者 一般人到这个年纪 便已经在舞道上停止不前 此生可能再无寸境了 但这位首涛舞旋 却凭借一股子韧静 又练了二十年 成为了舞师 以接近六十的高龄 成为当时的一段佳话 这还没完 至此之后 又过十年 他居然再度到五塔 进行五旋的测试 并且以绝对实力一举通过了 而他本人也从未习过任何的高等功法 全凭的是一些粗烈的初级 中级功法 硬是练到了五旋 震惊了整个大洲 自那之后 首涛五旋就开始开门授徒了 几年来 竟然也是带出高手数十名 各个修为了得 实力不凡 依旧是没什么高级功法 全凭基础 竟然是大的多少豪门贵族出身的武者 没有还手之力 彻底闻名天下了 同时成为都城武者组织的首领 直至今日 又过三年 首涛五旋再度进进 据说就在去年 首涛五旋已经摸到了五宗进的门槛 虽说他已经是八十高龄了 但却谁也不敢说 他不能再迈入五宗进 年龄似乎在他的身上 已经失去了应有的束缚 反倒是更加成就了他的威名 今天首涛五旋 难得的从闭关里出来 跟大家见面 一眼看去 首涛五旋除了头发胡子 都比原来更白些之外 似乎面色更加红润 显得精神绝朔 中气十足的朗笑几声 首涛五旋白手道 哈哈哈哈 他能占到第几名 那都是他的造化 我只是想看看 这天下的英杰 同时也跟着学点功法 吕炎由衷赞叹 首涛五旋太客气了 如此成就 还有如此谦逊之心 不愧是当代五旋第一 旁边李全阎山 也跟着笑起来 看得出他们的关系还不错 首涛五旋 也是都城中出名的老好人了 谁求他帮忙他都愿意 故此不仅是门声壮大 更是冰棚满天下 好了 让我们再来看看皇家武斗场的内部 天哪 我看到了什么 雍亲王居然也来现场观看了 一声惊呼 雍亲王带着一众红衣卫 出现在了光木内 虎背熊妖 满面豪爽笑容的雍亲王 正在与其他几位大人挥手 而他的身边 小王爷周宇明并不在 显然跟其他人一样 都在小黑屋里 等待大赛开幕呢 雍亲王找到自己最前排的位置 缓缓坐下 旁边红衣卫统领走过来 低声道 王爷 没有看到他的身影啊 雍亲王的笑容不减 淡定道 没来嘛 太可惜了 本想先与他见上一面的 继续戒备 红衣统领再度低声道 王爷 要不要将周围三排的人 先排开 您千万别忘了 那告死令 行了 告死令又如何呀 真就是冲我来的吗 吃美王两而已 无需太在意 不要这么紧张 今日就是来放松的 嗯 他怎么来了 忽然 刚刚坐下的雍亲王猛然又站了起来 整个皇家斗场也突然的一片安静 随后 所有人都纷纷起身 主天幕中 吕炎等人也跟着站起来 同时五秒高声道 让我们欢迎伟大的大周女皇 刘陛下的大来 庄严的礼乐中 一仗前行 紫禁卫随时左右 正中央 一名华官女子 身披针笼袍 缓步向着低牌的主座走来 都城中无数人 已经开始整齐欢呼 女皇万岁了 声浪此起彼伏 连绵不绝 女皇陛下 含笑点头 在所有人 攻身行李下 走到自己的座位前 目光扫视全场 朗声道 诸位无需拘礼 正与诸位一样 前来观战而已 无数人又再度 齐声欢呼谢陛下 女皇陛下 在呼声中缓缓落座 在她身旁不远处 便是雍亲王 雍亲王面带笑容 靠近几分 陛下居然也来了 甚好 甚好啊 观陛下今日神清气爽 更是好极了 如是这样的比赛 能让陛下笑逐颜开 我愿她每天都能办呢 女皇陛下淡笑道 四叔说笑了 来看看比赛 换个心情而已 听说周雨鸣也在比赛之中 是的 她非要参加 谁都拦不住啊 那我就做官她得第一了 女皇与雍亲王聊着 其他人更是赞叹皇家和睦 而此时休息室内 洛天看到眼前这一幕 却是嘴巴张大 满脸惊骇 女皇 刘 这不正是前几天 在天师府中 见到的那名女子吗 原来 她就是大洲女皇 胖子啊胖子 这次你可算是踢掉铁板了 洛天喃喃地说 她此时仿佛已经看到张胖子 那准备跑路的身影了 而在安全屋中 正在吃早点的张胖子 一眼就看到大洲女皇 刘的出现 嘴里那叉烧包 顿时就不香了 女皇陛下 张胖子双眼圆瞪 感觉自己全身肥肉 都跟着抖了一下 她不由自主地咽口唾沫 开始仔细琢磨 自己该从哪个门离开都城了 不对啊 如果女皇陛下要对付她 离开都城又怎么样呢 走到哪里都会被抓回来 武器炮对着轰脸的待遇 胖子可不想体验呢 是 挨扎扎地吧 张胖子也是豁出去了 继续坐下吃早点 哪怕真得死 也得做个饱死鬼 没有想到 真没想到 女皇大人居然会亲自驾临观看比试 今年的战斗大赛 果然是与往年截然不同 女皇大人亲临现场观看比赛 上一次恐怕还要数二十年前 女皇大人刚登基之时了 看来 今日的战斗大赛结束之后 获胜者将会得到更加丰厚的奖励 极有可能得到女皇大人的赐福 主天幕中 吕颜与吴淼已经开始亢奋了 直接将李全他们全都晾在了一边 没办法 此时不吹更待何时啊 吹得不好有可能丢官 吹得好则有可能升起来 李全阎山手掏三人也都是正经为作 女皇陛下不来 他们可以随意点评 无需有什么顾虑 哪怕说错了 最多无非就是丢脸而已 但是今天在女皇陛下面前 谁敢乱说呀 说错受到女皇陛下斥责 干得不好 从超等之势 降回到无等也不是不可能啊 皇家舞斗场中 其他观众纷纷闭上了嘴 可不敢跟原来一样 那样高声叫唤了 看看跟随女皇陛下一同来的那些紫禁侍卫 一个个眼神如刀般扫视全场 此时谁要有稍稍半点异动 说不定就被当场格杀了 这怎么还不开始呢 女皇陛下和雍亲王聊了一会儿 雍亲王的心中不禁嘀咕 再次将目光投向了舞斗场的中心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主播追马 也欢迎您关注我的喜马主页 关注我更多的作品 谢谢 我的技能全靠简 作者欧阳云 由追马 狐狸 周末 杨安生 小时候 小树叶等主播 联合播讲 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第三百六十五集 原初世界 就在众人交心等待第三轮开始时 就听一声沉重的轰鸣 下课 舞蹈场中地面出现了变化 原本岩石的地方开始反转过来 接着露出了一片带着斑斓色彩的地面 众人凝目望去 顿时见到 这地面有着不凡之处 光芒化作雷霆 笼罩整片地面 漂浮起的光芒 似乎汇聚成了雷云的样子 停留在离地面两丈的地方 刚好能与看台上的观众们 视线齐平 战斗场地被雷霆 清晰地划出了界限 同时各种光芒不断出现 构筑出各种各样的场景 不消片刻 众人眼前就出现了微缩的山峰 喷勃的微型火山 还有汹涌澎湃的微型海洋 众人议论分分 不知道这什么意思 包括女皇陛下在内都不知道 此时场地中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 而此时 吕炎吴淼 则是得到刚才送来的资料 吕炎立刻朗声道 欢迎来到战斗大赛的最后一轮 正如诸位所见 这是新的战斗场地 出自吴塔密法大师梅大师之手 名为原始之初 听到原始之初的名字 有些舞者立刻就猜到了大概 顿时双眼放光 李全阎山仿佛也想到了什么 一个个都发出了惊叹声 原始之初 他成功了 这太不可思议了 旁边的吴淼 则是跟着继续给没听懂的人 做着解释 此战斗场地 乃是梅大师以空间密法 压缩成的特殊空间 里面所有的一切 都是仿造世界之初的模样 只不过在其中 世界变化的时间流速 将是正常世界的百万倍 甚至千万倍 当然 一切依旧是由梅大师亲手调整 不会出现世界崩溃之状 顿了顿 吴淼看着资料 也是满脸的震撼 他咽口唾沫继续道 哇 进入原始世界的所有舞者 神区都将缩小为原本的千分之一 且受到内涵的空间之力压制 所有的武器功法破坏力 也都将压到千分之一的水平 进入之后 所有舞者当以最快的速度 进入原初世界的中心处 那里是离开世界的空间节点 所有最终成功离开的舞者 将以手持令牌的数量进行排名 所有舞者进入之时 每人将分发一块令牌 最终没能离开原初世界的舞者 将没有排名 顺便告知各位 原初世界的空间节点 最多只能承载十人离开 第十一人将无法成功离开 休息室内 有多少舞者文言 都是脸色骤变 一听规则便知道 这又将是一场生死大逃杀 像是融合了第一轮 和第二轮的比赛规则 这最后一场战斗大赛 似乎完全变成了 无差别的逃命战了 而且一些心思灵敏的舞者 已经听出来了 这第三轮的关键核心 好像不在对抗 而是在时间上 落天就是听出这层含义的人之一 他嘴角上扬 环抱双臂 看来这帮家伙 第一轮比是没玩过瘾 又要来更刺激的了 旁边不远处 其他休息室内 张一周雨明 东药灰之流 也是满脸笑容 张一看着那泛着光芒的原初世界 笑道 关键是不能久战对吧 尽可能地上来就要淘汰掉其他人 周雨明则是摇头道 不对劲 原初世界 我在哪听过才是 好似这个世界会变化得极快 等等 不会是还有蓝鹿虎吧 说着周雨明似乎想到什么 顿时有些坐立不安起来 他在吉利思索当初听到的那些传言 他平时里对这些奇奇怪怪的东西是最有兴趣的 原初世界 他肯定是在哪里听说过才对的 洛天则是毫不客气 直接就拿出了通讯金石 联系上了丘陵学姐 喂 学姐 你帮我查一下原初世界 啥我就作弊啊 我这怎么算作弊呢 你快查 我等你消息 又等了一会儿 金石再度闪亮 洛天赶紧接听起来 丘陵以极快的速度说道 洛天 原初世界是模拟万物起源的实验 你可能会遇到各种可怕的神兽 还有 打败了对手就跑 原初世界内 听说失去了守护的令牌 就将化为魁拔 魁拔你懂吧 就是僵尸呀 僵尸 洛天脑海中 顿时浮现出小时候听说的那些恐怖的东西 干瘪的神蛆 古旧的衣服 活着的时候四体不清 死后却能一口气奔上五楼不费劲的僵尸 魁拔又叫汉拔 古诗传说便是人死后 以阴气复生的僵尸 其中有毛江 紫江 铜江 非江等等划分 最厉害的 内称之为魁拔 洛天脑又咽了口唾沫 放下金石 额头冷汗之冒 不会吧 玩真的 令牌被夺走就变僵尸 这还是比什么 这听起来怎么更像是 什么魔修的残酷实验呢 应该不会这么可怕吧 想着整个都城都看着呢 五塔应该不至于搞这么绝的事吧 就不怕被女皇陛下彻底查封吗 况且这次战斗大赛 还有小王爷周雨明这样的身份的人在呢 这怎么想 也不可能闹出许多人命呢 那就只有一种可能了 人变成僵尸后 还能再变回来 也就是说 这次战斗大赛 如果在原初世界 能抢到别人的令牌 很可能还能从僵尸 再变回人身 一瞬间洛天感觉 自己可能猜到了问题的关键处了 抢跟被抢 令牌来回争夺战呢 五塔果真会玩 洛天这颗作死的心 顿时有些被吸引了 要不变成僵尸试试 算了 还是等真的被抢令牌再说吧 洛天这边已经猜到一些内情了 其他舞者就没洛天这么机灵了 倒也不是他们智商不够 只是这些人 基本都不是知识 也没有去先查资料的习惯 毕竟这次战斗大赛最后一轮 一共也只有三名执事参加嘛 张一从来都不用内情执事的 他到现在甚至没有固定的专用内情执事 没有这个习惯 自然也就想不到这里了 至于另外一名执事 在千换被彻底禁足后 这名执事便直接退出了战斗大赛 这就是为什么这轮战斗大赛第三轮 就只有32人的原因了 对此诸多主事都是心知肚明 谁也没多说什么 虽然这看起来像是可以指认 千换执事的证据 但是那位被读了身份的真正的三等执事 却也一直没露面 他不出来 自然就没法对千换造成什么真正的威胁 千换执事自然有一千一万个理由 可以来解释这个巧合了 而就在此时 乌塔的天牢内 千换执事正笑眯眯的看着面前的光幕 他现在的模样当然不是自己的真身了 而是另外一个人 这个人的名字叫做乌钱 就在一个时辰之前 千换执事来到了位于东南乌塔底部 地下三层的乌塔天牢内 这里一般是用来关进犯室的执事的 这天牢不大 也就是两三个牢房而已 在都城赶闹市的执事也真的没多少 能用得上天牢的 那就更稀奇了 一般小打小闹 比如什么调戏妇女啊 被人举报收受贿赂 街头斗殴之类的 都是直接罚钱加降级了事 稍稍过分些的就除去执事身份 送去边疆杀凶兽 基本上用不上天牢 只有那些危害极大 又短时间内难以处置的执事 才会进得了天牢 无钱自然就当属其中了 他直接被关在天牢房与最森严的铁形牢内 全身上下都被缠着封禁武器的链条 千换执事来到这儿的时候 无钱正在闭目养神 他不用睁眼 只是闻闻味道 就咧嘴一笑 然后站起身来 千换执事来到铁牢面前 平静地说 无钱执事 我是千换 你不用起身 坐着就好 你现在不方便说话 就听我说便是了 无钱轻轻点头 掌心朝上 轻轻横移 做了一个 请的姿势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主播追马 也欢迎您关注我的喜马主页 关注我更多的作品 谢谢 我的技能全靠简 作者欧阳云 由追马 狐狸 周末 杨安申 小时候 小树叶等主播 联合播讲 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第三百六十六集 天牢密谋 在东南五塔的地牢里 千换找到了无钱 我来 是来帮你完成任务的 千换话音落 无钱缓缓睁开双眼 他的双眼直勾勾地盯着千换 千换一身黑衣 看不到容貌 他上前一步 隔着牢笼低声道 我既然收了钱 就一定把事做好 虽然现在似乎是有了几番差错 但不要紧 并不是机会全无了 恰恰相反 在我看来 这可能是无止是您 亲手报仇的最好机会 无钱低下头来 用手指轻轻敲击牢笼 示意谦换继续 谦换缓缓道 我被禁足 东南五塔被九大人下了禁止 这段时间只要我出去 九大人便会知晓 所以我离不开 但我走不了 不代表你走不了 无知是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无钱轻轻点头 表示明白了 他并不是愚蠢之人 听到这个 自然明白千换的想法 这是移花接木的办法 千换打算 变成无钱的样子 来替他坐牢 而无钱 并没被九大人重点禁足 毕竟谁也想不到 一个在天牢坐牢的人 会大摇大摆走住他 还有人在替他坐牢 千换从袖中 摸出了一块薄薄的皮 交给无钱 时间不能太久 还望无知是 做完之后快些回来 这是我准备好的身份 也花了我不少钱才 才买下这个身份 可以让您进入 战斗大赛的最后一轮 在万众目光之下 手刃落天 杀掉他之后 至于那张胖子 不足为虑 以后我会再找机会除之 我办事 你放心 说完 千换滴滴笑着 抬手一按 天牢的门 却是轻轻打开了 看得出来 来这之前 千换就已经完成了 所有计划 正如他自己所言的那样 我办事 你放心 吴贤重重点头 然后看着千换 走进牢房中 以奇快的手法 将他身上所有链条 全部解下 同时千换又给了 吴贤一把剑 无知是 杀死他之后 切记要分尸 我会在这里 看着你报仇 吴贤接过剑 掂量几下 剑确实是好剑 但跟吴贤原来的巨剑周传相比 那就相差太远了 但此时 吴贤也没得挑了 他眼中已是一片杀意 曾几何时 他是真的不愿意和洛天 鱼死网破的 他觉得就凭洛天 根本不配他付出这样的代价 但是毫无疑问的 现实告诉他 要想杀洛天 代价是必须要付的 他现在已经付了 那么接下来 就该是收回一切的时候了 戴上假面 冰冷力量 透过假面沁染全身 吴贤的身躯 开始如暴斗般响起 他的骨骼肌肉 都在不断变化 连带着 连头发都茂密了不少 只是眨眼功夫 吴贤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一个可以参加战斗大赛 能够亲手杀死洛天的人 这个假面 比之谦幻的伪装天赋 自然差多了 他可能骗不过洛天 那种慧眼如炬的直视 但是短时间内 想骗过远处的观众 已然是足够了 而吴贤也相信 这一假面 来历肯定不凡 甚至有可能 与谦幻的伪装天赋 有之关联 哪怕是乌塔内 也没有如此神奇的假面出售 单凭这张假面价格 恐怕就得在两万点向上了 谦幻不是为了钱 在帮他 恐怕他自己 也是十分想杀落天的 而吴贤所不知道的是 这张假面价格远超他的想象 这是谦幻 在得到伪装天赋时的宝贝 天下很可能 就只剩这么一张了 这件东西对谦幻现在用处不大了 但对其他人 那真是妙用无穷 只可惜只有一张 也只能用这么一次 是谦幻珍贵的收藏品 到了今天 为了杀掉那个讨厌的落天 谦幻已然是不计代价了 这世上 凡是见过我真容的人 都得死 这就是来自土原肥的愤怒 变化完毕 吴贤走出牢房 他看向四周 一个看守都没有 这要不是千焕提前打点 那就出轨了 千焕则变成吴贤的样子 给自己缠上锁链 在吴贤回来之前 他就是吴贤了 千焕之士 祝你马到成功了 这假吴贤笑了笑 然后赶紧闭上嘴巴 他差点忘了 真正的吴贤 现在已经没法说话了 点点头 真吴贤 缓步向外走去 当他走出天牢的时候 外面有名执事 赶紧上前对他进行检查 自然是 除了身上一把剑拽 其他的什么都没有 那名指使低声道 千焕之士 我也就只能让你进来 剑这么一回了 请你下次别再来了 否则我很难做的 吴贤点点头 身上黑袍裹颈 迅速向外走去 回到五塔大堂 又随便转了这么一圈 吴贤就趁着没人注意 迅速走出五塔 直奔皇家武斗场而去 时间再回到现在 皇家武斗场 战斗正式开始 随休息室的房门 发出一声吱嘎声响 落天等人 缓步走出了休息室 等候在门外的 市民接引之士 光头赠亮 他手里拿着一瓶药剂 和一块令牌 用略带沙哑的声音道 落天 领取你的药剂和腰牌 落天上前 接过这两样东西 这令牌 他知道是什么 是绝对不能输出去的东西 但是药剂又是什么东西呢 眼见落天疑惑的眼神 光头直视解释道 进入元出世界前 你就喝下它 你可以免于元出世界的时间流逝 不喝的话 你就会在元出世界中死去活来 直到被元出世界排斥 然后扔出来 淘汰 懂了吗 落天点点头 仰头喝下药剂 光头直视 直见落天喝滴一滴都不剩了 这才让开道路 落天缓步向前 走出通道 终于来到皇家武斗场 战斗的入场门口 而与此同时 皇家武斗场四周墙壁 也纷纷出现洞口 一个个或陌生或熟悉的面孔 纷纷出现了 所有参加战斗的舞者 已是进阶到来 这些人中有人脸上挂着微笑 有人则表情严肃 有人战意生疼 还有人则是杀意满眼 看台之上 有无数观众都看到了落天出现 顿时爆发出了无比热烈的欢呼声 武皇陛下也是轻轻鼓掌 满脸笑容 武者入场 战斗开启 皇家武斗场上空 一个嘹亮的声音响起 旋即所有人都迈步向原出世界走去 落天大步向前 此时根本不敢先看其他人如何了 在落天看来 现在时间就是关键 他必须得步步争先才行 当落天脚掌刚刚踏上原出世界 他顿时感觉自己的身躯 开始迅速缩小 这种感觉十分奇妙 落天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做到的 但是落天能感受到 有无穷无尽的空间之力 在注入他的身体 同时 落天忽然就听到身体中 传来连续不断的声音 拾取空间碎片一 拾取空间碎片二 当这样的声音联想几次后 落天忽然就听到 系统中又传来一个美妙的声音 恭喜宿主拾取低等空间天赋 落天愣了一下 还没反应过来呢 紧接着便是一片的天旋地转 而与此同时 都城主天幕中 吴苗吕炎等人已经开始提问预测了 多么神奇的远处事件 所有舞者的身躯都迅速缩小 请问阎山主事 您知道这是什么原理吗 这个原理 抱歉 我并不知道 恐怕这只有梅大师自己 才能说得清楚 我只是听说 他最近几年都在研究 这个世界的奥妙 梅大师作为吴塔的秘书 工匠 术理 以及空间大师 他懂的东西 我等确实不懂 可能 也就在战斗功法上 梅大师 不太如我吧 阎山难得的谦虚立回 但就算如此 到最后了 还是要吹嘘一下自己 吴苗赶紧转移话题 免得阎山等会儿又吹爆了 敢问几位大人 这次看好谁拿第一 李全率先回道 自然是周宇明了 阎山则平静地说 张一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主播追马 也欢迎您关注我的 喜马主页 关注我更多的作品 谢谢 我的技能全靠简 作者欧阳云 由追马 狐狸 周末 杨安生 小时候 小树叶等主播 联合播讲 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第三百六十七集 突兀的危机 对于五秒提出的 谁能获得优胜的问题 首涛五璇 没有像阎山他们一样 给出一个回答 只是含笑不语 吕炎又问道 首涛前辈 没有看好的舞者吗 还是说 您也认为 李大人与阎主是说的对 首涛五璇笑道 其实 从明面上来看 此次战斗大赛 应是没什么悬念的 无非是小王爷 或是霓裳圣职的弟子 张执氏获胜 但是我要与诸位 分享些消息 我知道都城内 大多数人 更喜欢看直视战斗大赛 而不是舞者战斗大赛 因为直视战斗大赛 高手较多 也比较好看 舞者战斗大赛呢 赛程都是一对一单挑 观赏性一般 可是我要请大家注意呀 这并不意味着 大众舞者中 就没有强者了 恰恰相反 今年有位年轻舞者 十分之强 甚至可以说 已经是强得可怕了 至少 我自认 天赋是不如他的 哦 首涛五璇不知说的是何人呢 没错 您说的是哪位呀 李全和阎山 也都来了兴趣 他们都是提前看过资料的 并没发现如此强者 此时听首涛五璇 如此推崇一人 不由得来了兴趣 都是面带笑意的问道 首涛五璇微微一笑 平静地说 我说的正是流浪舞者 展光 哦 姓展的 阎山主事出声问道 言语中似乎有别样的意思 首涛五璇笑道 没错 展姓 遗族之遗 李全和阎山主事 都是面子未变 如果真是遗族 那还真是来历不一般了 这个遗啊 是遗留的遗 所谓遗族呢 指的就是在大洲国之前的王朝的家族 比如 福龙就是遗族之一了 这些家族有的早就淹没在了历史长河里 而有的则一直存活到了现在 他们隐姓埋名 不问世事 甘做一个平凡家族 鲜少暴露踪迹 像福龙这样四处搞事情的 那更是少有 但是他们只要赶出来 基本上都是激活了家族传承的天赋能力的 那些曾经雄霸一方 甚至征战过天下的天赋 一旦出现了 那基本上都是强者中的强者 如此说来 我拭目以待啊 李全大人满脸兴奋 像他这种功法狂魔 已经是迫不及待 想要见识见识 那些古老且强大的天赋能力了 皇家斗场内 原初世界 微缩的空间 在短暂眩晕后 落天就进入到了这个原初世界里 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满世界的雷霆 以及四周破碎的空间碎片 一切宛如混沌初开 真雷之下似有无尽的生机流淌 远处仿佛有片大陆正在不断扩张 落天的身躯不由自主的就向前飞去 抬头再往上看 雷霆之下乌云密布 而在乌云缝隙中 则能看到无尽的高墙 以及高墙之上 那俯瞰一切的众神 也就是观众了 落天瞬间感觉 自己仿佛变成蝼蚁了 他也突然明白 被神灵俯视 是种什么样的体验了 落天咧嘴一笑 开始全速前进 争分夺秒 现在开始 与落天一样动作的 还有不少的舞者 这些已然缩小千百倍的舞者 在所有观众眼中 现在就宛如虫制一般 有些眼神不好的观众 甚至根本看不到那些舞者的身影 但是下一刻 观众眼前的雷云就开始有了变化 雷云中放出了光芒朔朔 批出的闪电末端 由光影汇聚成了图画 然后竟然浮现出了每个参赛者的身影 这些图画比天空中的光幕要更加清楚 还能以雷亭的落点来标注此时 那名舞者所在的位置 如此设计 立刻让不少观众都发出了惊叹声 然后热情就更加高涨了 各位啊 我说这有种看沙盘推演的感觉呀 什么呀 这是神灵视角 哈哈哈哈 我也能当神了 这玩意儿真好用 看得真清楚啊 打起来 快打起来 大爷买票就是来看战斗的 一片议论声中 当比赛开始时 就再也没有人顾计女皇陛下是否在场了 所有观众都开始高声呼吓 还有挥着衣服发出鬼吼声的 这些观众可至少都是城中有些身份的人 寻常人可买不起 也买不到皇家舞斗场的门票啊 这些人都如此激动了 可想而知此时都城中 那些百姓又当如何了 落之士 撑啊 落天之士 最后一波 全靠你了 无数赌徒呼吓着落天的名字 因为他们从开始就买了落天获胜 这些没有真正资料的赌徒 直到现在还认定 落天是战斗大赛中的最强者 而落天也仿佛听到了他们的声音 加速向前冲去 但是刚刚冲到一半 落天身边突然传来一声乍响 仿佛有道真雷劈在了落天身上 随即连续不断的雷霆 直接组成雷雨 落天身前万千雷电汇聚成网 落天被电得全身发麻 但他并没犹豫 直接开启化身诀 高等火焰天继续向前冲 雷火相撞便是一片片的巨响声 落天几乎瞬间爆发出了全部潜力 直接撞在了那道雷网上 雷电瞬间抵挡全身 落天能感觉自己体内每一处都发出嗡鸣声 手持杀猪刀 巨神变跟着开启 巨神刀绝火焰倍增 一刀斩破无穷 雷电顺势 落天强行将面前雷网 展出了一个硕大空洞 旋即落天赶紧钻出 脚下黑暗昼去 一种清晰的脚踏实地的感觉传来 再向前看 眼前则是一片神奇的大陆了 到了 落天捏了捏发麻的胳膊 然后开始运转吞山那海绝来恢复武器 目光扫视前方 映入眼帘的似乎是一片远古大陆 有着喷勃的火山 松软的大地 走在上面好像走在水面上一样 这地面会随之波动 这就是原初世界 演化世界之初的样子 落天低头 他能看到地面上似有星芽发出 那枣绿色的植物 开始以极快的速度蔓延生长 往前走着 落天能更加感受到 这世界变化的速度是真的快 哇 那这里会诞生传说中的神兽吗 或者更可怕的东西 落天越想头皮越发麻 他快步向前走 但是没走两步 身体中系统的声音再度响起 警告 检测到未知世界能量 正在吸收信息 处理信息 系统暂且关闭 收回力量 落天愣了一下 然后就看到自己的属性表 瞬间暗淡下去 同时 落天体内的力量 正在以极快的速度削减 连带着武器都在迅速萎缩 这仿佛是要将系统给予他的一切 全部都收回一样 这 这怎么回事 落天待在原地 突然感到四周的压力 让他无法呼吸 落天如果还能保持强大的属性 那些压力根本就不算什么 但如果失去了属性 回到原本只有个位数的自己 那落天很可能当场会被压力给弄死 普通人来这原出世界 绝对是作死啊 落天不明白 为什么系统此时 直接就舍他而去了 一瞬间 落天心生绝望 哪怕几次拼死搏杀 面对魔修鬼修 落天都没有这么绝望过 因为他有独一无二的系统 他认为自己是天选之人 现在落天突然明白 自己很可能错了 他从来不是什么天选之人 不过是一个运气好点的普通人罢了 一旦系统收回力量 他脆弱得宛如一只虫子 压力越来越大 落天感觉自己的呼吸越来越困难 连带眼前一切都开始变得模糊 许 落天的身躯开始摇晃 然后他仰头摔倒在了地上 连他的心跳声也开始逐渐减弱 我这是要死了吗 怎么回事 发生什么了 落之事这怎么回事啊 此时都城中许多人都看到了这一幕 就连阎山李全等人见状 也都是万分不解 尤其是阎山更是一脸的茫然 他这次是真没搞鬼啊 自从唐主持跟他说了 想与落天见上一面之后 阎山是仔仔细细将最近的事全都查了个遍 到了现在 阎山几乎已经暂时放弃要杀落天的想法了 就算要杀 至少也要放在等落天见过唐主持之后了 这什么情况 谁下的黑手啊 阎山几乎是第一时间就想到了谦换之事 但是转念一想不对呀 最近九大人可是重点盯着谦换的 他连无塔也不可能出啊 那这 这到底是谁下的手啊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主播追马 也欢迎您关注我的喜马主页 关注我更多的作品 谢谢 我的技能全靠简 作者欧阳云 由追马 狐狸 周末 杨安生 小时候 小树叶等主播 联合播讲 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第368集 意外之死 阎山正在万分疑惑的时候 另一边 皇家舞斗场中 无数人都震惊了 我说 这也就死了一位了呀 不可能吧 真的死了啊 怎么还没有人去救他呀 大家都在议论 女皇陛下有些看不下去了 他轻轻招手 顿时有名执事 从旁边不远处走过来 来人正是 吴塔主事之一的唐主事 女皇陛下 您没问到 发生了什么 唐主事 面色变化 暂时不知 可能是 哪里出了问题 还不救人 其他人 他可以不管 但这个洛天 他还是要管的 不是因为 对洛天 有多少好感 而是 他有一个妹妹 跟洛天 关系不错呀 女皇陛下 可不想让自己 妹妹伤心了 没错了 这女皇陛下的妹妹 就是和洛天相识的 于哥大小姐 此时皇宫里 于哥看到 光幕中的情形 也是满脸惊叉 唐主事轻声道 回陛下 救不了 只能等彼时结束 为什么 女皇陛下一脸不满 非要唐主事 说出个所以然来 唐主事无奈道 此空间 是梅大师所创 他给的药 只有那么多 连多一份 都未曾配备 梅大师曾言 远处世界内 不会死人 所以 也没有配备 世界内的救援 直视 此时梅大师 人也不在乎他 就算是找他回来 恐怕那时 鄙视也已经结束了 女皇陛下文言 一声叹息道 可怜 他说着挥了挥手 唐主事攻身离去了 转过头 唐主事也不断地看向雷霆光幕中落天的身影 他也想不明白落天这究竟是怎么了 难道是有人不打算给他机会吗 漂亮 都城中 另外一处黑暗里 一道身影轻笑道 情况似乎比他想象的好多了 唐 阎山 无钱迁唤 果然都不是废物 他还以为自己最终要出手的 但现在看来 没必要了 原初世界里 落天倒在地上 一动不动 在落天身边 骤然有几道光芒闪过 接着就有几人接连出现了 这些都是参加大赛的舞者 这些人比落天慢了几分 但也都闯过最开始的雷雨 来到这片微缩的远古大陆上 此时脚下地面已经变得结实 墨黑色的藻类植物遍布四周 同时能看到一些微小生物在地上蠕动 这些奇形怪状的物体 很难称之为虫子 这些参赛者 随后就看到倒在地上的落天 几人的神情都是为之巨变 死人了 有危险 你们别靠近我 几人纷纷拉开了安全距离 对于他们来说 倒下的落天毫无疑问 是某种郑重的警告 但是等了一会儿 几人也没发现危险从何而来 于是再度看向对方 这不是落天吗 我还以为他多强呢 没想到上来就挂了 其中一人率先出声道 其他两人此时也看清落天的模样 一个人跟着咧嘴 丢人现眼 还没开始就死了 怎么当的直视 亏我还把他当成真正的对手 他这身上好像还有令牌啊 不如先给我吧 一说到令牌 几人神色都变了 是啊 落天虽然倒下了 但他身上的令牌 还是十分有用的 关系到最终排名啊 一个倒下的落天 就等于一个白给的令牌 不动心的是傻子 三人目光都变得炽热起来 两位别激动 只要现在就开战吧 我觉得啊 不如我们文明一点 找个别的法子 话才说到一半 那名红衣武者就率先冲过去 再落天腰间一摸 然后转身就跑 可恶 你玩硬的 给我站住 另外一位黑衣武者 也赶紧跟着追了上去 他刚才居然还真想等 对方说个章程出来 没想到对方 纯粹就是为了吸引 其他人的注意力的 这一红一黑两名武者 一追一逃 迅速远去了 就只剩下另外一人 站在原地 这人从头到尾 一句话都没说 也没有去追 反倒走到落天身边 用脚踢了落天的脸颊两下 然后蹲下 探探迪西 查看心跳 真死了 这名武者您没想着 接着甩手一剑 搁在落天大腿上 顿时鲜血鼓鼓流出 落天依旧是半点反应没有 看到这人动作 都城中无数人都破口大骂 这人可有些太过分了 这人都死了 还要鞭尸啊 这人谁啊 游阴某 这绝对是针对落之士的 太坏了吧 你们这些大人物都有病吧 天天盯着我这架毒本 一买我就输啊 我好不容易走最后一步 我容易嘛 你们还把落之士给阴死了 我这点钱至于被你们这么看中吗 都城中顿时骂声一片 源出世界内 这名武者似乎也知道 如果继续辱尸 会给自己带来巨大的麻烦 所以他收起剑来 目光深邃的看了落天一眼 这个人不是别人 正是伪装成其他武者的 无钱 真没想到啊 自己还没出手呢 落天就以这种滑稽的姿态 死在了自己面前 这老天爷真的是在耍自己玩吗 无钱摇摇头 从落天手中将那枚白骨戒指拿下来 他可还没望呢 落天有个会救人的小骷髅 为了保证落天死得彻底 连鬼羞也做不成 无钱直接就拿走了落天的白骨戒指 又在落天的身上一阵掏摸 无钱确实发现了 落天藏在裤腿里的令牌 刚才那俩人偷走的令牌八成是假的 落天的直是令吧 最后看了落天眼 无钱拿着令牌 索然无谓地离去了 他很想嘲讽落天两句 但却说不出话来 就这么结束了 有点可惜啊 无钱在心中暗道 但他没有注意到的是 在他拿走令牌瞬间 落天的身躯开始起了细微的变化 四周枣类植物缓缓爬上落天的身体 警告 宿主身躯发生莫名变化 系统无法阻止 变异工法 吞山那海绝 自行开启 无法删除 无法关闭 无法改造 系统主权正在崩溃 系统被迫启动 发送求救信息 警告 未知世界 无法联系神国 最后信息 无法发送 系统造神计划 被迫中断 主权彻底被宿主占领 备用共生计划启动 与宿主进行彻底融合 再度回归神国前 主动臣服宿主 融合开启 一连串信息 在洛天脑海中 不断响起 接着 一股金色力量 开始从洛天的脑海中出现 随后迅速沁染 他的四肢百骸 此时洛天 就像做了一个 非常长的梦一样 在梦中 洛天是一个 不知疲倦的舞者 在疯狂地学习 各种功法舞技 什么化身诀 什么巨神刀诀 都开始重新修炼 从无到有 一点一滴的 包括所有功法的细节 所有体验 武器该如何分配 力道该如何掌控 不仅是能用 而且是会用 美门功法在洛天手里 都像经历了十几年 甚至几十年时间的静营 分解 整合再体会 随这些记忆的加速 洛天感觉 就像闭关了无数年一样 直至将这些功法 全部理解掌握 达到巅峰 当洛天再度睁眼时 眼中有些迷茫 他并不明白 发生了什么 但他能感受到 自己和原来 有了极大的不同 同时体内系统 也发生了根本变化 最关键的就是 洛天现在 能感受到系统的存在了 在他脑海中 有团闪亮的光芒 在那光芒照耀下 洛天能清楚地感受到 无穷的力量 我这是 没死吗 洛天强撑着想站起来 但却发现 四肢无力 整个身躯都陷入了一种 十分怪异的虚弱中 寻常的虚弱呢 是指自己没有气力 全身肌肉酸疼 根本没法控制 但现在洛天 却能清楚地感受到 自己浑身都是力量 但是自己却没法控制 这些力量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主播 追马 也欢迎您关注我的 喜马主页 关注我更多的作品 谢谢 我的技能全靠简 作者欧阳云 由追马 狐狸 周末 杨安生 小时候 小树叶等主播 联合播讲 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第369集 备用计划 这 什么情况 洛天试着 先控制了一下 自己的手指 轻轻动了一下 便看见四周 绿色枣粒之物 迅速退去 随后洛天就看到 自己已经被腐蚀的 直视长袍下 露出了坚实的肌肉 宛如岩石般的肌肉 这怎么了 洛天在心里疑惑 而此时系统 居然回答洛天道 宿主身躯 遭受未知世界之力的 改造 以强化成功 三大熟性 临时各增加2000点 可使用世界本源之力 进行固化 啊 洛天眼中 闪过一抹金额 什么时候 系统如此贴心了 居然会主动地 向他介绍 此时体内情形 系统对洛天 从来都是比 瞧不起 还喜欢吐槽的 现在像是完全 转了个性子 如果用人来比喻 恐怕就是 瞬间变性的感觉了 由操汉子 直接变成 萌妹子的样子了 不过这种感觉 比之原来 好像好多了 三大属性 临时增加了 哦 我懂了 是僵尸化了 我成僵尸了 哎 不不不 这儿应该叫 魁拔 魁拔这名字 可比僵尸好听多了 这么想着 洛天试探着 控制自己的手 往身上摸了一下 一点一点的 洛天摸到了 自己的裤腿 果然 令牌已经没了 他娘的 这谁还砍了我一剑啊 洛天发现 自己腿上 还有道深可见骨的剑伤 哪怕是愈合天赋 也没有快速将其愈合 而只是帮他止血而已 洛天赶紧再向其他地方摸去 还好 屁股不疼 应该没遭受更大的侮辱 身上其他零件 也都还在 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洛天就跟个残废人一样 躺在地上 在身上各处摸来摸去 而此时都城中的其他百姓 也都看到了这幕 活了 又活过来了 起开 洛之士在干什么呀 看起来像是突然抽筋了 我看是脑抽吧 假赛 这绝对是赤裸裸的假赛 眼见洛天没死 有人欢呼 有人破口大骂 皇家武斗场内 女皇陛下则是轻轻摇头 这洛天到底玩的什么呀 要死不死的样子 不过 活着就好 反正在女皇陛下看来 洛天也不可能拿到第一的 只要活着 第几名 并不重要 女皇陛下是如此想法 其他人想法 也都差不太多 唯独洛天 跟他们想的 还真的不太一样 洛天觉得自己不是没被淘汰 而是战斗才刚刚开始 又休息了一会儿 洛天终于能控制自己的身躯了 他摇摇晃晃站起来 动作有些滑稽古怪 看得不少人都在吃笑 其中五塔中正在观看的一些直视 那更是笑得非常大声了 其中便有那寻向拳和林白二人 这俩人最近日子都不太好过 一个是被秦武的小弟们 揍成了猪头 现在是四肢绑着绷带 就跟个大粽子一样 一个则是上轮差点被洛天砍死 满脸虚弱 弱得连话都没法说大声了 这俩人刚才见洛天倒地的样子 别提多开心了 就差直接在五塔里跳起舞来了 现在眼见洛天又爬起来了 两人虽说脸上不悦 但是依旧放声大笑 洛天不行了 他就是个渣渣 我说了还没人信 我看他的样子 肯定是第一个被淘汰的 寻向全大声吃笑 旁边的执事们 则主动跟他拉开了距离 这俩人现在名声臭大街了 谁再跟他们混一起 谁白痴 闭嘴 你们两个蠢货 终于有人听不下去了 打断这两人的刺耳对话 寻向全转头看去 却见一名女执事 对他露出了笔之色 寻向全 见其修为似乎并不算高 也就只是一个五等 或四等直视的样子 不由得朗声道 怎么 你不同意啊 你还觉得他很强不成 女子瞥他们一眼 再若也比你们两个废物强 放肆 林白怒吼一声 然后就是剧烈的咳嗽 女子走上前 瞪向两人 敢赌吗 你们两个白痴 落天至少尽前十 怎么不敢 臭娘们 你说定了 我要你裸奔 寻向全羽 林白恶狠狠地说 女子伸出手来 行啊 但要是我赢了 我就要掌你们的嘴 打到我满意为止 猖狂 你还想打我了 看着到时候是谁打谁啊 寻向全表情都变得猙獰了 到现在 他已经丝毫不顾及自己的言语了 反正现在整个吴塔的执事 都在嘲笑他是阴阳人 寻美种 连他的师父 现在都不想多见他 免得被他牵连 现在他说什么都可以 也不用顾及太多了 露出真实面目的寻向权 整个人都散发之力气 与他相似的林白 都没他那么猙獰 林白毕竟是出身高贵的执事 就算再恨一个人 也不会显得特别没素质 林白阴着脸看向女子 你是谁 先抱上名字 让我记住你现在的模样 以后啊 就很难再看到你这张脸了 陆小美 记住老娘的名字 陆小美环抱双臂 转头继续看向 吴塔内的金石光木 她对落天自然是十分有信心的 嘴角挂着微笑 陆小美喃喃道 几个月不见 落天死胖子 你们倒是过得挺滋润啊 原初世界内 落天终于能控制自己走路了 经过他不断的尝试 落天终于明白 自己到底是怎么了 该死的肉身强化 这临时增加的三大属性 居然不能完美地融入身体 这就像给我带了一层层的铁甲一样 这太难适应了 落天暗自叫骂 同时也明白 所谓的魁拔又是怎么回事了 失去令牌的庇护 原初世界内的力量 正在不断地沁染他的身体 按照一般常理来说 落天的肉身 应该是随原初世界一起 进行快速变化的 但可能是因为 他提前吃下那枚药丸的缘故 所以他并没有剧烈变化 原初世界力量 无法真正融入他的身体 故此才发现 这三大属性是增加了 但自己却没办法 完美使用的状况 身躯僵硬化 皮肉铁质化 果然是跟传说中的僵尸一样 蹦着走路比较妥当啊 落天也不怕丢人 反正都这样子了 再丢人能丢到哪去呢 让落天感到郁闷的是 自己现在是蹦都蹦不好 腿上有伤实在是蹦不高啊 一脸郁闷的落天 此时已经成了瘸腿僵尸了 一点一点的向前小跳 熟悉之后速度倒是越来越快 就像弹簧一样 开始向前赶路 令牌 现在关键是令牌 落天必须尽快把令牌给夺回来 落天这边加紧赶路的同时 原初世界中 其他舞者已经开始争夺战争了 首先遭遇熬战的不是旁人 正是小王爷 周宇明 该死的世界 怎么还有这种东西 周宇明现在微微喘息着 以他的实力 本部应该在最后关头前 遇到如此强劲的对手 这路上就算遇到其他舞者 周宇明只要亮出名字 就足以让对方知难而退了 除非是遇到一群舞者包围 否则他应该是一路畅通才对的 但现在他不仅被拦住了 而且还未必能打得过 在他面前没有舞者 有的竟然是一群硕大的蟻兽 这些蟻兽就在刚才 还只有拳头大小呢 周宇明不过是好奇 低头观察了一会儿 突然就发现这些蟻兽 像是吹气球一样 不断地膨胀起来 不消片刻功夫 竟然变得比他还高大了 现在更是超过他的身躯 三倍有余了 蚂蚁 就是普通的蚂蚁 周宇明可以确认 这些蟻兽并不是什么特殊熊兽 不过就是最寻常见的那种蚂蚁 这在外界能一脚踩死一大片的 可在这原初世界 蚂蚁却强得有些可怕了 坚硬的外壳几乎根本无法攻破 巨大的力量和行动力 让周明宇都相形见出 一番交战下来 周明宇感到自己的功法 好像是全无用处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主播追马 也欢迎您关注我的喜马主页 关注我更多的作品 谢谢 我的技能全靠简 作者欧阳云 由追马 狐狸 周末 杨安生 小时候 小树叶等主播 联合播讲 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第三百七十集 关键令牌 目光闪烁 周宇明已经有些发懵了 难道这次战斗大赛 不是武者与武者间的对抗 而是武者与这世界内的奇怪存在对抗吗 不对 肯定有哪里不对 周宇明脑海中急速思索 同时也不再蛮干了 迅速向后撤退 与周宇明相同 运气不太好的武者也纷纷碰上了形形色色的各种怪物 有的碰上一堆烂泥 只要走上前去就会被缠住脚 接着包裹身躯甚至脑袋 稍微逃得慢些 可能就直接死在烂泥堆里了 还有的碰上一些奇怪的古墓 只要靠近 古墓就会发出刺耳的尖叫声 声音可以当场震碎武者耳膜 连武器防御都起不了太大作用 这些场景通过光幕 让都城中所有人都清楚地看见了 所有人都在感叹 原初世界里怪物怎么会如此奇异呢 这全是没见过的品种啊 一时间大家都有些忘记 这是舞者的战斗大赛了 因为到目前为止 居然还没有拿两位舞者真正的交手过 众多舞者都被拦出去路 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靠近中心地带了 诶 系统 你从哪来的呀 系统 你是谁创造的 你为什么会降临在我身上呢 正在赶路的洛天 在心中不断对系统发问 自从知道系统 开始会回答他的问题之后 洛天就在不断地实验 看系统究竟能告诉他多少 从试验结果来看 系统对洛天问的问题 都回答得含糊其词 比如从哪来 系统就回答 神之世界 洛天哪知道这狗屁神之世界在哪呢 神灵又是什么东西啊 问了许多问题 也没答案之后 洛天干脆问了一个现实点的问题 你告诉我 怎么去原初世界的中心地带呢 系统立刻回答 经过分析 原初世界中心地带 在正前方一千里处 这个世界正在进行急速的扩张变化 且在吸收外界的力量 凝聚北原金石 宿主可以通过防护手段 进入中心地带 通过防护手段 这是指武器 突然 洛天想到一个东西 令牌啊 最关键的令牌 才是真正的防护之物吧 该死的 原来在这个世界混 就是需要令牌啊 洛天自觉想到了关键 立刻再度加速 让自己蹦得更快 就在洛天加速赶路的同时 张一站在一只硕大的鸭嘴兽前 拿出令牌 本来张着大口的鸭嘴兽 见到令牌后 缓缓上前 吞下令牌 随后自觉退到旁边 让出了道路 张一微微一笑 果然如此 然后转头 看向身后不远处的几名武者 把你们的令牌都交出来吧 原来这令牌是这么用的呀 原初时间内 令牌才是最大的通行证 绝不能交出令牌 张之士 你别太过分啊 看着迈步靠前的张一 面前这四名武者 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后退 张一名声之大 甚至游在周明宇之上啊 毕竟在低轮中 张一靠着一手圣街功法 已经是彻底扬名了 圣职弟子的身份 再加上圣街功法 这怎么看都是夺冠大热门呢 如果不是落天 在第二轮爆发太过抢眼 恐怕早就不知有多少赌徒 要换人下注了 留下令牌 张一根本就不会跟他们客气 直接冲身出手 掌心一片金光 张一一声娇和 灵光显身 分身无穷 幻弱 张一身后居然出现了四道分身 同时向四面八方杀去 正是分身的功法 但凡跟这种能力沾上边的功法 那至少都是超级的 毫无疑问 张一对这功法的使用 已经达到完美境界了 根本就看不出任何破绽 一瞬间 这四名武者就都被张一给缠住了 张一居然是没有放走一人的意思 而这几位眼见走不了了 也都来了很近 纷纷出手 一时间武器光芒绽放 爆炸声不绝于耳 烟尘生腾 在不远处 骆天看到这里生腾起的烟尘 顿时心中微动 抱着减点便宜的想法 骆天赶紧向这个方向冲了过来 太慢了 太慢了 这僵尸跳实在是太慢了 骆天现在真是万分后悔 当初把身法类的功法全都给融合了 如果现在自己有个身法类的功法加个素 那肯定比现在快多了 正在赶路的骆天 突然感到一股进风袭来 他没有闪躲 而是骤然一停 下课 一道光芒擦着骆天的脸越过 如果刚才骆天再向前走半步 这道光芒恐怕就能穿透他的脑袋了 有人 骆天缓缓转身 接近一道黑影如风般撞进骆天的怀里 随后骆天就听到一连串的声响 狂风刺万花筒 这人狂叫着 一连也不知刺了多少下 然后终于一个翻身回去 潇洒落地 手中短肩一扬 轻轻挑了下头发 低头道 碰到我风猴 算你倒霉 狂风百连刺 谁中谁扎心 骆天看向眼前这人 面色有些尴尬 呃 你哪位啊 骆天出声道 这风猴文言先是一帧 随后抬头看向骆天 这风猴的身躯 非常矮 约莫也就是一米四左右 这个身高在骆天他们老家 就属于三等残废了 找老婆是没戏的 但是要起饭来就特别实用 至于长相嘛 真是有点一言难尽的意思 反正歪瓜裂枣这四个字 不足以形容 一身黑色的颈身黑衣 屁股钩子都能看个清清楚楚 这一转身还破了个洞 天哪 骆天感觉自己的眼 受到了极大伤害 他居然看到一撮黑毛 你没死啊 风猴震惊地看向骆天 待他看清骆天的脸之后 更是惊诧了 骆天 刚刚不是有人说 你被雷劈死了吗 这风猴显然有着从外界获取信息的渠道 否则他不可能知道骆天倒地的事情 在定睛看向骆天胸口 风猴这才发现 被他刺了几百下的骆天 居然连一滴血都没流出来 不对啊 我刚才没炸进去吗 风猴有些懵了 他这剑可是十分锋利啊 九品兵刃啊 你还是人吗 风猴朗声问道 这个问题问的就相当有水平了 骆天现在都不知道该如何打他 想了想 骆天说 应该算是吧 虽然我现在好像是僵尸 风猴看着双臂伸直 浑身僵硬的骆天 更是面色诡异了 啊 死而复活 化为僵尸 我的苍天哪 这现在魔修鬼修都这么大胆子了吗 风猴显然把骆天当成鬼修了 骆天一顿一顿地摇着脑袋 我不是鬼修 我管你是不是 先把你搞定再说 无他说不定还要给我记一弓呢 说话间风猴再度冲上来 他的速度确实很快 身法至少得是高级向上了 他直接化作一道残影 直线冲锋 闪电突袭 换作其他人 可能连风猴动作都看不见了 但在骆天眼里 风猴的速度还是慢了下来 在破膜眼下 只有气流 没有身躯 功法真实 皆在眼前 骆天猛然转身 随后向左边伸手一抓 本来突袭在骆天正面的残影 迅速消失 反倒骆天手掌中 出现了风猴的身影 这等声东击西的技巧 现在对骆天来说 确实就有些弱了 双手拿住风猴的脖子 骆天一脸平静 反观风猴还在死命挣扎 想捅骆天一下子 只可惜他的胳膊太短 根本就够不到骆天的胸膛 晃来晃去 只急得满脸通红 就差两寸 我就差两寸了 骆天用力捏住他的脖子 手劲之大 顿时让风猴面色发紫 他立刻手腕一转 捅向骆天胳膊 只可惜 依旧没有半点鲜血 骆天僵硬的胳膊 现在就真像铁尸一样 我闪 风猴呼地发出一声赋语 身躯瞬间化为青烟 消失在骆天的手里 骆天左眼竹龙之眼开启 看向四周 我说 你这身法不错 能给我再表演表演吗 你敢小觑我 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 不道黄河心不死 欲穷千里木更上一层楼啊 啥玩意儿 骆天被风猴一连串成语接龙搞懵了 随即就见风猴身影在他身后骤然出现 一击直奔骆天脑袋 他已经看出来了 这骆天现在行动迟缓 只是属性很高 高攻高防罢罢了 如此一击 风猴便打算直接要了骆天的性命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主播追马 也欢迎您关注我的喜马主页 关注我更多的作品 谢谢 我的技能全靠简 作者欧阳云 由追马 狐狸 周末 杨安生 小时候 小树叶等主播 联合播讲 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第371集 灵气 出手带风 短剑赴雷霆 风猴这招一出 就是杀招 内涵三道破气镜 只要命中 不论是哪里 都会瞬间爆炸 可就在他的剑 离落天后脑 只有一寸时 风猴脑内 突然响起了 一声怒 宛如巨龙 笑天般的吼声 风猴不禁顿了一下 短剑掉落在地上 就见落天缓缓转身 眼眸中 一片蔚蓝色的光芒 正是高等精神天赋 威压 果然这精神天赋 对于一般舞者来说 就是实打实的杀手锏 这招出 风猴连反抗的机会都没有 当场就倒了 就见风猴抱着脑袋 躺在地上抽搐 落天向前一蹦 双脚直接踩在风猴的身上 然后用脚掌 从风猴身上摸出了令牌 接着努力地弯腰拾起来 你这令牌 我笑纳了 落天微微一笑 用力以我顿时身上的压力消散 令牌在手 身上种种不适 顿时就消弥于无形 此时落天属性表中 所有暴涨的临时属性 全都被抵消干净了 落天就感觉自己的身子 又恢复了正常 至少手脚可以随便弯曲了 哎呦 马死我了 哎呦 这当僵是个真够难受的 哎 还是有令牌好 风猴晕晕乎乎躺在地上 看落天的身影 都戴上重影了 不过就算这样 他也听明白了落天的话 不禁口吐白沫哀嚎一声 原来你没令牌呀 早知道落天没有令牌 风猴连看都懒得看他一眼 没令牌打什么呀 赢了没转头 输了丢令牌 风猴真感觉 自己是倒了大霉了 旋即 他又想到了一个关键问题 不对呀 没令牌不就被淘汰了吗 你怎么还能在这远处事件呢 风猴大声叫着 突然他停了下来 似乎是想到了什么 远处无极 生死轮转 时光不停 岁月助身 魁拔 这风猴显然是个有文化的人 跟他那长相实在是不相符 否则满口成语 也不可能这么溜了 此时他显然已经想到关键 还点出了魁拔之身 落天上前看着他 对了 丢了令牌不用离开 只会变成魁拔 接下来呢 轮到你了 你好好享受 一边说 落天顺手 用力在地上轰了一个洞 把这风猴就给埋了进去 落天这做法真的十分阴损 因为变成魁拔后 身躯会僵硬无比 手臂都难抬起来 只能绷直 所以现在风猴恐怕很难从地底下爬出来了 我说你 大哥 不至于这样吧 我错了大哥 你就把我扔这就行了 别这样啊 你把我埋了干啥呀 别走啊 别走 你大爷的落天 你等着 落天把风猴身上的土彩结实 看着地面迅速硬化 只露出一个脑袋 这才满意的点点头 如此一来 落天算是彻底解决了风猴 变成魁拔后的麻烦 用屁股想都知道 这风猴只要还能一站 定然会来继续找落天复仇的 就像落天现在很想知道究竟是谁拿走了他的令牌 那该死的家伙居然还顺手偷走了他的白骨戒指 简直过分呢 最后给了风猴一个邪魅狂娟的笑容 落天迅速离去了 而在风猴看来 落天就是临走时还嘲笑了他一眼 那表情就宛如在他脸上放了个屁一样 风猴顿时破口大骂 三字经不绝于耳 响彻周遭 随后 他就感觉到有股别样力量迅速轻染他的全身 立刻 风猴脸上肌肉也开始僵化了 落天 你等着 风猴最后咬牙说出一句话后 就彻底闭嘴 而落天则向远方快速前进了 有了一块令牌再深 落天终于能将自己的敏缘发挥到极致了 他不敢有任何耽搁 因为他知道自己已经落后很多了 虽然并不知道落后多少 但毫无疑问 如果再不加快脚步 恐怕就真得被淘汰了 落天可是没有忘记 这次能够顺利离开原初世界的只有十个人而已 都城主天幕中 李全阎山也开始点评这场战斗了 阎山显然有些兴趣缺缺 因为在他看来 这风猴确实实力有些弱了 嗯 不太行啊 武者风猴 并没有逼出这落之士真实的水平 他连化身诀都没开启啊 确实 落天现在的实力 应该是在场所有武者中第一梯队的 可能比之张一周雨明他们弱点 但是绝对比其他武者要强上几分的 手套武旋 您怎么看呀 李全笑着问了手套武旋一句 手套武旋似乎一时间没反应过来 愣愣地回答道 啊我怎么看 我当然是坐着看了 等等等 你是问我 怎么看待落之士的实力 对吗 李全有些尴尬地笑着 轻轻点头 手套武旋想了想 嗯 不好说呀 如果是旁人 我都还能评价一下 唯独这落之士 还真不好说 你们难道没看出来吗 落之士不仅是功法高超 而且有双极其厉害的眼睛啊 此言一出 李全阎山都是微微的身体前倾 他们倒是有所猜测 但是一直没有确定 此时听手套武旋这么说 李全马上问道 您是看出什么了呀 手套武旋点点头 他好像能看破对手的功法 还能准确判断对方的薄弱之处 这可不是什么功法能做到的 要么是极其老道的战斗经验 一般呢 军方战绩会比较擅长此类 但很明显 落之士并不是军方武者 那么就是特殊能力了 我观他对战之时 有眯眼的模样 而且眼寒一光 我猜测他可能至少有一只洞察之眼 我听说指使中有位庞圣师极善此法 他是庞圣师的弟子吗 听到庞圣师三个字 阎山的脸顿时就垮了下来 这三个字让他十分不爽 尤其是听说落天 有和庞圣师一模一样的能力 更让阎山对于唐主时的判断 起了怀疑 这怎么看落天都是庞圣师的清传弟子啊 别的能造假 难道这份能力还能造假不成 手套五旋见阎山不说话了 也顿时明白自己可能问错人了 立刻想遮掩过去 可能我猜错了 呦 落之士的运气可不好 他马上要遇到皇室高手了 这下恐怕很难像刚才那样轻松拿下了呀 吴苗旅言见手套五旋如此转移话题 也赶紧跟上 是的 让我们看看 即将出现在落之士面前的事 我的天呐 落之士的运气太差了 他居然遇上了皇室子经卫都统周璇 这位周璇大人 乃是皇家年轻一辈当中的绝顶天才 听说离小王爷周与明也相差不远 只不过年轻了几岁 李全大人 我还听说周璇手上有女皇陛下奖励的飞红剑是吗 李全点点头道 是的 真正的灵气 皇室配剑 这把剑历来都是传给皇室最为杰出的俊杰的 看来落之士的比赛即将结束了 李全十分平静地宣布了落天接下来的结局 极少做这种判断的李全 最少有九成以上的把握才会说出这样的话来 首套五旋和阎山都是轻轻点头 显然极其同意李全的说法 寻常人不知道这飞红剑的可怕 他们那是相当清楚 落天应该彻底没戏了 所谓灵气 顾名思义自然是有灵之气了 死物生灵 条件苛刻 可夺天地造化 凡称灵气者皆有大威能 尤其是培养到极致的灵气 如若有大能开光 立刻就会转变为圣气 从此一物在首可胜得千军万马 就算是刚刚起灵的灵气 也不是其他兵器可比的 凡品兵刃不用说了 粘之极端碰之极碎 就算是以奇才一宝造就的宝器 在灵气面前 也不过是稍微硬点的石头 斩得开破得了 只能被称为弟弟的角色 一把灵气在手 武者战斗力往往至少飙升一倍向上 尤其是在五旋径之下 那更是只要能使用灵气 就立于不败之地了 非得是五旋径以上力量 才能与灵气相匹敌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主播追马 也欢迎您关注我的喜马主页 关注我更多的作品 谢谢 我的技能全靠简 作者欧阳云 由追马 狐狸 周末 杨安申 小时候 小树叶等主播 联合播讲 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第三百七十二集 巅峰战记 洛天很强 无论是功法还是天赋 整个都城的人都看在眼里 绝对是年轻一辈中的佼佼者 尤其是在战斗大赛第二轮的爆发 更是惊艳 但是恐怕洛天也挡不住灵气 就算是圣级功法 在灵气面前 也并不是那么好用的 厉害的灵气 基本都自带威力强大的杀招 不比一般的圣级功法弱的 所以就算张一来 也未必能胜 在阎山和守涛他们眼里 唯一能稳胜周璇的 也就是小王爷 周宇明了 原因很简单 因为周宇明 也有灵气 在奔跑中的洛天 可并不知道前方 有谁在等自己 他选择这条路 只是因为这条路 已经有人开过了 路边有不少奇奇怪怪 虫子的尸体 这些尸体都在以极快的速度 腐烂变化 血肉在几期间 就会化为白骨 随后从尸体下方 就会长出一些鲜艳的植物来 落天不敢靠近 原初世界如果真如传说中那样 那其中不管什么东西 都是不能小觑的 原始世界之初 本源力量扩散而形成大陆 本源宁出混沌之气 凡沾染混沌之气者 皆有天地神威 宇宙大能 虽说这只是一个微缩的世界 但是保不齐会有这样的东西出现的 落天甚至可以肯定 只要在这原初世界待的时间够长 他自己也会沾染这个世界的混沌之气 只是到时候自己会变成什么样子 就难说了 中心 为什么出口要设在中心呢 落天一边跑 一边在脑海中思索这个问题 他隐约能察觉到 所谓出口 绝对不简单 但是至于是什么 落天就真的猜不出了 还是读书不够多啊 落天在心中感叹 随后落天就突然发现 自己来到了一片空地上 满地黑土 周遭有青烟生气 尸骸正在化为灰烬 这一片区域 明显是刚被人清理出来的 抬头再看 不远处有一人站在中间 似乎正在恢复武器 身形消瘦腰杆笔直 那整个人就像一把剑一样 我去太像了吧 这脑袋真像个剑尖啊 这发型怎么做到的 这跟刺猬一样能扎死人了吧 我去下巴也这么剑 他低头会戳死自己的吧 落天一时间没分辨出是男是女 但是毫无疑问 这个人恐怕很不好惹 尤其是他手中有把红色长剑 给落天一种浓浓的危险感 好像有点东西啊 绕道走 落天就不是个投铁的人 眼见不对 立刻就准备绕路了 见人打人那才是蠢货呢 落天自觉 自己是不可能打过几十号人的 所以打得过就打 打不过就走 这才是王道 站住 落天刚想绕路 倒是站在前方那名男子 率先出声了 他这一说话 落天终于能分辨出性别了 如此纯正的公鸭嗓子 能让一窝母鸭子当场发情啊 是个女的 估计这辈子就算玩完了 落天文言非但没有停下脚步 反倒还加快几分 谁听他的话谁白痴啊 我让你站住 男子再度一声怒吓 随即几道剑盲从天而降 宛如剑阵当场将落天困住 这是光灵剑 这次落天都认出这功法了 主要是因为这招真的不是什么特别厉害的功法 五塔都有脉 终极剑决而已 但是这人用出的光灵剑 落天却感觉比高级功法可还要厉害 澎湃的剑旗内似乎有着无坚不摧的力量 我让你站住 你还真敢跑 不把我周旋放在眼里啊 男子缓缓转身 抱剑而立 真是帅得一塌糊涂 落天听到他姓周 便知晓这人八成是皇室中人了 再看他衣服 果然是华贵得很 一般人一辈子都买不起一件的那种 交出令牌来 你可以走 周旋淡淡地说道 他缓缓伸出手 等落天交上令牌 落天见走可能是不行了 索性甩手杀猪刀一挥 直接将周遭的剑气斩碎 身上武器升腾 战意高张 周旋目光则落在落天的刀上 好刀啊 保弃吧 一并留下 落天眉毛一拧 你这人脸咋这么大呢 啥都是你的 凭啥啊 周旋吃笑一声 歪至脑袋 凭实力 杀猪刀 直视袍 你是落天吧 前两场比赛 我看了 挺厉害的 可惜今天遇到了我 如果你现在把 你干什么呢 我还没说完呢 周旋还在自吹自擂 就见落天已经撕下身上那破烂直视袍 把耳朵给堵上了 落天十分不爽地说 你那瞎逼啥呢 要打就打哪那么多废话 周旋顿时气得面色发红 自己还有一肚子装逼的话没说呢 这就宛如一个屁放到一半被人给堵住了 那个难受啊 真是异于言表 气得够呛的周旋 终于不打算继续装逼了 他咧嘴道 好啊 你找死 那我就给你个痛快 周旋没有出剑 反倒是大步向落天冲去 他的速度不错 脚掌在半空连踏几下 居然还能浮空而起 换作一般人 已经得开始惊叹他的神奇功法了 但对于落天来说 这种前冲就是送菜啊 特殊级功法半倒绝 落天手掌一动 周旋顿时感觉 自己双脚 被一股诡异的气流给绑住 随后整个人形就变了样了 前冲之势再也无法止住 身上武器也跟着波动起来 落天也不跟他客气 迎面就是一刀斩出 巨神刀绝 三神增力 一刀命中周旋 落天身后突然有巨刀的身影闪烁 这次清静的眼神经的指天目中 阎山李全齐齐惊呼一声 手掌五旋也叫喊道 点风斩计 随手掌五旋一声惊呼 落天的刀以磅礴之力 斩在周旋身上 刀器贯穿武器 透过周旋身躯 落在地上 便是一片扩散的力量珠网 这一刀虽然还是巨神刀绝 但其力量之强 已远超其他武者想象了 尤其是那些能看懂这招的武者 更是被落天这刀给惊住了 落天这刀从用力到运气 这等灵力的斩机 分明是将功法完全吃透了 运转到巅峰的表现 所以手掏五旋才会脱口说出 巅峰战计四个字 同样的功法在不同人手中使用 威力是不一样的 这是所有武者都知道的常识 功法使用大致会分为三种 出窥门禁 运转自如和掌握到巅峰 越是强大的功法 越是需要大量时间来熟练掌握 尤其是高等功法向上 基本都可供武者一辈子去专严修炼了 天赋不够 根骨不强 有时候就算拿到厉害的功法 也没法使用 连出窥门禁都很难做到 像无前刀领这样的武者 手持超级功法 修炼了可能一年或十年 但是也就在出窥门禁的境界中 疼怒而已 还远远到不了运转自如的地步 至少刀领 就做不到落天这样 以巧劲出刀 一刀过后 翻手便又是一刀 打得周旋一时间 竟是连连败退 无法招架 想要还手 那必须打破落天 连绵不断的巨神刀绝 同时落天的刀器 竟然还有叠加起浪的感觉 巅峰 绝对掌握到巅峰了 能将超级功法 练到这般地步 不可思议 手掏五旋连声惊叹 他是最有资格评价 落天此事状态的人了 因为手掏五旋本人 便是一位将全身所有武技 都修炼 掌控到巅峰的人 在手掏五旋看来 这天下就没有无敌的武技 低阶武技也不见得就废物 高阶武技也未必就一顶能赢 只有掌握到巅峰 随心所欲 全方位选择适合的武技 才是最强的 秉承这个观念 手掏五旋方才在武道之路上 一路披荆斩棘 越挫越勇 他从不追求强大的功法 只看是否合适 是否能掌控到巅峰 本集播奖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主播追马 也欢迎您关注我的喜马主页 关注我更多的作品 谢谢 我的技能全靠简 作者欧阳云 由追马 狐狸 周末 杨安申 小时候 小树叶等主播 联合播讲 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第373集 掌控巅峰 手掏五旋教导弟子 也是这般的 功法不求强 但求通 通达功法 便是通晓自身 方为无上之道 可惜他的这些理念 一般是不被其他武者所接纳的 这世上 九成九以上的武者 都是追求 更快更强 更高级的功法 至于掌控 能用就行了呗 无前是这般 刀林也是这般 包括那圣职弟子张一 也都是一样的 原来的洛天 持取他人功法 最多呢 也就是达到对方同样的水准 想要超过 除非是耗费点数 来将功法升级 比如化升绝 但现在 机缘巧合 让洛天对所有功法的掌控 直接达到了巅峰水平 无论是特殊级功法半岛诀 还是巨神刀诀 都是如此 此刻在洛天脑海中 是无数修行过的经验 是身体对功法掌控后的本能反应 洛天甚至现在都不用去思考 就能知道 一刀出去 要如何运转武器 要用几分镜 如何反弹回旋 再劈下另刀 身体也好武器也罢 运转起来都毫无制色之感 什么叫人刀合一啊 便是洛天现在的境界 身后虚影越来越清晰 洛天清楚地感受到 自己现在究竟有多强大 同时也多少明白了 这系统变化 到底给他带来了怎样的好处 增强 这绝对是大幅度的增强啊 虽然没有给洛天 带来哪怕一丝一毫属性的增强 但是那些莫名其妙 出现在他脑海中的修炼技 却让洛天直接就远超了一般武者 再加上洛天现在身怀的功法 那都不是一般的大路货呀 最次也是光焰泉这样的高级功法 再加上超级功法和完美级功法 洛天现在的强大 已经不是一般武师能够想象出的了 周旋显然没料到会这般情景 随洛天一刀刀斩下 他突然感觉自己很可能真的会输啊 你别太过分了 周旋一声怒吼 脚掌在地上重重一摞 一道火柱喷涌而出 火之天赋 洛天左手握拳挥散火焰 右手握刀再度斩击 十方刀镜 杀出刀在十方刀镜的武器增幅下 瞬间变大 朦胧刀影带着百丈刀起 竖屁如龙 而周旋的周身 焰生 他身上的火焰 却不是一般的明火 而是熔江之焰 强横刀影与之相撞 顿时火将四射 将地面烧得一片焦黑 白烟生疼 洛天能感到 自己的刀镜并没伤到对方多少 他立刻想变招 可此时周旋用火焰身躯 硬扛洛天一招后 终于也是拔出了灵气 飞红剑 光降神风 一片巨大的光之神剑 从天而降 每柄巨剑都足有十丈来高 洛天身躯皮肉一紧 身上皮肉就如鳞片般叠起 却是皮更糙 肉更厚绝 叠灵 这一瞬间 洛天就像一只吸引妖修一样 身躯变化 行动迅速 连挡几剑 随后脚掌飞踏 连连后退 一连串的巨剑轰鸣声震耳欲聋 洛天的身影 完全被淹没在了巨型光剑中 此时都城中有多少舞者 都看着两人对拼 而目瞪口呆了 这还是舞者对决吗 怎么感觉这俩人无论哪个 都应该能算上五旋径强者了吧 观看人群中 目光最复杂的 倒并不是寻向权 林白这种 一心想要洛天死的人 而是刀领 秦武这样实实在在 跟洛天比试过的 秦武此时腿肚子都打颤了 看着洛天的绵绵不断的巨神刀绝 每刀都是三倍增力 再看洛天刚刚身躯的变化 这哪是跟他对打时的洛天呢 感情对方根本就没把自己当回事 人跟人的差距真就这么大吗 刀领则是更惊骇了 他原本判断和阎山是一样的 洛天就是一个有富之类天赋的舞者 虽说学了他的巨神刀绝 但是一辈子也就那样了 不该有任何提升才是 但现在刀领知道 自己错了 而且错得相当离谱 洛天刚才用刀的境界 简直看得他如痴如醉 那恐怕是自己一辈子 也没法达到的境界呀 还有王法吗 偷来的舞者比正主更厉害 刀领都开始怀疑人生了 其实被洛天的表现看得怀疑人生的 又何止是刀领情武 阎山李全也是一样的 尤其是阎山 惊得下巴都快砸到脚面了 他自始至终都没考虑过 洛天是绝世天才这回事 无论是洛天的复制天赋也好 观察之言也罢 都只是让他有些惊诧 但是绝不至于动摇他的想法 但现在阎山突然感觉自己很可能是莽撞了呀 这是天才呀 真正的天才 和周璇张一他们不一样 洛天没有高贵的出身 也没有圣接功法在手 全是靠自己的能力一步步提升至此 他前面几轮的表现大家都看见了 几乎是每过一轮实力就暴涨一轮 到了现在 谁也不敢说能够稳赢洛天了 这等天才 足以称之为五塔的未来了 如果不是洛天和庞无情的关系 阎山都想把洛天推荐到唐主是门下 或者哪位圣职的府中了 天才 看来真的得从长计议 我得仔细查看了 阎山喃喃自语 他终于是开始将洛天当作重要的存在来思考了 再不是那种可以让他随便拿捏的普通货色 原初世界中 被激怒的周璇根本就没有停下攻击的意思 从一开始洛天打断他装逼就让他十分不爽 然后又是一通乱斩 更是让他有些恼羞成怒了 此刻终于飞红渐出 那就断没有不见血便收回的道理 周璇是动了杀心了 身为皇室后裔 形象脸面那都是非常重要的 之前被打得那么惨 现在如果不能以雷霆手段挽回局面 恐怕他就将面临堂兄周宇明的耻笑了 飞红剑再挥 剑上光芒如柱般直奔苍穹而去 黄黄天威 以我为影 神光无极 剑照大地 飞灵神光将 燃天 无穷剑气迅速汇集 一时间四周天地灵起 似乎都被其抽至一空了 微缩世界内 似乎有道灰暗混沌之气 也被吸引过来 皇家斗场内 所有观众都能清楚看到 在那微缩的圆珠世界中 属于周旋的那块领域 绽放出了耀眼的光芒 以至于天空中的雷云 都被光芒击溃了一片 紧接着 一道高达百丈 宽过十丈 扩散力量超过方圆十里的 巨大神剑 轰然落下 别说是众多观看的舞者了 就连女皇陛下和雍亲王 也是微微挑眉 周旋此一招 倒是越来越炉火纯青了 看来给他飞红剑 倒是对了 也就他能发挥出此剑的威力了 不枉当年飞红军 为皇室溶血练剑呢 巨剑落下 一片地域化为凹陷 层层土浪翻涌 大地震颤 多少在原初世界中的舞者 都为之侧目 张一缓缓转头 在他身边 有几名舞者 已经全部被揍进地面了 令台到手 张一眼望远方 微微一笑 好剑反 周旋铭则终于干掉面前的蚁兽 成群蚁兽死在他的面前 他的身上也是染满了鲜血 但直到现在 周旋铭还没发现令牌的作用 但这却并不妨碍他解决危机 只是费得力气大些罢了 周旋 这小子还是这么毛毛躁躁 大威力见绝能用几次 还没到搏命之时 便胡用乱用 也不怕被人看穿了 摇摇头 周宇铭缓步向前走去 身上伤势也在以极快的速度消失 整个人的精气神也在迅速恢复 甚至连带他的衣服 都在以夸张的形态愈合着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主播追马 也欢迎您关注我的喜马主页 关注我更多的作品 谢谢 我的技能全靠减 作者欧阳云 由追马 狐狸 周末 杨安申 小时候 小树叶等主播联合播讲 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第三百七十四集 光之扬艳 周旋一招轰出 自身的消耗显然也不小 如果不是契机 他也断然不会用如此威力巨大的一招的 周旋冷哼一声 这回该死了吧 他才不会讲什么规矩 对于他来说 规矩是不管用的 因为他姓周 因为他是皇室后裔 别人杀不得的人 他就杀得 反正有他老爹在 出了什么事 无非被责罚两句 况且就是杀人而已 也算不得什么事的 战斗大赛死人 不是很正常吗 缓缓吐出口气 周旋向中心的坑洞走去 其他东西被炸烂 都不打紧 但那块令牌 最好别被炸毁了 周旋低头 向那硕大坑洞里望去 但他看了好一会儿 却并没发现 落天的尸体 周旋满怀疑惑 嗯 人哪 在他身边有声音响起 你看什么呢 找人啊 尸体去哪了 嗯 周旋猛然回头 顿时看到落天 就站在自己身边 身上衣衫破烂 那本就撕破的直尸袍 现在是彻底不用穿了 如果不是怕 关键部位走光 落天现在就挣脱完了 身上皮肤 泛起灵片样的光泽 落天看起来 完全不像是 受伤的样子 面带笑意 落天举起杀猪刀来 喂 你把我这刀可弄卷了 我不管你怎么样 得赔钱吧 周旋面旁扭曲 他完全无法相信 中了自己如此威力巨大的一招 面前的落天 竟然是一点事都没有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这家伙肯定是装的 他肯定已经是强弩之末了 如此想着 周旋再度抬剑 手中飞红剑的光芒又亮了 你还来啊 眼看剑光再起 落天宛如金弓之鸟 立即开启了化生绝 此时落天化生绝一开 整个人瞬间化为火焰舞者 手中杀猪刀也燃起了熊熊白焰 连带落天的身躯 也化为了纯白色的烈焰 这是光明之焰 阳焰之躯 周旋愣住了 不禁后退两步 主天幕中 李全阎山两人 已经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毫无疑问 这些落天化生绝 已经达到巅峰了 此时化生绝 与他们用的化生绝 显然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功法 原本两人还没看出来 此时要再看不出来 那就是白痴了 化生绝 无非是以身变化 如同变色龙般 化自然之形 功法虽强 但却无法脱离自然变化 而落天所使用的化生绝 则是掌控实质 脱石向虚 往这世界的本质去了 同样是火焰 化生绝只能是明火 而化生绝 则直接升为了焰之本源 光之阳焰了 威势比原来 何止提高数倍啊 阳焰身去一望 周旋便仿佛看到第二个太阳一样 那种压迫感 那种让人窒息的火热 哪怕他身为火焰天赋者 也感到恐惧 这还 这还是人吗 周旋此时的心声 也是很多人想问的问题 哪怕都城中许多买落天获胜的赌徒 也没想到落天居然有如此一首 这一首堪称绝杀呀 让那些原本对落天不屑的舞者 纷纷地胆战心惊 而那些想找落天麻烦的知识 也彻底感受到了恐惧 脚底发寒 头冒冷汗 东南乌塔内 寻相权林白两人 目光就宛如大白天见了鬼一样 在周旋掏出飞红剑 使用大招时 这两人已经开始欢呼雀跃了 在他们看来 中了周旋这剑 落天不死 也就只剩半条命了 但谁能想到 落天居然在这种时候 展现出了如此强大的能力 是故意的吗 这家伙究竟藏了多少手段啊 寻相权和林白忽然感觉 自己真的太蠢了 跟这么厉害的家伙作对 恐怕真有一天会横死街头啊 旁边陆小美也看待了 落天的实力 她原本还算清楚 但现在 她已经完全看不懂了 这还是落天吗 当初她和落天 对付一个鬼旋 那都是九死一生 而现在的落天 估计已经能吊打 那个鬼旋了 这实力暴涨得太过分了 这段时间 落天到底经历了什么呀 陆小美双眼放光 看着浑身白艳的落天 心中掀起了阵阵波澜 落天 这女人看在眼里就拔不出来了 没错 至理名言啊 我得把这句话刻在我身上 过奖过奖了 原初世界内 落天白眼熊熊 吓得周旋 一时不敢靠近了 落天 则将那已经卷刃的杀猪刀 给取了起来 你别以为我怕你 我告诉你 要不是我冰刃卷了 我非砍死你不可 你不要出剑吗 来呀你快点的 我这很热的 落天自己都被自己烤得不行了 鬼知道这华生爵掌握到巅峰 火焰还会升级啊 此时落天看属性表 属于火焰天赋内栏 已经变成强化级火焰天赋了 显然 这强化级 明显比原本的高级要厉害多了 这高出了一身有层次的火焰呢 在旁人看来 落天身上是赤白的烈焰 但在落天自己看来 则是有三色火焰 包含其中的 最外层为白焰 里面为蓝焰 最里层则是赤红的火焰 这三色叠加 方才组成如此温度极高的白焰 脚掌轻轻一探 落天身前的一片碎石 顿时化为基粉 这便是强化后火焰的可怕之处了 绝对的高温 绝对的破坏力 唯一的缺点就是 太热了 自己都有些顶不住了 周璇自然不会以为 落天说的是真的 他要知道落天现在 有种烤自己的感觉 估计真会拖延一段时间 让落天自己把自己热死 但此时 周延只感觉 落天所说的每句话 都是在挑衅 全是在故意的耻笑他 真是是可忍 输不可忍 输可忍 神神也不能忍啊 反正就是不能忍 怒气上涌 周璇飞红剑猛然插在地上 他怒吼一声 是你逼我的 你找死 我便送你去死 光来 随一声怒吓 箭上无数光芒升起 不再是冲天而起的光柱 而是宛如蝴蝶般飞舞的光点 偏迁光蝶飞舞中 落天感受到了杀鸡 他眉头微拧 直接开启了破魔眼 就听周璇叫道 天 光 玄 圆 破 灵 六字开剑微 一字一光剑 六道光剑如墙壁般挡在身前 随后所有飞舞的光蝶 都开始膨胀起来 我的天哪 是灵气杀招 没错 可怕的灵气杀招 传说就算是五旋巅峰的舞者 简直也得跑的杀招 落天之事能接下吗 主天幕中 吴苗旅言就跟打了鸡血一样 生死历劫 兴奋无比 此等杀招 寻常时候是绝对看不到的 比圣街功法还要稀有啊 因为圣街功法 毕竟掌握的人还不算少 四名圣职偶尔也会露一手 但是灵气杀招 却非灵气而不能使用 比如现在的 整个都城的舞者 都听说过灵气的杀招强大 但又有几人亲眼见识过呢 今天算是有眼福了 这周璇明显是打算破釜沉舟了 此时光阵一开 正是飞红剑的致命杀招 红光碟面燃 李全阎山同时都正经为作 准备目睹此招了 一旁手掏五旋 更是连连赞叹 灵气强啊 如此强大的一招 五旋敬舞者都未必能用出来 果然这灵气在手 朱也算是高手了 这话说完手掏五旋顿时感觉 说错了 赶紧又找不离去 当然了 周璇绝对不是猪 他比猪强多了 不对 他不能跟猪比 不是 反正你们懂的 手掏五旋是越说越不对 最后干脆闭嘴 李璇眼看要说出事了 连忙接口道 周璇可是十分强的舞者 一般舞者哪怕拿到灵气 也是用不出这种招数的 但这招嘛 其实还有个缺陷啊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主播 追马 也欢迎您关注我的 喜马主页 关注我更多的作品 谢谢 我的技能全靠简 作者欧阳云 由追马 狐狸 周末 杨安申 小时候 小树叶等主播 联合播讲 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第三百七十五集 磨刀石 李全话音刚落 手套舞旋赶紧连连点头 是的 准备时间过长了 尤其是起阵 如若是厉害点的舞旋 他很难有着起剑阵的机会 阎山也笑了 此点缺陷 比之威力 不值一提啊 等等 这什么情况 阎山的话还没说完 就发现情况不对了 这打脸也来得太快了 原初世界中 正在凝聚剑威的周旋 突然停下来 因为 他不得不停了 在周旋面前 落天以扬眼之躯 强行撞碎阻挡的巨剑 接着在爆炸的力量中 找到了唯一的缝隙 居然钻了进来 随后就在所有人目光中 落天一把抓住了周旋插在身前 飞红剑 一抬头 落天笑看周旋 我就不明白 你们要打就打嘛 把这剑插身前什么讲究啊 你这剑还不错 我勉为其难收下了 说完 就见落天直接拔起飞红剑 四周光蝶瞬间湮灭 周旋则发出了一声 歇斯底里的惨嚎声 不 周旋想上前夺剑 落天却随手一挥 剑招出手 看我的皮皮瞎剑 斩 蹭了一声 一道硕大的月牙型剑气冲出 直接将周旋击中 剑气带着周旋 飞出几十丈眼 随后轰然一声 这感觉太爽了 落天满脸兴奋 这还是他第一次用超级剑决 感觉真是太棒了 落天的剑招几乎不用虚力 威力又大的惊人 看得都城中多少武者 都是鸦雀无声 一个个都在心中思索 还有落天不会的吗 手套五旋也是目瞪口呆 他指向光幕中落天的身影 略带结巴地说 这 这也行啊 他到底会多少功法呀 全都掌握到巅峰之境了吗 这落天 娘胎里开始练的 严山和李全 很想回答手套五旋的问题 但这俩人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这还是他们之前猜测的复制天赋吗 如果复制天赋真这么强 那历史上得多出多少强者 可如果不是复制天赋 这又很难解释 为什么落天能学到别人这么多的功法 严山李全对视眼 两人显然都很想知道落天的秘密 但是很可惜 像这种秘密 用屁股想都知道 除非落天死了 否则是绝对不可能说出来的 严山轻咳一声 只能含糊其词地说 这应该是他身怀某种 我等不知道的天赋吧 也有可能是他自己把复制天赋 加以改进了 不过我相信任何天赋 都不是无敌的 严山最后这句话 说了也等于没说 谁不知道没有无敌的天赋 只有无敌的武者呢 再差的天赋 只要有 就可以在强大武者手中 化腐朽为神奇 毕竟有天赋这种事 本身就是小概率 多少武者一辈子 也没法开启天赋呢 许多武者对于严山的判断 还是十分相信的 严山说 是落天改进了天赋 大多数人也都觉得应该如此 毕竟单纯的复制天赋 真的不足以说明 落天现在的状况了 改进天赋啊 这也是非比寻常的事了 不亚于自创一门灵级功法了 落天再次用别样的方式 宣告了自己的强大 收回飞红剑 落天手指在剑身上轻轻滑过 剑带流光尘埃不染 手指倾机似有震魂之影 好剑 真是好剑啊 这得值多少钱呢 落天爱不释手 自从落天修武以来 就没有拿到过衬手的兵器 系统让落天抽了两回 一个份插 一个杀猪刀 听听 这是人用的兵器吗 这是鼓励他挑粪啊 还是杀猪啊 落天虽然不说 但心里还是十分羡慕 人家的兵刃呢 看看人家那剑客 多潇洒飘移 多么的帅气逼人 再看人家那刀客 霸气侧漏啊 再看自己 真是人比人得死 祸祸祸得扔 反正这次落天的杀猪刀 正好被这周旋给弄卷刃了 换个兵器 理所当然的是吗 唯一可惜的就是 自己刚刚把这巨神刀爵用顺手了 这回又得换成皮皮下剑了 挠了挠头 落天觉得 自己也不是不能刀剑合必啊 把杀猪刀弄回了线 落天先把杀猪刀放在地上 然后拿飞红剑 对着杀猪刀一点点的 将那开卷的部位往回掰 感觉有些不平的地方 落天就再拿杀猪刀 在飞红剑剑身上磨磨 搞得飞红剑不断的发出 震震轻鸣声 似乎对于落天这错误的用法 表示非常的抗议 落天此时的做法 也让都城中众多舞者 都是无言以对了 抢剑夺剑就算了 虽然落天的表现让大家惊诧 但也算是情理之中 但落天对这剑的用法 这就有些过分了 人家是堂堂灵器啊 这怎么就变磨刀石了呢 落天正磨得开心呢 不远处被斩飞的周旋 连滚带爬地跑回来了 还我剑来 还我剑 周旋眼眸中都一片血色了 整个人似乎都在疯狂的边缘 他嘴角挂着口水 直接向落天扑去 身上仅存的武器 即将以爆炸姿态上涌 周旋这么一扑 根本就已经失去 一名舞者应有的从容和镇定了 有的只是野兽般的嘶吼 落天起身看向周旋 拿飞红剑 轻描淡写挥舞两下 两道流光从天而降 直接如光柱般 砸在周旋身上 周旋脚下地面瞬间崩碎 连人带光柱一起坠落下去 落天并没有周旋的风光见诀 所以落天释放出的剑气流光 并不能化为剑形 也没有周旋那么华丽 但是皮皮虾剑绝 却是朴实无华 威力极大的那种 别看简简单单挥舞两下 那是顺着剑翼的两下 正所谓大道至简 无穷归一 就这么随便两剑的威力 就已经远超周旋刚才的大招了 只是力量压缩到了一起 没有释放开罢了 落天身上武器骤然消失了一半 而周旋与光柱落下的地方 还在不断地发出剧烈的爆响声 整个地面也在不住地晃动 除了修为高深 眼光毒辣的那些舞者 其他人都是一脸茫然 完全地看不明白 而那些看明白的人 此时也不愿意再给大家多解释了 比如李全 比如阎山 也唯有首掏五旋 轻声赞叹两句 好剑法 周旋输得不冤啊 希望他不要再执着 免得丢了性命 李全和阎山 则都不敢接话了 如果换作其他人被夺剑 又被落天如此剑斩 他们自然会十分有兴趣 给大家解释一下 此时落天这招的厉害之处 分析分析 落天为何能用出如此威力巨大的剑决 但现在被打败的人是周旋呢 他是皇族后裔 国之周姓 而且还手拿灵气 这都输了 还输得如此之惨 恐怕此时女皇陛下的脸色 都得十分难看了 谁敢评论 李全虽说也是皇室出身 但他不姓周啊 他也不敢说话 阎山更如此 区区一名超等之士 此时哪敢饶舌 也就是首套五旋 无官无职 正所谓无欲则刚 所以才能赞叹两句 皇室舞斗场内 女皇陛下微微皱眉 旁边雍亲王的脸色更是铁青一片了 数得一塌糊涂 女皇陛下没说话 只是静静的看着 续雨 爆炸声终于止住 落天收起杀猪刀 然后走到坑洞前 俯身向下望去 这个被他斩出的深坑 一眼望下去 居然有种看不到底的感觉 落天琢磨 要不要和对付封猴一样 把这周旋也给埋了算了 但此时 看不到周旋的人 活埋好像 不太讲究 正想着 落天就见一道身影 缓缓从坑底爬了上来 爬上来的周旋 浑身是血 趴在地上 抬头看向落天 落天以为他还不服输呢 轻声道 放弃吧 你已经输了 摸的 周旋突然神色崩溃 一声哭嚎道 把钱还给我 求求你了 把钱还给我吧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主播追马 也欢迎您关注我的喜马主页 关注我更多的作品 谢谢 第三百七十六集 丢人 哭得伤心欲绝 喊得撕心裂肺啊 如果不是周旋身上有伤 恐怕现在 他就跟小孩一样 开始满地打滚了 落天嘴角出处 啥情况啊 这还是刚才那个 装逼如风的少年吗 还给我 快还给我 周旋努力向前爬 落天现在脸上的表情 真是太精彩了 他有种 自己抢了小孩 堂葫芦的感觉啊 这种感觉真是 真是太爽了 落天收起剑 环抱双臂看周旋表演 能看到装逼少年 如此丢人的时刻 可真是不多 这得好好欣赏 都城中 很多人都直接笑喷了 还哭起来了 这就是皇家子弟啊 太丢人了 被人夺了冰刃就哭鼻子 还没过十二岁成年礼吗 这真是丢人丢大发了 大家虽然听不到周旋说话 但看周旋的模样 也知道他在那哭呢 女皇陛下再也忍不住了 他觉得皇家子弟 输到没什么 被夺冰刃也不重要 毕竟输了 也就算一个小挫折 可能更有利于 这些高贵的 不食人间烟火 不知道跌倒 是什么感觉的 皇家子弟成长 而至于飞鸿剑 真以为皇室 不会要回来吗 落天身为直士 也是朝廷命官之一啊 皇家问他要回来 他还能不给不成 但是当场哭就太丢人了 这真是光屁股逛街 满城丢人 光屁股推磨 转了圈的丢人 光屁股上天 满天下丢人 光屁股 反正就是丢人了 女皇陛下面带 蕴色缓缓问道 雍亲王 这就是你推荐 给朕的禁卫君都统 雍亲王恐怕这辈子 还是头次听女王陛下 这么跟他说话 立刻回道 老臣有罪 我也没想到 他居然还是个幼儿猩猩 这 这 哎 我也不知该说什么了 请陛下将他逐回家中 收了他的剑吧 女皇陛下默然道 收剑 你没看到他的剑已然被夺了吗 雍亲王有些不明白女皇陛下的意思了 难道还真的给他不成吗 战场夺刃 光明震大 强行收回 可服众否 女皇陛下严禁于此 剩下的就由雍亲王自行想象了 雍亲王显然不是蠢货 女皇陛下都把话说到这般地步了 他要是还不明白 那就真诚蠢货了 一咬牙 雍亲王道 老臣以为陛下所言有理 那就请陛下开皇族宝库 选样宝物与落天交换吧 女皇陛下淡定地问道 你不反对 其他书贝也不反对 老臣自己提出的 自然不会反对 至于其他人 他们反对也没用 陛下可一人才夺 很好 到时候让他进去自己选一件交换吧 女皇陛下满意地点点头 雍亲王则是暗自咬牙 皇家宝库中宝物众多自然不佳 其中不亚于灵气的可也有不少 让落天进去随意挑选 还真是便宜这小子了 但也没办法 正如女皇陛下所言 如果不这么做 恐怕真的难以服众啊 怪只怪周玄实在太没用了 自己输了也就罢了 还把剑给丢了 原本无论是雍亲王 还是其他人 都认为周玄只会输在周雨明或张一手中 这俩人怎么也不可能夺他的剑呢 谁能想到周玄这么快就败在了落天手里 还是以如此耻辱的方式 周玄还在哭嚎 女皇陛下心烦道 让他不要回府了 从军滚去边疆杀凶兽 三年后才准回来 是 雍亲王哪敢再说别的 他也感觉周玄是该出去 好好历练一番了 别在都城给他丢人了 落天没再继续看周玄表演 他上前一脚将周玄踹晕 然后从他身上掏出令牌 随后在地上刨个坑 也把周玄给种在了地上 只留一颗脑袋在外面 其实周玄本身实力还是不错的 至少也是武师中的佼佼者 但是失去飞红剑后 周玄整个人都乱了 应有的实力 硬是一点也没发挥出来 这才输得如此凄惨 否则他还是能多浪费 些落天的武器的 可惜了 落天在周玄周遭 左右扫尸一圈 却并没发现周玄身上 有掉下什么功法 连那天赋碎片 都没见着一块 其实落天觉得周玄的火焰 火焰天赋好像也挺不错的 以他观测来看 肯定比初级火焰天赋 要厉害些的 估计得到中等了 如果能得到 那自己实力又将上升一层 只可惜啊 周玄似乎在天赋的修行方面并不够 无论是强度还是攻击手段 都十分的匮乏 可能是拥有飞红剑后 周玄就输于其他方面的修炼了 落天对此深表遗憾 只能是以后有机会再找周玄看看了 看看能不能把这融火天赋给捡走 收起宝剑 落天继续向前 这一战之后 不仅让落天没有消耗什么 反倒得了一把好剑 如此情形 顿时让落天的胜率大增 多少赌场看到这一幕 立刻调低了落天的赔率 好多蹲在赌场 准备随时下注的舞者 都开始疯狂的涌进来 买落天获胜了 别挤 你别挤我呀 让开 我要买落智市社 一帮蠢货 还说什么舞者爆行的排行榜是假的 我就照着买的 现在怎么样啊 此时那些赌场老板的眼都快绿了 寻常时候 舞者爆行给的排行榜 都是三分针七分假 从来没有过从头到尾预测准确的 这次怎么了 这次 看来似乎真是这么回事了 多少赌场老板 此时都对舞者爆行那群混蛋破口大骂 同时开始继续下调落天的赔率 但就算这样 落天这次如果真的得了第一 那他们也得赔出不少钱去了 在舞者爆行内部 许多人也都慌了神了 其中也包括那无为数 银 银也同样是面色铁青 他这次也是下了不少注了 这些在舞者爆行混的消息灵通人士 从来都是把内部消息当成钱财来看的 有内部消息不利用 那才是蠢货呢 所以是下注者众多 甚至还有自己开赌局的 他们虽然这次把落天排在第一 但却从没想到落天真能获胜 在他们看来 落天被五塔中这么多的大人物针对 早就该淘汰才是了 能坚持到现在已经是超级幸运了 至于第一 就应该是他们从没写在排行榜上的那几位 也就是他们下注的那几位 现在看起来 难道是真的要输了吗 无为数正想着 外面一群人冲了进来 尹大人 尹主编 你可不能不管啊 我的尹大人 江湖救急 麻烦大了 一群人风风火火冲到尹的面前 有五者报的工作人员 有赌场老板 甚至还有皇室成员 五者报乃是皇家投资开设的买卖 虽然皇室弟子并不管是 但如果出了问题 也会影响他们的收入啊 寻常时候 五者报行内 是根本看不到那些皇室子弟的 今天倒好了 居然跟着一群人都进来了 一个个面色凝重 着急万分的样子 显然已经事情到了紧要关头了 尹也站起身来 诸位 诸位大人 诸位老板 行了 情况我都知晓 放心吧 我会处理 众人纷纷拱手 我的尹大人 你可千万要想办法 是啊 如果这次真让洛天得了第一 那咱们就亏大了 还有 这次到底是谁把洛天排到明面第一的 简直是犯罪 没错 必须要开除 尹已经开始以手遮脸了 因为把洛天排第一 就是他的主意 但这个时候 他也不能说呀 当初他是想恶心洛天一下 故意把洛天排到第一的 让其他指使早些把洛天解决 毕竟众矢之地 必死无疑嘛 但谁能想到 洛天不仅是挺过前两轮 甚至在最后一轮 已经开始 占据了优势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主播追马 也欢迎您关注我的喜马主页 关注我更多的作品 谢谢 我的技能全靠简 作者欧阳云 由追马 狐狸 周末 杨安申 小时候 小树叶等主播 联合播讲 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第三百七十七集 偷传消息 诸位 你们吵也好 闹也罢 都没用的 还请给我点时间 让我想想办法如何 尹的口吻中 已经带上了怒涩 哪怕当初被老天师正面打脸 他也没有这么愤怒过 因为实力不够 被人欺负是正常的 但现在情况 可是他的擅长领域啊 引以为要的判断能力 被落天破了 这让尹的心中 燃起了一把熊熊怒火 这个落天 必须要快些被淘汰了 否则书前是小 他的面子 就真的保不住了 众人看到 尹以如此口吻说话 也都立刻闭上了嘴 他们也是难得看到 尹这般正重 那就拜托尹大人了 交给你了 拜托 拜托了 众人看着尹 镇定的眼神 纷纷离去了 他们不会问尹 到底能做什么 因为他们都知道 别人没辙 这个消息灵通 且手段颇多的尹 肯定有办法 这才是为何 他们不找别人 专门来找这只老鼠的原因了 目送这些麻烦的人 全都离去了 尹这才缓缓坐下 他拿出了一枚金石 对着外界天空一点 随后 外界天空中 某处光幕场景 便彻底倒映在了金石中 可以让他看得更加清楚 尹的手指 在金石上轻轻敲击 立刻画面放大 映入眼帘的是一名舞者的身影 这也是从第三轮开始 尹就感觉不对 而且一直盯着的人 流浪舞者 展光 对于这个人 尹其实和手套舞弦一样 评价颇高的 作为都城中消息的收集者 尹自然不会和落天他们一样 连自己对手的比试都不关注 恰恰相反 这个展光在舞者战斗大赛上前几轮的比试 尹都有关注 并且清楚地知道 这个展光绝对是年轻一辈中顶尖的高手 但是今天这展光表现却十分奇怪 不仅是战斗风格有问题 更是连整个人的气质都有所变化 虽说脸依旧是那张脸 但尹几乎能肯定 这个人绝对不是之前的展光了 确定了这一点 那么再向深处去想 会有谁冒充展光呢 他又想要干什么 本来尹是很难猜出来的 但是展光在落天腿上砍的那一下子 顿时给了尹答案 冲着落天来的 还熟悉地拿走了落天的白骨戒指 是谦换之事吧 或者是另外那位恨得更深的 尹有八九分的把握 自己猜得绝对正确 这个消息尹本是打算留着以后再用的 但是现在看来不用也得用了 尹从抽屉里拿出了另外一块金石 这不是五塔直视的通讯金石 而是五者大会专门送给优胜者的通讯金石 相较于五塔的通讯金石 这种五者大会送的就简陋多了 只允许五者大会内部成员联系 也没其他什么乱七八糟的功能 安全性功能性都是一般 但这却正是尹所需要的 尹的手指在金石上轻轻划过 然后平静地说 你好 请立刻帮我联系展观武士 什么 你问我是谁 我是五者报行一个小小的主编 尹 你不认识我也没关系 我知道你就行了 你叫无通 此次战斗大会专门的主事者之一 你出生吴甲排行老三 你父亲叫吴清然 你老婆叫丘陵 你的儿子不是你亲生的 是你老婆和隔壁老王偷情的种 你早年间在杨花州杀人越货 坑杀自己兄弟无奇 最近几年又想弄死你老爹 自己接管家族 你在地下商人老钱那里 买了毒药和猛火烛 估计几天后 打算趁你老爹闭关出来的时候 就动手 还要我继续往下说吗 如果你现在帮我联系 此时赶紧回家 还正好能捉住你老婆跟王队长 在你家后院柴房偷情的事 如果你不帮我 你买毒药的事情 明天简报 顿了顿 尹似乎在等待无通的回答 片刻后笑道 感谢您的帮助 无通武士 我知道通讯进入原初世界很困难 但我相信您一定有办法 舞者大会给的金石内 没有暗藏的定位 那才见鬼吧 您放心 我的嘴巴很紧 有些事不会乱说的 又等了一会儿 通讯金石再度亮起 随即一个不太熟悉的声音传来 你是谁 尹平静地说 展光武士是吗 不不 应该是千换之士 或者无钱之事 原初世界里 本来正在前行的吴钱 猛然停下脚步 手拿通讯金石 吴钱突然就不说话了 金石中 引滴滴的笑声传来 看来 我说对了 此时才停下脚步 看来是 无钱之事了 放心 吴之士 我不是来威胁你的 或者准备曝光你的身份 我此时专门来联系您 只想告诉你一个消息 落天还活着 他就在您东南方向 但您要小心了 他手上有把灵器 什么 可没死 吴钱此时 完全不在意 到底是谁给的消息 他听到落天还活着 已经怒火翻涌 没错 您在他腿上滑了一剑 所有人都看到了 然后他就醒了过来 打败了风猴和周璇 夺走了飞红剑 引的声音再度传来 吴钱还有几分不敢置信 我亲自检查过了 他依然没有生命迹象 吴钱之士 您当只是这么多年了 难道还不明白 除非化为积分 否则什么情况 都可能发生的 难道您这么多年 没遇到过 会假死的魔修鬼修 严禁于此 吴钱之士 接下来 就看您的了 通讯精实挂断 吴钱手掌慢慢捏紧 又能如何呢 他只要一把长剑在手 就是堂堂的五玄无前 牧师东南方 吴钱一跃而起 飞身冲去 另外一边 落天在离开周旋后 终于遇到原初世界内 那拦路的生物了 挡在落天面前的 赫然是一片巨大的石人花 高达三米有余 满口力尺 妖艳的根筋 在阳光下泛着五色光泽 这些石人花不断地向外喷吐着白色小猪 宛如一朵朵小型蒲公英一样 四处飘散 随它落地 就迅速长成新的石人花 速度之快 让落天有些瞠目结舌了 他本想绕道走的 结果一转头才发现 四周已经遍布石人花了 哎呀 麻烦了 落天跟这些石人花 没什么好说的 直接开启化声诀 火焰天赋绕身 在阳光烛烧下 这些石人花 直接就被烧得滋拉作响 然后很快就被一扫而光了 拍拍手 落天继续前行 忽然从那焚烧过的大地上 又长出了一片的石人花来 落天顿时皱眉了 这没完没了了 正想继续开烧呢 忽然落天发现 这些石人花周围 出现了一片银色宝箱 什么情况 这原初世界里的怪物 也给箱子吗 落天试着上前捞起一个宝箱 旁边的石人花张口吸 落天灰水 一刀将其斩成碎片 但是落在地上的石人花 迅速开始疯狂增长 这真是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无穷啊 如此这般消耗下去 哪怕落天有再多武器 也得死在这儿了 抽身退后 脑海中系统声音已然响起 石曲宝箱 一 获得世界本源之气 各项能力强化中 空间天赋强化中 落天听得眉头一簇 急忙低声问道 这什么是本源之气啊 空间天赋又是什么 系统迅速回道 本源之气是世界本源力量散发出的气流 具有强化一切的能力 空间天赋操纵空间力量的天赋 包括但不限于穿梭 折叠 扭曲 扩灭 开股 鉴于速度问的问题太过低端 请速度平时注意多读书 以提升智力 落天差点一口气没提上来 这该死的系统 这都还要嘲讽他一句啊 啥提升智力啊 就是说他傻呗 哎呀你个破系统啊 我非得把你给 还真拿他没什么办法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主播追马 也欢迎您关注我的喜马主页 关注我更多的作品 谢谢 我的技能全靠简 作者欧阳云 由追马 狐狸 周末 杨安申 小时候 小树叶等主播 联合博奖 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第三百七十八集 传书 落天白眼狂翻 蓄探着用了一下自己的空间天赋 来吧 空间穿梭 落天一声叫喊 然而屁事都没发生 却 不行啊 再来 空间扭曲 又是一声叫喊 依旧是什么也没发生 落天干脆一口气 把能想到的全念了一遍 还是没反应 最后他忍不住还是咨询系统 就听系统道 初级空间天赋 传输 可以进行短距离声音传输 力量传输 物品传输 距离限制 方圆五米 只可用本圆之力进行提升 其他方法皆无效 传输 五米 落天看看周围 五米距离真是坑啊 这能力有个弹用啊 就五米距离 这还需要传输吗 自己根本不用喊 对方就能听到自己声音啊 还不能用其他方式提升 也就是说这个天赋 连话声诀 可能都没法提升 落天气得想揍人了 但是看看四周那些宝箱 落天突然生起了一个 别样的念头 这天赋 用来捡东西行不行啊 心念一动 落天对几米外的箱子 轻轻招手 下课 落天就感觉 自己的武器真的少了一节 随后体内系统声响起 拾取宝箱一 获得世界本源之器一 各项能力强化中 空间天赋强化中 真能行啊 落天这才没开眼笑了 可以啊 这能力比他想象的好用多了 以后自己再也不用被当变态 蹲在地上捡东西了 这该死的空间天赋 他怎么不早点来呢 立刻 落天转身将散落一地的箱子 纷纷熄露 却原地转圈圈捡箱子的感觉 真是美啊 但是落天现在的动作 在其他舞者看来 则是有病了 落执事在干嘛呢 他在跳舞吗 疯了吧 他还原地转圈圈 抬个手 跟抽筋似的 这落执事 不会是脑子刚才被打坏了吧 这些人也看不到箱子 就见落天在那原地转圈 自然不明白落天究竟在做什么了 阎山 李全等人也都看不懂 李全轻渴两声 看来 落执事可能是 想起了什么开心的事情啊 咱们还是关注其他人的表现吧 说着 李全只会五秒 切换光幕中的画面 等等 这是谁啊 是展光啊 他正迅速向落天方向接近呢 阎山在旁边说 而手掏五旋则看出了不对来 不对啊 这展光的身法 怎么变成这样了 手掏五旋眉头紧领 似乎发现了什么问题 阎山则在旁边仔细观瞧 身法伶俐 脚踏轻锋 欲空而行 没有丝毫制色 这展光 居然是名五旋吗 阎山点出了问题关键 李全皱眉道 而且好像 还不是刚入五旋境 他似乎比周雨明更加老道啊 三人对视了一眼 都感觉到了深深的不对劲来 手掏五旋双眼微眯 缓缓道 他不是在随意赶路 他是专门向落天而去的 有人给他通报了消息 阎山点点头 难道是通讯金石 手掏五旋喃喃道 不可能啊 他只有五者大会的通讯金石 谁给他通报消息呢 等等 专门的危险消息传送 我知道是谁了 是我疏忽了 李全淡淡道 不管是谁给的消息 毫无疑问呢 现在落天又有麻烦了 落天此时并不知道 到无前已经追杀而至了 落天现在还沉浸在刷本源之气的快感中呢 有了可以捡箱子的传送天赋 落天就干脆在这继续杀这些食人花了 烧一批 捡一批 再烧一批 捡的箱子越来越多 刷的本源之气也逐渐增多 别说 这东西 不仅能强化落天的空间天赋 还能强化属性 似乎比减属性来得快多了 这是全面强化五者身躯啊 起先落天并没注意到 等到本源之气叠加的越来越多 落天终于发现 属性表中 那巨大的提升了 就这么一会儿功夫 落天三大属性 都至少提升了五百点 连带的根骨也有巨大提升 根骨六百七十九 主人提升真是大 立元五千七百八十 力气也是棒棒的呢 敏元四千七百五十二 跑得飞快如闪电 晶元六千三百八十九 智商高到人人夸 这提升速度实在是让人折舌 如果是旁人能看到落天此时真实的属性 恐怕会大为震惊的 现在落天三大属性加起来 已经超过一万五了 如此高的属性 一般出入五旋径的舞者都是没有的 再加上两个变态的超级功法 以及一个完美级功法在身 这等实力 不知要让多少舞者艳羡了 落天也是满意的点点头 照如此速度提升下去 自己用不了多久 就能彻底进入五旋径了 这三大属性全部破万就近在眼前呢 手持飞红剑 落天再度斩死一片石人花 但随落天连续搞死一片片的石人花后 这石人花的生长速度逐渐的慢了下来 而且抱的箱子也是越来越少 似乎是这里的本源之气即将用光了 落天迅速将最后一批箱子也都收起来 同时落天体内又响起了系统的声音 空间天赋满足晋级要求 可升为终极空间天赋 需要世界本源之金或三千万空间之力 是否选择提升 能进阶了 这还是落天第一次听到自己的天赋 也能进阶的 但所谓的世界本源之金也好 还是那三千万的空间之力也罢 落天都没有啊 他连那是什么东西都不知道呢 挠了挠头 落天只能暂时选择放弃了 但是他也发现 现在这系统对自己好像越来越友好了呀 属性表里也不吐槽了 声音也变得狗腿了很多 还在属性表中称呼他为主人 这事出有意必有妖啊 总有一天得搞清楚 这系统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正当落天沉浸在观察属性表的时候 外部那食人花却是进行了一次落天看不懂的融合 它们不再是飘沸出漫天种子 然后长出一片又一片的食人花了 而是迅速彼此组合融合 形成一株巨大的植物 拔地而起 根须破土而出 宛如洪流冲击周围的一切 那巨大植株迅速长得遮天蔽日 落天仰头都看不到顶 但身处皇家斗场中的诸多观众 却是清清楚楚看到 这株参天植物 硬是直接攀升上了天空中的雷云 然后这朵巨大的食人花 就一张嘴咬在了雷云上 我的天哪 这什么鬼东西啊 传说中有这样的植物吗 我真是看不懂了 你别说还真有 你让我想想啊 好像叫什么 什么枝树来着 都城中的观众都议论纷纷 主题目中 李全等人也看到了这幕 他们通过光幕 能看得更加清楚 包括食人花咬住雷云后 无数雷电之力 贯穿树干的光芒 都看得先毫必见 这是世界枝树 没错 是世界枝树 没想到世界枝树是这般形成的呀 梅大师果然是奇才 用这等方式给我们展示了远古神话 原来世界之初时的本源力量 是这般造就神物的 是植物的聚合体 求生之能 外加时间演化 就形成了世界之树啊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主播追马 也欢迎您关注我的喜马主页 关注我更多的作品 谢谢 我的技能全靠简 作者 欧阳云 由追马 狐狸 周末 杨安申 小时候 小树叶等主播 联合播讲 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第三百七十九集 绝生死 李全三人赞叹连连 更是震惊于梅大师 究竟从哪儿弄来的本源之理 他们一个个都看得目不转睛 仿佛能从中悟到什么武道智力一样 也确实 从武玄境开始 武者就不单纯是靠武器积累 属性提升 来进阶了 非得是对天地 对世界本源 有着清晰理解 独到的领悟 方能在武道上更进一步 对于这点 在场中 首涛武玄无疑是最清楚的 他离武宗境 只剩一步了 此时首涛武玄看得最为认真 仿佛能从这世界之术中 看到天地大道 武境的乾坤 雷霆顺树竿向下 一直到根须处 瞬间炸开 一片硕大雷光 当场冲击在落天的身上 我去 落天一声惊呼 赶紧数剑抵挡 同时开启了化身诀 火焰照身与雷霆相抗 爆裂的雷光 让落天周遭地面 纷纷炸裂 掀起土浪 更是扩散出了百米之源 落天瞬间就被雷光给淹没了 这还没完 世界之术 猛然又带着无数雷霆根须 向落天抽来 破魔眼开启 落天看到那根须上 所蕴含的澎湃力量 我靠 这招我报仇来了 连退树步 落天先用火焰 正开身躯的麻痹 随即仓皇逃窜 而就在落天抽身飞退的同时 不远处一道身影 也急驰而来 正是赶到的吴钱 看到这片爆裂的雷光 吴钱也只能停下 不敢再靠近半步了 吴钱看得暗自咬牙 这什么东西 吴钱能感觉到 落天就在不远处 但这突然出现的世界之术 却直直地挡住他的去路 吴钱高举手中长剑 怒喝道 想拦我报仇 天王老子也不行 给我破 吴钱寒怒一剑 剑上光芒冲天 正是剑出庐山崩 贯天非常红 化身绝 剧剑斩龙 吴钱的招牌功法一出 剧剑横斩在世界之术上 那爆裂的雷光 顿时被吴钱一分为二 世界之术的身躯上 也被斩出了一道巨大伤口 这招一出 主天幕中 阎山主事直接就站了起来 这招旁人不认得情有可原 阎山要认不出 那除非是眼瞎十年了 吴钱 李全也是心中一景 他脸上表情骤变 原本在心中的猜测 此时瞬间如闪电般划过心头 真是他 他不是被镜足 关在吴塔里吗 东南吴塔内 刑堂直视九大人 看着眼前光目 表情没有任何变化 在他身旁 一名黑袍男子低声道 九大人 看来是吴钱没错了 他怎么从吴塔逃出去的 九大人淡定地说 自然是千换帮了他 旁边男子继续问道 需要现在把他抓回来吗 九大人平静道 现在去抓也晚了 阻止不了他复仇 男子闻言一声叹息 可惜了 当时就应该对他进行缩魂法 直接明证典型 岂能让他割了舌头就脱罪 不能说话 便关禁闭而已 九大人缓缓说道 谁告诉你 割了舌头 就真不能说话了 像他这样的一等之士 就算没有舌头 也能用武器共振出生 你觉得他连这点小技巧都不会 男子顿时有些听不明白 咒眶眉道 大人 那您为何 九大人一声叹息 为子复仇 于法不容 于情可明 他身为一等之士 真若为此事 当中名正典型 无他身旺何在 人心何在 那些大老粗的执事们 又会怎么想 不是所有人都讲道理的 男子更加疑惑了 连忙问道 那您是故意放他离去 九大人瞥他一眼 两人看管 没有追踪印记 还放在他熟悉的东南乌塔 我不过是有所料罢了 可这不合规矩 也不合法度 法不外乎情 我只是给他最后一次机会 不懂 大人 您不是循私枉法的人 定然还有更重要的原因吧 你不懂便好 莫要多问 这不是你能参与进来的事 那千换之事呢 我想他既然是帮了吴钱 我们却没有收到 吴塔内传来的消息 恐怕是千换之事 玩了一手偷梁换柱吧 让他换 只是他既进了牢房 就多待会儿吧 传卧令 开启封印 是 大人 原初世界中 骆天也看到了那横贯天际的一剑 好熟悉的剑法 好熟悉的弓法 只一眼 骆天便认出来 这是吴钱的弓法和招式 骆天的破膜眼和竹龙之眼 立刻同时开启 观气剑魂 什么幻想皮囊 皆不在眼中 顿时露出了本来面目 果然是他 骆天确认是吴钱 心中微动 吴钱居然跑到这儿来了 这要不是为了赌他骆天来的 那就真见了 吴钱一剑过步 便立刻飞身落下 世界之数 发出了激烈的吼叫声 宛如兽银一般 但是吴钱刚才那剑 并没将世界之数斩杀 反倒更加激起了他的胸镜 世界之数上 雷霆光芒再度亮起 吴钱透过被展开的树身 一眼就看到站在对面的落天 他身如流光转瞬即到 下刻就已经落在了落天面前 吴钱那张脸开始扭曲 在亲眼看到落天没有死之后 吴钱身上的杀气 几乎要凝成实质了 连带着身上的武器 都开始如开水般沸腾 不断地向外扩散 落天 吴钱从喉咙里破出声音 正如九大人所说的那样 他其实真的不需要舌头 也能说话 只是声音与原来有些不同 带着沙哑和低沉 吴钱 落天手握飞红剑 脸色也沉了下来 他本来以为此次第三轮比试 再也不会遇到前两轮那般情况了 毕竟听说吴塔形堂已然插手 讲道理 应该没人敢在吴端找他麻烦才是啊 多少也该避险几分吧 更何况这第三轮 只是根本没剩几个 那些舞者中也不应该有与他交恶的人才是了 落天是真把这第三轮当成比较公平的战斗大赛了 可现在看到吴钱 落天方才明白自己还是太单纯了 这吴钱居然易容 真的不要脸的自己出手了 再低头看吴钱身上 落天一眼就看到了自己的白骨戒指 他马上就猜到给自己腿上来这么一件的人究竟是谁了 咧咧嘴 落天此时却是露出了一个笑脸 哇都追到这儿来了 堂堂一等执事 你还真不要脸 吴钱怒吼出声 我已不是一等执事 我现在以人负的身份 向你复仇 随吴钱这句话 世界之术又释放出了一大片雷云 爆炸的雷光瞬间淹没了落天与吴钱两人 但他们谁也没有退后半步 反而都直直地站在了原地 当雷光过后 众人又再次见到这两人的身躯 都是彼之如箭 锋锐之气简直要溢出天幕了 而直到此时 这些普通舞者方才发现 这两人的气势与姿态都是无比的相似 一些精明舞者也都看了出来 这两人此时开启的都是同种功法 这什么情况啊 谁能告诉我发生了什么 不知道啊 但我感觉两人好像是生死仇敌 在一片议论声中 就见落天将身上的烂布扯下 扔到一边 好 今天咱们来算清总账 吴钱那张脸似乎在雷亭的轰击下 也有些歪了 他轻轻在脸上一抹 随手扔到地上露出了真容 没有再浪费武器说话 吴钱举起手中长剑直指落天 两人气势开始疯狂攀升 落天体内的鲜血 似乎也跟着沸腾起来 如若是从前 落天是断然不敢和吴钱正面对拼的 毕竟两人有着一个大境界的差距 但是现在 落天觉得自己可以试试 来就来 谁怕谁啊 今天几分高下 也决生死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主播追马 也欢迎您关注我的喜马主页 关注我更多的作品 谢谢 我的技能全靠简 作者欧阳云 由追马 狐狸 周末 杨安申 小时候 小树叶等主播 联合播讲 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第三百八十集 杀招 吴钱 那是吴钱指示 我认识他 真的是吴钱 他不是被刑堂指示抓了吗 怎么会到原初世界那去了 展光呢 流浪吴者展光呢 难道 展光一直都是吴钱指示啊 随吴钱露出真容 整个都城都沸腾了 落天和吴钱那点破事 随吴者报的详细报道 早就已经成为大家茶余饭后的谈资了 就连卖菜大妈都知道 落天张胖子杀死了吴钱指示那浑蛋儿子 吴钱请了杀手来想要报仇 现在看到吴钱居然亲自出手 大家立刻明白 这场战斗如果没人阻止 那就真要出人命了 女皇陛下眉头紧簇 立刻招手叫来负责第三轮大赛的领主事 询问情况 越听 女皇陛下脸色就变得越发难看 东南吴塔底部 正在笑眯眯地观看鄙视的谦换指示 笑容则突然凝固在了脸上 吴钱你是疯了吗 怎么可以就这么简单的把真容露出来了 谦换指示千算万算也没算到 吴钱对落天的仇恨已经达到了不顾一切的地步了 吴钱这根本就是不在乎任何后果的样子呀 他一心只想杀死落天 至于什么伪装形式 吴钱在见到落天那刻就全都抛到脑后了 根本就没想过帮他的谦换指示会怎么样 那价值连城的面具就被吴钱宛如丢垃圾般扔在了地上 谦换几乎是瞬间就想到吴钱如此疯狂行事 必定会连累到自己 他赶紧想挣脱锁链离去 再待在这里那就危险了 可是还没等谦换有所反应 他便看到这监牢的牢笼颜色 正在迅速改变 那铁门前浮现出了五行精还有幻影的光芒 四周浮起透明护照 将这里的一切全部照住 下一刻 谦换指示就感觉 自己像是坠入了另片空间一样 四周全部化为了一片黑暗 再看不到任何东西 谦换指示疯狂的嘶吼 但是再也没法打开身上的锁链 风印开启 他被死死地镇压在了此地 属于吴塔的专属地牢 终于在这一刻露出了自己可怕的真容 此时吴塔内部一群执事们也都纷纷炸了锅了 不少人都开始痛骂着无前无耻 堂堂一名一等知识真的当众对三等知识出手 这等情形简直把吴塔的脸都丢尽了 众人破口大骂中 恐怕也只有寻向权和林白这些对落天有仇的知识暗爽不已了 虽然他们也觉得无前这么做实在是丢人 但是只要能弄死落天 他们依旧是鼓掌欢迎的 去死吧 落天 这次可是真正的五旋径高手 成名已久的一等知识 无前亲自出手了 这简直就是必杀之局啊 陆小美张胖子 还有鱼哥等等落天的熟人都是满脸担忧 他们都和落天共事战斗过 也清楚地知道落天就算再强 也不可能练到五旋径的 武师面对五旋能赢一次就得称之为传奇了 他们只希望拥有飞红剑的落天能够再度创造传奇 原初世界中落天无前终于齐齐出手 手持长剑两人同时一声爆喝随后紧紧地撞在了一起 就听咔嚓一声地面开立 一道急速扩散的力量冲击在旁边的世界之树上 顿时世界之树枝条乱颤 落天与无前已再转见势 巨剑狂风 化身无穷 巨神增力 皮皮瞎斩 一人身躯膨胀 剑气化为月牙冲天 一人剑身暴涨 身躯化为残忍的重重 一片激烈的剑气爆炸声 两人转瞬间就过了数招 剑气相撞 崩碎的力量让四周一切都在迅速遭殃 被连带的世界之树也发了脾气 无数枝条带着雷霆的光芒猛然抽下 哈 破 两人剑气相撞后又突然闪开 硕大枝条落在两人中间 雷霆如珠网般爆开 这让落天和吴钱都瞬间感受到 什么叫做麻痹 可两人没有一个降下速度 猛然脚踏之条 然后在世界之树上 向对方冲去 化身绝 扬炎斩 巨剑回旋 飞云机 长剑相撞 两人剑气如流水般荡漾开来 然后相撞又迅速化为白武烟尘 落天暗自咬牙 几招过后 还是他的武器率先有些不够用了 果然 武师武拳还是有着极大差距的 单单是武器的浓郁程度上 就差了不止一截了 仿佛感受到落天武器稍有不知 战斗经验极其丰富的吴钱 立刻就下了杀招了 巨剑化天 神灵一击 他抬手一指 常见化为遮天蔽日的巨剑 四周无数天地灵气被抽走 在巨剑上形成可怕的力量漩涡 漩涡中连带世界之术的雷霆也被吸纳 这可怕的巨剑几乎已经快要与世界之术一般大小 强大到了可怕的地步 这还是吴钱没有拿自己的飞行舟船所用出的招式 五旋进高手实力此时展露无遗 只是这一剑就看得多少舞者心惊肉跳 能挡住吗 如此天威之剑 落天该如何去挡呢 落天看在眼里 也知道这剑威力不同寻常 此时就算自己退缩躲闪 怕也是难逃一死 拼了 他迅速将剩余武器注入飞红剑 煞时间 落天听到飞红剑上传来清脆的剑鸣声 灵气有招 威力无穷 只需注入武器就能强行催发 刚刚的周旋便是打算这么做的 只是落天比他更快一步破了他的剑阵 而此时落天也打算这么做 但他比周旋起阵更快 因为落天还身怀强行吸纳灵气的吞山那海绝 这变异功法吞山那海绝一出 连带无前的巨剑上的漩涡都为之一致 随后落天身前剑阵迅速凝成 天空突然亮起 那片雷云中似有无尽的光柱落下 直直地照射在飞红剑上 落天使用灵气杀招了 他居然一拿到手就能用 快看快看 光阵成形了 好快啊 声声惊呼不断 在不远处 昏迷中的周旋也被那强光照醒 迷蒙中看到眼前这一幕大惊失色 主天幕中 李全和手套五旋都坐不住了 他们纷纷起身靠近金石光幕 想要看个清楚 天 光 玄 圆 阔 灵 斩 落天口中不自觉地吐出弓把力击 这灵气杀招一开 有些东西不需要去学 自行就会跃入脑海 无前面目争吟 他同样感受到落天这一招的厉害 单从威势来说 恐怕比他的天剑还要强上一分 也就是落天现在修为境界弱于他 所以此杀招并没达到强压天剑的地步 但这已然足够厉害了 以武师进实力 落天硬是靠一把刚得手的飞红剑 便释放出可以与无前相媲美的杀招 若再给他些时间 那岂不是就能超过他了 到那个时候 无前怕是一辈子也没有复仇的机会了 无前心里明白 今天便是他复仇最后的时机了 仅此一剑 再无其他了 毕生修为会与此剑 全身武器拉升到极点 巨剑天威再度扩大 瞬间有了压制住落天灵气剑阵的感觉 落天则是早就透支了所有力量 无法再向上提升了 眼中放着强光 实力不够 那便需要洞穿弱点来斩机了 破摸眼下 无前杀招的不弱点 开始浮现出来 落 无前一声怒吼 巨剑终于砸下 落天剑阵抬起 逆光迎上 随即便是一声轰天巨响 两方杀招相撞 首先遭殃的却是那世界之术了 他身为一棵刚刚成形的大树 本来只想报个仇而已 结果没想到自身倒成为落天和无前的战斗场所 可如果能说话 此时定然会痛骂落天与无前 祖宗十八代 那俩大家关我屁事 全你奶奶个腿的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主播追马 也欢迎您关注我的喜马主页 关注我更多的作品 谢谢 感谢您的收听